第三百八十五集 李福达似乎知道儿子要说什么 缓缓地站起身来望着儿子 宣府传来消息 那边的指挥室已经启程前往京师的 李大理一听这话 只能是长叹一声攻身应试 宣府那边被整顿完毕了 接下来可就是他们这晋阳位了 你不动弹 不动弹 那就等着被国朝直接扫荡吧 保国公诸辉带着三军数万人精锐 要平推他们这六杂兵 那简直是太容易了 记住 到了京师一切小心为上 万万不要惹事 李福达盯着自己的儿子沉声道 我会让大人联系你们 不要太隐人注目了 李大理赶紧点头 攻身应试 回退了李大理 接着就让几个手下逐一进来 有人需要出关联系上打打火筛部 要加紧去办 有人则是要去联络张茂 言语中看看能不能拉起入伙 甚至吩咐完毕之后 无数骑手从晋阳城内飞奔而出 持向远方 这天晚上 乔庄之后的李福达 再次出现在了那所宅院里 书房四周的人都被摒退了 随后发生了无比激烈的争吵声 随后陷入了沉寂 数个时辰之后 李福达才离开了那所宅院 第二天 晋阳卫附近的某些老弱 被人用两分银子的价钱 雇到了军营里 铠甲 军械 梁墨等等 几乎都被替换了出来 几古人马分散成数百人的商队 一步向山单位移动 一步则是窜入了洛川 还有些则是分散着向京师移动 终于来了是吗 那家伙已经试探我七八回了 还真是谨慎呢 这猪中是切着滋滋冒着油花的烤羊 将羊肉撕扯下来 蘸上点盐 放进了嘴里 然后满足的微微眯起眼睛 哎呀 在这墨北待久了 这羊肉竟然是吃出习惯来了 嘿嘿嘿 那李福达可是个谨慎人 能够从山单位脱身数次 还能组织起人手来 这铁佛是抿了一口麻奶酒 咋巴着嘴叹气说 那能是简单人物吗 哎 他来的人怎么说呀 想要借火筛 咱们可得溜溜驴子 猪中嗡了一声 脸上挂起了一丝冷笑 哼哼 若不溜一把 人家估计就得吓跑了 这回可得溜得狠点 他现在是骑虎难下呀 铁佛那张胖脸上露出了一丝宁笑 双眸中寒光微微乍闪 李大人 李大义 李大理 李治 却见铁佛顿了顿 黑黑笑着说 哼哼 他以为早年间放到越北最小的儿子李信 会没人吃到吗 调查局的人早就去过了吧 猪中是搭了这眼皮子 黑黑笑着说 咱们当年的那些老兄弟 那可都不是吃素的 要不是地下人后 早把他们给掀翻了 说着 猪中抓过边上的布 擦了擦手上的油 轻叹道 这一回可真是大手笔 铁佛一听这话 脸上的笑容就更盛了 这一往下去 恐怕帝国三十年内 无忧了 京师 依旧是熙熙攘攘 人潮涌动 通州连接着大运河的水道上 依旧船只往来颇多 这是不成文的默契 海船会直接开到 朝白和仿氏处卸货装货 而沿着运河一带的 则是会到通州来装载 文杰如今 已经是换了面貌 与成国公诸府的管家 在秋风江上院内 谈笑风声 秋风江上院楼上 远远的可以看到那处桃林 整个大明帝国 如今无数的举子们 都向往自己能够 入桃林讨教学问 然而桃林却挂起了牌子 不接待任何人的拜访 桃林四周 也是有着无数身着红色甲皱的 扶桑机武将们 在负责巡视 桃林的身处 那座草庐内俊美的少年 身着悬袍微笑着 看着面前的弟子轻声道 陛下如今可看明白了 张小公爷笑阴阴的 看着面前的熊孩子 这小子是兴奋的满脸通红啊 手里捏着的是各处传来的密报 每一份的密报上的消息 都让这熊孩子很是新奇 厉害厉害 虎哥 这些事可都是你规划的吗 朱厚赵看着这份密报 嘖嘖赞叹 有意思 这可比看奏报有意思多了 殿下还需知晓 谍报虽重 却需多方佐证 张小公爷望着朱厚赵认真的说 军情事务 国之生死 不可不查 虎哥 我知道 此后本宫一定注意 绝技不敢轻慢 朱厚赵肃然的点了点头 他可知道 张小公爷为了能让他了解这些事 是费了多大的劲 最初他向洪志皇帝申请 让太子全程旁观此事的时候 洪志皇帝很是犹豫啊 毕竟在他看来 朱厚赵年纪还小 若是现在接触这种肮脏的事 会不会对他形成一些不好的影响啊 陛下 为直事方可正事 为正事方可淡然处之 当时张小公爷给洪志皇帝的回答就是这样 陈座既然知策于殿下 也是让殿下亲自感受钱财之魅 钱财之能 并使殿下能明了 天下钱财不过是取用之物而已 随手用具 不能乱心智 在御花园里 洪志皇帝秉退了左右 身边只留下了肖静 甚至这份记录都不许起居郎记录 而是让肖静亲自录录 殿下曾涨数百万两银钱而不乱 天下财货 何以能乱殿下之心也 御花园里面的这一份对奏 洪志皇帝后来让人专门抄送给了熊孩子一份 希望他能够理解自己的苦心 理解他少年恩师的苦心 好好学本事 而不是沉迷其中 臣请让殿下参与其中 便是让殿下能解其祸 能明其理 一番解释 终究是让洪志皇帝同意了太子参与进来 但也严格限制 不让太子沾染此事 他只能是全城旁观 毕竟这件事情关系到了大明江山的根本 洪志皇帝不想有丝毫的波澜 军部情报部 现在已经将事情顶定了大半 如果这个时候再生出什么事端的话 这是洪志皇帝不愿意看到的 这一往 朕不仅要打尽江湖匪类 更要将那些俘虏一并扫空 再说晋阳城外 未索营寨里 那些个雇来的老弱军族 是七扭八歪的哆哆嗦嗦的站着 他们身侧是眼色阴郁 神情略猙獰的黑甲国防军 营地外也是有扎营 数万国防军沉默如山 战棋烈烈作响 猙獰的炮口对着那未索营寨 黑悠悠的炮口 哑光上闪烁着金属冷立的光泽 张大人非本帅为难你 只是你这晋阳卫 宝国公朱辉在营帐里 秉退了左右 对着面前的李福达叹气说 真是让本帅很为难呐 卑职惶恐 化名成张银的李福达是一身甲州 但却神情惊慌的俯身大力败下 公爷 并非卑职不肯尽心力啊 别说 这李福达是入戏颇深的 畅念作打的功夫堪称一流 煞世间就是神情悲怯 那眼神中带着不甘和无奈啊 可国朝拨负钱粮就那么些 多年来 屯田被地方豪强所占甚多呀 却见李福达抬起头来 那泪水都在眼眶里打转了 卑职接手济阳卫 不过一年有余 光厘清其中关系都耗时不少 李福达所说的这些倒也并非虚言 实际上 这是大部分大明卫所都存在的问题 屯田被地方豪强所占 卫所将校们自己屁股也不干净 更何况大明是众文轻武的时代 人家豪强家里 那怎么说是个举人姥爷呀 那是随时可以放官出去的 卫所里一个千户 你敢跟人家说什么呀 人家就算是打上了指挥使司 恐怕这指挥使司也得好言相劝呢 否则的话 当地官府那绝对是站在 同为读书人一边 往朝堂上参匿一本的 朝堂上从内阁到各部尚书侍郎 哪个又不是读书人出身呢 说不准 那里面就得有人家这位举人姥爷的 乡士作师同年同创 到时候官袍都给你扒了 所以卫所被占了屯田 也只能是忍气屯生啊 卑职接战时 藏内梁墨军械破败颇多 卑职也是给兵部请求波复 可波复下来的 这些倒也不是李福达瞎编的 他的确给兵部请求过波复军械梨墨 可是兵部那边自己又有多少东西啊 他们还指望护部公部给帮衬呢 护部四中那边自从认定了国防军能打之后 也就不再尿兵部这一壶了 妈的 就知道惦记我护部的好处 这达达杀进来的时候 你们兵部卫所那是屁用没有 给你什么钱呢 给个屁 这公部呢倒是没有护部那么硬气 兵部来寻他们那也是苦着脸 小夫难为无名之吹啊 公部的工匠几乎全都被挖到军械营造局去了 咱不是要跟你兵部对着干 实在是没人干活啊 那票匠人现在最高的被赤锋为官了 虽然是皇家自己的官 可到底那也是官呢 甚至他们的俸禄都是内库直接拨下来的 跟户部的国库那是一分钱关系都没有 而且这些匠人现在可都是嘚瑟起来了 也都识字 公部这边还真是弄不动人家 像这种情况怎么修造军械铠甲呀 本帅也是知道你为难 此非你之罪也 报国公诸辉笑眯眯的站起来 将李福达虚服起来叹气道 哎呀 所以陛下才命我军部处置此事啊 你也别担心 此番入京也并非坏事 白手让李福达坐下 诸灰笑眯眯的抚须轻声道 此番入京 你可入帝国皇家军事学院就读 那可是陛下亲任冤长 出来那就是天子门生的好位置啊 李福达是心里叹气啊 难怪那些指挥使波兰都没掀起来 就老老实实的交出兵权了呢 待在这九边之上混迹一个指挥使的位置又能怎么样啊 怎么升职那可是个大问题啊 五官晋升那可比文官困难多了 但是一旦被裁撤那就是一句话的事 从永乐朝起 下层五官们想要晋升几乎都得走太监的门路 也只有走太监的门路才能有机会往上爬 没辙呀 这文官瞧不上他们这些秋八呀 再说了 兵部做主的不还是那些文官吗 这太监就不一样了 比如马尔太监刘永诚 他在边疆多年为国征战 那陛下也是极为信任 只要战后论功 老太监给你说几句好话 那晋升可不就妥妥的了吗 再比如三宝太监郑和 随他出海出征打完了 给你个名号 那就在地心了 那还用仇不能升官吗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三百八十六集 啊 卑职明白 卑职明白 李福达赶紧站起来 功身抱拳 感激地对保国公说 卑职倒不是担心自己 只是那些随卑职一并的弟兄们 保国公猪灰哈哈一笑 白手道 张大人倒是个性情中人哪 此事不需担心 陛下与军部早就已经考虑到了 他李福达是指挥使吗 自然是可以和五举人们 一并到帝国皇家军事学院就学的 但下面的将校 可就没有这么好的待遇了 毕竟你这卫所都被折腾成这样了 国朝军部不追究你责任就不错了 所以给他们去进修的是军官学校 要顺利毕业出来 那自然也是安排到军伍去继续担任职务 当然 这一切的前提是 他们能够顺利地从军事学院 军官学校里毕业 保国公可不认为 他们中能有几个人顺利地从中毕业呀 张小公爷作为这两所院校的总教官 制定的那一系列训练 在保国公看来 那堪称是人渣级别的 如果真能从那样的训练中走出来 他可以肯定绝对是军武中的精锐佼佼者 从前州越北和之前的国防军军族中 临选进去的 几乎都是经过初步训练 有一定战阵经验的 岂是这些个在卫所混事的降校能比的 他们能熬过前三个月的适应训练 那就已经算是不错的汉族了 北侄 北侄多谢公爷 多谢陛下 多谢军部 李福达心里又叹了口气 知道这事已经是不可为逆了 同时又庆幸 自己总算是把数千的精锐给打散送出去了 现在只需要自己到京师去和他们会合 再观察一番 看看是否能真的出手做事 你且回去收拾一番 再有十多天就要入学了 宝国公朱辉笑眯眯的望着李福达 眼神中一丝古怪的意味 一闪而过 你呀 且好好为国朝做事便是 放榜的日子终于来了 无数的举子们 熙熙攘攘的奔赴了新公院前 金棒提名者欢呼雀跃 未见自己名字的 那是不甘不愤的 多看了几遍 终于是闭上了双眼 有失魂落魄者 也有嚎啕大哭的人 会员者 唐言 无数的人抬眼望去 眼神中有嫉妒 有艳羡 也有钦佩 唐伯虎自己心绪难平啊 竟是在原地上站了好一会儿 才回过神来 恭喜伯虎兄啊 是啊是啊 恭贺伯虎兄啊 无论是嫉妒或是不甘 这个时候 举子们都将自己的情绪藏了起来 该给人道贺的 还得给人道贺 否则的话 这就是失了礼数了 再说呀 这唐伯虎考会试前 就颇受内阁所中 详续教育部的方志方信之 甚至放出话来 他必取唐吟 入他详续教育部任职 伯虎谢过诸位学兄了 唐伯虎说不激动 那是假话 但他平复得很快 做了一个极为符合礼仪的事 那就是向着一众举子们 一个长衣到底 而是命伯虎 挤言挤行 当欲加读书 不可有怠慢之心 却见唐伯虎对着众举子轻声道 伯虎不该有违失命 便先行回去读书了 说着就向众人拱手告辞 其他举子们哪敢怠慢呢 赶紧说唐会员且自辩 且自辩 随即是感慨 人家这回拜的那位老师 那可真厉害呀 虽说他唐伯虎是男直立 相识戒员 可哪怕两回都考上戒员 也不敢说一定能拿下会员呢 可人家这就把会员给拿下了 眼瞅着这传说中的连仲三元 胜利在望啊 别看大家都说连仲三元 可历史上能够连仲三元的 那都屈指可数啊 从唐代开科取世第一位连仲三元 张孔昭公算起 迄今近七百年 龙共也只有十二位 本朝开国百五十年 也不过是两人可重 一位是正统十年三元吉地 人暂之 我朝贤左 商工第一的商文义工 另一位是红武二十四年六手状元 被暂曰 三元天下有六手世间无的黄兰伯公 说起这位黄兰伯公 那可就牛逼了 他不仅是连仲三元 而且是小三元也都拿齐了 于是连仲三元已经无法褒奖他了 为此他得了一个六手状元之号 意思是县府院香会殿六世 这位老黄呢 是一股脑全都独占凹头了 于是卫之约六手状元 端得是无比的牛逼 整个华夏科举历史上 能够达成连仲三元者 是十五个人 但是能够做到六手状元的 也不过是两个人 而且后面的那位清朝的前乡陵公 这六手状元可没有老黄这牌子应 作为后辈的前乡陵 是苦哈哈的考了多年 才按手过了县市 后来乡氏又被卡了六次 才以戒缘之身入京应试 最终拿到六手状元的时候 都已经四十七了 可这位黄兰博 二十七岁的时候 就一口气全都拿下了 如果唐伯虎能够三元吉地 那可谓是大明朝开国以来 第三位达成如此成就的人呢 虽然那是不如黄兰博 那位六手状元牛逼 但拿出来这名头 也是能够力压群雄啊 不服你拿什么 跟人谈不服啊 而当初到皇家军事学院 须知天子门生之名 不好担待 帝国皇家军事学院的礼堂里 这一期的五举子 各裁撤卫所的指挥使 全都被集中在此 本将知道 诸位能站在本将面前 都是人中龙凤 但这不够 在礼堂讲台上呢 是一身戎装的张小公爷 悬色的国防军军服 衬托着他唇红齿白 一身贵胄公子气派 但那已然竖起的 丹凤中桃花不在 取而代之的是 刀锋一般的灵力 高台下的李福达 坐在中间的位子上 看着是面无表情 实则是新潮澎湃啊 身边的这些个五举子们 无一不是虎狼之事 那些教官 校内风济校尉们 更是看着彪悍无比 一时间李福达 竟是有些恍惚 不由得心头动摇了起来 这能成吗 此三月 便是对尔等的初步考核 若是不成 就别提下一步了 台上的那位少年人 闪耀如璀璨之星 甚至让台下的李福达 生出自残行贿 绝我龌龊之感 恍惚间 似乎那位少年人的目光 扫了过来 李福达的心不由得提了起来 莫非他是发现什么了 但很快 他感觉到那一束的目光 不只是扫向他 而是将他和身边的人 一并扫过 顿时就放心了不少 看来应该是 例行的驯话而已 都是航武之人 本将也不再废话 考核不合格者 立即清退 却见台上的欲吃虎力胜 行李 三辉 台下隆隆隆的 全都站起来 对着张小公爷行李 随后目送他离去 然后随着教官们 开始宣布规矩 李福达就觉得 自己要坑啊 因为训练开始的第一个月 是完全不允许离开学院的 每天都必须要操演 必须要学军纪 还得有大量的体能训练 比如全甲奔袭三十里 轻装狂奔二里地 亦或是卓甲穿越障碍 还要重新学国防军的列队 行李 背诵军纪 总之只需要听负责的教官一说 李福达就知道 自己暂时肯定是出不去了 他要是出不去的话 那外面集结的那些个人手 可怎么办呢 看了一眼树丈高的学院院墙 还有高塔上的弩剑汉族 李福达很明智地 放弃了逃跑的想法 毕竟这命比较重要 一个月而已嘛 大理他们应该 应该能处理好吧 可惜啊 李福达不知道的是 现在李大理 这哭死的心都有了 他倒是安全地抵达京师了 而且文杰也确实 安排了地方给他们住去 但因为他们的身份是工匠 所以全都被逮去工地上干活去了 这你妈不去还不行 你他妈是工匠的身份过来 能不干活吗 那你来干什么来了 想到父亲的造反大计 李大理是泪流满面的 再看看周边那些个 看守囚徒的国防军军族 标肥体壮的各家亲兵 李大理决定 干活了 而他们这数千人 被分配到的工地 则是张小公爷 要修造的血管 另一部分 则是被分配去了 经年变场配套的 朝白河别墅区去了 这工钱呢 倒是结算得很快 一日三餐 两餐有肉 日子其实说起来 过得还算不错 就是李大理和下面的白莲头目们 这心里很腻歪 咱们这可是来造反的啊 是来杀皇帝的 这他们来京师 倒是给人干活来了 这让我们这些白莲 没有感情的杀手 情何以堪呢 然而他们还不得不认怂 没辙呀 李福达暂时是没法出来 这文杰是苦口婆心的劝了半天 李大人那边也是来了信 让他们不得暴露身份 于是一群怀揣着造反之心 抵达京师的白莲杀手们 是一脸懵逼的 在各家工地上 老老实实的干活了 不要浪费 这些白莲门徒 多属其精锐 平日里养得标匪体壮的 张小公也远远地 看着这些白莲的人干活 对着身边的诸侯照说 不让他们干点活 岂不是浪费吗 嗯 虎哥言之有理啊 只是 虎哥 可咱还得给他们发月言呢 还得供他们好吃好喝呢 这熊孩子还是有些纷纷不平 嘀咕着 那些银子也不少啊 本蛋 到时候把他们全抓了 那些银子还不都得收回来吗 欲吃虎听到熊孩子这话 不由得气地拿折扇 啪啪地敲了两下他的头 再说了 不给他们吃饱 怎么有力气干活 诸侯照被敲得捂住了脑袋 还是有些不服气地说 可 可他们吃的也太好了吧 那是为了保住他们的狗命 不然都死了 咱们上哪去找免费劳力去啊 欲吃虎恨铁不成钢地再一抬手 啪的 又给了诸侯照一下 你个笨蛋 到时候请工人 可不得花费更高吗 现在就是让他们练个熟手 以后可以长期给咱们做苦力 这道九边的路还得修呢 你不是说还要修新京师吗 若是请人办下来 得多少钱呢 诸侯照这才恍然大悟 虎哥果然是高招啊 回头我就吩咐给他们加点菜 要是死了可就白下了 别说九边的路了 到时候本宫还得修造新京师呢 这些有营造经验的 免费的 飙肥体壮的苦力 上哪找那么多去 请人来 这不得花钱吗 虎哥果然是深谋远虑啊 哎呀 咱还是太嫩了点啊 刘姐 刘姐 您过来 让工地上每三天 给他们添加一次提炮 熊孩子这话还没说完呢 就让御师虎 又啪的敲了一下 笨蛋 你这么加菜 他们能卖力气吗 老刘 你就跟工地说 提前完成计划进度 并且大将们检查合格的 加菜 却见张小公也顿了顿 说道 每人一只蹄帕 月银 加一分 干不好的 扣肉食 扣月银 再干不好 打板子 赶出京师 我去 还是虎哥 手段高啊 这话传下去 还愁他们 不卖力干活吗 而且这还得 大将检验 也不怕他们 偷工减料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三百八十七集 工地上的李大李 心里这个妈呀 那些个白脸头目们 心里可就更骂了 心里是痛骂这出主意的 实在是太阴险了 奖励月银 提庞啥的 他们倒是不在乎 干不好 磕扣肉食月银 他们也无所谓 可这要是 赶出京师 那可就麻烦了呀 李福达的大忌 可还得他们出力呢 若是赶出京师 那这事咋办呢 而且如今 李福达根本就出不来 甚至能做主的人 都没一个 他们能怎么办呢 只能是咬着牙 也得撑下来呀 于是原本怀揣着 造反之心的 白脸弥勒门下 如今是兢兢业业的 为大明帝国 添砖加瓦了 远在草原上的谢平 虽然没有在工地上干活 那也是心里一顿骂 眼前的这个猪中 那根本就是个 喂不饱的狼啊 砸了至少一千两银子 水泡都没借一个 而现在谢平观察到的情况是 火筛的确在进行 战前准备 三英货职会的最后一批人 已经离去了 整个部落在准备着迁徙 小谷的骑兵 不断地出现在九边各处 火筛部落行进的方向 明显就是朝着河西走廊去的 谢平现在急于要见到火筛 而火筛现在是不见任何外人 尤其是大明人 那是一个都不见 这从侧面上更说明了 火筛是下定决心 要给大明一个好看了 所以谢平 这才更急着要见火筛 若是能够得到火筛的助力 则大势能成五分呢 诶 朱家哥哥 你就帮兄弟一把吧 谢平是无比的着急 李福达让人传来了消息 说他们已经抵达京师了 一切都在准备中 然而他连火筛的面都没见着呢 兄弟 不是哥哥不尽心啊 这诸中是一脸的阴沉 叹气说 大海如今是在气头上啊 任何大明人那都不见 谢平拢在袖子里的手艺哆嗦 卧槽 那你妈还收老子的银子啊 哥哥稍等 谢平知道 这血不多出点是不行的 就见他转到了屏风后面 没一会儿又走了出来 给朱中拱手建礼的时候 顺手就塞了一个小锦囊袋子过去 济阳特产 些许小豆 就是给哥哥做个下酒的小菜 要不要协议 要不要协议 朱中那是啥人呢 手里一颠就知道 这下酒的小豆子恐怕是金的呀 顿时那张狗脸就笑成了一朵 皱巴巴的老菊花 哎呀 兄弟啊 你这怎么能这么客气啊 哥哥 这怎么说得下呀 妈的 你说这话的时候 能不能别把锦囊往你袖子里拽呀 这谢平是忍住眼角的抽搐 嘴角扯起一丝难看的笑意来 哥哥说的是什么话呀 些许 涂茶而已 只是让哥哥好下个酒 解解馋哪 这解解馋三个字 谢平说的是咬牙切齿 朱中似乎是真的满意了 却见他叹口气说 哎呀 也罢 哥哥我就替你貌似走着一回 全了了咱们兄弟情义 去你妈的 狗才跟你是兄弟呢 不过好歹那些金色的土特产 总算是起了点效用 因为不到一刻钟 朱中就满脸欢喜的回来了 兄弟啊 哥哥这回可是真卖了死力下 谢平忍着一刀砍死这家伙的冲动 还得给他一脸感激的抱拳 哥哥大恩 小弟没齿呢 哎呀 你说这话不就生分了吗 谢平心里这个骂呀 就听朱中说 哎呀 哥哥这是拿自己性命给兄弟做了担保啊 大汗总算是愿意 朱中说到这儿顿了顿 愿意让狼卫末尔根扎萨克见你一面 哎呀 我去你妈的呀 这金豆子是喂狗了吧 好家伙 搞了半天还是没见到火山呀 哎 兄弟 你可不要小看这位末日根扎萨克 大汗那是极为倚重他的 似乎感知到了谢平的不快 朱中赶紧说 大汗可说了 你的事呢 谢和末日根说说 如果末日根扎萨克觉着此事可向他禀报 则会见你一面的 谢平一听这话脸色才稍微好看些 至少这比遥遥无期要好多了呀 而且这剑的是达达人 末日根他确实也知道 这位末日根扎萨克是火筛极为倚重的狼卫首领 负责守护火筛大帐 能够见到他 让他转达一番 已经算是不错的进步了 赶紧走吧 末日根等着咱们呢 谢平再次拱手致谢 这才跟着朱中走出了营帐 在朱中的带领下穿过几道卡子 钻到了一处帐篷中 谢平就见到了末日根 坐吧 末日根倒是个直爽人 就见他直直地盯着谢平冷横道 大海让我来问问你 要见他干什么 谢平深深地呼出一口气 沉声道 唉 我白脸想在关中启事 哼 你们大明人尽是只能说大话 末日根拍了拍手站起来 显然已经对谢平想说的话没兴趣了 上回的那个什么王 说是有几万兵马如何英雄 还有你们几个白脸的人 也说自己如何英雄了得 可结果呢 这话说得谢平直接仗红了脸 上回那事 他也是知道一二的 安化王朱志凡那狗东西 还有萧秦 秋复 吕明镇那几个蠢货 把事彻底搞砸了 如果说启事的话 等你们真把事情办起来 再来和大海爷说吧 说完 末日根就打算直接走人了 谢平见状就知道 如果末日根就这么走了 恐怕就再难见到了 于是也不敢藏私了 就见他低声吼道 我们有把握 刺杀明国皇帝 这话果然让末日根停下了脚步 刺杀明国皇帝 你不会是在说梦话吧 很快 末日根扑痴的就笑了出来 明国皇帝在皇宫里 十数万大军保护着的 言下之意 你们白脸说鬼话 说得自己都信了 还真以为自己能飞天遁地 潜入皇宫里去杀皇帝啊 过些时 洪志皇帝会出京师 我们的人已经在路上了 到时候会发动截杀 谢平深深地呼出了一口气 望着末日根说 此事 你们可以查查 京师即将召开一次极大的盛会 而且是在京师城外 明国皇帝会亲自抵达 末日根听着这话皱起了眉头 但随即又笑了 就算是能杀明国皇帝 你们又怎么启示啊 谢平咬着牙很声说道 山丹卫 有我白脸的人 而且洛川一带 有我数万大军可一并启示 这些话说出口 末日根戏谑的神情才稍稍减缓 这些还不够 只要能够攻破九边 金陵 济西 玉南等地 就会有人一并起兵 谢平吐出一口气 如果不是这个机会争取难得 他绝对不会抛出全部底牌的 按说这些应该就能见到火筛 再跟火筛密谈了 然而现在 火筛显然没有要见大明人的打算 如果连末日根这关都过不去 那火筛根本就见不着 你说的这些 是真的 末日根还是有些不敢相信 甚至他下意识地望向了朱中 谢平则是紧盯着末日根 一字一句地说 扎萨克可以命人探查 若有虚言 敢受处置 朱中也是在这个时候对着末日根说 扎萨克 我是觉着可先和大汗言说此事 如何处理 还是看大汗的意思吧 末日根缓缓地站了起来 犹豫了一下 才点了点头 朱中 这件事可是你做的不 如果出了问题 接下来的话 末日根可就没说了 但是谢平心里对朱中的厌务少了好多 别看人家收钱收得挺猛 但这事到底还是尽心办了呀 好歹这末日根的一番话已经说明 这朱中是收钱也办事了嘛 哥哥费心了 小弟实在是 这回倒是轮到谢平不好意思了 觉着自己也许是真误会人家了 不是人家贪财 说不准呢 那真是砸了不少银子去办事了 哎 兄弟 哥哥也不瞒你 朱中说着 对外张望了一下 才叹口气说 这地儿啊 毕竟是达达人的地盘 咱哪 还得落叶归根哪 这言下之意就很明白了 你们白莲如果真能成事 可别忘了我朱中 那也是给你们出过力的 到时候位置可得给我留一个呀 谢平赶紧说 那是自然 毕竟能够沟通火筛的人 对白莲那也是很重要的 朱中希望白莲成功后 能够落叶归根 谢平他们何尝不希望失败后 能够藏身墨北呢 大海要见你 没过一块 就见到末日根很快地回来 掀开了帐幕望着谢平说 跟我走吧 谢平刚抬腿 就见到朱中笑爷银的 留在了帐篷里面没动的 对着朱中点了点头 谢平这才跟着末日根出去了 这火筛的营帐显然和其他人的营帐不一样 这间营帐更大 而同时周边有着无数的狼卫在巡逻 警惕地盯着四周的动向 大孩 人到了 站在帐外 末日根速容攻身行礼 大声说 且领进来 大帐呼拉一下地掀开了 末日根领着谢平就进了营帐里 却见大帐里铺着大块的厚木板条 板上铺设着厚厚的绒毯 大帐的两侧摆放着暗基 最上手的位置略高出一些 那处暗基上端坐着一位 看起来年纪五十上下 穿着拽撒袍子 雄伟壮硕 求然抱掩的汉子 哈哈哈哈 你有一刻钟可以说服本寒 开始吧 这谢平还没来得及看清楚大帐里的摆设呢 踏子上的那个汉子就哈哈一笑说出了这番话 哎我去 这是什么操作呀 谢平当时可就傻眼了 他没想到这刚一进门 这位大汉就只给他一刻钟啊 甚至准备的时间都没有 现在就让他给出说服自己的理由来 尽管高台上的那位如今打打共主是笑着的 但是谢平却感到了从心底里生出的一丝含义 谢平很清楚 如果他在这里答得不好 说不准就不是被赶走的问题了 高台上那位火筛别看是笑咪咪的 实际上他手上沾染的人命恐怕不下数万呢 这样的人会怎么收拾一个他认为无用的废物呢 红之皇帝必死 山大卫可归入大汗所有 洛川一带有数万大军可谓先驱为大汗开路 谢平觉着自己的大脑从来没有运转的这么快过 甚至他都感觉到自己的脑门都在发热 他的时间只有一刻钟啊 一刻钟之内如果这位大汗认为他说的都是废话的话 谢平就会像被处理废物一样被处理掉 金灵等地 如果起兵可有十万大军 我白莲还可在京师起兵六千为佐 几乎是一口气将这些全都说了出来 只求尽快地能够让这位大汗肯定下来 山甘可套可借助交予大汗 我白莲只求京师言谢而已 谢平的这些条件都是李福达提前跟他商量好的 否则的话他哪敢这么开价啊 只要大汗计入山丹 我白莲愿拿出铠甲切副 钢刀三千把为礼赠予大汗 这可是底价了 再要的话 谢平也拿不出来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三百八十八集 谢平现在开出的可都是底价 因为李福达告诉他的只有这么多 到底李福达隐藏了多少东西 只有他自己知道 哼 就只有这样吗 高台上端坐的火筛侧耳等待了一番 见谢平不说话了就开口问道 谢平一听这话顿时满嘴苦涩 点了点头 我白莲能给的就这么多了 踏子上的火筛笑了 却见他抓了一把自己的求然 笑眯眯的站起来走到了谢平的身边 拍了拍他的肩膀 轻声说 让你的人去山大卫吧 到了山大卫 本还会派出一支起兵去洛川 验证你所说的一切 谢平一听这话 不由得面露喜色 对着火筛激动的行了一个大礼 谢大汗信任 我白莲保证绝不相复 火筛笑眯眯的拍了拍他的肩膀 轻声说 诶 话先不要说得太早 本汗的情谊 只是给适合的合作者 想要合作 想要证明你们的价值 明白吗 谢平攻身行礼 声音低沉而诚恳 欧家明白 请大汗拭目以待 嗯 你去去吧 火筛笑眯眯的转身 回到了榻子上 转过身轻声说 等你证明了你们的价值 再来与本汗相见吧 谢平缓缓的吐出一口气 攻身行礼 倒退着走出了大帐 就见到他走出了大帐之后 火筛苦笑着 对身后的屏风说 哎呀 把你交给了那只小狐狸 也不知道 傅寒是不是做错了 就听到那屏风后 传来一个脆声声的声音 傅寒后悔了吗 女儿可以留在部族里不走啊 哈哈哈哈 傅寒只是一时感慨 那小狐狸 到底是怎么蒙骗 这些白莲的人的 火筛揉了揉自己的眉心 虎笑着说 居然让他们真的相信 自己可以刺杀民国的皇帝了 再说 如果没有经过军事学院的训练 李福达确实还是对于自己刺杀 洪志皇帝这件事非常有自信的 但是经过了初步的训练之后 他就开始有些动摇了 随着一声声耗子声怒吼着 整片操场被踢踏的咚咚作响 还好这处操场全部铺设的是水泥 否则的话 这烟尘飞扬之下 人都得看不着啊 另行禁止 从前李福达对此体会不深 哪怕他曾经去过山单位的卫所 也不认为大明军武能够做到这点 然而在这军事学院里 他真正的见识到了 什么叫做另行禁止 每一个踏步 每一个手摆动的幅度 都被严格的要求 站姿一练 那就是一个多时辰呢 所有人必须挺胸收腹 防守而立 甚至这军事学院内 所有人行走坐卧 都有着严格无比的规定 床不能坐人 床下有马闸 可以打开坐下 院里行走三人乘列 两人乘航 左出右进 必须按照规定行走 胸前金星乃是直贤标识 穿了这身军装 就不用再行跪拜礼了 下级只需要率先速容 对上级行军礼即可 受礼者也需要回礼敬之 一切都是方方正正 一切都是规规矩矩 甚至连洗手台上的 进口的口碑 毛毡都得放得整整齐齐 那床单必须每天 都得拉直打整 连被褥都得必须按照标准折叠 这别人看着呢 是抱怨麻烦 但是碍于军纪 却又不得不做 而李福达从这些细节上 能够看到的更深呢 这些看似简单的点点滴滴 无一不是在塑造他们这群受训者的身心 规矩 一切都有规矩 一切都必须依照规矩 别人或许不知道 但李福达却看得清清楚楚 仅仅是两周的训练后 从他们这些指挥使 再到下面的五举子身上的变化 首先就是精气神 整个人不由自主的 就会含凶拔背 行走时操演的步伐 不拒 不由自主的迈出 而对于军纪的敬畏 让他们学会另行禁止 原本身上的散漫气息 江湖草莽气息 顿时一扫而空 取而代之的 则是类似于这里教官身上的那种 彪悍无比的气息 在这种军武的护持下 自己还能成功杀掉红治吗 李福达现在心里开始出现动摇了 哪怕是他成功的杀掉了红治皇帝 在这种军武的追杀下 那能活得下来吗 在这种军武的护持下 登基的太子诸侯赵 能不能震住震脚啊 李福达现在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自信了 他甚至开始考虑 自己是不是得逃离了 李福达不知道的是 在外面的门徒 从开始想要逃离 到现在已经是不想造反了 为什么呀 因为快到领月盐的日子了 要开工资了 这总使亲 副总使亲 哪有盐子来得亲呢 会被他们忽悠着来卖死命的 大多数其实都是活不下去的君族百姓 他们平日里都是受尽畏锁将校 当地豪强欺凌的 甚至有些还背负着血海深仇 李福达敢用他们 也正是看中了这点 他们不可能和大明妥协 但是李福达没想到的一点是 他们其实也是普通人 大家如果真能活下去 谁愿意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造反呢 原本都是不愿意干活的 但是副总使教头乡头们说 不干活就会耽误总使的大事 大家也就勉勉强强的干了 没想到这居然还真有肉吃啊 而且提前完成了呢 还真能每人给一只蹄膀 这一下子所有人的心思可就不一样了 蹄膀都给了 月银他能不给吗 想到这活干了都快一个月了 也就是说要到了领月银的时候了 这些个底层的白莲门徒们 心思可就不一样了 如果继续这么干个两三年 自己再存上点多卖些力气 用心学学本事做个老匠户 那两三年下来 咋地不也得有个三四十两银子啊 工地上那可是包吃包住的 也不用花啥钱 监工验查的大将也说了 如果做得好成了匠户 这月银还能更高呢 一想到这点 那谁还有心思造反呢 造个屁反呢 大家赶紧挣钱置地盖大房子 过日子才是正经的呀 底层的白莲门徒 其实也不是真傻 都知道就算是造反成功了 那分到手的好处 也没他们多少啊 反正都是活不下去 为啥不咬牙拼一拼呢 然而现在的情况是 好像大家可都有机会活下去了 而且还能活得不错呢 父亲啊 如果再继续下去 恐怕人心就散了呀 李大理其实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可是他对此 那真是束手无策呀 好不容易李福达能够在两周之后 从军事学院 以表现优异的机会出来 得到了消息的李大理 便不管不顾地找了过去 大人 你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李福达没有直接回答李大理的话 而是问起了一起前来的大儿子 一身管家模样装束的李大人 功神轻声道 父亲 已经确认老头肯定会出来 点了点头 李福达陷入了沉默 过了会儿 挥退了李大人 你去回去吧 尽力打听清楚时辰 护卫人数 明白了 李大人点了点头 随即功声告退 李福达沉默了一会儿 面色平静地对着李大理点了点头 李大理这就走了出去 将外间的文杰给叫了进来 这里是军事学院边上的一间小餐馆 以卖打打烤肉为生 这店铺虽然不是很大 却有好几个内间 陆林中人到京师收消息 打探情况 或者是相约商谈密室 都会选择这里 文杰 某家与你相识也有十数年了 文杰进来之后功神见礼 李福达白手让他坐下 轻声说 你且说说 此番我等能成大事吗 文杰一听这话头 心猛的一颤 脸上却带着苦涩呀 总是属下也不敢瞒你 文杰似乎很是犹豫 但还是咬着牙轻声说 这此番京师恐怕难成大事啊 李福达似乎并不意外这个答案 居然是点了点头 哎呀 其实某家 也是这么看的呀 边上的李大人一听这话 不由得手上一颤 就见到李福达缓缓地站起身来 盯着他们二人 然而某家不甘心 不甘心啊 一度李福达认为 自己是这造反世家数代人中 最接近于成功的 即便是没成功 也能够重伤着大明国 但现在看来 似乎是他想多了呀 国防军接手济阳卫防务的时候 他已经感觉到了 这支军武与以往大明军武的不同 然而当时他赶着到京师来 也没怎么细看 直到抵达了京师 进入了帝国皇家军事学院内就学 李福达才真正的感受到了 从体系的训练之下 一支军武可以强大到什么程度 然而他也是悲哀的发现 自己根本就不可能 如此去训练军武啊 为什么呀 因为这玩意儿可太烧钱了 帝国皇家军事学院 这一期的人数 大概是三千多人 其中他们这些指挥室 级别就读的指挥系 一百多人 除了他们这些指挥室之外 就是曾经在数次作战中 立下功勋升职的 剩下的也是分为两种 县义少长凭功勋推荐就读 以及各不正史司的武举子 这些人每天苦训 衣食住行吃喝拉撒 哪样不得烧钱呢 早饭那是大个的肉包子 一碗碗的豆浆杂粮粥 午饭是大块的肥猪肉 两个拳头大小的馒头 大盆的杂粮粥 这晚餐呢 倒是能清淡点 但还是有一荤三酥啊 跟着食堂一并出来 采购的李福达 扫了眼采购单子 瞬间这心可就凉了半截 为什么呀 因为采购单子上显示 每月军事学院 仅猪就需要八百多头 这还是活猪 除此之外还会采购羊三百多头 更别说其他蔬菜了 偶尔的果品了 总共算下来 军事学院一个月的食堂采购 那就得四千多两银子 这简直就是烧钱呢 更别说那些打造的铠甲军械 还有那军事学院里的训练场地 阁楼礼堂呢 这全都造起来 恐怕每个两三百万两的银子 根本就打不住啊 这还没算他们所拿的月银呢 月银最高的是十多两 最低的那也有三四两 每个月仅仅是他们这些人领的月银 那就有五千多两 说白了 就光养着帝国皇家军事学院里 数千学员 这每个月就得万余两的银子 如果拓展到如今 数十万国防军军械整备训练 日常消耗月银的发放 恐怕每个月砸进去的 怎么都得好几十万两 白花花的银子 这李福达可怎么养啊 他李福达就是杂锅卖铁 坑蒙拐骗 举家带着信徒们到处卖肾卖苦力 那也养不起呀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三百八十九集 如果洪志皇帝知道 李福达是怎么想的 估计就会感慨万千了 还好这有吃火 置办下的产业 收回的田母之应 军械营造局各司 又能生利不少 不然这每个月 几十万两银子 这也养不起呀 但就这么放弃了 李福达也不甘 尤其是在李大李和他说了 现在人心浮动的情况下 李福达可就更加的不甘心了 他已经悲哀的发现 如果是如此下去 恐怕造反也再无空间了 现在找准机会 行写一搏 或许还能有那么几分机会 可如果任由大明如此发展下去 再从京师拓展到 冀北 御南 晋西等等一片区域 他李福达 他的白脸 哪儿还能鼓噪着人起来 和大明对垒呀 千里求官只为吃穿 半生忙碌 仅为口粮啊 李福达很清楚 如果有了口粮可以保护 更有笨头在前方 那谁还会傻不愣愣地 愿意跟他造反呢 活不下去了 才被迫要造反呢 文杰呀 某家也不会让大家送死 李福达扫了一眼文杰的脸上 陈生说 你先让人打他一番 不要利息银子 老头子什么时候出来 带多少人 最好全都摸到 文杰攻身应试 李福达则是深深地吐出一口气呀 唉 若是事有不济 我等再等待时机 此番入京 也是我等 蓄积军武之机呀 这话如果叫洪志皇帝听到 估计就能直接笑死 你以为吃火 折腾着军部是为什么呀 那就是为了收回军权 顺便还断绝了 原卫所自行打造军械 自有粮末的问题 屯田尽数收回规划军部 再由军部成交户部 放于百姓自耕 每年所收 户部按照试价 折合银币 将账簿交给军部 将现银押送到内库 内库再根据各军所需 发放银粮采购 指挥使司是一巡申领一次 下下卫所 每月申领一次 军械拨付 则是收旧换新 若丢失 则需罚银 甚至除名军武 各级将校未官晋升 全需功勋考核 军事学院 或者军校内 再就读毕业 方可获封 更别说毕业之后 分配区域必然非原级 而是转封塌地了 同时各指挥使司 负责将校 每五年一次转任 如此种种规矩 就是为了避免 善权之事发生 可惜的是 李福达对于军部新军制 那是一无所知啊 所以还自以为 能够像晋阳卫一样 渗透进去呢 是 文杰公身应事 随后就被李福达 抬手挥退了 又写了几封信 让李大李带回去 稳住那些 在干活的白莲门徒 李福达这才 神色阴郁地离开了这 与采购的队伍会合 往军事学院里走去 虎哥 叫我说呀 一切把他们全都办了 不就完了 费那事干啥呀 熊孩子诸后赵 如今身高 已经接近一米六了 体重 更是接近于百斤 身上的肌肉 充满着男性阳刚之美 轮廓虽然还是带着 少年的稚气 却也开始 展露出棱角来 刚刚打完了对战 从药玉池子里 泡完澡出来的他 被雾水熏得唇红齿白 穿着一身悬色的道袍 与张小公爷喝茶 此时殿下当多家学习 殿下上小 不知杀人强功 非上上之策 张小公爷笑着 帮着熊孩子 把衣服拉扯直了 哎呀 都大人了 再注意一下仪容了 我又不是靠脸蛋吃饭的 熊孩子撇了撇嘴 随即看着张小公爷那张 帅得几乎让大明无数女子 倾倒的英俊的面容 不由得叹气说 而且 我再好看 也没有虎个你好看呢 如今在大明 读书人们推崇的 是张小公爷 横溢无双的才华 商骨们推崇的 是张小公爷 那无与伦比的 济然神策 而女子们首先推崇的 就是张小公爷那张 俊俏道 让他们沉沦的脸了 其次才是才华 弥鲁当时说 小公爷的那句 不见痴虎 终身物 但见痴虎 物终身之语 不知道是怎么传出来了 顿时无数女儿家是哀叹 此言一句 就是道尽了奴奴心声啊 巡逻逃林的 原本是张家的老亲兵们 可自从各家小姐 青楼大家们 居然开始闯逃林之后 这老亲兵们 顿时可就尴尬了 你说我们这管还是不管呢 于是鸡武将们 只好将巡逻逃林的任务 给接过来 毕竟他们也都是女子 对于此事好处置很多 为了应付这事 足利赫发挥了自己组织的特长 和弥鲁一起组织了一个 稿柱吃虎社 这是个女儿家谈诗论文的诗社 看名字也知道 这必然是关于咱们张小公爷 欲吃虎的诗社 这稿柱倒是有专门的说法 稿呢是角丝旁加一个膏 柱是左边一个角丝旁 右边一个宝盖头 下面写一横 稿柱这两个字呢 是出自于左传相公二十九年 其曰 聘于正 见子产 如旧相识 与之稿代 西晋时候 杜与杜武库 则作注释 无地贵稿 正地贵柱 故各县己所贵 是损己 而不为彼获利 这意思就明白了 本宫这师舍 不讲身份规贱 只取己贵 而会与社友 那什么是己贵呢 他们加入师舍的 其贵 必然就是 欲吃虎张小公爷 师舍之人 不讲身份规贱 每五天抽一次签 允许一行人进入桃林 和张小公爷相见一番 已经抽到过的 则需要等到下一轮 没抽到签的 则继续抽签 等着相见 保证师舍的每一个人 都有机会和张小公爷 相见一番 但平日里 桃林是不允许闯的 否则师舍除名 并且暂时停止 抽签见面 不得不说呀 足利贺带着 弥鲁这两位 有着全谋之算的大家 那可真是厉害 三两下 就把这事摆平了 甭管是薰贵家女 还是青楼大家 全都被安排的 明明白白 虎哥啊 你说这李福达 他还会继续造反吗 诸侯赵很快放下了心思 对着张小公爷问 笑着给这熊孩子 包了一个橘子 小公爷轻声说 不管他是否继续 此事都无碍 啊 为什么呀 这个人世代造反 一直都是国朝大计 熊孩子一听这话 不由得直接傻眼了 内阁军部 再到他父皇洪志皇帝 对于此事 都不敢不重视 怎么到了他张小公爷这儿 似乎这件事情 对于他而言 就不再是大事了呢 若他临时起兵 的确所害甚大 国朝镇压 生灵涂炭 张小公爷说着 缓缓地站起来 走到了草炉边上 线下既然国朝已经知晓 那么他动或者不动 不过就是笑话而已 转过身来 看着诸侯赵 还想再问 张小公爷笑着摆了摆手 让殿下全程观摩此事 就是为了让殿下学习 若是一切由我揭破 那还有什么就学寓意呀 拍了拍熊孩子的肩头 张小公爷笑着说 且等此事完结 陛下写一份心得给我吧 诸侯赵见此 只能是撇撇嘴 然后独自开始琢磨了起来 洪志十五年 三月丁亥 尚裕 于新贡院 测绘士众士举人 唐吟徐经等 二百九十九人 大明帝国 洪志十五年 任虚科 终于走到了最后一程 无数人在翘首以盼 因为这次的电视结束后 真正的考试才会开始 于文 惊言变场之不见刀枪的厮杀 于武 李福达默默地望向了军事学院里的天际 洪志十五年三月丁亥 电视完毕 亲命锦身殿大学士刘锦 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 东阁大学士谢迁等人 入院充电视独卷关 次日金榜出 一甲刺进士及投名状元 唐吟 无数举子见此 长叹不已 是 那黄榜之下 唐吟已经是浑身颤抖 望着那黄榜数次 方才转过身 整个人竟是推山倒住 对着那桃林方向 扑通一声就是大礼拜下呀 头颅在那石板上 磕得是砰砰作响 和他一起来的江朝许亭光二人 赶紧上前 就要将他掺起来 恩师啊 恩师再造大恩 弟子粉身碎骨 也难报偿啊 恩师 再次抬头的时候 唐吟已经是泪流满面 声音乌液了 那额头上满是血迹 身上接近尘土 但却没有人笑话他半句 这些举子们都清楚 唐吟是如何一路走来的 洪志十二年舞弊案 对于他的名声和打击 几乎是毁灭性的 即便是国朝判定 他未曾舞弊 可这名声挂出去了 如何能指啊 但唐伯虎这次 直接是连中三元 那就不一样了 人家上回能够直中戒元 这次又连中三元 你说人家作弊 人家这本事 完全不屑于作弊 恩师再造大恩 李征伯 莫尺难忘 今生若征伯有负是恩 天眼之 天眼之 边上的李赵仙 李征伯 也就是李东阳的儿子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大理对着桃林方向 败倒了 整个人竟是嚎啕大哭 江朝等人赶紧上前去 又将他给掺起来 知道李赵仙情况的 就是叹着气 对着身边的人 解释了一番 作为大学士 李东阳的儿子 李赵仙的压力 不可谓不大 他父亲四岁的时候 那是个能做 静齿大书法的神童啊 少长大点之后 又拜李文西公为师 更是三年连过 香会殿三世 二家第一的 数级世啊 然而李赵仙 却屡试不中 举人都没有考上一个 如果说压力不大 怎么可能呢 徐京那边 更是激动的 砰砰砰的 不住的磕头 脑门上顿时 就是星红一片 天见游连 徐家数代人 倒在了科举这条路上 徐京可谓是家族中 如今最有希望 能够走下去的一人 洪志十二年 那场科举舞弊案 几乎让徐京 从此彻底绝望了 是张小公爷 一手将他 从深渊里拉了出来 如今得中 一甲三名炭花狼 这下总算是能告慰先祖了 其余的举子们听到身边 知道情况的 说起这三个人的故事 顿时不胜唏嘘啊 如果不是欲吃虎 这位少年恩师鼎力相助 恐怕这三个人 还在尘世间挣扎打滚呢 朱允明等人 那也是激动无比 他们虽然未曾高中于一甲之内 但二甲前三十名 已经是足够让他们激动了 小舟管家的马车 早已经在旁等候 将这些个自家少爷的弟子们 好生哄上了马车 这才离去 看着马车的烟尘 一众举子们心生虚愚啊 而那些不曾及地的举子们 则是若有所思 好像这欲吃虎 开了一间学堂吧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三百九十几 洪志十五年三月更吟 尚遇奉天殿 亲赐唐吟 李兆仙 徐京等近世吉地出身 并拆文物群臣 行庆贺礼 洪志十五年三月新卯 亲赐晋氏荣恩 在礼部设宴 命太师英国公张茂主宴 三月鬼祀 赐新科状远唐吟朝福关带 赐诸晋氏宝钞 三月甲午 新科状远唐吟上殿 率诸晋氏上表谢恩 洪志十五年仁虚科 终于是尘埃落定了 此时李福达刚刚结束了长达一个月的封闭强训 科举结束 军事学院也是放假一天 让他们游来一番军师 李福达走出了军事学院 笑颜颜的和那些同窗告辞 言道自己要去防友 随后就脱离了人群 拐了几圈 确认没人跟着 这才留下了暗记 让人用车马来接自己 中途再换乘了几次 最后李福达换上了一身仇衫 那变得是大富翩翩 留着老鼠须 胖胖的脸上三角眼 让人丝毫看不出 他之前原本的那副相貌来 顺着朝白河往大道上走一段 就会见到一条老旧的土路 车子驶过黄沙土路 就会来到一层树林边上 树林里有着一座小屋 看起来似乎是猎户们歇脚的地方 文杰等人已经在屋子里面 躬身等候了 情况如何呀 项目屋里极为简陋 四周围布满着李大李带来的汉子 这些汉子们手上握着钢刀 警惕地瞧着四周围 老头子已经确认 三月五旭将出京 前往经验变场主持开场 却见文杰躬身垂首 沉声道 但是护卫的人数 未曾打听到 李福达点了点头 回首望向李大人 李大人见状 赶紧向前走了几步 低着头说 几个消息源头显示 与文副总使所言一致 只是护卫方面 未曾有消息 李福达点了点头 这也是在情理之中啊 毕竟洪志皇帝出行的时辰 能打听出来 这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了 要是连出行的时辰 都能打听出来 李福达的第一反应就是 这会不会是个陷阱 门中其他人情况如何 还有波动吗 李大理听到父亲的问话 赶紧站出来 低声说道 现在好多了 此番虽是工地上发了月银 但工地上的活儿 也是接近于收尾 李福达呼出一口气 这种工地本来就是 一期做完就结束的 门中的门徒们虽然收了月银 却也知道只是这一回 下回还不知道 有没有这样的活儿呢 况且他们本来的身份 可全都是白连门徒啊 这事儿事情如果揭破了 他们谁都不落好 嗯 贼哥传说 让谢平他们动起来 李福达呼出一口气 沉声道 你们加紧打听 哪怕只是模糊的消息也好 是 几个人躬身应试 李福达则是继续问道 金陵那边的货到了没有 到了 但是太眨眼 全都存放在货站里了 李大人听到这话 站出来捶手说道 都检查过了 没有任何问题 李福达听到这话 呼出了一口气 缓缓地站起身来 开始吩咐一些细节上的事情 譬如那些刀剑虽然不可以露面 但还得不时去检查一番 不要出现什么问题 下面门徒的心思要注意 别让他们有了二心 再有就是其他的消息 也不要轻易放过 尤其是各家薰贵亲兵的调动 还有在宫内执勤的侍卫们 多加接触 如此林林总总的一大堆 聊了近两个时辰 才堪堪散去 经研变场的讲学 在会事开始之后 就没再举行了 各家可都知道 殿市之后 陛下将会亲自主持这场经研变讲 谁能够决胜而出 谁就能够代表着今后国朝科举的主流 甚至一定程度上 他们将代表着儒家官方承认的学派 无数人都在翘首一盘 以至于大家对于唐吟他们考得一甲这件事 仅仅是唏嘘了一会儿 然后这注意力 就放在了这次的经研变讲上 在诸家学派们刚刚抵经的时候 还有各自学派的官员们往来见礼 而在会事之后 这种往来完全绝迹了 大家都知道 无数双眼睛在盯着这经研变场上 如果这个时候还互相往来 那实在就乍眼了 对于双方来说 这可都是得不偿失的事啊 瓜田里下受人于饼啊 张甘泉此时已经移居了 如今他住在靠在朝白河的 这专门的别院中 当初大家搬过来 原因很简单 这地方的营造 是皇家勋贵及户部 在朝中的诸家子弟们 暗示了一番 并出钱给他们包了院子 大家一琢磨也就搬过来了 但真的搬过来之后却发现 这地儿还真不错呀 侧面可见朝白河水滔滔 内有河水浅湖 尽力池塘 小院零零散散的散落在四周 错落有志下又别有一番风情 门前铺设的是水泥十字路 还有暗渠中潺潺流水而过 桃树柳树在这处别院四周 随处可见 整个别院四周 确实由高墙围上 更有军舞中下来的武侯庚夫 穿着制服昼夜寻查 咕嘟咕嘟 湛干泉在自己的草炉亭子里面 煮着茶 他现在很满意这里 伦文旭没再过来 湛干泉现在是带着自己的弟子们 在这别院中居住 一栋别院入门 则有隐蔽 穿过就能见到明堂 左右厢房是客房 明堂之上有二楼为主卧 次卧还有书房 明堂后面是饭厅 拐出去就是厨房了 卧房里都设有浴室 茅房有三处可以冲水 不知道这茅房是怎么设计的 居然一点臭味都没有 老师 详续教育部已经将公寒送来了 远远的一名弟子缓步上前 公身将一份信寒递了上去 是信之公亲自送邸的 言道还有其他公寒需送邸 就没来拜法 张杆权点了点头 接过这封信函便摆在了身边 坐 静气 饮茶 这几个弟子知道他的脾气 告了一声罪便攻身坐下 你们可知 为师这次为何 一定要前来京师 参加经研编讲吗 这几个弟子一听这话 不由得互相看了一眼 其中有一个人站起来坐一轻声道 老师是为了轰我鸣叫 传播学问 此为其一 但并非全部啊 战杆权笑眯眯的望着自己的学生们 轻声道 经研编讲固然重要 但有一人比经研编讲更重要 老师 学生们愣愣地望着战杆权 看他却举目顺着朝白河往外望去 缓缓地站了起来 走到了学生的身边 拍了拍他的肩膀 数年来帝国变化激烈 山蓝风云风波乱 其根则是在那位少年人身上啊 战杆权说着念须而笑 周易细词曰 易穷则变 变则通 通则酒 唯师德物曰 变则通 不变则庸 变则兴 不变则衰 变则生 不变则亡啊 这老人说着 背着手转过身来 望着自己的弟子们 轻声道 变之机 乃其人 重于经研 却不重其人 岂非如何官子 天则之言也 学生们听到战杆权此言 都站了起来 功臣长一道底 声音恭敬 谨受恩师教 何官子 据东汉英仲元 风俗通义记载说 何官氏 处贤人 以何为官 因事言 何官子著书 这个河呢 是口渴得渴得 右半边 加上一个鸟字 班固所作的汉书 易文志里面就说 楚人 居深山 以何为官 其言录下 未知何官 后事 又称何官子 何官子 天则的那句话 就是一夜障目 不见泰山的原居 其曰 一夜闭目 不见泰山 两栋塞尔 不闻雷声 战杆拳的意思就是 那些蠢货们 都只盯着 惊严变场 惊严变奖 可他们也不想想 这惊严变场 最终的根子 是在哪 那位身形阴容 隐没于桃林中的 御尸虎 才是天下变革的 搅动风云者 这群蠢货 居然被这惊严变奖 遮了眼 不知道去研究 这根底 那可真是蠢 再说山单位 这城墙上 军族穿着铠甲 无比紧张的 四处巡查 从十数日前 山单位外 就开始发现 有达达的经济 在活动 整个山单位 顿时是 无比的紧张 周边百姓 甚至连夜迁徙出城 撤往后方大城 先行赞带 而此时的山单位 是什么情况呢 众刊甘震制 兵房制 军制记载 原鹅兵 六千七百七十名 实际 一千五百五十一名 也就是这个 卫所的兵员 缺额多达了 五千多人 这片区域 又有多大呢 中刊甘震制 兵房制 补寨记载 山单位 领补一时有六 十六个补子 才一千多人 而且这补子 也不是平均分配人手 比如石霞口补 轮述兵 嫦娥 两千二百二十八名 实在兵 七百零二名 其中骑兵 六百三十七名 一个石霞口补子 就占掉了七百多人 剩下的十五个补子里 有多少人 那就可想而知了 于是当时 达达经济 开始出现在周围的时候 不需要 为所这边知会 沿途的老百姓们 就很理智的 直接是连夜 脱家带口的 进大城里去了 山单位外二十多里处 火筛的大营 就扎在了这里 谢平是恭恭敬敬的 将一张纸条 递给了末日根 直到现在 他也不能靠近 火筛二十步 和他完全不同的是 朱中铁佛 却可以在火筛的右侧 坐下来 甚至火筛 还不时会叫他们上前 给他们赐酒 你们的总使 已经确认 要发动了吗 火筛笑吟吟的 接过了纸条 看了一眼 白手就让末日根 拿回去 谢平恭身行礼 恭敬无比的说 是的 大汗 现在就可以行动了 哈哈哈哈 好 我们就从山单位开始 让本汗看看 你们白莲的实力 在哪里 火筛轰然起身 对着身边的末日根 沉声道 让孩子们 都动起来 沉 末日根 昂首之下 匆匆而去 没一会儿 就传来了 轰鸣的嘈杂声 火筛哈哈一笑 白手让他们 随着自己 走出了大帐 却见帐外 无数的 打打骑兵们 翻身上马 牧民们驱赶着牛羊 收起了帐篷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三百九十一集 谢平虽然是白莲的重要人物 可说到底啊 不过也就是个心怀造反梦的陆林土鞭 他平日里最大的见识 也就是那些卫所里百十号亲兵的千户了 其余卫所君族散漫弥烂 跟他们陆林里稍微大点的山寨都没法比 火筛如今是整合了整个达达 麾下经济五万有余 待牧民十多万 笼共下来 二十多万人 那是黑压压的一大片 这可就让 仅仅见过数百人的陆林土鞭谢平 现场就给吓傻了 因为白莲 即便是平日里集结人手 那都是极为小心的 往大了说 也就三千来人 可人家这一家伙 那就是数万的骑兵 二十多万人的移动啊 快 让人马上通知山单位 立白旗 放人入城 谢平脑子是嗡嗡嗡的作响 赶紧对着远处跑来的白莲门徒嘶吼着 没辙呀 轰鸣的马蹄声之下 不嘶吼根本就听不见 那白莲人跌跌撞撞的跑向了战马 随后快马出营 杀奔山单位各捕 走吧 本汉答应你 若是白莲真的展现出实力来 火筛背着手走在前面 声音悠悠的传来 那么本汉不介意派出五千计 助你们成事 谢平听到这话 不由得就有些激动了 这至少是火筛第一次松口要派兵相助 如果得到火筛这五千精兵的相助 那么洛川的起兵未必就不能杀敌京师 只可惜晋阳卫现在是被调离了 否则的话 洛川配合晋阳卫起兵再杀往京师 未必就大事不成 大汗 多说无意 且看我白莲的实力吧 谢平深深地吐出一口气 他也想要从火筛这里得到更多 那么白莲就需要展现出 与之相匹配的实力来 否则的话 火筛哪怕是去了五千精兵 若是事有不济 恐怕人家这些骑兵跑的 那也会更快呀 山丹未的数个补子外 轰隆隆的马蹄声传来 就见到几个骑兵 率先远远地拍马杀来 补子上的几个汉子 看着那几个骑兵打出的旗语 深深地呼出一口气 开城门 亮白旗 几名君族听到这话 似乎丝毫不讶异 飞快地吼叫着 让补子开启大门 也就在同时 大名的君旗 从城墙上被拆了下来 一杆巨大的白旗被竖起来 补子里的数十君族 尽数涌向城头观望着 随即他们就感觉到了地面的隆隆的震动 来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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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连门徒们那是无比的激动啊 总是大人妙法无双 神通广大 真空家乡 世界无双 车啊 赶紧车啊 石峡口补子千户 声嘶力竭地吼叫着 身后跟着六百多个骑兵 隆隆飞驰 这是挡不住 明显就挡不住啊 四周的补子几乎全部沦陷了 这位千户甚至能够看到 远处补子挂起的白旗来 他只有这六百多个骑兵啊 可是满山遍野 遮天蔽日 轰然杀来的打打人 少说那是数千计 他唯一能做的 就是带着这六百多个骑兵 飞马后撤 这要是再慢点 说不准就得被人从后面直接围住了 如果没有其他补子 形成脊脚互相协助防御 仅仅他孤军奋战 也许一天都撑不住 山单位一十六补 仅仅是不到半个时辰 全数沦落 直接举起白旗 换上了白连门徒衣装的 就有十三个 随着十六补陷落的同时 之前隐藏在山单位附近 四千多个人 也是同时窜了出来 谢平也是这个时候 总算是感到了丝丝的底气 好歹他现在手上 有着五千多的战力了 虽然这些人跟达达经济比起来 那根本就是西夏铁浮屠 跟丐帮分舵一锣丐帮大聚会的区别 但长短那是贵 多少也算是人 大汗 大汗 此番十六补 也顺利拿下 补着大汗 有了人手 谢平就有了去找火筛的底气 火筛此时带着铁佛等人 则是在城墙上巡查了一番 见到谢平过来 就笑道 五千计 可还会让末日根诸中 随你的人一并去 只要你的人跟得上 谢平一听这话 不由得大喜 火筛则是白手说 但这十六补 所获的粮末太少了 这话一说 谢平心里是一顿骂呀 好家伙 你捞了大明山单位 一十六补还不满足啊 还要我给你出粮末 但看着补子外 已经是入关虎视眈眈的 数万达达骑兵 谢平一句反驳的话 都说不出来 你们既然准备 在洛川骑兵 自然是准备的粮末不少 好吧好吧 看来人家都安排得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了 谢平还能说啥呀 那还请大汉出兵 某家这就修书一方 让人立即往洛川准备 说着 谢平吐出一口气说 某家亲自随您的骑兵前往 火山满意地点点头 眼神中尽是这小子 很懂事的表情 此事倒也并非不可 只是你走了 这里的五千多人 谢平对此倒是自信满满 大汗不必担忧 某家会带负责的几个人 与您相见 他们会为大汗先驱 为大汗开路 往秦帝进发 火山笑眯眯地对着谢平点了点头 轻声道 嗯 如此事好 说着就命人把末日跟朱中叫过来 打打本部四千计 还有铁服朱中那边的一千投靠来的大名人 一并出发 和谢平一并往洛川杀去 谢平则是呼喝着 让人领过来三个人 这三个人见到谢平赶紧拜下 见过副宗使大人 谢平呼出一口气 将这三个人掺起来 并将前面的那位一把给带了过来 大汗 这位是苏豪卿 唯我白脸护法 也是此番起兵山单位领兵之人 这汉子看着年纪四十上下 高瘦白面 一双倒三角眼 看着让人有些心惊啊 但是这汉子 却不敢跟火筛调歪 这别人不清楚 他在山单位 能不知道火筛的大名吗 苏豪卿 见过大汉 火筛笑眯眯的 没有说话 只是嗡了一声 点了点头 苏豪卿也知道 自己在人家火筛面前 那连屁都不是 能给他个笑脸 那就不错了 毕竟人家 这可是跟大名真刀真枪干了不少仗的 谢平也清楚 自己手上现在就是一溜的丐帮杂兵 人家火筛那是打打经济 瞧不上他们也正常 大汉如果有事 可命苏豪卿起来即可 他可代表我白脸说话 火筛照例 嗡了一声 无所谓的用马鞭抽打着靴子 就直接走开了 苏豪卿低着头 脸色有些难看 老苏 你先忍着 别与火筛冲突 要以总使大人 神教大事为重 见到苏豪卿脸色不好看 谢平只能是叹气安慰到 某家在塞外 也是求着人家相助啊 如果没有火筛助力 这大事如何能成啊 将来兵强马壮 不愁找不回这个场子 苏豪卿对着谢平拱手 沉声说 某家知道轻重 副总使且放心 好了 你先回去安抚一下孩儿们 千万别闹出事来 谢平对着他拱手道 兵贵神速 某家这就和火筛的起兵 往洛川去 苏豪卿神情肃然地点了点头 谢平则是匆匆下去 和火筛要求立即出兵 再说京师里 人群是熙熙攘攘如故 军事学院集训了一段时间后 就没有那么严格的要求了 队列操演 军纪要求依旧如故 但他们的训练重点 放在了小阵型互相配合作战上 据说第三个月 是最新式的火枪火炮的使用 很快他们将会学习到 骑兵作战的要点 待在军事学院中的李福达 则是越学越心经 越学心越凉 尤其是知道了皇家军官学校所学的 乃是对敌直接作战之后 他可就更加心凉了 那些人可都是从战阵上 拿到了功勋的老族啊 如果再经历如此的训练 成为了将校 可想而知 他们回到了军武之中 整个军武的作战能力 会提高多少 越是了解 就越是恐惧 这种恐惧甚至让李福达 在半夜惊醒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自己的底细 一点也不干净 也就是说 他正在受训 正在了解的这支军武 说不准什么时候 就会成为 擒杀他满门的主力 必须动手 无论成或不成 李福达知道 自己已经完全没退路了 如果继续下去的话 他不会再有机会起兵 大明现在走上的路途 他已经完全看不懂了 他看到的 只是大明越来越强了 如果仅仅如此认怂 从此做个顺民 也倒不是不可以 但是作为造反世家 他留下的尾巴 可太多了呀 顺着尾巴一路查下去 他李福达的身份 迟早要曝光 到时候 那就是抄家灭族的大货 此番放手一搏 功成则顺势起兵 一搏天下 若不成 李福达双眸中 闪过一丝丝的狠力 也许斩了首尾 好歹 好歹给我李家留下些根子 再说几匹快马在官道上飞驰 那马上的汉子毫不避讳地挂着明晃晃的刀剑 这几个汉子 这几个汉子面目阴质 身材高碍不一 然而从身形就能看出来 这些人可都不是擅长 这几个人在寨子城前缓缓地勒住了码头 互相看了一眼 就有一个人用皮袄将刀给藏起来 随后打马继续往前朝着城门行去 城门前几个牙翼打着哈欠 在收城门睡呢 见到来人 几个杂役顿时不打哈欠了 赶紧站起来 目光灼灼地盯着来人 来人点了点头 拨转马头就打了个呼哨 远处停留的那树人 飞快地打马过来 让老狗他们准备一下 副总使大人已经带着大局入关了 一听这话 几个杂役是一阵激动啊 昂着头 嘴唇哆嗦着想要说些什么 就见那汉子却看着他们说 千万别呼喊 赶紧准备去 这些个杂役们 居然连城门睡都不收了 几把抓上篮子里的铜子 塞到了口袋里 然后就呼啦啦地往城里跑 甚至那收税的摊子都不管了 哈哈哈哈 天助神教啊 那县令半月前接令回京述职 如今整个县衙都是咱们的人呐 县中大户陶家老爷陶义 疯狂地大笑着 他是李福达的第一批徒弟 当时李福达逃到了洛川 化名李武 他接触之下 惊为天人 随后也是在陶家的多次鼎力相助之下 李福达才得以顺利的在洛川发展起来 小他们 全部卓家提到 反了 反了 一群群的家丁 那些落草藏在陶家的汉匪大盗们 顿时群起而出 陶家既然有造反之心 必然是撒遍银钱 没少置办铠甲刀枪 陶义一声呼喝之下 数百人哗啦啦地穿戴上了铠甲 很快地就集中在了院子里 跟着陶义一并杀了出去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三百九十二集 这时候 城中几乎都是白莲门徒 谢平夸口 白莲在洛川有着数万人 那不是瞎说的呀 仅仅是这个寨子城里 那就有着万余人马 现在是全都换上了白莲遗装 呼啦啦地开始集结 这个城的县令 已经是回京述职了 而新任的县令还没有到任 这周边的卫所 早已经被渗透的千疮百孔 一些不是白莲教徒的 一看 那也只能是被裹挟进去 一并参加了 于是这洛川如今可谓全都是白莲的天下呀 洛川境内一时间 那是风起云涌 无数快马在关道上肆无忌惮地飞驰着 一个个的庄阵轰然乍起 白莲的庄术旗帜被竖了起来 无数的白莲门徒们红着眼珠子 嚎叫着汇聚在了一起 开始分发兵论 各乡头 门长则是愁愁满志 他们都得到了信 副总使大人已经和达达大喊火筛 带着数万达达经济打下了山单位 现在五千达达经济正在赶来 所有人都飞快地起兵 准备粮末 五千达达经济呀 除非是京师里的那位虎头老国公杀过来 否则的话 这五千达达经济 完全可以横扫这秦帝大部分猥琐 于是一时间 所有人是愁愁满志 他们可都知道 总使大人如今在京师活动 具体要做什么不知道 只知道要做大事 洛川返了 京师里 李福达结束了一天的训练 默默地回到了宿舍里洗漱好 带上了他儿子 从郭勋府上花了不少银子 弄来的请假单子 就开始往外走 老张 节哀顺变的 李福达的眼皮子抽出了几下 勉强地对着这些袍则 是点了点头 为什么叫他老张啊 因为他这时候是化名张吟 这李福达心里这个骂呀 郭勋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给自己弄来的请假单子的理由 居然是奔丧 但毕竟要请好几天假 算来算去 也只有这类的理由最合适了 总不会连奔丧都不让吧 这大明怎么说也是个讲究于礼教的封建社会 对于人伦大理 那是极为看重的 成化年间得宠太监父亲来京寻亲 结果这太监因为当年父亲 淹了他送到宫里 于是一直怀恨在心 打死都不肯认他爹 谁劝那都不好使 这导致的结果就是 当时的县宗 甚至宫里的太监都疏远了他 最终这位太监就唠得个 发配皇陵典箱的下场 不可谓不凄惨 家呀 家呀 到了门口 又被人道了一声这话 李福达差点杀人的心都有了 老子这可是去造反 你们都在这跟我说家 这算怎么回事啊 鼻子不是鼻子 脸不是脸的离开了军事学院 外面的马车都已经准备好了 顺着官道驶上了沿途暗处 然后李福达换上了一身衣裳 悄然下车 转过了一处荒林之后 李福达扛着锄头 变成了一个农夫 过了一道田岗 跨过一道小土坡后 他又变成了一个猎户 这个时候 他又回到了官道上 边上远处的小山包乱石堆里绕了一下 在一块巨石前推了一下 便轰隆地打开了 这里面居然极为宽敞 看起来至少能容纳下二三百人 也不至于拥挤 同时 李大理 李大人 文杰等等 一大批白莲的核心人物 如今尽数在此 对着他们点了点头 李福达白手让他们都坐下 确定老头子会从这里走吗 文杰首先站起来 躬身垂手 确定 属下从两个内官 两个侍卫那边拿到的消息 父亲 我也确认过了 郭徐说漏了嘴 老头子会从这条道去惊炎变场 却见李大人站了起来 沉声说 随行的护卫 现在能够肯定的是 至少三千铁骑 李福达深吸了一口气 三千铁骑 这个数字可真不小啊 而且这还都是精锐骑兵 若是提前挖一些线马坑 做些许半马锁 倒也不是没有胜算 李大理这个时候站起来 恭神说 晚间休息 我们能出来四千多人 但会比较麻烦 没法一次到齐 得分批出来 李福达点了点头 这也能理解 毕竟这一下子 好几千人离开了营房 这动静实在太大 分几批人走 这就不会那么明显了 我们的货在码头上 马车已经准备好了 可以送帝此处 李福达吐出一口气 却见文杰飞快地在桌子上铺下一卷图 上面勾勒着京师 经研变场 军事学院 朝白河 访饰等等地段 还有路径 这条路径是最近的 老头子要赶赴到京研变场主持 就必然会从这里过 李大理点着地图上的路径 沉声道 这条是新知道 刚修好 知道的人不多 再加上足够快捷 这也是老头子会选择这里的原因 说着李大理顿了顿 但是他也有问题 此处因为是新路 较为偏僻 距离军事学院 学校等地都比较远 哪怕是最近的军务赶来 都需要一个时辰 却见李大理在道路上 划了一把 沉声道 因为偏僻 也可以藏兵 我打听过了 依习惯 老头子开拔前 会有经济 先情探查 是否有人藏匿 李福达点了点头 这是必然会有的事 毕竟皇帝出行嘛 若是连基础的查探都没有 那也太不合理了 今天早上 他们已经前来查探一番了 刚才又有一标人马 前来查探 文杰这个时候 拱手沉声道 属下听闻 他们明早 会在迟到两旁 再行查探 也就是说 布置的人手 一开始不能太靠近之道 而我等所在的这处 正好是距离京师 及各处 抵达所需时辰 都相近的区域 点着地图 文杰沉声道 属下建议 今天晚上就开始布置 将货给送来 开始分派准备 李福达的手指 不断地划过地图 双眸不断地 在地图上扫尸 他此时脑海中 闪过的 是各区域之间的距离 地图上的标注 是否正确 如果快马赶赴过来 得需要多长时间 骑兵追过来 需要多长时间 周边有哪些区域 可以撤离 如果全武都有骑兵 又应该如何应对 开始调人 开始调人过来 货也全都送过来 马上开始准备 李福达趴的一掌 拍在了桌面上 牙咬得咯咯作响 先行过来五百人 天色一擦黑 就过来 顿了顿 李福达转过头 对着李大人沉声说 大人 你去货站 把货给运来 大理 你回去盯着营地 若是出现任何动向 立即发警示 说着 李福达对文杰说 文杰 你这边带队过来 沿途要小心 避开眼线 谢平的飞鸽传书 已经到了 火筛大军已经入关 而且站住了 山单位十六部 洛川一线 也传来消息 起兵顺利 迄今已经聚集五万兵马 等火筛五千经济支援 就可以趁势攻城 李福达说着 双目赤红 低声咆哮 诸位 我叫大业 就是明昭 就是明昭 低声沉喝之后 所有人肃然抱拳离去 一道道的身影 开始窜向了朝白河码头 工匠营地 甚至还有前哨 警惕地盯着前方 可能前来的真迹 李福达在密室里面 低着头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却见他突然起身 绕着这间密室里 绕了一下 很快 在一块大石板前 停了下来 用手按了按 轻轻地将石板 咔咔咔咔地挪开 顿时 一个黑油油 一人高的洞口 显露了出来 李福达 这才呼出了一口气 小心翼翼地 又把石板盖了回去 再清扫了一遍周边 确认没有任何问题 这才罢手 李福达默默地坐在椅子上 闭目养神的时候 文杰 李大理 回到了营地里 收拾了一番之后 就开始等其他白莲的 门徒们下宫 少使 文某建议 以乡头带队 再用货车运地为好 文杰 对着李大理 攻身抱拳 轻声说 否则 数百人出行 实在太过扎眼了 李大理琢磨了一下 似乎觉着也是这样 尽管在这营区里 足足数千人 数百人消失 并不会太过起眼 可一下子 数百人出现在官道 或者是郊外 那可就太乍眼了 毕竟道路上 哪怕是几十号人聚在一起 那也非常乍眼 更别说几百号人 呼啦啦地凑在一块了 这不是告诉人家 我们在搞事吗 嗯 文副总使 此言有理 可是临时临急 上哪找来这么多的马车呀 有道理是有道理 可这车从哪来呀 少使 文某倒是 有些车马行的朋友 文杰拱手对着李大理说 马车可以找来些 只不过 大概都是些货车 难免有些发闷的 啊 这倒无妨 文杰点了点头 驾车的 全部都是咱们自己人就行 外人不方便 届时文某亲自领路 不需要给他们说要去哪 只需要领他们前往就是了 李大理一听这话 就点了点头 嗯 还是文副总使考虑的周到啊 这样就可以极大的 避免事情的败露 哪怕是这些人出现了问题 自家父亲也不会暴露不是吗 两个人商议了一阵 文杰便匆匆离去了 不一会儿就有数十辆货车 被人赶来在营区边上一字排开 也就在这个时候 下了宫的白连门徒们 也是陆陆续续的都回来了 他们好奇的看着这些货车 倒也没有人发问 一群群的乡头被召集起来 到李大理的屋子里去虚化 我要问去哪 只需要跟着副总使走就行 这是李大理的原话 这些乡头们 也是关于李家这几个人的诡秘 所以也是不敢多问 反正跟着走就行 而且这些乡头 都是分批出屋子的 第一批乡头们出来后 便默默地开始聚拢人手 随后分批走出营地 开始默不作声地登上马车 登上马车的人都知道 这一走意味着什么 但他们也没选择呀 自从成为了白连门徒 还来到了这京师 他们已经是没有回头路了 国朝就算再宽容 也不会容忍造反之徒的 尤其他们是白连 李福达打开窗子 默默地看着文杰 对他拱手作礼 点了点头 目送他将第一批人送走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393集 有时刚过 虚实方起之际 李福达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起身走到了洞外 几个下属见状赶紧围了上来 李福达眯着眼睛轻声问道 有没有东京啊 半个时辰前 一队经纪刚刚巡查过这条指导 李福达点了点头 呼出一口气 哦 我们的人呢 来了 远远地 就看到一只商队模样的人马 驾着货车隆隆抵达了 李福达远远地看到火把下 领头的是文杰 后面跟着赶车的有几个都是他认得的乡头 这才点了点头 低声说道 我且不方便露面 你们去安排 让文副总使来见我 属下明白 赶车抵达的文杰 很快就被带去见了李福达 密室里 李福达皱着眉头望着他 怎么这么晚呢 路上遇到了官军 还好有通州的路子在 遮掩一下掏了些银子就放行了 对于这番解释 李福达似乎不意外 点了点头说 路绕一绕 晚点也不怕 属下明白 去吧 注意安全 文杰似乎感激地点了点头 拱手拱身 缓缓地退出了密室 李福达这个时候又转了出来 看了一眼 确认了好几个箱头 都是他认识的 这才转身回到了密室里 再也没出现 外面的那些下属 则是不断地开始安置这些个抵达的人手 毕竟随时可能有骑兵来查验 送完第一批人 文杰就匆匆地回去了 准备运载第二批人 此地距离营地虽然不远 但是步行也需要近一个时辰 有了马车反而快了很多 这来来往往的一次也就是半个多时辰 于是第二波刺的人手 文杰近乎夹三的一倍多 足足将七百多人一口气给拉了过来 再跑两趟的话 倒是可以将人都送到这里 这大人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到现在都没把货送来啊 李福达再次出来的时候已经是害死了 看了看天色 一股不安感从李福达的心头升起 几个下属这个时候走上来攻身拱手 少使奇迹未归 但顺色时辰应该差不灵了 却见一名下属低声道 朝白和讽事 夜晚往来人员也是极多的 运送货物恐怕太过乍眼 李福达点了点头 眼神扫了一下那些个已经抵达的人手 猛然间 李福达的眼角抽出了几下 不对啊 非常不对 这也太安静了 没有人比他更清楚这些白连门徒的脾气 他们可不可能这么安静啊 李福达一摆手 让下属退下 自己则是默默地走出了洞口 开始从边上观察这些抵达的门徒 几个乡主站的位置 很不对 他们居然没有站在主位上 而且看起来 他似乎对于自己手下里的几个人 有些惧怕 时不时的眼神就会飘过去 但又迅速地回避开 这显然不是一般乡主 会去看下主的眼神 倒像是自己的下属 看自己的眼神 呼 猛得一阵警风袭来 李福达却似乎早有预感一般 却见他已经是弓身弯腰 整个人居然像是脚上装了兵鞋一般 飞速地后滑出树齿 鹰爪酸 呼啊 李福达双目圆瞪 猛然嚎叫起来 二 那几个原本站在边上的下属目自欲猎 就见他们苍狼一声 就把刀给抽了出来 然而还不等他们动手呢 几根包筒短棍 扑的就刺入了他们的腰眼 那几个汉子啊的发出了惨叫 随后又一棍 啪的抽在了他们手上 掌中的长刀苍狼一声跌落在地 更是有几条子舞鸳鸯拐 呼的一下子穿过手臂 跌住后背 直接就把他们整个人给锁住 同时这腿是一阵钻心的疼啊 整个人哗啦一下就跪在了地上 两道飞锁 呼的就将他们套住锁紧 这几个人仅仅是将刀抽出来 甚至连一招都没使呢 就直接被拿翻在地了 刷刷刷 李福达也没有指望过 属下能冲出来 立即在地上 就是猛然身形在退 同时双袖中 十余枚钢镖急射而出 这些年苦练下的刘海金蝉手 在这一刻派上了用场 却见那些仕途刚要冲上来的汉子 当当当的打掉了几枚镖 却见也有几个人闷哼一声 翻倒在地 别动 这镖上可脆了毒 而这追击的汉子们 被他这么一组 却是慢了好几步 李福达此时距离密室的洞口不远 一个窜身 呼的就冲回了洞穴里 轰隆一声巨响 那洞口竟是落下了一道巨大的石门 声声地挡住了洞口 也就在此时 一个奸细的吼叫声响起 炸开他 人群中就窜出几个汉子 拿着两个竹筒一般的家伙事 就抵住了这门柱 抽出火折子 呼的吹了一口 点上碾子 然后迅速跑开 轰的一声巨响 这石门隆隆的向内翻倒 这些个汉子抽出长棍举着盾 呼的一下子就冲了进去 火把同时点亮入内 也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面白无须的壮年汉子 也冲了进去 这两贼 给咱家搜 那些汉子得令 飞快地扑开 很快就有人发现石板不对了 几个汉子呼的一下 把石板给掀开 就看到了密道 橘座 这丑石板用密道 那个被叫做橘座的 白面汉子身上的内甲 哗啦啦响着 但却几个纵月 就冲到了石板的密道前 追 这橘座脸色铁青 嘴里节节怪笑着 哼哼哼哼 终日打焰 却叫焰灼了眼呢 知道他李福达不好对付 没想到居然如此狡猾 厉害 而就在距离此处一里多地之外 一道身影从猎户屋子里窜了出来 这个人的面目阴冷 嘴唇抿着 低着头 走出了屋子 出了屋子之后 他就往树丛外的山包走去 山包下 是一间孤零零的茶馆 茶馆门前则是关道 这汉子默默地走到茶馆后面 从马厩里牵出一匹马来 翻身上马 随即催动着战马 身影很快地消失在了关道上 再说茶馆获站 李大人身上套着绳索 跪在地上 脸色惨白的吓人 而他的身边则是跪满了 跟着他一起的白莲门徒 好一些 甚至李大人都以为 是藏得很深的 绝即不可能被发现的 然而他们现在 那是一个不漏的 全都跪在这了 在他面前呢 是个身着内观服饰 轻轻敏察的一位老者 他身边那些货箱全都打开 里面是一副副的铠甲 一把把的刀剑 咱家不知道 你是吃了什么 吴架 那端着茶碗的内观一听这话 不由得笑开了 不错 倒是有几分硬气 咱家最喜欢硬骨头 相比起李大人来 他弟弟李大理可就惨多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 一支军武将整个营区给包围了 无数的火把呼啦亮出来的时候 李大理整个人那完全蒙了 一门门火炮黑油油的炮口 在火光下那是猙獰无比 带着面甲的黑甲军族咔咔咔的开始进入营地 咆哮声很快的在营地上空响起来 调查局办事 顽抗者格杀无论 李大理的心一下子从胸口量到了脚跟啊 但他还来不及做出反应呢 这更新凉的事就发生了 那些军族冲进营地的同时 他屋子的大门也是被轰隆一下子给撞开了 就见到几个黑油油的东西被丢了进来 随后砰的就炸开了 一团团的粉末带着辛辣刺鼻的嗆味 猛然在这房间里面弥漫开来 李大理和屋子里的二十个箱头 是磕磕磕的磕得鼻涕一把眼泪一把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呢 就噼里啪啦的吃了一顿棍子 那腰眼更是被扑扑扑的捅了好几下 疼得他们是嗷之叫啊 随即就有人用绳索把他们捆了起来 拎到了外间 李大理还没从难受中解脱出来 就被哗啦一桶水当头浇下 白脸妖人首领 李福达三子李大理 去这屋 白脸妖人乡头 附近 长方义 于彪 马通风等 接近其货 去这屋 李大理这会儿才缓过劲来 抬头茫然的望去 却见自己身边四周 除了这些个黑甲君族之外 所有的白脸门徒尽数被捆扎着跪倒在地 再往身前不远处望去 就看到一个身着黑色金星甲皱 求然中年汉子笑眯眯的望着他 这汉子身边则是站着好几个甲皱 与他相似的壮汉 只是他们都戴着面甲 看不清相貌 大人冤枉啊 小的只是晋阳来的公家 为国朝修造血管的呀 李大理的脑袋 在地上磕得是蓬蓬直响 那汉子笑眯眯的望着他 叹气说 哎呀 李大理啊 你又何必遮掩呢 某家都带队来这了 必然是已经确认你的身份了 那汉子望着李大理叹了口气 别想再瞒着什么了 某家与你说实话吧 你李家从此 何以除名了 李大理一听这话 不由得扑通一声 直接摔在了地上 牙齿咯咯咯的上下打着作响 脸色是一片惨白啊 正在打颤的双腿之间 突然一股骚臭味传来 有几个人看着营地就是了 你们也借这个机会 好好跟大汗掏个计划 山单位 朱中对着苏豪卿叹气道 哎呀 兄弟 听哥哥一句劝啊 这形势比人强啊 苏豪卿对着朱中拱手叹气 无奈地说 哥哥名号 小弟也是听过的 哎呀 那都是当年的事了 如今是人在阿延西亚呀 朱中拍了拍苏豪卿的肩膀 感叹着说 既然要起兵了 就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哥哥还指望你们能成事呢 将来也好能落叶归根 埋进祖坟呢 苏豪卿感激地对着朱中拱手 谢副宗师也说了 小弟还得多养张哥哥呢 朱中摆了摆手 叹了口气 哎呀 得了 一会儿我从达达人那边 弄些烤羊来 也给其他孩儿们尝点肉味 说到这里 朱中炖了炖 哎 这酒就别喝了 不是哥哥小气 是怕无事啊 啊 哥哥想得周到 一切就拜托哥哥了 这两个人又寒暄了几句 就此分开了 朱中让人一会儿领苏豪卿去大帐 言道 在大帐里可让铁佛哥哥引荐一番 带一些能打得过去 万一火筛要是他们的成色 恐怕免不得要动手一番 苏豪卿逐一称事 又是一番感激 在朱中离开之后 就命人把十来号箱头全都找来 又选出几个有眼色 一些能打的尽数都带上 这才请朱中留下的人引领着向火筛的营帐行去 沿途上 苏豪卿看着那些达达人望向他们的眼神 近乎都是嘲讽 那眼神似乎就是在跟看傻子一样 带着毫不遮掩的鄙视 顿时这苏豪卿心下不由得生出一股怒气 同时又暗暗地感激朱中的提醒 没一会儿苏豪卿就带着人穿过了层层的狼卫 来到了火筛的大帐前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394集 苏豪卿穿过了层层狼卫 来到了火筛大帐前 在通报了一声后 获得允许 才得以进入 刀子可以带入大帐 但马鞭别带 这是来自于朱中的提醒 门外有柱子 可以挂马鞭 挂上去就行 达达人的习惯里 刀是切肉的 自然可以带 但这马鞭呢 是抽人拿人的 带着马鞭入账 就跟咱们带刀进屋 一样严重 仔细看了一下 那账门外 确实有根柱子 挂着不少马鞭 苏豪卿一挥手 就亲自先把马鞭 挂在了门外的柱子上 果然呢 那些门前的达达人 脸色变得友善了些 哈哈哈哈 苏豪卿 本汉没有记错你的名字吧 进门之后 苏豪卿首先看到的 就是坐在最上手的火筛 他今天身着一套典型的 打打螺圈甲胄 只是上面镶嵌了 更为精良的钢片 没有记错 某家苏豪卿 谢过大汉 火筛摆了摆手 让他们就近坐下 苏豪卿攻身 以打打礼道谢 随后就在右侧坐下来 左侧一面 全都是打打人 而能够有资格 在火筛身边坐下的 却是一名大明人 这个大明人 身材庞大肥瘦 光着头 长着一张 弥勒式的笑脸 这位是铁佛 你们倒是可以 亲近亲近 苏豪卿听到 火筛的介绍 赶紧站起来 对着铁佛抱拳 哈 见过铁佛哥哥 铁佛也是笑咪咪的 站起来 端着酒碗走了下来 却见他到 苏豪卿的身边 哈哈一笑 敬了他一碗酒 等苏豪卿咕咚咕咚 把酒喝完 铁佛这才 笑咪咪的轻声道 哈哈 我家铁佛 还有个身份是 大明帝国军部 迪报司 墨北分司提司 铁佛脸上笑咪咪的 一团和气 犹若弥勒 然而说出 这句话的时候 却直接让苏豪卿的脸 一下子就白了 铁佛哥哥 莫要说笑啊 苏豪卿整个身子 都在颤抖 牙齿打颤 咯咯咯的坐下 某家在这事上 不曾说笑 铁佛依旧是那副 笑咪咪的模样 苏豪卿猛然感到 自己的后脖子发凉啊 这道寒气 他很熟悉 这是从冰冷的刀锋上传来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 别人已经摸到了 他身后的刀锋 架在了他的脖子上 顿时 苏豪卿浑身僵硬 连动都不敢动 他很清楚 那人能无声无息地 摸到他身后 以刀对颈 那就说明 人家随时可以手起刀落 取了他这颗吃饭的家伙 腰间的刀子 直接被人取去了 随后双手猛然擒住 整个人轰隆一下子 被按在了暗机上 大汗 大汗叫啊 苏豪卿绝望而凄厉地嚎叫着 双眼中充满了祈求 望着上手的火山 火山怜悯地看了过来 叹气说 哎 又不会死 你怕什么 大汗 您可是出兵上单位了 民国不可能放过您 您不要中计呀 这话一出口 火山还没来得及回答 就听到他身后的屏风 传来扑斥一声笑 火山略有些无奈的 又带着宠溺地回头望过去 好了 今天的事已经结束了 我的明初 你可以出来了 苏豪卿抬着眼睛望过去 就见到那屏风后面 转过来一名身材高挑 生着一双湛蓝色眼眸 穿着达达服饰 看起来风盈郁润的达达少女 这少女 眨巴着那双湛蓝色 极为魅惑的眼眸 对着苏豪卿 叹气说 哎 你这人 怎么这么愚钝呢 铁服在我火山部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就见这少女 俯着额头 叹气说 她能在我富含的帐中 请你 难道 意思还不够明白吗 这话 直接就叫苏豪卿 脸皮帐红 满心的羞愤 无以复加呀 这可太打脸了 人家都能在火山的大帐里 埋伏下刀斧手 这说明啥呀 说明人家早就勾得到一块了 所谓的入关 那完全是双方演的一场戏 你们别得意 此地有我白脸门徒 五千多人 落传还有数万 说着这话 苏豪卿脸色 却突然变得惨白 因为他这才想起来 刚才 朱中好像说 要去慰劳那些白连门徒啊 而同时 还有五千达达经济 已经奔赴落川了 叶报寺里面 有几个老家伙 最近把麻沸散 蒙汗药 再惊言一番 做了新药 铁佛这个时候 望着苏豪卿 轻声说 试药后 效果不错呀 于是总提斯大人赐名 叫做 贾一号 半步岛 苏豪卿脸色 惨白的吓人 他仿佛看到了 无数的白连门徒 成片的倒地 然后被人捆猪崽似的 直接捆扎起来 丢上了囚车 我白连 还有洛川是我大军 不要以为你们赢定了 火差笑着放下了酒杯 轻声道 哼 你以为 冷汗派去的五千经济 是干什么的 你以为 在大明帝国军官学校里面 三千多个 我不学员 又去哪了 他的这一番话 直接让苏豪卿的心 从胸口 量到了脚根 诸位兄弟莫怪 哥哥小倩 此时 非饮酒之时啊 诸中笑咪咪的一百首 身后的汉子们 抬上来了一只只烤好的羊 顿时整个营地里 香气四溢 那些后面的白连门徒 口水都流下来了 哎呀 哥哥说的是哪里话呀 我等也是知道轻重呢 这几个乡头很是感激 看着身后的崽子们 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 那猴杰不断的 咕噜咕噜的滚动着 也只好告罪一声 让他们抬过去 没想到 自己五千多人 被数万经济围着 人家还会用上 下药这种手段 一堆堆的白连门徒们 两眼放光的 扒拉着羊肉 然后 扑通 第一节目装倒下 随即扑通扑通 无数节目装倒下 不知道从哪里 钻出来身着黑甲的 调查局汉子们 开心的就像是 收割麦子的老农一样 捆扎着这帮 动弹不得的 白连门徒的时候 那眼神里的温柔 就像是看着 过年待宰的肥猪啊 哎 别弄死别弄伤了 这可都是银子 朱中看着这些 调查局的汉子们 把这些白连门徒 捆好扔到一边 不由得心疼的大叫 清天 弄伤了一个 商爷要少二钱呢 这可是二钱 下面的那些人 一听这话 不由得一个哆嗦 这可是二钱银子 顿时下手都轻柔了几分 谁跟钱有仇啊 捆扎的时候都注意了 要接着别伤了筋骨 刑部说了 伤了筋骨不算钱 朱中痛心疾首的说 他们还要验货呢 朱中心说呀 堂堂我国刑部 现在全都变成黑心商骨了 再说洛川 谢平兴奋的满脸潮红 整个洛川所有大城 几乎都被他们占了 派出了快马送信去后 拉出来的人马 比他想象的还多 足足有八万多人 只可惜这些人中 披甲的只有不足五千人 其中的五万多人 那几乎就是杂缘凑数的兵足 打个顺风仗还行 一旦出了什么问题 这票人估计 那一溜烟就得跑 几个分坛使者 大箱头箱头等等 都听了招呼 带着人马来了 将军 我大军雄壮仿 谢平愁愁满志 心道 可惜我朱中哥哥说 要调和关系留在了营地里 只是派了他心腹戴鹏随我前来 否则让朱中哥哥瞧瞧我白莲的实力多好啊 也好稳了他的心 让他多为我白莲说说话 在草原上 牛羊再多也不过是狼群的食物 末日根瞅了眼黑鸭鸭的人群 扑齿一声笑出来 既然都来了 那大家就见见面 认识一番吧 说着 末日根竟是看也不看谢平就打马离开了 边上的戴鹏见状赶紧拉着脸色阴沉的谢平 轻声道 大事要紧拿 谢谢哥哥 谢平一听这话 才呼出一口气 今夜恐怕无好验啊 哥哥还需要多带些好手来 斩露一番本事啊 戴鹏拉着谢平 低声道 我家铁夫哥哥和朱大哥 就是在火筛寒的沿席上 斩露了身手 才震住了他们 这达达人 那是只认本事不认人 如果镇不住 恐怕以后那就难以抬头了 谢平脸色阴沉的点了点头 给戴鹏道了声谢 回过头 就吩咐下去各方人马准备 傍晚时分 在达达人的营地上 篝火上烤着一枝枝的羊 谢平带着二百多计 轰杀过来 这是他手上 现在最能打的一批人了 勒住了马头 谢平很快发现 来迎接他的人中 没有末日根 有的只是笑吟吟的戴鹏 谢平脸色平静 什么也没说 只是率队进入了营区 其他人都是由戴鹏的人 带着到篝火旁吃羊肉 而谢平等十多个人 则是被引入了大帐里 这才一踏入大帐 谢平就看到了帐内 摆着一张长条桌子 末日根等人在一侧 另一侧显然是留给他们的 但奇怪的是 那长条桌子前方 居然摆着一张屏风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谢平脸色平静 一摆手让人坐下来 面无表情地望着末日根 看到末日根一脸阴郁 叹气说 别这么看我 此事与我无关 你且问问老代吧 谢平一听这话 不由得一愣 戴鹏则是这个时候 笑眯眯地站出来 拱手轻声说 谢平 成化五年生 近期路安抚人 家中丁口 衣食有益 父母双全 一妻一妾 一子二女 随着戴鹏的轻声细语 谢鹏的脸色 顿时变得无比的惨白 在谢平身侧 一个高兽汉子 呼的一下子站起身来 死死地盯着戴鹏 你是何人 狄子阳 成化三年生 近期耿阳人 家中丁口六人 母顾父在 一妻二子 且又一胸 反部为生 这个瘦高汉子 脸色惨白 整个人 光当一下 坐回了椅子上 边上一个矮子 冷冷地望着戴鹏 嘴角挂起一丝冷笑 你想干什么 我保 哦 你家倒是家人不多呀 只有一位老父在堂 只是小时候 走失的弟弟 确实被我们找着了 戴鹏笑吟吟地 看着这矮子轻声道 他受苦不多 如今已经成家立业 也是在找你们呢 那矮子吴宝一听这话 脸色刷得就白了 显然 人家已经把他们摸得 是透透彻彻的 谢萍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低着头苦笑道 既然是早已经算好的 那又何必藏着掖着呢 只说吧 要我等作筛 戴鹏却是依旧笑吟吟的模样 轻声说 你们总使李福达 化名张吟 曾任晋阳卫指挥使 如今进京 寻求谋次 当今陛下 谢萍等人脸色刷的一下就白了 人家这盯着他们 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呀 知道朱中哥哥为什么不来吗 因为要料理山单位那五千多人 戴鹏的这句话 让谢萍等人嘴皮子不住的哆嗦 整个人顿时不好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三百九十五集 你以为我们只有手上这五千经济吗 然而戴鹏一脸笑意地望着他们 随后转身攻身 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总帅大人 您再不出来 这大戏标下可就唱不下去了 这个时候 屏风后面传来 哗啦啦的铠甲甲叶的碰撞声 谢萍等人顶惊望去 就见到好几个人 从那屏风后面转出来 前后几人瞧着像是亲卫一般 手按着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长刀 而居中的那位看起来年纪在五十上下 一双抱眼 不怒自危 求然还手 高大壮硕 一身按金纹悬甲 腰胯宝剑 本帅 报国公主挥 一听这老将那话 顿时泄平的心呢 就从脑袋顶量到了脚后根 这是早就算计好了的吧 报国公主挥之前就带着数万大军出来 还分作三军 接手了三处卫所 其中就包括了当时李福达手上的晋阳卫 也正是因为大明的这一操作 所有人都以为他们是在针对火筛 而火筛也做出了反应 最快的驱逐了大明在火筛部的货之汇 同时召集了部族 看着就像要开干的样子 可没想到啊 这完全是相装武剑 意在配工啊 这两手准备 全都是针对我白连来的呀 报国公朱辉出现在了这儿 那他率领的数万大明大军 还会远吗 帝国军官学校火筛部的三千学员骑兵 这次也是随行而来了 这话说的谢平更是一哆嗦 那人家手上可就有八千经济了 哪怕是他们要跑 可这两条腿能跑得过人家四条腿吗 这妥妥的是要嗝屁朝梁啊 要让我等做什么还请公爷吩咐 谢平还能说什么呀 那咱就是人家案板上的肉 戴鹏你来吧 朱辉甚至懒得跟谢平废话 请公爷我吩咐 你也配 就是你们白连总使在老夫面前 那也就是个屁 尽快些吧 我国防军的将士们千里奔袭 现在还在外面口熬呢 却见朱辉摆了摆手 说道 若是不行 红杀一轮再说 谢平心里这个骂呀 用得着这么看不起人吗 但回头想想 朱辉挥下的国防军 那可是连达达都能硬碰硬干翻的军武 顿时谢平这心火 瞬间就熄了 再想到这样的大军数万人在围着自己 他那个心哪 那是拔凉拔凉的 戴鹏这个时候又开口了 一开口 就让谢平本来就拔凉拔凉的心 彻底兵封自闭了 嗯 你外见带来的人 全都是我们摸过底子了 好吧 也就是说外面的人 现在大概也就跟自己一样 全都怂了 就见到戴鹏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对着谢平说 行吧 谢平无奈的叹了口气 搭了着脑袋缓缓的站了起来 身边的那些个汉子 哪个又不是拖家带口的呀 屁股的屎 那都被人瞧了个透彻 这还搞什么呀 走出帐外 果然那些个跟着他一并前来的白连门徒们 尽数都站在了营帐门前 走 走吧 谢平还能说什么呀 他只能摆手让所有人都跟上 一千多计 隆隆的随着他们的队伍出发了 官道的两侧隐隐透出的杀气 还有那些不时闪过的悬色铠甲 都无声的证明了诸徽所言非虚 而当谢平和他的人刚刚抵达自己营地的时候 一群群黑甲军族已经咔咔咔的展开了包围圈 营地中的白连门徒们显然没想到会发生这种变化 他们惊恐的开始组织人手 但却没有人敢上前去 见谢平等人回来 这些个白连门徒居然还傻呵呵的欢呼雀跃呢 那些个白连门徒自然是不可能都同意投降的 里面爆发的激烈争吵 甚至连外面都听得到 给他们三驱旨 三驱旨之后先轰了寨门 一刻钟之后再不投降 各啥无论 诸徽显然是等得不耐烦了 一白手就有国防军的炮兵推着火炮出来了 这是一门红制十五年二翠野战炮 射成一里半 白连贼都注意了 三驱旨之后 我大军将以寨门试炮 就有嗓门大的打马隆隆杀过去 对着这迎寨大声喊道 一刻钟之内再不投降 我国防军万炮齐发 生死不论 营寨里的争吵还在继续 诸徽不耐烦的直接一挥手 咔咔咔 野战炮开始调整角度 炮兵将纸包炮弹塞入了炮堂压紧 碾子都塞好了 火把直接点上 咳咳咳咽 没废话 直接一炮就轰了过去 那整座寨门轰隆一下被狠狠的炸的崩裂开了 碎裂开的寨门大块残骸轰隆的飞舞进了营寨里 一众白莲门徒 鬼哭狼嚎啊 别开炮 投降 我等投降啊 别开炮啊 朱辉百无聊赖的哼了一声 你早投降不完了吗 好在这白莲的人啊 本身就穿着一身白衣 看着跟校服也差不多 那是哀嚎着哭哭啼啼连滚带爬的 从营寨里举着白旗 哆嗦着就出来了 这回上前捆绑的是国防军 一票老兵游子 汉匪出身的人嗷嗷叫着 上去先赏一个窝心脚 踹倒了抽出绳子 捆猪子一样的呼啦啦的捆起来 扔到一边 陶家的人是七七惶惶 心里一顿妈呀 说好的神教无敌 君临天下呢 再说京师 早春的夜还是有些凉 桃林草炉里 炭火桃炉贝铜湖 这使得早春的几分寒意 渐渐的消散开去 战肝泉常然飘飘 依然自得 望着面前给他泡茶的张小公爷 满眼欣赏 肝泉公 前掩 上则白鹤沐浴 落则观音入宫 入则悬湖济夜 出则观宫寻城 常山青阳下 茶香四溢 温润如玉的少年人 双眸有若星辰 一身悬色金绣麒麟袍下 少年人灭若桃花唇红齿白 气度俨然大驾 今日再见欲吃虎 老夫呼绝世间所言 五百年不出无双对 八百年无出其右者 张甘全说着 叹气道 诚然如是在 甘全公谬赞了 咱张小公爷那也不是白给的 怎么能被你两句好话 就给弥翻了呢 甘全公来与小子眼察 恐怕不是为了夸小子 这么几句吧 嗯 的确不是 明天一早 惊言变讲就要开始了 如果没事的话 张甘全怎么会来这儿呢 哈哈哈哈 欲吃虎既是如此说 老夫也就不绕圈子了 张甘全将手中详续教育部的信函 缓缓地放在了暗机上 目光灼灼地望着欲吃虎 这是什么意思啊 探炉上的铜壶 咕噜咕噜地冒着争气 张小公爷却没有接过信函 而是望着张甘全轻声说 啊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张甘全双目渐渐地冷了下来 死死地盯着张小公爷 手缓缓地抬起 按在了暗机上 你这是要废我鸣叫千年根基啊 张小公爷缓缓地抬起头 丝毫没有避讳战甘全的目光 无人感应 非是无机 然 自于其臣 则在其民 欲吃虎的这话 更是让战甘全浑身都在站立 黄泉不屑 则大祸临头 欲害无边 据天下之力 为一人一家谋 如何不败也 张甘全哪能不激动啊 儒家董夫子 为什么大力提倡天人感应啊 后世儒家子弟 为什么大力提倡天人感应啊 无非就是要以此限制于黄泉 甚至进一步能够架空于黄泉 先生所言 以至于让小子差点以为 前宋在内诸多前朝大儒先贤 还没败亡呢 这话说的 直接让战甘全面皮都涨红了 为什么呀 因为他师从陈白沙 而陈白沙师从从仁人学派 吴与弊 吴与弊又是惊艳于 洛敏诸城礼学的大家 可诸城礼学所诞生的大宋 早就灰飞烟灭了 张小公爷的这话 可是狠打脸啊 你们牛 但你们管的国家 都管得灰飞烟灭了 那你还管什么呀 战甘全这才想起来 这位小爷可是打起嘴炮来 直灭当朝阁老的狠人啊 别看人家年纪小 那打开嘴炮 那能群朝天下世子 还全身而退 一个人顶着礼布 骂的礼布 就差点被人拆了屋子来 自己来找他争论这事 那不是自己找不痛快吗 黄泉不予限制 燃生祸端 天然感应 自有其道 不可妄动 张小公爷望着战甘全 轻声道 徐武功天拳翁 被打成奸臣 即便是在赤罪后 也不得起负 恐怕 也是跟天然感应有关吧 战甘全一听这话 瞬间脸色刷的就白了 张小公爷见状 轻叹了一口气 实在约 徐有贞张丘治水 这里的徐有贞 就是张小公爷说的 徐武功天拳翁了 徐武功张丘治水 或为当骏夷大沟 或为多开支流 乃以一瓮翘 方寸者一 又以一瓮翘之 方分者十 并使水开翘 翘时者先结 这作者又是一通拽文啊 也没有丝毫发意 在这儿呢 浩伦为了能让大家听懂 浩伦就给大家解释一下 其实呢 就是拿一个容器 开一个大孔 再拿一个同样的容器 开十个小孔 这十个小孔面积的总和 等于刚刚那个容器 一个大孔的面积 这两个容器 同时倒上同等容量的水 然后开始放水 结果是开十个小孔的 那个容器 水最先流完 这个就是物理学上著名的 水箱放水实验 徐有珍的这次实验 直到四百年之后 才被美国物理学家 史密斯发现 甚至著名的巴拿马运河 都是以此理论为根基开凿的 张小公也从前是以为 这大明朝儒家重道清器 而且公结许有珍人品 才废弃此学的 然而现在看来 他们根本就是恐惧于 许有珍的发现 会彻底的动摇 他们的根基 就是那个所谓的 天人感应 如果被人证实 人定胜天了 那天人感应的存在 又有什么意义呢 包括白昂 为什么第一次他治水得力 却建议被搁置 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于 他的理论是来自于徐有珍的 而当水患爆发之后 为什么是刘大夏 陪着他一起去处理水患呢 就是要淡化掉 处理水患中 徐有珍理论的存在感 那连苗头都不让出现 任何可能动摇 天人感应这个根基的 那都是蹊跷杂学 登不上大雅之堂 唯有如此 他们才可以随意的 发难于皇帝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三百九十六集 什么叫做天人感应呢 打个比方 如果说地震的话 那是皇帝你失德 闹旱灾呢 那也是皇帝失德 皇灾呢 那也是皇帝失德 反正一切不好的事 都是因为皇帝失德 反正就是 只要有什么事不顺心了 那一定是你干了什么缺德事 这几乎是可以万用的灵药啊 那是文官系统 拿捏皇帝的最好手段 自从六科玉使 以文风奏事之名 行公结结党之时后 张小公也望着战杆拳 轻声说 陛下已经对此不满了 只是缺少一个发动的时机 恐怕此事 乃是你欲吃虎推动的吧 战杆拳脸色沉默 这让他显得极为疲惫 朝堂上的百官 天下如此多的学派 陛下考虑过 如此行径之下 恐生巨变吗 张小公也淡淡地望了这位老夫子一眼 轻叹道 详续教育部 礼部力部 甚至包括了内阁阁老 如今皆望于帝国皇家元老院 这话一出口 战杆拳脸色顿时煞白 百官 不想进入侍郎上书 亦或者不证使 甚至内阁吗 战杆拳浑身开始站立 嘴角发苦 如今经言便讲 得恩赐者 则为国朝正统 详续教育部将大力聘之 为陛下御赐经书博士 战杆拳扑通一声 整个人颓然地 直接靠在了椅子上 人家这都算得清清楚楚 把所有人都安排得明明白白 各部尚书内阁年纪都不小了 元老院那是什么地方啊 那是容身而尽 享誉享福 而且地位崇高之地 但元老院前面挂着的牌子 可是皇家御赐啊 你跟陛下对着干 跟皇家对着干 你还想不想进元老院了 诸布侍郎呢 哪个不指望外放当官 亦或是再进一步 甚至入阁为乡啊 诸家学派 人家说得清楚了 如果接到了信函 却又反对的 他们自然会被排除在 这次经言辩讲 录取者之外了 那么他们的结局 就可想而知了 先生别忘了 诸家是如何得性的 张小公也望着张甘泉 淡淡地说 母妃汉武雄才大略 霸出百家 专利武经博士 张甘泉面带苦涩 唯有叹气不语 武帝建元元年 武帝侧问董夫子 对曰 臣于以为 诸布在六亿之科 孔子之术者 揭决其道 勿使并进 协弊之说灭熙 然后统计可依 而法度可明 明之所从已 建元五年 武帝令 罢处百家 而专利武经博士 儒家独占官学之力 广播天下 成就后世 也是自此 百家师官不得 从此没落 天下大潮 浩浩荡荡 顺之者昌 逆之者亡 张小公也认认真真的 一字一句地 望着战杆拳说道 荆涛拍案 莫坐前浪 老先生一声清明 百沙先生 试传之学 莫要就此尘封啊 展开拳 双眼无神 缓缓地抬起头来 望着张小公爷 那张俊俏的脸 竟是有些心下声剧 声艳 甚至生出些许的怒意 若是就此折截 百沙一波 还能算是 百沙一波吗 张小公爷微微一笑 似乎不以为意 周易细词二章 老先生当多读啊 张甘泉一听这话 脸色猛地变了数次 他几次想要开口说什么 但终究是化作了一声长叹 你即便是不同意 朱家学派难道都不同意吗 说着张小公爷倒去残茶 重新重泡 身形依旧是行云流水 资荣依旧是赏心悦目 请茶 轻轻淡淡的一句 只是心境已经不同 详续教育部已经安排您 明日第一个经验便讲 何去何从 皆由您决定 说着张小公爷微笑着端茶送客 张甘泉沉沉沉默了一会儿 终究是一声长叹起身而去 踏着夜色走出了草庐 张甘泉拒绝了弟子搀扶上马车 他选择直接安部当车 缓步走在回宅的路上 古者包西市之望天下也 阳则观想于天 父则观法于地 战甘泉背着手 缓步走在这关道上 嗓音低沉而带着飘逸的韵味 咬字一扬顿挫 包西是意 神浓是作 琢磨为四 柔磨为磊 磊墨之力 一叫天下 盖取诸意 弟子们跟在战甘泉身后 垂手缓刑 虽不知道为什么 老师出来之后是这样 但是也没人敢问 只能是默默地跟随着 神浓是意 皇帝尧顺是作 鸿其变 使民不倦 神而化之 使民遗之 春夜清风起 吹散流云 一轮明月于天际 悠悠月光 洋洋洒洒洒而落 义 穷则变 变则通 通则久 是以 自天幼之 极无不利 张甘泉 副手而行 那苍老的声音 渐渐地大了起来 一扬顿挫中 带着慷慨激昂 横列向前 悍不畏死之豪侠之气 至远 一立天下 盖取诸患 扶牛乘马 引重至远 一立天下 盖取诸随 断木为储 绝地为救 救储之利 万民已计 盖取诸小过 玄木为狐 善木为始 狐使之利 以为天下 朱弟子也没人敢问 老师为什么吟诵 周易戏词下二章 他们只是低着头 一步一随地 跟着战甘泉前行 圣人 一知已淑气 百官已至 万民已察 盖取诸怪 念到了最后 战甘泉昂首而立 仰天长笑 对于如今 儒家诸学派的问题 其实战甘泉 何尝不知道 这一切 他是心知肚明 甚至自家学派 也并非是完善的 明代新学的 两大流派 一者为 王阳明的 智良知为主 而另一派 则是以战甘泉的 随处体 任天理为代表 视为广泛流战理学 在看到信寒的第一时间 他感到的是恐惧 是震惊 但历经与张晓公爷 这一番对话 在自己沉静下来 忽念起 欲吃虎所说的 那篇《易经》来 战甘泉顿感念头通达 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回过身来 对着身后的弟子们 轻声说 为师无事 踏跃而行 亦是别有野趣啊 变则通 不变则死 如今的儒家学派 显然已经不再适应于 激变中的大明帝国了 况且当年董夫子 就没改变过儒家吗 到了他们 沉战新学这一派 难道就没有动过儒家吗 如果没有的话 儒家如此多的学派 又是怎么衍生出来的呢 想通了这点 战甘泉便念头通达了 走过了官道 与几队巡夜的 庚夫武侯见过礼 夜游回宅的战甘泉 很快地回到了 自己的宅院中 关上了书房的门后 就开始研磨扑纸 汝德呀 明天的经研变甲 便由你带为师出甲 就用此稿 大弟子吕怀 吕汝德扮上之后 被战甘泉 叫到了书房里 公身接过了 战甘泉递来的稿子 吕汝德猛然地一抬头 是 这 别犹豫 照念便是 吕汝德扑通一声跪下 是 三思啊 如此一来 我白杀学派之名 汝德呀 你还没听懂 为师沿途所言吗 战甘泉的这话 让吕汝德脸色不由得 一下子就白了 颤颤巍巍地抬起头来 愣愣地看着自己的老师 是 莫要多言 照此念完便是 战甘泉一摆手 轻声说 若是 事有不济 便言道 乃为师所迫便是了 弟子不敢 吕汝德再次败下 把头是磕得 邦邦邦直响 弟子 仅遭师命 这战甘泉 倒是念头通达 开始转风了 但这经师里的其他学派 可并没有都是念头通达呀 一家家的学派内部 那炒发了天 有人低头认命 也有人拂袖而去 有人不屑为伍 也有人兴致勃勃 还有人怒发冲冠 相约师友 明天要去礼部 去详续教育部 大闹一番 天色渐渐亮了 京师皇城的大门 支压压地缓缓打开了 今天没有早朝 所有的国朝重臣们 全都早早起来 乘坐着自己的马车 往京延汴场赶去 没有人敢迟到 这种情况下的迟到 那相当于是在 天下士林面前丢人呢 禅 有负圣恩 御驾中 也就是皇上的马车里 张承跪倒在御座前 声音发颤 李福达 跑了 御座上的洪志皇帝 面无表情 只是轻声说 嗯 且给朕说说 怎么跑的 张承不敢怠慢 赶紧将昨夜的行动 逐一道来 御座上的洪志皇帝 似乎脸色缓和了一些 白手让张承起来 此事并非你之过 且其他白脸妖人 尽数勤祸 李福达五子 并未曾逃脱 洪志皇帝顿了顿 说 仪式做得够好了 下个还不闻书 派人追捕吧 臣 明白 见张承依旧跪着 洪志皇帝笑着白手 让他起来 哎 不过是丧家之犬 不必大忧 便将他擒回来就行了 张承抹着眼角 声音乌液 臣 臣深感 有负陛下厚恩 实在是 哎呀 别哭了 且去办事就是了 洪志皇帝笑着宽慰道 将李福达勤回后 再行论功行赏 朱楼公年纪大了 这么奔波也不行啊 你呀 得撑起场面呢 隆隆的马车外 是三千禁卫 在护持车队前行 李福达探听的消息 并没有任何问题 但他所不知道的是 除去禁卫之外的人手 车马上驾车的 那都是内庭的机器太监 道路两侧 是调查局的好手数百人 在前后左右 护持探查 说实话 即便是李福达 没有被发现 想要成功 那也是 不可能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三百九十七集 车架隆隆之下 队伍很快的行进到了 新京研变场 那京研变场周围 已经是人潮汹涌 开路的禁卫 身着黑甲 面赴面甲 手里长枪 咔咔咔咔的 将人群给拦开 随着御驾 隆隆抵达 间隙的唱离声 也随之响起 陛下驾到 被拦到了一边的 无数百姓 顺着人潮 隆隆败倒 咚咚咚咚的鼓声响起 那京研变场中的 诸学派 闻声而起 关于是否要在此一搏 方才他们已经 争论的无数次 争论的面红耳赤 然而 即便是表示了 要拼死一搏的人 此时 也都是噤声不语了 咚咚 钟声响起 就有内官快步入内 啪的 路边甩鸣 就听到内官的唱离声 奸细 却散播极广 陛下驾到 隆隆隆 尽管各怀心思 然而诸家学派 还是恭恭敬敬的 拜倒在地 恭迎着洪志皇帝的 御驾前来 陛下有旨 众人平身 所有人叩谢之后 便陆陆续续的起身了 别看他们刚才 争的是灭红耳赤 可现在全都是低着头 大家都等着 看战杆拳如何应对 他可是现在 白杀学派的 一波仇人呢 那是理学大家 随后 就是一番的礼仪工作 繁复地进行了 一大通之后 这才真正地 进入了 惊严变场里 吕汝德 捏着自己老师 给的稿子 见老师点了点头 这才深深地 呼出一口气 陛下有旨 越北吕汝德 上前宣讲 念到了吕汝德的名字 无论他愿意不愿意 那都得上台 站上了中间的那座高台 吕汝德才真正地感受到了 什么叫做惊慌 高台一圈之下 无数的国朝重臣 各家学派 那都死死地盯着他呢 学生文 通其辩 使民不倦 神而化之 使民一知 吕汝德 深深地吐出了一口气 建立之后 正式地开始了 自己的宣讲 而在吕汝德宣讲的同时 近七千人的白莲门徒 那时七七惶惶惶地 被丢进了囚车里 甚至那些箱头都分开来 被面色阴质的调查局 官跑者 直接给装进了囚车带走 李福达并没有走 他依旧在京师内 他甚至就在朝白河仿视 只是换上了一身 马头立功的衣裳 他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直到看到了 从金陵来的船只上 押送下来一个 年纪不大 惊慌的少年 那马头上的他 才低下头 痛苦地咬着嘴唇 浑身颤抖 很快 一艘来自于越北的船上 一个年龄更小的孩子 和几个女子 也被一并押送下来 李福达整个人 是躲在了阴影里 靠着墙 努力不让自己 倒在地上 人 义 礼 智 信 浩曰 儒家五常之道 最初为夫子所提 人义礼 应对之 论语 子喊 知指不惑 仁者不忧 勇者不惧 知三达德 孟子后来 在仁义礼里面 添加了智 称之为君子四德 到了东汉 董夫子 才又添加信 此方成为 天地五常之道 用此五常之道 为子嗣命名 这是李福达 希望儿子出息 又希望他们 能长存旨意 可如今 造反世家 朝不保夕 无子生 无子亡 李福达在阴影里 望着李智 李信两个儿子 被押送上了一辆 特制的马车 随后 在数十号身材标状 穿着调查局 官袍 汉子们警惕地押送下 缓缓地离开了 平复了一下情绪 李福达低着头 回到了码头上 继续自己的立功工作 咱们划分两头 圣人 设熟行 乃失于小过 比民自新 若 原恶大奸 无可恕之理 经言变场上 激烈的辩论 依旧在继续 只是高台上 朱家学派看着 正在经言讲的吕汝德 心里是开骂了 甚至不少人 回头望向了战杆拳 弟子敢这样 不顾面皮地 直接给 详续教育部站台 能没有他的意思吗 很显然 这是他这位老师指使的 然而战杆拳 似乎对此一无所觉 只是面无表情地 坐在椅子上 默默地看着 自己的弟子的经言讲 战杆拳现在可谓是 儒家学派中的 一杆大旗啊 他如果站到了 详续教育部一边 那任谁 都不得不再三琢磨 对着干 事不是正确的 学生文 智者心之所欺也 所欺者如此 故所旧亦如此 登高山者 欺至于顶 死至之矣 战杆拳支持 自然就有人反对 吕汝德刚刚热身完毕 就有人跳出来 学生案 帝王家法 如 一诗里春秋所记载 由此则得 不由之 则施 却见那汝生 对着吕汝德 怒目而逝 言辞中 满是慷慨激昂之气魄 理者 人之大方 所以 拣你此心 不敢放异 故书曰 以理之心 理之之人 由低之防水 不以低为故 而咒觉之 则溃烈四出 大为民害 洪志皇帝 被怼得一头黑线 这是骂朕 推翻天人感应这事 说朕是违反理之 吕汝德面无表情的 听着对方的经验讲 脑子飞快地旋转 开始准备反击之策 汉史所谓 知其非礼 而不能自还者誓言 其相攻鸟兽之行 独乱李经 私人质疑 雄狐木之 这话骂得满朝文官们 那是一头黑线 这是怼着咱们脑门说 咱是鸟兽之行啊 还说现在详续教育部 这提法 是独乱李经 骂红智皇帝 那骂得可更狠了 意思是 陛下您要是再这样 学生可就拿您当公狐狸看了 这儒生是稀里哗啦地 骂了一大通 只把满朝重臣 带着红智皇帝 骂得一脸黑 终于这儒生是骂完了 吕汝德深深呼出一口气 再次站在了高台上 所贵乎君子者 无他事焰 唯不失其本心而已 人生而善 天之性焰 有正而无邪 有成而无伪 有厚而无薄 有天理之功 而无人欲之私 所谓本心也 其始如是 其中亦如是 虽历年之久 不辨乎其初 所谓不失也 吕汝德这是在说 我们这是为公心公理 不为私欲 而儒学一派 就是要讲公心公理 你如此公结我等 却是出于私欲 而非公义 学生文之诗曰 永言佩命 自求多福 孟科一云 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 何为福 国之安荣事也 何为祸 国之微辱事也 战杆拳都亮出牌子 要跟详续教育部 站一块呢 自然这后面跟上的学派 底气可就足多了 比如现在蹦得在台上的 这哥们 算下来 那是他们兄弟学派 崇仁学派的 台上的洪志皇帝 见到一众儒家学派 大撕逼 那是老怀宽慰 嗯 这才符合剧本走向嘛 你们不撕逼 朕怎么做中间人呢 当然了 帮朕站台的 绝技不会亏待 那赏赐 那赏赐必须刚刚地给 只要给朕干活 必须日子过得好 至于跟朕作对的嘛 哼 那统统的撕拉撕拉力 哦不对 不能杀 保国公诸徽上奏 晋阳等位 已经控制在军部手里 国朝要加强 对各卫所的掌控 必然是需要 再修执道 所以这人手嘛 第一天的经研辩奖 在一通口水和嘴炮中 湛干拳等人 占据上风中结束 洪志皇帝 只是主持开局闭幕 至于这长达数日的 经研辩奖 他就不来了 来的只是礼部 详续教育部 即代表了皇帝内阁的写签 然后一众经研辩奖的学派 很快发现了 国朝的骚操作 那就是 所有不支持 湛干拳学派的官员 几乎在一夜之间 都被吏部 选定为外派官员 出京当官去 第二天 直接是内阁拟定名单 下旨 直接要求 立即出京赴任 顿时 满场各家学派 心里开骂呀 你这么干 也太不要脸了 可是更不要脸的 那还在后头呢 新科进士们 也被调查了一番 只要是反对 湛干拳学派出身的进士 无一例外 也全部被调配出京 前周部政史司 不是总嚷嚷缺人吗 嗯 那你们都去那干活吧 京师附近 各支持湛干拳学派的官员 在被摸底了一番之后 迅速让其八百里加急入京 参与到京研辩奖的投票中来 要共襄胜举 要多读学问 这一下 那些扛起大旗反对湛干拳的学派 顿时这脸可就垮了 我去 你这带官方背景 不带这么玩的呀 湛干拳似乎早就料到 国朝会这么干 只是无奈的笑了笑 各家学派 看似清贵 地位崇高 但实际上 在帝国的面前 那不过是皮肤汉术 躺臂挡车 哪能不粉身碎骨啊 那些被调走的官员们 几乎都是被逼着出京的 再说调查局那些人 可比以前的场位还狠呢 他们这些人呢 倒是不谅家伙 但随口就说出 你老家里有几亩田地 几口人 某年某月 跟某某青楼吃酒 我去 那谁还敢调外呀 谁还敢留在京师啊 无奈呀 他们只能是 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抓紧时间滚蛋 一面让家人快马 给京师里的 学派恩师们送信 恩师啊 您可别傻了 跟国朝对着干 咱能有什么好下场啊 学生 这已经是被丢到 穷乡僻壤去了 回头不知道 吏部再找个什么错处 再给咱撸了 学生也不是贪图荣华富贵 但老师总得为一波传承考虑吧 如果从此我学派被排除于官学之外 汉武帝时董夫子 如何击垮百家 我学派就要如何崩塌呀 恩师啊 还请三思窃窃 莫要一错再错 如此情况之下 每场经言遍奖之后 就有数家学派子弟 开始出入战干拳弟子的宅院中 随后他们在与战干拳老先生 长谈之后恍然大悟 旗帜鲜明 深明大义的站在了战干拳先生这边 促膝长谈之下 众人是钦佩不已啊 深感自身学问不足的他们 纷纷与战干拳老先生 坚定的站在一起 为帝国的儒学事业 添砖加瓦 发光发热 双方就此达成共识 至于达不成共识的学派 很快就发现 自己身边也没什么人了 这可怜巴巴的不说 那诸家学子一看见自己 就跟看见温神似的 那恨不得一个闪现 就跑路啊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三百九十八集 你吃虎啊 你此招可真是 战干拳再次来访 看着张小公爷 笑阴阴的给他泡茶 那是一脸苦笑 哎 老先生不可瞎说 小子最近可没出门啊 哎呀 就是让熊孩子 给带了几封信回去 这熊孩子最近 是在做行动总结呢 一方面要总结出 此番捉拿白莲的行动心得 另一方面则是要整理 经验变场上的针锋相对 哎呀 罢了罢了 老夫年纪大了 这天下事 却是看不懂了 战干拳悠悠的一探 老太尽险了 也就在这个时候 英子匆匆的入草炉来 躬身说道 公子 桃里外 有人送礼来 一个大箱子 张小公爷一听这话 不由得一愣 皱着眉头说 何人送来的 不知 英子极为恭敬地 微微垂手道 驾车来的人说 他是收钱授命送来的 对方说 只需要说明 是晋阳故人 李章二人送来的就行 晋阳李章 晋阳李福达 张隐 张小公爷笑了笑 嗨 是李福达呀 东西不要动 人也别让他走 马上调查局的人过来 请成功亲自来 湛甘泉也看出 事情有些不对了 于是起身告辞 张小公爷亲身 将老先生送了出去 随后就在桃林门前 等着张成的到来 湛甘泉的车马 才出去不到一刻钟 张成已经是隆隆地 打马杀本而至 小公爷 李福达命人送来的 张成双目赤红 一副要吃人的模样 身后跟着百多条汉子 近是身着重海 琴枪跨刀 背着弓弩 那赶车过来的人 这会儿直接是扑通就跪下了 整个人是哆嗦着喊着 大人 不关小的的事啊 小的只是收了二份银子 帮他送来的 小的上有老下有小 张成赤红着眼珠子 冷冷地扫过去 那赶车的汉子 直接吓得 话都说不出来了 李福达生性谨慎 恐怕这人所知不多 张小公爷笑了笑 说道 成功让人查验一番 没事就放了他吧 张成点了点头 随即就有调查局的人 把这赶车的带下去审问了 同时命人上车 将箱子打开 这箱子虽然是上着锁 但这怎么能难得住 这些个帆子呢 当狼一刀 直接就把箱子的锁 给展开了 张小公爷默默地 拉着张成等人 后退了好几丈 毕竟李福达可不是一般人哪 万一这个神经病 不知道从哪弄的火药 放进箱子里做个炸弹 那这一发下来 张小公爷就是金钟罩铁布山加身 也得死 所以赶紧撤 巴搭 箱子被打开 里面是一本本的册子 最上面还有一封信 写着 欲吃虎亲戚 张小公爷撇了撇嘴 哼 我才不跟你亲戚呢 万一你这人在信纸上下毒 可怎么办呢 还是小命要紧 你且读来便是 这张成也没打算 让张小公爷去看信 直接命手下打开信 读了起来 白脸李福达 对手再败 一听这话 张小公爷和张成 互相看了一眼 吐出了一口气 看来还真是李福达 让人送来的 虽然是猜到了 但是看信里 直接说明是他 则感觉完全不同 痴虎张伯爷勋剑 虽未谋面 却不解威疑 几次三番精心算计 李某惨败 自使应当 嗯 看来这李福达 还是尽过些学的 此时书信敬语格式 那是挺讲究的 勋剑这个词 那就是一例 勋者公也 成就于王公曰勋 见 奸而察也 勋剑一词 则是请于大功纪 大功德者察阅之意思 只是 这张小公也是一头黑线 妈的 那可不是小爷算计你呀 那是军部调查局 和陛下设的局 拜阵之寇 不敢言勇 不曾想 先生军阵 威名赫赫 文采风流 八百年 横推无双队不止 更坚 智计无双 李某身陷 瓮中 而不自觉 如今想来 皆是他欲所致 无怪旁人 张小公也听了这话 很想揍人 怎么把杖 全都算我头上了 李某本欲 此番若败 则浪荡江湖 从此再不行险 然 无子皆落 李某屠乎奈何 此番若败 不求其他 但求亲倦活命 张成一听到这 不由得一脸冷笑 但李福达信李 接下来的话 却让他笑不出来了 此乡中名册 皆为天下各行省 白连联络者 至总使教谈所在 这话一下子 就让张成懵了 我去 这是啥玩意儿啊 全座 赎尔性命之礼 三月内 李某自有功勋 奉于国朝 张成是哗然起身的 一摆手就说 把册子拿来 那车上的汉子 飞快地取过一本册子 然后三两下地 纵跃到张成面前奉上 张成直接一把抓过书来 猛地就打开 刷刷刷地翻阅着 吴郡昆山 总谈庐山临寺 总使为四住持此招 下令吴郡各州府分谈 六十有四 直立鸾州 总谈十佛口王家 总使王维尔 下令各州府分谈 二十有三 张成猛地抬起头 低吼一声 封锁四周 不许任何人靠近 吼叫了一声 随即红着眼珠子 整个人直接跳上了马车 亲自翻阅箱子里的 一本本册子 那每一本几乎就是一个白莲的宗谈 从总谈到分谈 各在何处 何人负责 什么职务 一部分甚至详细到了 下面的箱头是谁 家中情况等等 诸如此类 看得张成是浑身不住的颤抖 这可真是大手笔啊 咣当一声 张成把侧子放回去 盖上了箱子 几乎是整个人颤抖地 跳下了车子 差一点一个裂钱 就摔在地上 张小公爷苦笑着 上前扶住了他 诶 成功 可得小心些 小公爷啊 您说 这李福达所言 可是真的 张成这会儿 已经有些不敢置信了 这是干什么呀 依我看 巴掌是真的 张小公爷悠悠地叹了口气 这李福达还真是个人物啊 见张成还是有些疑惑 张小公爷便轻声跟他解释 很简单 李福达已经是看出来 国朝大事已成 阻挡不得 这个时候他会作何选择呢 如果是从前 他或许会像是历史上的选择一样 成为那个张吟 了此残生 直到子孙那一代 才暴露身份 然而这一次 他五个儿子全被擒获了 还不文书之下 国朝为所变革之时 他想要再获张吟那样的身份 显然不可能 他这样的人 自然是不愿意躲在荒郊野地去的 那么他能走的路唯有投靠国朝意图 仅仅是交出这些名册 或许可以换得生路啊 但是自己今生甚至子孙 都必然不能入军武仕途 所以他选择的是用这些名册 作为见面礼 虽然张小公也不知道 李福达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但他肯定李福达要做的是大手笔 是一笔能够让国朝 不得不重赏他的功勋 唯有正下如此功勋 才可与子孙共享富贵 如此一来 天下就再无白莲了 张小公也点了点头 这些人都是多次扫荡的漏网之鱼 有些传承了数代 逐渐才抬头的 如果再被连根拔起清扫一番 想要死灰复燃 恐怕待五六十年之后了 咱们划分两头 经言辩讲也很快结束 连续多日 那些反对学派的官员 几乎都被外派了 同时大量支持战杆权 学派的官员被抽调回京 那么选出的结果可想而知了 战杆权是不负众望 成为了帝国红文注释院院政 支持战杆权的各家学派 临选十人为红文注释使 五人为红文注释郎 内庭派议人为司务 礼部详续教育部各派议人为院间 如此组成的帝国红文注释院 将会在两个月内筹备成立 他们将负责对所有的古籍经典 进行整理 校正 标点注释 并作为官板开音 在经研遍讲落下帷幕尘埃落定之时 格根塔纳带着五千达达各部族投人子嗣来京 同时他们一并押送过来的 还有近十万的白连门徒 格根塔纳这次到来 引起的是整个京师的轰动 上次他只是率领着一部分人来依附 可这种甘当马前卒为国朝征战 并且押送战俘过来的 哪怕是武功赫赫的永乐朝 那也是不曾有的盛事啊 五千达达各部族的投人子嗣 上表国朝恳请入帝国军事学院 军官学校并且入军武 这同时也标志着 达达真正的开始全面融入大明 白连将被湮灭 儒家学派辅导归附 达达开始与大明全面的融合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三百九十九集 我回来了 格根塔纳看着熟悉的桃林 桃花朵朵 艳丽盎然 不由得心下生喜 瞧着那笑盈盈 站在桃林门前的俊俏少年 大叫着一声就扑了上去 还好张小公爷 那是常年扎马步的 被这死丫头扑通撞上 那还抱住了 回来就请 终究还是不会哄女孩子的直男呢 张小公爷心里直叹气 这些是傅寒让我带给你的 格根塔纳献宝一般的雀跃着 让跟着自己的达达人 将一个个的箱子抬下来 这些都是宝石 据说是来自于很遥远的地方 很漂亮吧 张小公爷笑着点了点头 轻声道 拜占庭风格的 看来是古物啊 哎呀 我也不知道 据说是很远的地方来的商人 给我富含的礼物 格根塔纳咯咯咯咯地笑着 不断地命人将一个个的箱子 抬进草炉里 然后一把拉过妙安 足利赫他们几个女子 就往草炉里走 这是白熊皮 据说是来自于很冷很冷的地方 你看这熊皮多大呀 我去 这是北极熊啊 张小公爷苦笑了一下 这玩意儿如果在现代社会 恐怕得被口诛笔伐了吧 这是 大马士格刀 张小公爷看着一柄长长的马刀 不由得好奇地拿了起来 这工艺和装饰方式 一看就是源自于那一片地区 反复叠打出来的重叠几何形花纹 还有金色的文章 砍刀的弧度也很特殊 适宜于在战马上进行劈砍 苍狼一声把剑给抽出 刀身上层层叠叠的花纹 也无声地说明了他的身份 我也不知道 这也是商人给我富含的 挥笑着归刀入鞘 张小公爷坐在了椅子上 让格根塔纳也坐下来 这次回去累了吧 格根塔纳笑着说 还好 就是发现你们大明人呢 真狡猾 你富含那也不慌多让啊 张小公爷却不曾否认这点 其实说狡猾 那跟什么区域的人 可没什么关系 只是跟那些人自身 比较有关系罢了 这次你富含想要什么 格根塔纳一听这话 直接摊开了双手 嗯 我富含说 你们大明人给他什么 就要什么 哎呀 真是聪明人哪 张小公也感慨 洪志皇帝为了长治久安 绝技不可能亏待他 毕竟还需要老火筛在关外 帮着大明震慑珠布呢 同时也得借着老火筛的力量 让大明在关外 建起一个个的城池壁垒 尽快地将达达人融入到大明中来 这样才能彻底地掌控住草原 火筛无疑是最好的人选 他没有子嗣 只有一个女儿 这个女儿现在又在大明 而且跟着的是张小公爷 也就是说 他的血脉 唯一的外孙 将会是大明人 不过富含对于大明 大概也是会提出要求的 哥跟塔纳歪着头 撇着嘴说 只是我不知道 富含提了什么要求 张小公爷也是好奇 那个几乎是 算无一策的便宜老丈人 究竟会提出什么要求呢 话说这个要求 现在就摆在御书房里 洪志皇帝很意外地 把虎头老国公也找来议事了 因为老火筛这回是邪功提示 而且这事还关乎到张小公爷 陛下 老臣这 虎头老国公一脸拧巴 这怎么想怎么个应的话 边上的马文生刘剑 甚至还有战杆拳 都被找来了 这几个如今大明的 儒家李学大家 这下也全都来了 公爷呀 虽说达达与我大明 与张家有世仇 可如今内父罢除刀兵 乃是大明与达达之福啊 最先蹦得出来的是马文生 这老家伙现在对于元老院 那都是有执念了 眼瞅着这元老院要搞起来了 自己将要荣登怨证之职 这个时候老家伙可就想多点功绩了 而且这火筛哪怕是过计为孙 却也是你张家血脉不是吗 刘剑这老家伙也蹦得出来 上蹿下跳的完全没有一个重臣的模样 大马猴似的 在雄壮的老国公面前 那个跳啊 若有张家子孙在边境驻守 且又有达达名望血脉在 帝国边幻才能永久止歇呀 虎头老国公是一脸黑线 妈的你们两个老家伙说的倒是轻松啊 我老张可怎么跟我张家列祖列宗交代呀 好家伙自家孙子当达达去了 老国公啊 此事应当如此作响啊 战肝泉突然觉着 那小狐狸被拉出去坐种马 其实也挺好的 再想想那小狐狸一副质迹无双的模样 他就很想笑 这过计一事 公在千秋啊 什么 这千秋大义都被他们整出来了 虎头老国公那心里还是堵得慌 张小公爷当年觉着 给祖列赫小姐姐度一个种 大概没啥问题 其实虎头老国公这心里还是个影 好歹人家那也是国主 孙子自己也愿意呀 哪怕是周边小国 罪儿小邦 那不也是一个国吗 这虎头老国公就咬咬牙 忍了下来 况且那会儿张小公爷 还没有这种名声呢 如今是名声赫赫 那老公爷可就不乐意了 而且达达和扶桑 那能一样吗 张家跟达达那是有血海深仇的 虎头老国公手上粘的达达人命 直接砍下来的人头 恐怕都有上千了 洪志皇帝倒是不担心 将来边境起乱的事 因为按照规划 军权是军部收回的 即便是火差 最终也仅仅是有几百护卫 甚至更少 护卫一项会逐步的削减 而从达达招募的兵员 将会补充到国防其他队伍中去 陛下 老臣 虎头老国公还是觉得拧板 然而看着洪志皇帝的目光 也只能是常态一声 不再言喻了 这天 达达诸部族早朝觐见 献俘虏于御前 皇上大喜 命英国公张茂赐验 并命礼部背下厚礼还礼 封火筛顺翼王 侍袭网替 命内阁再次设置 紫南二绝 赐诸部投人以铁券 这作为当事人的张小公爷 是直到国朝宣布 火筛为顺翼王之后 虎头老国公 鼻子不是鼻子 脸不是脸的回来 张小公爷才知道 自己被当成种马给卖了 不过令他欣慰的是 熊孩子诸后赵 那也没跑 他必须要跟黄金家族的女性 生一个孩子 然后那个孩子 将会继承黄金家族的名号 成为草原上达达的公主 而火筛这一只 则是作为辅助的存在 想到这点 张小公爷的心情可就好多了 可怜这熊孩子 现在是不知道 自己将来也会成为种马 需要被送去交配 而且现在最严重的问题是 洪志皇帝和朝中的诸位重臣都觉着 这个模式似乎还挺好的 反正本来成为皇帝 就要娶些许妃子 如果能娶对方的女性 还继承对方的国土产业 这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至于这熊孩子能不能接受 作为种马痛苦不痛苦 这可就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了 为了帝国大业 就是皇帝献出你的肾 你又能怎么样啊 就算榨干 你也没话说 你要是说什么 追求爱情不爱情的 信不信洪志皇帝 直接拉手催儿啊 再说血管的修建 已经进入了收尾阶段 不得不说 人多就是好办事啊 砸钱就是能办事啊 在小舟管家撒遍金银 不计成本的轰击下 工人直接分座三班岛 这材料是花花流水一样的送进来 甚至很多参天古树 也从深山老林里被挖出来 送到了这血管里安置 这血管与其说是一所血管 不如说是一所精致无比的庭院 更合适 因为这血管中的建筑 不仅仅是囊括了大明传统式的飞檐 斗拱 笋卯等等 同时包括了灰派 苏派 晋派 以及现在逐渐开始成型的 金派建筑特点都被囊括了其中 甚至各处园林中 除了苏氏 岭南派 还有扶桑的枯山水 池泉园 筑山亭等等 刷好了铜油的木质地板 踩踏在上面 感觉无比的舒坦 就光看这景致 砸了银子的熏贵们这心里 就俩这 直的 再往里走 巨大的书楼 上有匾额曰 市智楼 这是出自于《论语为证》 其曰 由 慧辱知之乎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是知也 这句话是夫子教弟子子路的话 意思是 子路你给我记住了 知道才表示知道 不知道的时候 也要坦荡地表示你不知道 这才是智者所为嘛 夫子这段话的意思就是 对待学问要诚恳踏实 此处取《试智》二字 一则表示要这种态度 其次则是要与此试智 就是让大家在此求知 呼应的是这书楼的作用 在此得以试智 可以说 如今这里的藏书 早已经破了万卷之多 小周管家知道 自家小公爷喜欢古籍 于是挣了银子 必然是四处搜索 只要是有古籍真本的 不仅免费帮忙 刁板验制留底 还掏银子奖赏 挂着张小公爷 在士林中的名号 那收集回来的古籍真本 近乎要破了永乐大典的记录了 甚至这里面 还有一部分是永乐大典 都没有收录进来的书籍 再一看学馆里 各级分学堂 住宿的条件 还有马场 武技场 食堂等等 顿时这些个来参观的 勋贵们就更满意了 这简直条件太好了 吃会儿啊 武技马场 老夫能理解 可这菜园铁母 甚至猪圈 这是什么意思啊 成国公猪府看到 居然还有菜园 而且似乎还得是 学生在这耕作 因为上面标注着 不同学堂 天地玄黄的分级 显然是给学生们 干活用的 哈 此乃小子的教学方式 张小公爷 笑颜颜的解释道 托得农事久矣 则不知农 不知苦 不知饭食艰辛 其余 勋贵们 其实也有此疑问 我等祖上 沙场薄命 不就是为了 不再吃此 农耕之苦吗 怎么的 祖上卖了性命 换来一身富贵 为什么还要 在此务农啊 生于福中久矣 则不知西福 只知纵网顽固 如此下去 祖宗基业 如何得存呢 这话说的 诸家勋贵们 心有戚戚啊 对啊 谁家还没个败家子啊 诗者 传道授业解惑 传于何道爷 为人之道 处世之道 说到这里 张小公爷望着 这些勋贵们 叹气说 晋惠帝 何不食肉迷之语在前 莫非诸位叔伯 还想自家子弟 从其先列耶 对啊 谁想自家子弟 变成这副德行啊 啥子才想呢 耕于田 一则可修术本性 使其明知 一食一饭 来之不义 不可轻忽 当多多惜福 二者也明了 乡间农耕 颇为不义 多存人心 多体民情 张小公爷说到这儿 顿了顿望着他们 轻声说 不至于出 何不食肉迷之语啊 此农耕之作 我也是亲率弟子 乃至太子从之者 不敢 又丝毫怠慢 这话倒是让 诸家勋贵们 肃然起敬了 太子和这位爷的弟子们 可都在干农活啊 他们这些人 哪个不比自家子弟尊贵啊 而且太子如今的教导成效 大家那也是 有目 共睹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四百集 张小公爷哼哼的 给这些个大名土兵们解释 什么叫做 德智提美劳全面发展 要西文 读书经 读古籍 读扎记 修其心 正其身 以成其德 习兵书 阅史书 习继然 熟其策 增其谋 广其知 以掌其智 练武艺 学刀枪 习拳脚 操把势 见其体 增其魄 以壮其身 读诗画 赏诗词 磨明帖 提弓笔 润其心 胜其滋 以增其美 从耕将 劳其作 习其意 知其苦 习己福 敏农将 以善其福 这一番话说的 诸家 熏贵们 彻底就不支声了 话都说的 这么明白了 那啥都表述的 清清楚楚了 他们还说啥呀 我学院内 甘泉先生 为荣誉愿证 贺滩先生 愿都 哎呀我去 这配置可相当高啊 诸家 熏贵很满意 教习组 更由我弟子 伯虎 横腹 征伯等为师 除去更将外 也会安排 市井修行 说着 张小公爷 顿了顿说 小子为院政 总教习 太子为纠计 嗯 这纠计 还真带太子来做 不然的话 这些个 熏贵家子弟 谁镇得住啊 这乡张小公爷 再带着 一众熏贵们参观 那边 小周管家 则是笑颜颜的 给熏贵的管家们算账 这 这一年 两万两银子啊 金山兄 这 这是不是 几个博业家的管家 脸上可就不好看了 哎呀我去 线下精师一亩地 也才十二三两 你这一年的学费 就干掉了一千多亩地呀 制服 每人一记三套 上等料子 宫内大将亲至 太子同款 小周管家倒是没生气 而是笑颜颜的 掰着手指头 给他们算 耕将袍 那伙料子 每人三套起 免官 树发 每人五只 战马 乃是打打所来的 上号战马 诸位须知 这战马未养 需要马场精料 那可都不是小钱哪 随着小周管家 给他们逐一算账 这些个薰贵的管家们 这脸可都白了呀 对阵护具 刀剑 那都需要专门制作 专门配置 再说了 这拳脚刀剑教习 那可是我家公子的师兄 陛下身边第一高手 吊翁公啊 这就更让人没话说了 陈周同 如今在京师的 勋贵圈里 那可是大名鼎鼎 那可是三封老神仙的 敌传啊 陛下大内 命其言武后 放在身侧为侍卫 这些都说明了 人家的本事 如果平日里 要请动这样的人 来家里教习武艺 那怎么可能呢 骑射这一下 乃是打打如今 射雕手中第一的 墨日根亲自教授 我去 这可就很牛了 射雕手 能够拿到这个名号的 打打射手 那绝对是骑射高手 这墨日根 还是射雕手里的第一 本事 那可想而知啊 刀顿阵 为皇家帝国军事学院教习 陈同 亲自教授 小周管家这么一细数下来 顿时他们可就全都不吱声了 一年要他们两万两银子 这钱可真不白要啊 哪怕就那些挂出名号的教习 这一年要个两万两银子 也未必能请来啊 比如潜伏潜宇谦 你怎么请这位爷呀 当年徐经家是卖了人情脸面 才以千金请人来家里 交了一年而已 再比如战甘权 除非人家是看你顺眼 收你当徒弟了 如果说要请到家里当老师 那你可就想多了 还有陈周同 陈同 末日根等等 这些哪个人 能是轻易请得动的呀 得 这么一算啊 这两万两一年 还真就不多了 管家们这一项了解的差不多了 自家老爷出来后 赶紧围了上去 把价钱一报 这还没说明呢 老爷们就一回手 掏钱 妈的 两万两 这价 咱都算是占便宜了 但是嘛 张小公也可能叫他们占便宜吗 哎 少爷 首批学生63人 龙共126万两 小周管家兴致勃勃的 给自家少爷汇报 修建学馆花费的成本 全都收回来了 而且还有近40万两 应该足够学院日常所用了 嗯 第二批得扩招啊 先耗上100来人的羊毛 然后开放考取 全额奖学金 张小公也咋巴了一下嘴 嗯 就这么干 这建学馆是要花钱的 请这些人过来上课 那一样得花钱呢 虽然你请得动这些人 不过不给足好处 看在张小公爷面子上 他们也不会说什么 但是张小公爷 没有吃白食的习惯 他很清楚 只有互惠 才是长存之道 想着什么好处 都自己给搂尽了 那最终的下场 就是孤家寡人 所有人 那都恨不得你去死啊 哪怕是师有亲眷之间 如果只取不语 终究长久不了 这个语呢 是给予的语 所以小公爷很注重的 这个语字 不仅要给 而且还要多给 如何保证给呢 那自然是要保证挣银子 这银子怎么来呢 那是有熏贵大飞扬啊 如今不就送来了吗 至于这间血馆的意味 张小公爷从来没有考虑过 靠着自己的力量 让整个大明进行激变 因为即便他费尽心思 不惜代价的成功了 那么当他露出破绽的时候呢 当他力有不殆的时候呢 历史上很多的变革 为什么哪怕是出城 最终也是走向失败啊 就是因为延续不了 他们没有培养起 对这些变革的后续支持者 剑血馆 实际上就是让更多的人 亲自体会到小公爷的理念 让他们学习到这个理念 从这个理念中受益 然后他们自发的 就会成为这个理念的维护者 并将这个理念传播开去 来到大明已经好几年了 不管张小公爷愿意还是不愿意 他都触犯了很多人的利益 同时也创造了很多利益 均分下去 这算是勉强的保证了 他至少如今不会受到公结 但只要继续蹦的 谁敢保证在那些老狐狸面前 永远的滴水不漏啊 尤其是除了内阁诸学士 诸部尚书之外 火山李福达这些人 表现出来的谋略 无不让张小公爷心惊啊 哪怕是为了自保 他也需要大力的培养一批人 这些人得是勋贵 是橘子 是朝堂上的中间力量 嗯 有徒弟好啊 尤其是徒弟们还能打些 瞅瞅夫子 弟子三千 贤人七十二 这日后可不就学问传开 申就圣人了吗 但张小公爷打算走的是精英路线 先收个六十三 再扩招一百多个 等师资稳定下来 各方面完全协调好之后 再行考核扩招 讲学 再收个千把个人 那时候呢 就可以把学费降一降 甚至可以助学 学馆修建好了 各家勋贵也是把银子给交了 那么接下来 必然是盛大的开学典礼 于是小周管家 就开始奔波在送信的路上 捏着吃虎儿亲笔书的李东阳 那是一脸苦笑 自家儿子落人手上 而且这次还破天荒的考上了 那有什么说的呀 西亚公 你也接到了吧 早朝完毕 内阁三大学士在处理着公文 刘建这老家伙喝了口茶 放下茶杯之后 对着李东阳笑吟吟的说 呵呵 霍阳公 我要取笑啊 李东阳摆着手苦笑着说 吃虎儿手术都送来了 也不好不去啊 然而李东阳 再瞅着刘建的脸色 可就不太对了 边上的谢迁 似乎也是面带苦涩 不由得一愣 呦 难道二位也 哎 谢迁苦笑着把请柬摆在了桌子上 叹气道 哎呀 国子监的典礼 老夫当年都没去啊 这话说的倒是 国子监那边 他们受邀讲学都很少 如果是主持典礼 最多也就是礼部侍郎过去看看 可吃虎儿派来这帖子 他们就不能不去了 张小公爷现在的情况 其实说起来也算是前所未见 准确的算 张小公爷现在其实是再也不在朝 但他对于朝堂 对洪志皇帝的影响力 却远超朝堂多数人 甚至现在他的影响力 已经超出了朝堂 不说士林中他那偌大的名声 就是在前州越北 甚至九边达达 都和他牵扯着关系 如果是国子监的话 别说要这三位去了 连请他们都不敢请 然而张小公爷 还真敢给他们三位派帖 他们这三位呢 还拉不下面子不去 李东阳欠张小公爷的 那是人情 其他两位欠的 那也是人情 谢迁弟弟 谢迪谢于吉 那是跟唐伯虎那一颗 红志十二年的近视 本来是兵部职 刚刚当上主事 后来呢 兵部不是坑了吗 谢迁着急也不好说什么 好在方志方信之 眼色极好 再者 详续教育部刚成立 也急需人才 于是就把谢迪给调了过去 方志方信之 和张小公爷的关系 那就不用说了 所以这事 是谢迁无形中 欠下的人情 这刘健呢 倒是因为 李学自持的身份 不至于在这些方面扑腾 可他到底也是个人呢 只要是人 那总得有牵挂 有羁绊 刘健自己 倒是可以不为家人求什么 可关系到他 河东学派的事 那就不能怂了呀 这次的经言变讲上 河东学派 直接展现了三个席位 这对于刘健来说 可是重大的利好消息 席位虽然站下来了 但河东学派以后的发展 可就得依仗小公爷呀 所以现在张小公爷让他去 他能不去吗 哎呀 好在时间还有粤鱼 我等就先安排一番吧 的确呀 时间还有一个多月 张小公爷可不想这些 勋贵们在典礼上 闹出什么洋相来 不想他们出洋相的话 自然就得提前训练 这个是必须要进行的 里长 下面的勋贵子弟 没有一个敢一脸傲娇的 这倒是叫张小公爷 颇为遗憾呢 他是不知道 他虽然不是纹固 可在这精师纹固圈子里 他可是头号人物 属于传说中 那种神龙剑手不见尾的人物 冒出来 就能一爪子挠死他们的那种 谁敢在他面前吊啊呀 况且 他们来就学前 家里老爹大父 早就打过招呼了 去了狱吃虎那 你们可得老实点 家里砸了每年两万两的学费 还有十多万两的资助呢 你呀要是没学好 被赶出来 回家看我不打断你的狗腿 刷 操场上 这些勋贵子弟们 一个个屏息宁神 丝毫不敢扑他 和张小公也想要立威 找不着茬 郁闷相比 首次管着这么多人的 熊孩子诸厚照 可就无比的得意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娱乐小导演 作者 大风扶摇 播讲 浩仲 苏灵 苏灵 说到熊孩子太子诸厚照 第一次管这么多人 那是无比的得意 下面是黑压压一片人 虽然人不多 六十多号人 但这可谓算是 诸厚照的第一次 亲自练兵 而且这训练的呢 又是同龄人 一时间 诸厚照这是愁愁满志 毕竟这是他软磨硬炮 从虎哥手上弄到的名额 本来这初训 是不至于让诸厚照来办的 可架不住人家 有一颗当将军的心呢 当然了 更重要的是 被虎哥毒打多了 这诸厚照呢 也很想试试 毒打他人是什么滋味 都给我站好了 本个 本人 诸厚 乃是尔等初训教官 诸厚 当今陛下似乎只有一个孩子 也没听说哪家藩王的孩子入京啊 下面的熏贵子弟们 那是一脸发懵 毕竟他们平日里 可没资格入宫 即便是入宫 也不可能去东宫 看太子长什么模样 别说是他们了 就算是大部分的熏贵之臣 没见过太子 那也正常 尤其是太子师从小公爷之后 几乎从来不在外面 亮明自己的身份 知道他是太子的人 其实也并不多 不怕 与儿等明说 初训不过者 必须劝退 不得入宣 诸厚赵氏咬牙切齿 一副无比威严的模样 大声吼道 在这儿 是龙给小爷我盘着 是虎给小爷我握着 赶榨刺的 不服的 也无场上见 然而让他失望的是 没人之声啊 所有人呢 都是老老实实的 没辙呀 御痴虎在军事学院 入学当天 把这一众五举子 揍得满天飞的事 他们可都知道啊 谁脑子有病 敢这时候跟人扎刺啊 居然这么老实啊 诸厚赵氏一脸懵逼 他还指望有人蹦得出来 好厉厉威呢 听到没有 听到了 诸厚赵那双眼睛瞪大了 那略带着英气的少年 脸庞上竟戴上了 丝丝的威严 此时此地 尔等只能答 是 不是 某家不听废话 此时此地 尔等身份 连学生都不是 尔等什么都不是 张小公也瞅着诸厚赵 很是满意 别说呀 这小子学得倒挺快 诸厚赵隐蔽的 回了一个眼神 虎哥还是您教得好啊 现在 跑起来 某家不叫停 不许停 诸厚赵怒吼一声 指着远处的操场 便吼道 跑 绕着圈跑 一边吼着 诸厚赵可没闲着 直接带头 就在这操场上跑起来 陈通等几个人 则是抡起鞭子 啪的抽响 还不跑 下面这些崽子们 一个哆嗦呀 那是哇哇哇的怪叫着 追着诸厚赵 稀里哗啦的跑了起来 哎呀 还是年轻好啊 张小公也感叹 果然是活力十足啊 扑通一声 世袭伯爷家的小伯爷 巴唧一下就翻到了地上 很痛快的摔了一个狗吃屎 平沙落雁式 还没等他嚷嚷一声呢 那背后直接啪的一鞭子 就抽了下来 爬起来 跑 陈通这家伙凝笑着 一鞭子抽过去 直接把这倒霉孩子的背上 抽出一条血痕来 啊 你 你 你什么你 再不起来 陈通节节怪笑着 手里的鞭子 啪的抖动了一下 这倒霉孩子是哆嗦一下 哇的一声哭起来 但脚底下 却丝毫不敢停 稀里哗啦的爬起来就跑 没辙呀 你要是不跑 人家那真抽你啊 跑的第一圈 这些崽子们还能扛一下 跑了第二圈 就开始不断有人 扑通扑通的倒下来 陈通这帮狗犊子 那是满心欢喜啊 哎呀 赶紧抽牙了呀 手上的鞭子 丝毫不停歇 那直接是啪啪啪的 一顿抽 抽得各家 勋贵子弟们 是娃娃鬼叫 好些人 那是熬不住 现场豪丧啊 我爹是伯爷 陈通一脸不屑 看到刚才那个挨抽的没 啊 就现在跑得跟狗似的那个 我 我大副是保护公 得 显然这当爹的护身符 已经是失效了 心里无数草泥马在飞奔呢 但都知道 这停下来 那鞭子可就真抽过来 等跑到第五圈 直接就废了一半 一水的熏贵崽子们 稀里哗啦的翻到一地 几个人直接跑得 是哇一声就吐了 还有些 眼泪是刷刷的往下掉 嘴里嚷嚷着 打死我也不跑了 你打死我吧 啪啪 几鞭子抽起来 这些嚷嚷打死也不跑的崽子 飞快的又爬起来 我 我跑 我跑还不行吗 哎 我要回家 这家呀 估计也回不去了 至少目前是没看出来 他们有回去的希望 张小公也悲天悯人的 看着他们 轻叹道 哎呀 真可怜哪 边上的鸡武将们 望着吃火 那是满眼小星星 我家殿下 不仅文桃武略 更是心地善良啊 陈头 那儿还有个偷懒的 抽他几鞭子 哎 你没吃饭呢 哎呀 我家殿下 那是为了他们好 所谓叫不言 师之多呀 严师封出高途 我家殿下 这是为了他们好啊 匪渣 菜瓜 看看你们 一个个都成什么样的 诸后赵 现在那是很得意啊 这些薰贵子弟们 哪怕是年纪比他稍长的 那都跑废了 直接是咕咚咕咚的 翻倒在地上 差点就跑死了 边上的医者们 早就安排好了 看着差不多 就直接低溜下去 让他们还走几步 然后给他们输筋活络 啊 我的腿 我的腿 哎呀 这是抽筋的呀 早有经验的 陈彤他们几个 按住 就是啪啪两脚 顿时 这腿可就不抽筋的 不过 那可比较疼啊 被张小公爷 各种收拾以后 成长起来的诸后赵 现在是无比得意 瞅瞅你们啊 瞅瞅你们自个儿 你们这副德行 如果到了九边战场上 怕是让你们跑都跑不掉 这诸后赵是张牙舞爪的 破口大骂 哎 总算是轮到本宫训人了 这训人果然爽啊 难怪虎哥整天 逮着本宫就训呢 今天先这样 回去洗澡 就餐 明天起 随本个 随本人 一起训练 哎呦 差点说走嘴啊 一个月内 某家要看到的 是一群铁打的汉子 不是一票菜瓜 诸后赵是信心满满 哪怕他是块废铁 本宫也能把他打砸成钢钉 可怎么打砸呢 自然是又打又砸了 这些个孩子们 那凄惨的开学前军训生活 就此拉开了帷幕 张小公爷则是感叹的 哎呀 总算是找到了 自己前世的那些气息呀 看看这帮孩子 多数是自己入学时候 军训的模样 嗯 不过那会儿呢 我们的教鞭 倒是没用鞭子 也没有陈同他们 这么恶霸 可怜的各家 熏贵子弟们 是哭哭啼啼的 跟着教官 滚蛋回宿舍里 去洗漱了 然后他们很快发现 就连洗浴的时间 那都是固定的 半盏茶时间都不到 就要求必须洗完 好在水是稍好温热的 浑身是汗 他们也管不得这么多了 娃娃怪叫着 稀里哗啦的冲了一通 打上椅子再过水 还好这制服穿起来 也比较方便 随便的扣上 就跑出来集合了 枣盘子要放好 还有口碑 椅子 念金 全都要按规矩放好 陈同等人 指挥着这些崽子们 开始摆放物件 然后才领着他们 去食堂吃饭 列队前响 不许啦啦散散的 教官瞪着眼珠子 手里的鞭子 啪的又抽了一下 只要是在校区内 所有人必须双人乘航 三人乘路 不许欣笑大闹 鞭子的威慑力比较大 至少这帮孩子 现在可不敢掉 老老实实的跑着到了食堂 他们发现 至少这吃的还不差 大份的肉包子 大盆的骨头汤 每桌十人 三荤三醋 一汤一尸令水果 跑了大半天 肚子早就已经饿了 但刚伸手 就被啪的抽了一下 没下令 不许动 坐直了 这些个熏贵子弟们 哪受过这个呀 但看着这些个 教官的脸色 得 咱还是忍了吧 开饭 一声令下 终于可以吃了 等呼啦啦的吃完了 他们就被要求去消神 排成列队的他们 开始在灵区里 被领着晃悠 这是食堂 那是盐屋厂 这边是书楼 那块是马场 靶场 绕着整个血管的区域 走了一圈 基本消神完毕 就被拎回了宿舍里睡觉 想到这样的日子 还不知道要挨多久 这些个熏贵子弟们 顿时心里都凉了 张小公爷倒是很满意 陈州桐他们 可更满意了 行啊 兄弟当年训练的时候 那苦吃的 这说起来 那满眼都是泪呀 午夜梦回 那都是满心事伤啊 现在逮着这些个熏贵子们 终于可以就此 报那一箭之仇了 嗯 老子们是没法铺腾张小公爷 但是还不能铺腾 你们这些熏贵子们 内务不合格 全体俯卧撑 不用多 一百个 所有人骑步走 正步走 列队战军资 不过话说回来了 也不是没有 熬不住了想跑的 可是啊 等待他们的是来自于 教官的疼爱 诸侯招的毒打 苦难的日子 让他们学会了坚强 主要是 不坚强不行啊 鞭子抽起来 那根本就不讲情面 国公爷家的孙子 都被抽成狗犊子了 上回那个 想彻夜翻墙逃出去的 踩到墙根底下 就被逮住了 然后连夜负重 跑了二十里地 后面的那群教官 那都没人性啊 还放着猎犬来追 那孩子跑得口吐白沫 据说差点都死了 咱们再往下说 节日 老夫得见如此深深学子 颇感欣慰啊 朝气蓬勃 英姿勃发 好一派 少年气象 今天的开学礼 早就被打了招呼的 三个阁老 朱家勋贵家长们 齐齐来到了学馆 看着下面 全树列庄的 学馆学子们 肃然昂首而立 鸭雀无声中 腰杆子打得笔直 眼神风锐 有弱刀锋 张小公爷思来想去 蒙学 这个先不开 这一批进来的 都是九到十六岁的孩子 也就是说 四学只开了二学 他们现在还没有资格 进草卢院 草卢院 得等到后期 他们学成了 才能考取 刘健作为 阁老中年龄最大的 自然是要首先发言 还望诸学子 多加努力 莫要辜负了 青春年华 莫要辜负了 国等期望 刘健发言完毕 按照顺序 就是李东阳谢迁 然后是 详续教育部尚书 方志方信之 亲自前来 恭贺桃林草炉学馆 开学礼 诸家勋贵们 则是有些 不敢置信地 看着自家的孩子 只是一个月时间 这简直就是 判若两人哪 甚至他们都觉着 端坐在下面的 那些自家孩子 是不是祸人了 那真是井然有序 肃目而立 李正 阎武 刀盾 一声长啸 命令之下 这些个孩子们 夸夸夸地踏着旗步 开始组成列队 一副副的铠甲刀盾 就摆在了边上 互相之间 极有默契地 协助着着铠甲 只是不到半盏茶的功夫 就已经全数换装完毕 更重要的是 整个过程中 没有一个人 说话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402集 精锐啊 包国公诸辉 成国公诸府二人 互相看了一眼 他们从各自的眼神中 看到的那是不敢置信 有过航母经验的 薰贵们 不由自主地将眼神 飘向了边上的御痴虎 这漂亮的御痴虎 小公爷 今天穿的 乃是这学院的制服 这套制服 有类似于改良之后的 如山 但它又不是 纯如山 它相对地来说 更像是 束鹤短打 但它又比 短鹤用料更好 形制更近似于 军中制服 而且它所采用的是 铜扣 而非技杂 双肩处 绣金翔云 白鹤起舞纹 而且肩高起平 显得人极为英气 腰间系着的是 宽牛皮带 皮带扣 浮雕着祥云纹 绕着桃林草炉 四个转字 下摆的裤子 也不是宽松裤子 它更加的紧窄 而且配着的是 皮质马靴 整套衣服 都是全黑色 有皮带束腰之后 整个人 顿显得 神采奕奕 即便是相见多次 这些个 熊贵们 也是心下感叹 想那老国公 看着是 求然虎丑 怎么能生出来 这么漂亮的孙子呢 就那双桃花担放 也不知道 迷了多少的京师 熊贵 官宦家女子 朝思暮想 一声呼喝 就把他们的思绪 给拉了回来 却见那些个崽子们 是嗷的低声咆哮 一支小队伍 夸夸夸的 在踏步声中 形成一个阵型 好阵势啊 报国公 朱辉 双目圆灯 将自己座位上的扶手 捏得死死的 看那架势 明显就不是花架子 上过战阵的朱辉 如何能连 这点眼力都没有啊 这架子一摆出来 朱辉马上就知道 这阵型中的杀鸡 而且这些个崽子们 表现出来的模样 持刀的手法和身形 说明他们是真下了功夫 如果是一般军武中的君族 哪怕是做到了这样 那也已经算是精锐了 杀 一声令下 就见到弩手 从大盾手后延伸出来 两支弩箭 就像是毒蛇一般 嗖嗖地窜出来 那前方的稻草人靶子 刷刷被命中 大盾手最前方护持 刀盾手负责两翼 弩手出手之后 长枪手随即顶上 哪怕对方是骑兵要冲进来 那也是不容易 咚 长枪毒蛇土信一般 猛地从大盾缝隙中刺出 猛地一下子 扎在了稻草人靶子上 刀盾手 吼得一声幕后 从两侧跃出 手起刀落 咔嚓地 把这稻草人靶子给斩落了 陈国公保国公二人健壮 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 这动作是无比利索 这些个崽子们如今缺的就是战阵经验 只要再给他们些许十日几次战阵厮杀的经验 回头走下来 那就是妥妥的汉族 如丽 第二队 准备 所有人秉息宁臣 第二队的表现丝毫不亚于第一队 干脆利索的阵型 有力而坚决地突刺 劈砍 看着自家这些个在家里狗一样怂 出了门像野狗一样的熊孩子 如今在仅仅一个月的训练之后 就展现出如此的能耐 顿时这些个熊贵们 差点就现场老泪纵横了 谁见着自己家的熊孩子如今生性 那必然是老怀甚畏呀 这两万两银子可真不白花呀 看完了演武 就有教习领着他们参观整个学馆 已经来过一次的熊贵们自然不新鲜 只是这次有自家孩子现场演示一番 比如骑马射箭的靶场 比如演武场上穿着护甲 互相小阵型拼斗一番 转了一大圈之后 众人就到了食堂里 这就是学馆学子们 每天用餐的地方 诸位叔伯可再次用餐 也可以知晓他们平日饮食 说着张小公也笑吟吟的一摆手 就有学子教官们带着他们各自入席 不过到底是念在他们身份不一样 而且毕竟大明是礼教为先 所以并没有给他们按照学子一般 安排食人一桌 而是按照年龄身份 各自安排了桌子 程国公扫了一眼自己的桌子 再用余光看了眼其他桌子 嗯 三荤三素一汤一果 菜色是一样的 再瞅瞅那些个崽子们的脸色 也没什么不同 显然这就是他们日常所用的餐点 程国公顿时放心了 好歹在吃这方面 这帮崽子们倒是没吃什么亏 吃完饭赵丽带着消神 再走了一圈看了看宿舍 这些个阁老勋贵们才被领着离开了学馆 也是随着他们的离开 桃林草炉的名号开始在上层的小圈子里流传开来 一年两万两银子让无数人为之择舌呀 我去 这比抢钱来的都快呀 再一打听 朱家勋贵们对这家学馆的情况讳莫如深 只是去过的勋贵阁老对于这间学馆推崇备制 也至于更让他们好奇了 无数消息灵通的开始打听要如何入学 然而得到的回馈都是暂时不收学生 这为什么不多收学生呢 因为张小公也认为 现在不是大面积收学生的时候 得把这一批人给培养起来 这至少得一年的时间 最好下一科在考上一六的秀才举人进士 让第一批的学生逐渐习惯了 才能带第二批学生 以老代新 这可就迅速多了 只是这第一批的学生就比较悲剧呀 因为他们还肩负了小白鼠的任务 毕竟张小公爷可没正儿八经的当过老师啊 好在大明呢 也没有什么关于老师的标准 完全可以任由张小公爷自由发挥 于是这群孩子可就倒霉了 我 我是来读书的 为什么还要扫猪圈呢 一个博业家的孩子哆嗦着 看着满猪圈的肥猪 这些肥猪们也深情地望着他 那巨大的味儿 已经让这可怜的孩子狂奔到一边了 哇哇吐了两回 哎呀别磨蹭了 今天扫不完这十口猪圈 咱都得负重十里地啊 侯爷家的孩子哀声叹气地搭了这脑袋 哎呀你还想跑啊 扫 我扫还不行吗 成国公家的孙子面目猙獰 脸色扭曲的 扛着分叉 一脸悲愤的在扬分 保国公家的二孙子一脸悲苦 双手上那都是血泡 他正在抡着锄头挖地呢 岁安伯 成山伯家的小伯爷 则是在给地里的粮食 施分水 镇远侯家的儿子 顾世龙顾魁斋 倒是一脸无所谓 尽管他劈柴的活也不轻松 伯爷 这让他们直接干活 是不是不合适啊 陈童对于劳动客的设置 还是感到有些不适应 在他看来 有这个时间 无论是读书练字 还是习武 都比扫猪卷有意义啊 人得干活 张小公爷眯着眼睛 望着忙忙碌碌的 桃林学子们 轻声道 土地不脏 汉味不难闻 我们祖上算下来 哪位又不是 从这田羹上走下来的呢 陈童一听这话 倒是低头不语了 没有了铁木耕坐 我等一时如何来啊 一饮一时来之不易 这可不是说说就能明白的 不经丧农降座 怎能感同身受呢 欲吃虎说着 顿了顿 对着身边的凝神思考的诸厚照 轻声说 殿下当且记住 是农工商四民者 国之十民也 不可轻忽 不敢轻忽 不能轻忽 诸厚照一听这话 不由得有些发愣 张小公爷缓缓地 走到了他身边 轻声道 更要记着 此四民 不当分先后 这话说得非常非常的轻 甚至诸厚照 如果再距离远一点 那都可能听不见 但听到这话的诸厚照 浑身微微地颤抖了一下 他很清楚 虎哥对他说出 这句话的分量 这句话如果流传出去的话 那么天下世子 绝对会毫不犹豫地攻击 甚至不惜代价地 要弄死虎哥 四民千年以来 一直被定下位置 这奠定了长久以来 士族士人 在四民中排行第一的位置 虎哥如此一言 则是相当于 挖去天下所有士族的根基 如果此言传出去 天下世子 如何能不群起而攻之 甚至是不惜代价地 将他给杀了 我 虎哥 诸厚照甚至有些颤抖 几乎不敢置信地 望着张小公爷 此事出于我口 入殿下耳 就算了结 张小公爷笑颜颜地 拍了拍诸厚照的肩膀 轻声道 你心中有底 便是了 诸厚照一听这话 一头的黑线 这 这怎么就了结了呢 看着张小公爷一身短打 笑嘻嘻地挽起袖子 一会儿清理猪圈 一会儿养分 这诸厚照只能是闷着头 帮着一起干活 直到当天晚上 一切都结束之后 他才沉默地 来到了草炉前 现在他已经不必每天晚上都回皇宫了 洪志皇帝特许 在陈童等侍卫的陪同下 他可以留在草炉 伍伍 你这不是折磨人吗 已经自己琢磨了一个白天的熊孩子 毕竟摸到了一些头绪 这熊孩子可不傻 相反他是极为聪慧 就拿最简单的事情来说 如果你把一个会说达达语 乌思藏语 梵语等八门语言 而且能书写梵语 能阅读葡萄牙文的天才 当成一个傻子笨蛋 那只能说 这么认为的那个人 本身就是个笨蛋 只是从前他不曾琢磨这些事情 一如很多学霸对于人情世故 不是不懂 而是不屑一般 然而任何事情都禁不住琢磨呀 尤其是聪明人的琢磨 张小公爷 仅仅是给他破开了一道口子 这熊孩子就能够撕开一片天地 嗯 先说说你自己的想法 笑吟吟的 让妙安把熊孩子领进来 让他坐下了 倒上一杯茶 张小公爷这才轻声道 哎呀 你性子急躁 这是让你学会要缓 诸后赵呼出一口气 沉吟了一会儿 才真词卓具地说 并举 难以并举啊 并举后 何以治天下呀 张小公爷并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轻声问道 如今官宦 如何来的 自然是科举啊 诸后赵有些莫名其妙 这谁都知道啊 那么 参加科举的是什么人呢 这话 诸后赵觉着问的更傻了 读书人呐 他们识字 曾读圣贤呢 若是这天下所有人都读书识字呢 都曾读圣贤呢 这话直接就让诸后赵瞬间傻了 他下意识的第一个反应就是 这不可能 倘若这天下孩童皆可从小入学 并如同桃林草卢一般由蒙学念道成军呢 诸后赵一听这话彻底就傻眼了 如果这样的话 那简直就是不可想象的事啊 张小公爷低着头 心里轻叹着 如果不是我从那个时代过来 我也不敢想象 可以实现这样的事啊 这简直就是壮举啊 几十年来 从初期高达80%的文盲率 直接扫到了仅有8.72% 这数十年究竟付出了多少 即便是想想 那都不得不肃然起敬 当然 此事的话 陛下先不用想太多 张小公爷淡淡地说 此事能够于百年内成就 已算是大业 而今我推动于血管 实在也是以此为基 为陛下 为帝国 奠基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403集 张小公爷并没有打算一蹴而就 他只是把这件事情的最终目的 明明白白地让诸后赵知道 作为太子 他必须 也必然要知道这些事情的根底 这才能保证 这才能保证他今后即位的执政方向 制定针对性的相关策略 持虎而辞举 大手笔啊 自己的儿子看不出来 但洪志皇帝这已经为政多年 与群臣周旋的老皇帝 怎么能看不出来呢 四民并举之策 最大的受益者是谁啊 那无疑必然是皇家 为什么文臣敢于在朝堂上公结 敢于威逼帝王 其中原因很多 但士族一家独大 几乎把握了全部的话语权 这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甚至哪怕是商骨都需要考一个功名出来 一旦有了秀才功名在身 顿时便可以区别于草民之列 如果考到举人 那更是四方来头挂于门下 以求免税免摇役 世人 也就是士大夫的士 在大明朝那是高人一等 甚至可以说是天龙人族群 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北宋汪德温宫的那首 天子众英豪 文章娇尔操 万般阶下品 唯有读书高 更是反映了这种风气 殿下 如小公爷所言 此事不可及切 但一宵敬 这是现在洪志皇帝手上 为二的能够商量的人 于是现在整个御书房里 只有他们三个人 甚至下面的小太监 都被远远的支开了 鸡鸡内奸 直接将四周围给封锁 陈周同带着戴盗射人 在外围进行全面的警戒 明朝这一带 位数皇城 负责皇帝安全者 为上职二十六位 其中府军前卫 则是专职的皇帝近身侍卫 又被称为戴盗射人 和鸡鸡内奸一并 负责的是皇帝的近身安全 朕自是知道啊 此事恐怕中阵乃至太子一朝 都未必能成啊 洪志皇帝感慨 这几年他的身体好多了 从前执政几乎全凭虎狼丹药支撑着 如今有陈周同的土纳法配之药玉 竟是身子骨大好 而且今年隆东之时 行走宫内赏雪 也不觉得寒冷 往年隆东 不免总是有些怕冷 如今却没什么挂碍 洪志皇帝缓缓地站了起来 走下了玉座 对着躬身而立的大义 宵敬二人 沉声道 不怪乎迟火而让朕 提军械营造局工匠职位 后右组获职会 再列军部 还有就是 现在开始建立雪馆 这些看起来似乎是 东一榔头西一棒子 好像没什么关联 可如今 他这四民并举说出来 顿时可串到一起了 他就是在为这事做准备 现在这几步 已经是初步的形成了影响力 士族没有发动反击 那是因为 他们还掌握着主动权 历代改革 几乎都是人亡正习 当年红武陛下 何等英明神武啊 可即便是红武陛下 当年的颜策 也随着他而飘逝了 为什么这些个文官 敢于和皇帝对抗呢 就是因为他们掌握了 极大的话语权 甚至可以说是 身前身后的一切话语权 皇帝即便是一时占了上风 可身后终究还是 他们逐渐的收回权柄 士族一家独大 就是造成这种结果的最终原因 如果朝堂上 哪怕是分座 士农工三派 皇家可以操作的空间 可就大多了 而如果四民并举真的成功了 那么皇家只需稳坐钓鱼台 便可看四家争斗 此番血管先将熏贵子弟培养出来 也不是没有内阴的 熏贵才是靠着皇室起来的 他们比谁都清楚 一旦皇家出现问题 他们可是第一批遭殃的 扶持他们形成一股势力 对于拱卫皇家是大有注意 接着的恐怕就是扶持于 依附皇家熏贵的商骨大将们 将这两者给扶持起来 皇家熏贵在他们身后为盾 朝堂上一家独大的士族 他们自然可以斗上一斗 这就可以促成三族顶立之格局 只要这两者入朝的路径不绝 形成一方势力 那士族自然就无法在朝堂之上 保持一家独大了 此事代义且盯着 一方面清理首尾 莫要让人看出什么来 洪志皇帝背着手沉声道 另一方面也不要做得太过明显 不要用皇家的名义 代义公身听着吩咐 再确定洪志皇帝说完 这才败下 老奴知道了 此事老奴定会亲自盯着 洪志皇帝点了点头 沉吟了一会儿 才对萧敬说道 萧板板 老奴在 没人的时候 这两个人 是以皇家奴仆身份自居的 但在有其他陈属 公开场合的时候 他们两人 则是会以内臣自居 让张成去摸摸底子 如果有合适的人 就先留意着 到时候报上来 萧敬躬身伴下 轻声道 老奴知道 一系列的事件 开始进入了收尾期 同时马文生等老臣 也是呈上了第一批 元老院的名单 不出意外 第一批名单 马文生直接把自己 给放进去了 毕竟如今内阁里 年龄最大的刘健 也比他小七岁呢 所以老马二话不说 第一个就把自己 放进去了 其次是刑部尚书白昂 其实他这些年来 就已经是力不从心了 上表要求制事了好几次 但都被洪志皇帝 给留了下来 如今都部机事部 行令司律部二者 都刚刚成立 回头只需调配官员上任 然后内阁元老院 再督管一下即可 不必继续 在刑部事务上操劳 户部尚书 四中这老家伙 早就盼着这一天了 毕竟户部 现在虽然是钱多了 同时带来的 那也是事务繁多 这老家伙 也是要奔七十的人了 内阁 他自觉已经上不去 不如趁着这个机会 一并进入元老院 融退 岂非大山呢 更有老代义 老代义是洪志皇帝 一定要放入元老院的 这时要做出一个姿态来 哪怕是内官 只要给皇家办事 也照样能够融退保身 同时这也是制衡于 其他元老院中的人 避免他们到时候 勾连在一起 在一家独大了 除了他们之外 还有好几个侍郎也琢磨着 干脆趁这个机会 进元老院养老德了 毕竟这第一批元老的名号 这算下来 可算是在内阁之上啊 某种程度上来说 他们就相当于 是另一种形式上的六颗御史 那是可以看 内阁各部文书的 也可以直接申请面圣 更可以直接批注 转入内阁诸部 甚至驳回 这实际上 就是原本的六颗御史 只是他们也是熟悉政务 走出来的 而且地位更高 但这话归完了 也得考虑到 有人来接替他们的位置 还好这一颗御史们 考出来了 人手是有了 陈建议 新颗御史 暂部分派 吏部倪月 在朝班上站出来 躬身上饼 且元老院之时 当于吏部 公考后 方可执行 倪月的理由很简单 新科近世们 学识是够 但执政经验不足 如果现在直接 委派官职 恐怕得出错漏 禀陛下 臣 复义 站出来的是 祥续教育部的 方志方信之 就见他大声说道 新科近世者 当再行官政 习行政 方可委派 倪月一听方志的话 不由得心下忧了一声 这老方看来 又从痴虎儿那边 听到了什么心路住了 此番力不公考 天下得公考上家者 一则调回京城 传授执政之法 于新科近世 二则 可随将进入 元老院之各部尚书 以赎各部 方志当然是从 张小公爷那里听来的 回去之后 就做了一个书奏 此时自然是能侃侃而谈 毫不怯场 一番话说出来 大致的意思就是 吏部此番公考上家者 调入京师 准备接替 入元老院的尚书 这些来京述职的官患 单日是随各部尚书 熟悉准备接任 双日则是到新贡院处 进行政务讲习 将治理地方的心得体会 整理成策 教授于新科近世们 以便他们可以 就任地方的时候 不至于两眼一摸黑 不至于两眼一摸黑 新科近世们 单日入朝堂各部官政 双日则是听讲 吏部进行公考之时 各部除了自身政务之外 也别闲着 如今天下举子都赴京师赶好 干脆趁着这个时候 各部也是单独开科 录取人手补充 各部开科录取完毕后 他们还可以随新科近世 一并观政听讲 林林总总说了一大通 洪志皇帝 还有内阁诸大学士 听得也是频频点头 回头就让各部 拟定章程出来 准备贯彻此事 看似在忙碌着血管 似乎无所适事的张小公爷 此时却眯着眼睛 手里捏着一封密信 张成就在他的面前 苦笑着轻声说 然没找到 这是从滇南八百里 加急送回来的 里面的笔记 白连印记 确认过了 说到这里 张成顿了顿 是李福达 没错 张小公爷摊开信 看着上面的字句 轻声说 陛下军部怎么说 陛下想知道 您是否愿意去 张成这么一问 小公爷的脸色 顿时就垮了 这李福达跟老子有仇啊 上回非说 是跟自己交手 这也就罢了 这回来的这封信 还专门提到了自己 这什么意思 张小公爷摊开信来 却见上面 只是简简单单的 写了几个字 顶南即将生变 欲行前周之事务 还请欲吃虎 亲至春城 上面没有署名 只是留下了一个古怪的符号 这都提到了前周了 我还能不去吗 顶南那边 顶南那边 其实一直都是很困扰帝国 原因跟前周相似 但因为穆王府镇守顶南 而且威望极高 所以还算是暂时能压得住 这上面提到了顶南即将生变 凭借着李福达的本事 恐怕这生变 不是什么小事 再说了 皇帝问你的意思 那是客气客气 你能不去吗 陛下的意思是 此番前往 您为主将 许太为副将 率国防军义军前往 张成看着张小公爷的脸色 无奈地笑了笑 且家贤总督 颠前月三省 若是李福达功勋投孝 自当回朝赏赐 剩下的话张成可没说 张小公爷自然是心令神会 他李福达如果真的立下了功勋 洪志皇帝宽人 也并非容不下他李家 可他李福达如果不懂事 想要继续和国朝为敌 那他可得掂量掂量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404集 成功这回 可随小子一并前往吗 张成一听张小公爷这么问 不由得叹气说 哎 咱家怎敢不去呀 上回跑了李福达 竟没有全功 陛下不曾怪罪 但咱家心里始终不是个滋味 见张小公爷望过来 张成则是笑着说 还请小公爷放心 咱家不是那等不顾大局的人 如果李福达真心归顺 那也是好事一桩啊 商定了此事 张成并没有留下吃饭 而是急匆匆地回去 他还要安排人手 先行探路呢 到时候会不会跟张小公爷 一起出发 这还都是个未知数 想到了大军要出发 小公爷就琢磨了一下 还是决定去一趟军械营造局 带上了机武将们 乘上马车 隆隆地跑了一段 很快就来到了军械营造局 营造局现在的面积 直接扩大了好几倍 甚至远远的都开始布置起岗哨来了 这是诸后赵建议的 他发现军械营造局 越来越重要 尤其是武器占优的情况下 对整个国朝的利好消息 如今达达来头 贤州平定 这是新军的功劳 但军械营造局 在其中的作用 那也是非常大的 而且如今营造局 涉及的方方面面 实在太多 包括了各式营造 铸造 锻造 甚至铸壁 这都和这军械营造局 有着巨大的关系 这里同时也成了皇家内库 重要的裁员之一 虎干 你怎么来了 一身降座服的诸后赵 蹦得着跳出来 迎接张小公爷 操练了那些个 勋贵子弟们一段时间之后 本来就喜心厌旧的诸后赵 顿时对他们可没兴趣了 于是他除了跟随小公爷 学习之外 其余的时间 几乎全都扔在了 军械营造局里 在他看来 这里可有意思多了 来了正好 军书寺那边 正在搞新的指导试验呢 诸后赵无比兴奋地 拉着张小公爷 就往里走 沿途上 那还喋喋不休地介绍着 本宫从古籍里面 瞧到了秦植道 就琢磨着 这秦史的植道 究竟是什么样的 张小公爷听到这话 不由得笑了 嗨 秦植道不就是修造了 如今的异道吗 嗯 不 本宫开始也是这么以为的 可后来一查去发现 并不是这样 记载中 有植道 池道 这个池啊 是奔池的池 却见诸后赵 皱着眉头 低声说 汉书假山传 就说了 秦为迟道 于天下 东穷烟齐 南极无楚 江湖之上 滨海之关必至 道广五十步 三丈而树 后柱其外 银以金锥 树以轻松 说到这 他顿了顿才说 道宽五十步 且唯以树 还要修柱 藏着金锥 如果只是 如同如今 这般 直到修柱的话 完全不需要这样啊 诸后赵说着 这眼睛就 渐渐的亮了起来 虽有古籍言之 直到迟道 二者其异不同 但不曾查探 怎知实况啊 于是本宫就派人 前往查探 各处遗留的 迟道直到 张小公爷 听到这里 愣了一下 哦 有什么收获呀 嗨 收获大了 这熊孩子兴奋的 拉着张小公爷 就往里走 一边走 一边说 始皇帝 大秦 当年果然是大气啊 这一探查才知道 直到 只是如同 我朝的义道 而且他们 极为聪慧 好些直到 千年无草 命人查探 才知道 他们是以粗盐 炒熟土 然后覆盖上 于是 杂草不生 尽可达千年 哎哟 我去 这还真是一个新发现 张小公爷不由的 对熊孩子 竖起了大拇指 同时也感慨 始皇帝的大胆 毕竟秦代的生产力 可想而知 比大明可惨多了 在那个时代 拿出盐 这种贵重的物品 用去炒熟土 来注入 就这点上来说 始皇帝 那是真干得出来 而且调查后发现 迟到和直到 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张小公爷愣住了 怎么 迟到还有什么不同吗 很大的不同 诸后照提到这个 整个人变得兴奋无比 拉着张小公爷 就往前快步走去 我带你去看看就知道了 张小公爷有些莫名其妙的 这诸后照葫芦里 卖的是什么药啊 但随着他 拉着自己转过了几圈 从铸造丝出来之后 走到了一块空地上 张小公爷 那直接瞪大了 那双漂亮的桃花担缝 嘴里只冒出两个字来 卧槽 这熊孩子一听这两个字 挠了挠头 嗯 虎哥 这卧槽是什么意思 嗯 就是感慨一下 张小公爷望着面前的 两条轨道 还有轨道上面的马车 不由得有些发愣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 火车呀 还是叫轨道马车呀 一时间 他居然也不知道 这玩意儿该怎么叫了 是啊 本宫出之此事时 也是卧槽啊 张小公爷翻了个白眼 嗯 这话你就别学了 这熊孩子是撇了撇嘴 魂不在意 秦迟到 探查之后 发现了许多木料 木条 那都没腐朽呢 说着 诸后照顿了顿 而且还有些许杂物 可以大致拼凑出 十轮车 车前有车员 这就说明 这车是用驼马而行的 说到这里 熊孩子目光灼灼的 走到了这怪异的 铁轨马车前面 深情的抚摸上去 再看史籍 史皇帝大秦不断征伐 多次用兵 而且兵员极多 这梁末究竟是如何运往军中 毕竟如果是人马驮走 耗费巨大 而且耗时还长 如此看来 史皇帝的大秦军梁末运底之谜 就是他了 在熊孩子的带领下 小公爷看了一圈 他从多处秦旧迟道上 找来的遗物 总算是看了一个大概 这迟道和直道 一直都以为是同一个东西 但这刨根究底的熊孩子 很快就发现了 这两者的不同 迟道的五十步 正好是双马可并行的大小 如果作为一道使用 却不合理 而如此规模的迟道中 发现了残留 或是沉积下来的原木 它们是被毛损定接在了木板上 形成了一条条的轨道 这又符合了古籍上记载的 后住其外引以金锥 为什么要后住其外引以金锥呢 这就是为了筑起这条轨道 被发现的废弃的 还没有腐朽的十轮板车 和车前的车员 都无声地说明了它的用法 这简单说 就是专属于运送物资粮末的 而并非行军的 行军的路线 则采用的是直道 就是用那些盐炒熟土 又重新覆盖下去 导致不再长草的直道 那些是日常行军往来所用 但运送物资 则是采用的迟道 这就是秦代版本的货运专线 张小公爷这心里苦笑 果然呢 一个熊孩子不可怕 一个聪明的熊孩子 而且还拥有着巨大能量的 聪明的熊孩子 才是可怕的 就比如这位诸侯赵 秦朝时的工匠 果然厉害 本宫就让人仔细研究了一番 发现其钉板都是极为讲究的 诸侯赵对于自己的发现 很是兴奋 底层板木 相隔间距 正好是马踏空隙 说着 诸侯赵两眼放光 也就是说 战马每踏出一步 都正好踩踏在板木上 如此一来 驼马则不敢烧歇 迟到军书 可快迟到数倍 再重也多了数倍 诸侯赵说到这儿顿了顿 悠悠地说 大秦工匠 奇才呀 欲吃虎并没有说话 而是走到了那辆 停放在铁轨上的马车边上 默默地观察起来 这马车的车厢是特制的 有着三对车轮 大约两丈有余 车厢为钢铁骨架 扶以硬木为板 顶部可以开合 车轮很特殊 外宽可扣在铁轨上 那里则是多出一截 卡在铁轨上 这就和现代的 老式火车轮毂极为相似 而前面比较特别的是 有车夫赶车的位置 打开车门往里看 上面还有个杆子 似乎是用来减速刹车的 有铁轨负重 此车双马之下 可载八十弹 诸侯赵两眼放光 走到了这马车前 黑黑地笑着说 咱们如今的意道 车马行马车 一个时辰三十里 而此车满载 可一个时辰达五十里 跑上四五个时辰 都不是问题 张小工也呼出一口气 这已经算是了不得的速度了 毕竟驼马那可不是战马 即便是战马保持匀速 在泥路上飞驰 一天跑八百里 那已经是了不得的了 战马毕竟还是生灵 他也会累啊 也是需要休息换马的 而驼马以匀速行进的话 在老旧的泥路上的石速 能够达到十里 那已经算是不错的好马了 大多数商骨都会爱惜马力 一日顶多是行进二百多里 就会停下来 新市的水泥板路上 这种情况就得到了巨大的改观 一个时辰满载之下 跑三十里 已经是让无数人很是惊艳了 载重直接多了二十弹 而速度提高了十五里 本宫佐马 此可仿于各地驿站 显然诸侯赵的思维是彻底放飞了 每五十里驿站 百里为一亿 换马 马夫可保证马速 如果遇到紧急情况 可日夜飞驰 一日夜可跑五百多里 边关有事军输粮末 也不会超过数日就可抵达 说着诸侯赵双眼放光 还可运兵 战马 军械等等 也只需数日就可抵达 平日里可以用作货物人员军输 如此车马 自然比外间的要快上许多 这不是火车的作用吗 张小公也目瞪口呆了 这熊孩子的脑子赚得可真快啊 此事虽是大好 但线下直接开箭 却是不易啊 熊孩子倒是没有反驳这点 他也知道这事的成本到底有多大 现在这一截的铁轨 不过是不到三里地 花费的银子已经是近千两之多了 虽然这是实验性质的建造 但即便是大量产出 那成本也低不了啊 即便是二三十辆银子一里地 那也是足够可怕了 毕竟相较起直到的修筑 这直接高出了十倍的成本啊 再说了 这上哪找那么多的马匹 沿途等车辆过去换呢 沿途站点的营造 人手 养马的成本 这些可都是要钱的呀 这成本算下来又得多少钱呢 直白地说 就是四个字 投资巨大 如果还要加四个字的话 那就是回本太慢 各家薰贵商股商帮们 自不必想了 现在直到方面的修造 虽然已经开始盈利 然而这成本还没收回来呢 而且各家现在铺开的摊子 也很大 每年的盈利是不少 但是要砸钱的地方 那也多呀 邦邦邦 张小公爷踩了几脚 这地上的铁轨 疑惑地说 纯金刚所知的 朱厚昭一听这话 一脸的高兴 放下了想法 点头说 啊 是啊 本宫翻了好多古籍 让铸造司的大将们 反复试了百多次 才试出来的 张小公爷顿时 对诸侯赵 肃然起敬了 他没想到 这位太子 居然会这么上心呢 甚至都将这金刚 都给炼出来了 而且明显 这已经比之前的 铜钢合金 更为坚硬 更有弹性 殿下长大了 这金刚 恐怕是耗费了 殿下不少精神吧 被小公爷这么一夸 这太子顿时 露出了狗牙爆出 就见他插着腰 哇哈哈地笑着 哈哈哈哈 那是必须的 本宫出手 岂能空手而回 这金刚耗费了 本宫好些时日 几乎是日夜不断地 在世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405集 太子诸侯赵接着说 父皇就是个小气鬼 不过烧点材料 就骂本宫 小公爷一听这话 不由得一愣 正好 张勇这个时候进来了 于是便打着眼色过去 张勇见状 不由得苦笑作意 小公爷啊 您是不知道啊 太子这段时间 烧掉的材料 都计5000两了 小公爷点了点头 这就难怪 红治皇帝心疼啊 5000两啊 这可不是五两 五十两 5000两 足足可以在京师 买下数百亩的好地了 这孩子玩上些许时日 就把这银子给烧没了 红治皇帝不心疼才怪呢 没有一把掐死他的儿子 那就不错了 别担心 此事我亲自去和陛下说 大明朝的这些人不知道 张小公爷怎么能不知道呢 要做科研实验 这本来就是要烧钱的 那是要大把大把的烧钱 尤其是诸后赵 这种材料学的研究 那银子简直就是水一样的 哗哗哗的往外泼洒 张小公爷上辈子 可是接触过这一类做科研的 知道玩科研实验 这个到底有多少钱 一些小小的材料 你看着不起眼 甚至还没听说过 然而这市价 比黄金不知道高了多少倍 比钻石也不知道高了多少倍 甚至有些材料 那不是有钱就能买的 还得等 得找 一部分的材料采购的的时候 那都不是按刻算的 那是按微刻算的 一微刻 那就是百万分之一刻呀 如果按照一刻出售 那么这一刻的价格 就得飙升到上亿美元 刚开始知道这个事的时候 张小公爷那是目瞪口呆 实验室里的东西 看似随便摆放着的材料 说不准 那就是什么天价的玩意儿 只是你这金刚有多借硬啊 张小公爷对此很好奇 用脚踩着这铁轨 对着诸侯赵问 必须坚硬啊 而且本宫打造了几副铠甲刀剑 都很好用的 顿了顿 诸侯赵微微眯起眼睛 拉过张小公爷轻声道 做炮应该也好用 张小公爷 眯起了那双桃花担放 他现在想的 却不是直接用来做炮 能攥开之前我们所用的 那种炮的炮糖吗 诸侯赵一听这话 不由得一愣 随后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嗯 能啊 特别简单 张小公爷一听这话 先是低头沉思了一会儿 随后一摆手 走 我们到铸造图丝去 诸侯赵有点莫名其妙 但还是老实地点头跟了上去 铸造图丝 是各部大将们 要造新玩意之前 都会来的地方 各部需要联合起来 包括了铸造 锻造等丝 统一进行规划绘图 然后先造出小模具 再讨论修正 最后才会进入正式的铸造 这是张小公爷 在之前军械营造局 刚刚建立的时候 立下的规矩 现在所有的将人们都习惯了 他们也发现了这么干的好处 这样首先就极大的避免了浪费 其次还缩短了很多时间 铸造图丝里 守门的君族 见到张小公爷过来 不由得激动地行礼 这是前国防军里 老秦地方出来的君族 随张小公爷去过岳北 打过打打 回来之后 因为立下功勋升职了 被调到这里来 总说好 小公爷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 嗯 好好干 回头申报考个军事学院 勃杀一个前程出来 是 带着诸后赵 进入铸造图丝 小公爷沉颜泪一块 拿过木条 开始在沙盘上画了起来 小公爷想做的 不是用金刚来制作火炮 而是另一种模式 线塘炮 熊孩子虽然熊 但在这种事情上 他不会说大话 这些金刚的硬度 高于原本火炮材料的话 那么他们就可以用于 手工切割糖线了 手工切割糖线 其实奥秘也没那么深 甚至这个时候 欧洲已经出现了 献糖枪了 最早克制糖线的国家 应该是意大利 因为1476年的 一份文献目录 在有 带有螺旋槽枪管的火器 而他所描述的 螺旋槽枪管 很明显指的就是 枪的糖线 但是被记载用于实战的 却是丹麦 克里斯秦四世 也就是1577年 到1648年之间 他们曾在军事上 应用这种枪系 而且这应该是真的 因为英国的博物馆 保存着一支 丹麦1611年制造的来福枪 可这个时候 多数献糖枪 那都是停留于实验阶段 他们不断地 对糖线的多寡深浅 进行射击实验 却从来没有将 线糖枪用于装备实战 或许是那个时候 华糖枪已经能包打天下了 直到后来 美国脱离英国的战争爆发 当时的美国人 用线糖枪 把英国人揍得满头包啊 这个时候 欧洲才惊绝了 线糖枪对于战争的影响 于是才开始大面积的换装 而无论是枪糖线 还是炮糖线 要制作起来 其实也并不难 美国殖民时期 很多人就是自己造枪的 他们采用的 就是手工糖线拉刀 只是做起来比较麻烦而已 再说回现实 刷刷刷 张小公爷先是在砂盘上 画下了草稿 然后让诸后照 画在草纸上 很快 一门特殊的火炮 还有炮糖横切面 就被画了出来 诸后照愣愣地 看着这门炮的结构 感觉有些莫名其妙 上面一根根 略带弯曲的凹克线 那是干嘛的呀 玩过陀螺没有 看着诸后照一脸懵逼 张小公爷瞬间找到了 现代人的优越感 诸后照则是傻呵呵地 点了点头 这不是玩耍器具吗 陀螺旋转起来的时候 转得越快 他的原心就越集中 你注意到这点了吗 张小公爷这话一出 诸后照猛的一个机灵 就跳起来对着张勇说 快 快给本宫找来一个陀螺来 现在就要 张勇是一脸苦逼呀 这临时临急的 上哪给你找陀螺呀 然而看着自家太子 这副德行 张勇也只能是应一声 匆匆下去 好在这里距离生活去不远 大将们家里的孩子 总有拿陀螺当玩具的 没一会儿 张勇还真就找来了 诸后照很久没玩过了 就让张勇抽一个陀螺 啪 张勇没犹豫 直接一边子就把陀螺抽得转了起来 诸后照着急的在边上上蹿下跳 哎 不够快 再快点 老张 再快点 张勇还能怎么样啊 只能是咬着牙 啪啪啪的抽着 随着陀螺越转越快 诸后照仔细观察了一会儿 才点了点头 哦 确实是这样啊 陀螺越快 则越稳 虎哥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哪知道怎么会这样啊 张小工也是一脸郁闷 我又不是百科全书 这玩意儿涉及到的 是离心力这一类的东西 那可不是我研究的 我只是发现了这个情况 但为什么会这样 还需要你自行探究 嗯 既然解答不了 那就让这熊孩子自行探究去 为什么剑之上会有剑语啊 张小工也不等熊孩子继续发问 就继续说道 因为古人虽不知此招 却隐约发现此理 诸后照听着张小工爷这么说 拉着他又飞快地奔向了靶场 可怜的张勇还得帮着小工爷找来弓箭 对着靶子就是嗡嗡嗡地射出了好几箭 那只箭上还专门做了标记 找回来一瞅 果然是飞出去之后旋转了好几圈 炮塘中之凹陷 目的就在于此 回到了铸造图司 张小工爷就开始画炮弹图 既然塘线画出来了 而且现在有工具可以实现 那么锥形炮弹 自然要比原形炮弹 要符合空气动力学 炮弹是锥形的 我们可以参照建筑 建筑细长锐利 就是为了更好的破空 张小工爷肯定没法解释 什么是空气动力学 流体力学 只能是用其他的举例 还有陀螺 点在一点上 则力量集中 说着张小工爷已经拿着笔 画出了现代的子弹 炮弹的形状 欠抠着弹头的部分 狭窄的正好能够塞入炮堂中 那这 这怎么点火呀 诸后照看着直接傻眼了 张小工爷沉淫了一会儿 则是在炮弹尾部夹了一个眼儿 轻声说道 这里可以塞进一条碾子 炮弹后方采取加厚 这是唐线刮刀 我问殿下是否能够切割炮管的原因 就在于此 张小工爷现在则是开始画出炮堂的 唐线刮刀 心里叹气 幸好参观过枪械博物馆 那里展示的 有早期美利坚殖民者们 自制的简陋的手工唐线刮刀 还有小口径火炮的炮堂唐线刮刀 不过是一块儿 整幅火炮的形状 横切面 炮堂刮刀等等 都被陆陆续续的画了出来 虽然看着很简陋 但这并不妨碍在小工爷的解释下 让诸后赵等人看懂 于是诸后赵越看着结构 配件 就对张小工爷设计的这种火炮 了然于心了 更新式的这种火炮 采取的是后堂装炮制 在火炮的尾部 有一个炮栓 整枚炮弹会被塞入炮堂后部 炮栓则是有一个小小的缺口 可以让碾子伸出来 在炮栓外被点燃 若是如此 则第二炮开炮可就快多了 诸后赵看着这火炮两眼放光 嘴里呢喃着说 而且过热的问题 也能够解决大半 小工爷一听这话 不由得对诸后赵刮目相看 这位太子殿下 对于火炮的研究果然不浅 一眼就看出了 换装这种火炮后的好处 甚至他开始拿过纸笔来 低头勾勒着什么 张小工爷凑近一看 不由得傻眼了 这孩子居然比划了一下 张小工爷画出的唐线刮刀 然后开始设计枪管的唐线刮刀了 既然能在炮塘刮线 自然也能在枪塘里刮线了 却见诸后赵两眼放光 低头呢喃着 如果能够制作出来 装弹射击能够更快上好线 如果准头更好的话 可以再射得远线 弓弩手几乎就可以淘汰了 说到这儿 诸后赵自己顿了顿 飞快地摇头 嗯 不 是整个军武都得换装 诸后赵说着 自己都开始陷入了略微癫狂的状态 张小工爷深深地呼出一口气 走到了他的身边 沉声说 不仅是如此 若是此举铺开 整个国朝对于军武的控制力度会更大 诸后赵猛地抬起头来 望着张小工爷愣了一下 随即狠狠地点了点头 此时的熊孩子已经不是无下阿蒙了 张小工爷这一提醒 他自然是想到了这么干 对于帝国对于皇室的好处 只要牢牢地把握住军械营造局 所有的炮弹枪弹全都由此出产 下面的军武装备的枪炮越多 岂非是帝国皇家的控制力 就越大嘛 毕竟火药这玩意儿 他们可无法自产呢 炮弹枪弹他们 那也是无法自产 这种情况下 他们如何造反呢 难道是用血肉之躯 去硬扛枪炮啊 只要不是被逼得走投无路 相信没有几个人 会疯狂到这么去干 所以只要掌握住这一项 几乎就能够控制住 整个军武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406集 诶 等会儿 等会儿 诸侧后照望着这些图纸愣了一会儿 随后按着图纸说 如果这么造炮的话 那重量是不是能够降下许多呀 张小公爷一听这话 不由得一愣 他倒是真没想过这个问题 他只是按照自己曾建过的古炮 去画出这些炮的模样 说实话呀 如果现在提到火炮的话 他的了解 还未必就有诸侯照来得更深 毕竟他当时不是惊严火炮啊 然而自从火炮被造出来之后 熊孩子几乎 那就是一心地趴在火炮上 没有挪开过 两相比较之下 日久天长 自然熊孩子对火炮的了解 比张小公爷胜了不止一筹啊 嗯 不成不成 本宫得盯着大将们 先做出一批枪管来 诸侯照已经开始磨掌了 这倒是跟他们家后来的 那位木匠皇帝朱游孝 比较相似 张小公爷此时充分地发挥了 他现代发达后的风范 那就是甩手掌柜 直接丢下对着土纸 咬牙切齿的诸侯照 带着人一溜烟的就跑了 再说军部 现在正研究派哪支国防军 随张小公爷前往滇南呢 内阁则是在琢磨 到底是用什么理由 把张小公爷给派过去 总督三省啊 毕竟滇南现在没事啊 如果无缘无故地 把张小公爷派过去 那岂不是暴露镇压的意图吗 而洪志皇帝忧心的 则是如何安置穆王府 自从李福达的讯息传递过来之后 调查局就开始疯狂地 在滇南地区布县 他们很快发现 当地的部族的确有所异动 但对方藏得很深 而且极为警惕 不好查探 倒是穆王府没有问题 相反 穆王府似乎也发现了不足的异动 快马给洪志皇帝上了好几封密奏 说明了滇南有情况 张成 穆王府果然没有任何牵涉吗 洪志皇帝还是有些不放心的 对着张成问道 这是在御书坊里的会议 洪志皇帝现在已经习惯了 在御书坊里面问证 大多数的时候 早朝只是走个过场 各部除非是要互相沟通的事宜 否则多数那都是等着早朝散了 然后各自回去办公 有重要事物 他们会先到暖阁里找内阁商议 如果内阁无法决定 又比较紧急的话 就会一并来见洪志皇帝 回陛下的话 内臣动用了好多庄子探查 确认穆王府不曾参与到此事中 就见张成功身作义 功功敬敬地答复道 倒是春成府 部分位所似乎掺和其中 穆王府对此已有发泄和防备 此番里逆所言并非空穴来风 留见李东阳谢迁三个人文言 脸色也都不太好看 这还真是按下葫芦起了瓢啊 达达这边刚定 边军还不能抽回 同时还得准备着安抚一番 达达火斎那边 慢慢地促进双方融合 消化掉草原的势力 朵延三部如今老实点了 可女侄那边那却没那么老实 火斎这边内附后 朵延三位如何处理 就该提升日程了 像以前那样自由泛滥 肯定不行 火斎可以作为一个样板 融入进来 然后就看朵延三位 懂不懂事了 这要懂事的话 给他们各部一个侯爵 甚至公爷的爵位 倒也不是不行 要是还不懂事 在这件事上装死的话 那就说不得 就得国防军 往边境走一遭了 不如用剿匪的名义 谢迁沉吟了一会儿 提出了这句 说完他自己脸都红了 剿匪这个借口 现在谁还能信呢 陈建议 还是照狱吃虎到狱前 听听他的意见吧 刘建琢磨了半赏 还是觉着没有什么好借口 就那小子鬼竹一多 不如听听他的意思是什么 刚刚在学馆里面 收拾了那些熏贵仔子们一遍 身心舒畅的张孝公爷 才回到陶林 就看到萧敬这老家伙 是笑吟吟的 在等着自己 心下是不由叹气呀 肯定是那个狗皇帝 和那些个内阁老东西 又有搞不定的事儿的 无论是洪志皇帝 还是内阁三阁老 甚至诸步的上书们 其实都很强很厉害 但他们最大的问题是 时代局限和思维固化 他们感受到了大明 正在进入激烈的变革期 但他们如今的思维 却没有跟上这种变革 就如同后世改革初期 好些时候的争论 在改革顺畅的数十年之后 看起来是非常可笑的 然而在当时 却是生死之事啊 脱离时代局限 去诟病这些事 实际上就是耍流氓 张小公爷收拾了一番之后 便乘上马车 随着萧靖入宫去了 妙安小福宝和 足利贺碧眼猫 自然是在这个时候跟上 公子 陛下这次找您过去 又是什么事儿啊 妙安在马车里 一把搂住了小公爷的手 眨巴着杏眼 翘生生地问 张小公爷一听这话 不由得翻了一个漂亮的白眼 我这都没进宫呢 我上哪知道去 怕是滇难之事 有些许事宜 需要公子出面 倒是足利贺那双闭眼 微微一转 也是搂住了 张小公爷的另一只手 顿时 可怜血气方刚的 御尸虎张小公爷 那俊俏的鹅蛋面 蹭得一下就红了 老子练个毛童子功啊 张小公爷那是悲愤莫名 尤其他们两个 这是波涛汹涌啊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这又袭来了 使得可怜的张小公爷 那心里是一片狂风暴雨 深深太平洋底 深深伤心 公子 你发烧了 脸怎么这么红啊 妙安似乎感觉到 自家公子的异样 抬起头来担心地问 老子不是发烧 是发骚啊 我 我没事 几乎是咬牙切齿地 从牙缝里 蹦出这几个字 察觉到什么的足利贺 则是痴痴地笑着 那双魅惑的闭眼 眨巴眨巴地望向小公爷 公子 要是不舒坦和他吃药啊 耽误不得 妙安倒是着急了 就要起身 去叫婴子停车 却被张小公爷一把拉住 哎 我真没事 放心吧 我是病了 但你们才是医我的药啊 我需要吃药 那就是要吃你们 可我还不能吃 这叫什么事啊 吃吃吃 夫君没事 他呀 是心火过旺 是不是 足利贺这小妖精 这嘴上说着 还眨巴着水汪汪的闭眼 故意蹭了蹭小公爷 顿时小公爷的心肝 又是哆嗦了几下 背齿几乎都要咬碎了 点点头 悲愤无比地说 确实如此 姐姐回去 给我包些茶来便是 足利小姐姐 你给我等着 欲吃虎很生气 等我神功大成出关之时 哈哈 真的 可怜的妙安 虽然知道男女之事 可他毕竟没有足利贺这般 有老嬷嬷教授啊 他哪里知道 自家公子现在 只是拴住心园 才能不怒 其他们这二马 足利贺憋笑憋得好辛苦 张小公也很生气 也很无奈 妙安只感到了 有什么不对劲 却又不知道 哪里不对劲 马车一行 很快到了宫门前 萧静亮出了腰牌 带着小公爷 进了大内 妙安足利贺二女赵丽 是去两宫处的 张小公爷 则是被领到了 御书房里 没了妙安足利贺的干扰 小公爷总算是 可以静下心来 思考入宫一事的 诚如祖利贺所言 估计这入宫 就是为了颠难一事 国朝需要师出有名 而且又不能打草惊蛇 红治皇帝和内阁三阁老 如果说行政 必然是好手 如果说朝堂争斗 估计三五个小公爷在一块 那也不是个 上去就是被人灭掉的命 所以他迄今 都不考虑上朝堂 顶多就是在军部里面私混 甚至连军部 他都不想多去 可别惹这群老狐狸呀 先猥琐一波再说 等老子的学生们 占满朝堂 你们这些老家伙 也大多被熬死了 到了那会儿 我还怕个屁呀 得穿老乌龟 最终取胜的方法是什么呀 毫无疑问 就俩字 猥琐 然而 这些老狐狸们虽然很牛 但遇到这事 还是一筹莫展 毕竟他们仨 全都没有在地方上待的经验 要他们着眼政局 朝堂大局 这个可以琢磨一下 但要让他们具体处理 地方的问题 他们顿时就头疼了 这也是大明 前灯进士 后入汉林 再之后 逐步入诸部 再入内阁的坏处 那是完全脱离了 地方行政 这样的话 他们是无法去 详知地方情况的 甚至内阁制定的 某些国策 几乎是脱离了 地方实际的 琢磨了一番之后 御书房 已经是遥遥在望了 来到御书房 小太监赶紧小碎步 入内通报 然后出来宣 张小公爷入内觐见 蝉张伦 一进来 张小公爷还没来得及行礼呢 就被洪志皇帝白手打断了 哎呀得了 你这皮懒小子 就别和朕这装相了 让你来 不是为了让你行礼的 张小公爷撇了撇嘴 但还是顺势起来了 抬头一看 果然内阁这三个老家伙全都在 还有调查局张成 一众人盯着自己 开口就笑 真是脸上笑眯眯 不是好东西 礼下于忍者 必是有所求啊 当然了 这句话只是心理活动 老狐狐狸们的度量 可未必有这么大 万一惦记上了 那不就麻烦了吗 咱可不怕事 可也没有必要惹事啊 滇难一事 你也知道 如今国朝需要一个理由 出兵滇难 洪志皇帝站起来 点着张小公爷说 你去说说 用何理由是好啊 小公爷虽然猜到了 是滇难的事 但没有想到 居然是让他来找借口的 当下不由得叹气作意 陛下呀 这不是应当是 内阁诸位阁老的事吗 小子哪怕是算下来 也是军部那边的人啊 又不是朝堂的诸臣 三大学士黑黑一笑 极为默契地 把脸别到一边去装死 装听不到 妈的 这三个不要脸的老东西 吃会儿啊 你也是朕的臣子 你现在还是国朝的伯爷呢 为国朝出力 不是理所应当吗 洪志皇帝一瞪眼 戏哼哼地说 知道你这臭小子的脾气 独意赶快出 出得好了 朕自然不会亏了你的 呸 我才不傻呢 陛下 那您先说好 到底赏赐什么吧 张小公也很是光棍的望着 洪志皇帝 不能就丢点宝钞 就把小子打发了吧 三大学士一听这话 顿时面皮胀红 敢于勒索当朝皇帝 恐怕也就这臭小子了 其他人 哪怕是他们仨 也不敢这么干呢 嗯 要是说得好 朕赐你二百金币 洪志皇帝也是个抠门的 估计那也是穷怕了 在花钱这事上 洪志皇帝还是很节制的 五百 臭小子 你疯了 有多三百 三百五 小子这是动脑 这本该是内阁的活 凭什么小子要干呢 三百八十金币 这是最多的了 再跟朕讨价还价 朕就扣你在宫里 黑朕下半个月的旗 洪志皇帝顿了顿 似乎觉着下不住 赶紧再加码 每天都让你吃光露寺的饭 都进军操练 再每日抄永乐大典三万字 哎我去 你个狗皇帝呀 你好毒啊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四百零七集 张小公爷无比的悲愤 气得浑身哆嗦 再加五个金币 成交 洪志皇帝一琢磨 这心不甘情不愿的 也不是个事啊 于是赶紧一摆手 给吃活上座 上茶 张小公爷 这才脸色好了些 够皇帝总算是 有点良心呢 心里琢磨着 回去少揍他儿子两顿 出发前揍他三顿好了 其实 陛下与各位阁老大人 根本就不必有心 张小公爷撇了撇嘴说 国防军在越北前州 都有驻军 当地卫所 不是已然撤边了吗 尤其是前州 与滇南极其相似 国防军与前州兵署 完全可以调往滇南 洪志皇帝一听这话 叹气说 哎呀 此事这也知道 可京中军武呢 若不经战阵 如何练兵啊 这话说的 张小公爷哈哈一笑 站起身来 攻身做一道 哈哈 倒是无妨 前州军武抽调入滇南后 可将越北军武 移防到前州 京中军武 再移到越北 顿了顿 张小公爷望着 洪志皇帝轻声说 陛下别忘了 金陵 滇南等地 还需打理呢 洪志皇帝一听这话 脸色猛然变了变 然后沉重地点了点头 嗯 臣建议 此番调兵 先不必着急 张小公爷沉眼了一会儿 微微躬身做一 继续说 摸清滇南情况 才是重点 洪志皇帝听完这话 则是转头望向张成 张成见状 苦笑着坐一 攻身道 哎 我也 非咱家不想摸清情况啊 实在是滇南诸部族 防备极深 许多内情 根本无法摸偷啊 顿了顿 张成轻叹道 哎 咱家又恐太过急切 打草惊蛇 于是 也不敢动作太大 这倒是可以理解 毕竟吃过亏了 他们还不知道防备 那就是傻子 陛下成功 小子倒是有人选二者 可以前往负责此事 洪志皇帝一听这话 不由得缓缓站起身来 好奇地说 哦 何人可往啊 倒是李东阳脑子一转 随即笑了 陛下可是忘了 那位曾入宫拜业的弥鲁吗 一听这话 洪志皇帝瞬间恍然 他怎么就把那位 如此强悍的蛮女 给抛住脑后了呢 如果说到西南区域 京师里有谁最熟悉的话 无疑就是他了 且要是再延到 谁更合适 前往收集滇南讯息 熟悉滇南诸部的话 还得试探 还有一位是谁啊 弥鲁此女 洪志皇帝 认为是可以的 但另外的一个是谁 他却想不出来 浅州田氏之女 田磊 张小公也笑颜吟地 望着洪志皇帝 又看了一眼三大学士 此事若专托一人 则偏听之下 难免疏漏 若是二者机网 则可互为印证 这话说得在理 洪志皇帝欣赏地望着小公爷 随后对着张成说 张成 你可听到了 内臣听到了 明日 内臣便亲往之 张成攻身作医 随后又对着张小公爷 感激地拱了拱手 此事既然是解决了 洪志皇帝倒也没有含糊 直接让萧静取来了 385个金币 还给张小公爷赏了一块田黄章 臣谢陛下龙恩 那是真心感谢呀 这狗皇帝难得是真掏了钱呢 就冲这个 回去也不用总揍他儿子了 去吧去吧 朕就没见过如此 势财如命的人 刚刚掏了钱的洪志皇帝 明显心情很不好 他甚至都不看那箱金币 那是肉堂啊 那可都是朕的金子啊 谢陛下 小子告退 既然好处都拿了 自然是赶紧跑路了 后宫那边 则是宵敬让人去通知 带上二女 小公爷便乘着马车 回到了桃林 回到家的时候 已经是傍晚时分 在和众女吃过晚饭之后 张小公爷就让田磊 米鲁二女 到自己的草炉里续话 嗯 这些时日 在草炉里过的 可有不是 即便是把上辈子算上 张小公爷 也极为缺乏 跟妹子打交道的经验 一堆上话 欲吃虎可就抓瞎了 公子 想必找我二人来 不是为了问这些话吧 米鲁那妖娆的 让人心弦不由自主的 会跟着他拨动啊 张小公爷轻叹 这婆娘可真是妖精啊 唉 好吧 我也不拐弯了 张小公爷望着他们两个 速容道 国朝需要你们回前州帮忙办事 这话说开了 也就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了 李福达是什么人 他传回了什么讯息 还有现在国朝的决定 张小公爷都轻声的 给他们二人说了一遍 最后轻声说 调查局张成成功 会随你们返回前州 望着他们二人 张小公爷轻声说 你们需要做的 就是协助他 收集些许续息 当然 我并非是要求你们这么做 此事 完全看你们二人的意愿 田磊还没说话呢 米鲁就微笑着轻声道 此事 你也是为我们好啊 怎么会心生不愿呢 自然是愿意的 张小公爷感慨的望着米鲁 这婆娘能够掀起 前州偌大的风波 那不是没原因的 田磊别看是田家出身 也算是有家学渊源 可跟米鲁这一对比 顿时那差的可不止一筹啊 他还没看出个一二三来呢 这米鲁已经是摸清路数了 明天成功会来草庐 具体情况 则由他亲自跟你们说明 话说到此 米鲁很识趣的 就要起声告辞 张小公爷则是沉眼泪一会儿 缓缓抬头轻声说 还有 腹部姐妹二人 随你们一同去吧 一听这话 米鲁站起来的身形 不由得顿了顿 随后极为恭敬地 对着小公爷激动地 行了一礼 轻声道 张蒙您看顾了 说完就领着 还在懵懂的铁垒 躬身告辞而去 起身将他们二人送出去 回到的屋里后 张小公爷对着 腹部二女轻声说道 知道我为什么 要让你们 随他们一起去乾州吗 扶桑家二女 从扶桑对着小公爷到大明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因此这大明话 说得也极为顺流 而且这日子过得也殊他无比 婢子不知 但婢子知道 一切只需听殿下的就是了 腹部二女 现在对于张小公爷 比之前更为的恭敬 原因很简单 在这里 他们真正的见识到了 什么叫做全市龙胜 与张小公爷相比 扶桑那叫什么呀 别说是他们俩的家族 就算是那些高高在上的大明 甚至将军 又能如何呢 对于大明而言 那也不过就是一辅之掌而已 那人穿的都是主甲 拿着主公 再骑着挨脚满一顿冲 那能叫打仗吗 那些大明 甚至将军住的地方 别说是和大明的皇宫相比 就是和草庐相比 那也比不上啊 这草庐呢 别看名字叫草庐 里面随便一个家伙事 那抽出来 扶桑的将军见了 那都得干颤呢 就比如公子踏前那枚 刘金错银 三宝飞鹤龙空雕 熏香金箍 那是大唐的鼓 就是在大明 这一枚金箍 没有五千两 完全是下不来 这要是到了扶桑 价钱至少逮翻三倍 别说是扶桑的大明了 就算是扶桑的将军 那也用不起啊 而且每天索然的香 他们可就更烧不起了 金箍里索然的枝香 那是以西教为主 服役蝉蝉锐龙脑 沙仪熏鹿 降针凤骨 等数十种香料 这香一钱 就得要四百两的白银 小公爷在家的时候 回家前 那都必须熏香 一个月下来 这香燃去数百两 那都是长事 只是这事 张小公爷自己可不知道 这些都是小周管家在负责 但伺候保护 小公爷的福布家的俩姐妹 哪能不知道啊 让你们去呢 一则是跟着他们二人 学些本事 以后也有个磅身 张小公爷轻声道 二则是厉些些功勋 有成功在 日后也好为你们 请一个出身呢 福布家二女一听这话 不由得身子一颤 随即乌叶着败下 千姬扶身在地 激动的浑身都在发颤 殿下 婢子 婢子就是我死 也难以报偿 殿下恩德 为他们正一个出身 这哪怕是他们父亲 都不曾为他们考虑过的事 随着小公爷 日久的他们 很清楚 如果得了功勋 有了告身 这完全就不一样了 那身份 可比他们的父亲 甚至普通的扶桑大名 都要尊贵 毕竟整个扶桑 能够得到大名正式封赏的 除了扶桑国王之外 那就是将军了 其余的大名 那屁风赏都没一个 那身份顶多就是在扶桑 能扯个虎皮 而这大名风赏的身份 可就不一样了 大名风赏的身份 不只是大名承认 而是周边的所有小国 乃至扶桑 那都得认账 唉 别哭别哭 此番前去多学东西 注意安全 张小公爷轻柔地 将这二女给搀扶起来 俊俏的脸上尽是温柔 不要轻易涉险 等我过去 他在安抚这二女的时候 米鲁和田磊 在内乡也是在聊此事 小公爷这是在为我们谋出路 给我们兜根底 田磊开始还有些伤心 甚至觉着 自己跟着张小公爷弃金 却依旧被打发回家了 在草炉里的地位 实在是一言难尽 米鲁见他这样 只能是苦笑着给他解释 你看 我之前的身份是女反贼 能够被保下来留条性命 家人无余 就算是不错的了 顿了顿 望着田磊轻叹道 唉 你田家也曾造反过 虽是时隔多年 到底身份不正啊 而且田家在钱州 也不过是略有根基罢了 出了钱州呢 田磊一听这话 不由得整个人暗淡下来 米鲁则是坐在他的身边 轻声说道 这里是京师 是大明的中心 小公爷是世袭英国公府的小公爷 是陛下最亲厚的薰臣子弟 是大明士林巧楚名士 更是诸家薰贵 帝国内裤 还有户部盈裤的财侍爷 如此多重的身份 怎么配他呀 田磊是一脸的气哀 我也知道 只是 只是他怎么能这么待我呢 说着就硬硬的要哭出声来 你呀 小公爷这是为我们好 米鲁恨铁不成钢的 点了点田磊的脑袋 那妖娆的身姿 让田磊都不由得愣了一下 这 这怎么还是为我们好了 不是让我们回钱州涉险吗 田磊顿时有些想不明白 米鲁俯着额头叹着气 只能把这件事掰开揉碎了 一点点的给田磊讲下去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408集 米鲁见田磊不明白 只能是把这事掰开揉碎了 给他讲 前周 他们二女身份不正 地位不高 若是论级 恐怕连草炉里的鸡武将 那都比不过呀 好歹鸡武将们 那出身是扶桑朱大明家 而且还入宫 给两宫阎武 得了封赏腰牌的 可他们二女有什么呀 张小宫爷如今这手 则是让他们有机会 为国朝立下功勋 有了功勋 他们又是女儿身 自然是两宫召见他二人了 国朝从来都是有功必赏 而且两宫和小宫爷亲厚 所以只要他们二人立下了功勋 这封赏怎么可能会少呢 到时候身份知识地位知识 可不就水到渠成了吗 至于危险 我们顶多是处于联络消息 找找寨子里的头人们问话而已 弥鲁笑眯眯地说 这能有什么危险呢 这危险的事情 恐怕成功也不至于 让我们俩做吧 天磊这才恍然大悟 张成可是随着他们 一起去前州的 人家张成是什么人呢 堂堂的调查局局长 手里有那卖命杀伐的汉子 何须他们两个女子去拼命啊 再说了 这不看僧面看佛面 张小宫爷的身份摆那 除非没辙 否则张成绝不至于 让他们两个陷入危险中 说得直白些 就是我们的身份 实际上就比杜金好点 弥鲁说到这儿 不由得苦笑 实际上田磊 才比较算是去杜金的吧 腹部两姐妹 那好歹学过一些隐蔽法门 而且知道一些探查的手段 而弥鲁自己 那更不用说了 如果说到造反路子 前州滇南的情况 还有人比他更熟悉吗 直白地说 就是弥鲁 能够起到的作用 大概是最大的 腹部两姐妹的作用 大概能起到一些 而田磊的话 大概能起到十分之一 那就不错了 而且这还得是在前州 出了前州 田家的影响力 也就那样 被弥鲁这么一分析 田磊总算是放下心来 唉 恐怕小公爷 也是给我们 选一条自己的路吧 弥鲁轻叹了一声 眼神有些暗淡 田磊听到这话 有些莫名其妙 弥鲁健壮 笑着点了把他的头 傻逆子 如果我们没有 国朝功勋的身份 自然是需要靠着 小公爷的招牌 这么一说 田磊顿时就明白了 如果真在此事上 立下了功勋 他们要回乾州去 那恐怕大把人 愿意跟他们结亲呢 如果他们要走的话 张小公爷会拦着他们吗 那显然是不会的 从这些日子里 他们就能够感知出来 张小公爷的这个做法 实际上是给了他们 另一条选项 要走 可以有其他的出路 不仅是在狱而归 还能够在乾州 人人抢着 风光大驾 姐姐 你会走吗 田磊其实不算笨 只是他并没有 弥鲁这样的经历 尽管田家 在他的这个时候 已经没落了 但烂船还有三斤钉呢 作为田家的小公主 自然避免了很多这种勾心斗角 走 我要是走了 才是傻子呢 弥鲁咯咯地笑着 点了一把田磊的脑袋 别说是乾州了 就是整个大明 能找出几个公子 这么俊俏的人呢 要是抛弃了公子 这么俊俏的身段 论身份论地位 论才学论文才 弥鲁心愿悠悠地说 整个大明 又哪里找得出第二个呀 唉 不见痴虎 终身物 但见痴虎 物终身呢 没几天 张成就来了 来了不止 还带来了两个大胖妇人 这两个妇人 一瞅就是练家子 手上的老简厚实 双目炯炯有神 汉朝的时候 有靠山腹 我朝内官 自然有鸡鸡女官了 看到张小公爷惊讶的模样 张成自得地笑了笑 只是他们不常出现 只是在宫中服侍两宫而已 张小公爷看着那几个身材胖大的女子 不由得点了点头 从他们的身形动作就能看出来 他们练的那是绝底之术 也就是相扑 说到绝底 作者再给大家科普一下 绝底最早的起源 大概能够追溯到皇帝大战吃油时期 数亿记记载 吃油布 以脚抵人 人墨能欲 这大概就是最早的绝底 而随着时代的发展 到了宋朝的时候 女性绝底作为娱乐项目 开始了 宋墨原初草窗先生所著的武林旧市 就在有萧三娘黑四妹 赛官所等当时的好手 宫廷中虽然有积极内奸 但也免不得贵人们有女官护持 再加上汉朝靠山赋的先例 又有民间绝底高手 于是宫廷中自然就开始出现了积极女官 实际上别说是宫廷了 因为大户人家里不能养内官 积极太监 所以他们首选的 自然也是这类女绝底好手 那院里凭日抬个重物啊 偶尔女眷出行 还能够护持安全呢 见过小公爷 这两个妇人看起来 也就是二十岁出头的样子 一看这身高是一米七上下呀 那真是高装肥大 哪怕是给小公爷行礼 那也是做的抱全礼 宫里听闻 你家里的两位姑娘要打前哨 就把他们二人给派出来了 张小公爷感慨着 两宫对自己还真是厚爱 随即就对着皇宫的方向 失礼感激了一番 其实小公爷知道两宫的用意 他们对张成不算熟悉 但他们从妙安祖利赫那里 很清楚的知道 小公爷对待身边女子的态度 这也算是给张成提个醒 这俩姑娘可不是一般的婢女 阿猫阿狗的 而且这同时 也是给弥鲁等二女安心 本宫都派人来保护你们安全了 那就说明了对你们的重视 好好为国朝办事就行 甚至张小公爷觉得 这是不是祖利赫小姐姐的手笔 毕竟这看起来的确很像她干的 张小公爷笑颜颜的给双方引荐了一番 然后就坐下来又介绍了一遍福布二姐妹 张成得知福布二姐妹居然是福桑仁者家族的人 不由得两眼放光啊 连到得多多交流 并且对张小公也感激的拱了拱手 双方很快的议定 明天准备一番 后天就正式出发 从朝白河访市乘货值汇的船出海 辗转越北再乘小船连夜赶赴乾州 随后在乾州停留不止一番 再看如何进入滇南进行查探 而张小公爷刚刚跟他们商定事宜 一身硝烟味的熊孩子猪后照 就风风火火的跑回来了 猪后照看起来整个脑袋跟鸡窝似的 头发乱糟糟的挂着 两只眼珠子红得跟兔子似的 一看就知道那是好几天都没睡觉了 身上的工匠服也是乌漆抹黑的一片 但整个人看起来却亢奋无比 扯着小公爷的手就往外走 这些日子本宫没日没夜的事 总算是成啊 成了 你把火炮炮弹都做成了 张小公爷瞪大了眼珠子 几乎是不敢相信 炮不能算是成了 毕竟铸炮太麻烦了 本宫先是把火枪改进的做成了 猪后照稀里哗啦的 拉着张小公爷跑了出去 甚至妙安足利贺都没来得及追出来 这一看草炉外面没马车 有的却是好几匹战马 那些个路过的人们目瞪口呆呀 今天是什么日子 平日里几乎不可能见着御尸虎的面 今天居然是没有乘坐马车 而是直接走出来了 然而也不等他们反应过来 那漂亮的御尸虎就被一位少年推着上马 随后在一群鸡武将看着彪悍的侍卫们的护士下 打着马隆隆隆的飞驰而去 三两下的就赶到了军械营造局 诸后赵这才开始给小公爷解释 现在他成功的是什么 自从那天小公爷跟他说完之后 诸后赵就全身心的扑在了这事上 整个营造局的工匠可全都归他调配 如今整个营造局铸造司 锻造司大将已经有一万多人 而且因为不断扩大的需求 他们干脆因河水上高出专门冲下特制的陶管道 带动大量水车 以便让更多的锻造司可以使用水利断锤 这点是张小公爷完全没想到的 华夏的这些古人可从来都不笨 一旦给他们开启一个缝隙 顿时就能给你无限的光明 本宫做了二百条枪管 然后又做了好些枪塘刮刀 熊孩子说到这事还是无比的兴奋 因为物件小 所以做起来也算是比较容易 又不用等待太久 铸造出来后很快的可以进入锻造环节 本来是按照虎哥你的说法 用人来拉刀 可下面的一个大将说 怎么不用水吹来办呢 说到这儿 诸侯赵一拍脑袋叹气说 哎呀本宫也是忙糊涂了 于是赶紧转成水锤来拉刀 这就快多了 随着诸侯赵的叙述 张小公爷大致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不得不说 熊孩子一旦对某件事情认真起来 那产生的行动力是极为可怕的 枪管刮刀生产出来后 还需要试枪管 弹壳倒是容易了 毕竟用枪管的材料就能够铸造出来 硬度厚度 大将们一上手 顿时就心里有数 先做好了钢定模子 然后倒入融化的铜水 脆活冷却 现在铸造出来的几个钢定模子 每个倒一次就能够拿出三十枚弹壳 弹头就更简单了 一样是钢定模子倒合金铜针 每个模子下来可以倒五十个弹头 装入弹药 用水锤的钳子压紧就行 炸了好些钱管啊 熊孩子说到这顿时心有余悸 还好铸造司这边不敢马活 否则得堆进去好几个人呢 不过呀 这次也算是值了 本宫造出来了 诸侯照说着 两只眼睛那都放光啊 那效果绝对能吓你一跳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409集 砰砰砰 一排枪响后 几个熟练的工匠 立即从坑里起身 咔嚓一下搬回火城 拉出枪栓 随后将一枚铜弹壳给装进去 撕开了铜弹壳尾部的纸壳 抽出碾子 然后再推到枪堂里 吹了一下火绳 确认火绳还燃烧着 这才钻到了坑里 拉动了扳机上挂着的绳索 砰砰砰 八十步外的重甲 轰轰轰的炸开了 一个个恐怖的炸穿痕迹 都无声地说明了弹头的威力 射击装填 倒再瞄准射击 不过是三驱止的时间 张小公爷现在其实是满心古怪 他实在是不知道 怎么形容现在的这把枪 如果说这是大明朝这个时代的枪 那铜弹壳枪栓螃蟹 这玩意儿怎么解释 可要说它是下一个时代的枪 可这火绳还挂在枪上呢 只能说这是一把混合式的古怪枪线 有点说现代不现代 说古代不古代的奇怪组合 偏偏他还瞅着似乎很合适 没看出哪里有什么不妥 甚至射击的间歇 比之前需要重新装填的火绳勾枪 那都强多了 炸了三百多条枪管啊 朱后赵说起来那眼角直抽抽 悠悠的说 本宫这是下了死力气了 张小宫也感慨的拍了拍熊孩子的肩膀 然后同情的看着那些个眼珠子通红的工匠们 看来他们这些日子 那也是没少遭罪啊 五十次勾拉最合适 再多就容易炸糖 精准也高不了多少 熊孩子很乐于跟张小宫也介绍自己的成果 可以打一千发弹 打多了枪管就不行了 张小宫也点了点头 就过去看那些被固定起来的重甲 这是目前大明治世的铠甲 张小宫也认为 这大概是目前最好的铠甲之一了 铠甲上现在被打穿了一个个的洞 而中间模拟人体部分的羊肉 则是被打得飞溅 铠甲的后方直接被打穿了 看起来停止作用力还不是很好 不过能做到这种程度已经非常不错了 碾压周边国家那完全没问题 火炮也做出了几门 但都是小型炮 诸后照说着 一把拉上张小宫也飞快地跑到了另一处试炮的场地 小宫也则是看着面前的这门炮 整个人呈现略傻的状态 炮尾部有炮塞 炮栓 拉开炮栓就能够将一枚枚 看着像放大版的铜壳子弹的炮弹给塞进去 再把炮给放平 然后才能把炮弹放在炮栓上 随后撕开铜壳尾部的纸壳 将碾子抽出来挂在炮栓上 随后推动炮栓 将炮弹塞进了炮堂内 这个时候才能够把炮调整角度进行瞄准 痛痛痛 哄哄哄 这火炮虽然是变成了小型的 但显然射程更远 杀伤力更强了 远远的那座夯土薄砖墙 轰隆一下就被炸开了一道口子 哎 果然还是不成啊 一寸半的炮 威力还是差了点 朱后赵望着那城墙悠悠地叹气 这只是朱后赵实验性做出来的 之前有纸包装弹的经验 于是流控和中间部分做的其实相差不大 只是弹壳没有达到现代那么薄 考虑到时代的局限性 能做成这样已经非常不错了 五千杆枪 一万发炮弹能做多久 张小公也呼出一口气 任何一种武器没有经过战场上的检验 终究是纸上谈兵 朱后赵一听这话愣了一下 随即赶紧说道 嗯 五天 模具都有 大将们都能做了 第一批做出来是最困难的 毕竟需要制作模具 然后再用模具断压出工具 最后还得用工具来制作成品 还得不断地试 不断地调整 头一批枪管炸糖损坏了九成 现在最终的成品只有不到三十根枪管 一半多都是在钻孔次数中给消耗了 还有是在试枪中炸糖 损耗不可谓不大 国防军一部 先装备一批 再做一批 我带去滇南试枪 对于张小公爷的这个提议 朱后赵倒是没反对 本宫再做几枚一寸半的旗炮 虎哥 你带去试试手 看着一脸认真的朱后赵 张小公爷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辛苦 天不怕地不怕的朱后赵 这一会儿确实鼻头一酸 耿着脖子看着张小公爷说 虎哥 你可答应过本宫的 将来要带本宫上战场 一定 但这带需要一个合适的机会 现在肯定不成 再说第二天 朝堂接到滇南八百里急报 十数日前大里大雷雨 节仓白石二溪水长 飘末居民五百七十余所 一道断绝 不知其灾情 滇南不正史司 急请国朝政府 还担任着户部尚书的寺中 可就挨叹了 老夫怎么命这么苦啊 眼看就要退休了 要进元老院了 还整出这档子事来 也就在这个档口 张小公爷悄然地将 福部姐妹 弥鲁等人 还有张成一起送出了京师 夜晚的朝白河凉风袭袭 这处码头是调查局专用的码头 边上一大片的荒地 是刻意留着的 岸上的芦苇 将这处小小的码头隐蔽了起来 从外面完全看不到里面的情况 也因为隐蔽 所以只能是乘坐小船离开 朝白河上会有货植会的船 在等着他们 到时候他们换上大船出发就行 注意安全 一切小心 张小公爷对着四女点了点头 随后目送着他们登上的小船 缓缓离开了 福部两姐妹在船上 对着小公爷恭敬地 行了一个大礼 芈鲁则是默默地望着小公爷 没有言语 田磊和芈鲁并肩站在一起 望着张小公爷沉默不语 缓缓地吐出一口气 张小公爷目送他们离开 很快 我们就会见面的 朝堂经过激烈的讨论 刚刚决定从越北采购米粮 调集后通过乾州运往滇南镇栽 也就在此时滇南再次急报 出报后数日十日内 滇南各处与世见大 河川水都是暴涨 春城 安宁 城贡 晋宁等州县 多处都是遭到水淹 多个州府异道中断不知其情 有闻白莲趁灾作乱 更有流民来报 沿道多处贼寇趁灾抢掠 同时也传出 有当地部族 趁机作乱 已然是有乱象之态 顿时朝堂上下是乱成一片呢 这可就不能忍了 万一真有人趁着这次大灾 闹成流寇怎么办呢 然而洪志皇帝却很淡定 只是命各部尚书内阁 拟定一个章程出来 随后就没下文了 而御书房里 三大学士则是看着调查局送来的急报 陷入了沉默 这是源自于李福达的第二份密报 上面写着的事情很简单 滇南将反掌握之中 牵涉甚广 名单已得 而下面的时间 则是在滇南大水爆发之后的第二天 也就是说 现在的话 很可能滇南已经造反了 陛下 犹豫不得了 此番当派大军为较之 刘剑满眼怒火 他其实也猜到了 到底是什么人牵涉其中 为所僵撤 前周投人们归顺国朝 交出权柄 如果说那些滇南的投人们 没点想法 怎么可能呢 而这些年 滇南说实话 好处实际上那是真不少 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项 就是滇金 在签字文里 就有金生利水 玉出昆刚之据 而他的这句 则是出自于韩非子 其曰 京南之地 利水之中生金 人多窃采金 采金之金 得而辙孤辙于是 慎重拥离其水也 而人窃金不止 利水一因产金 后被称为金沙江 古时由来 滇南一地就是产金之地 然而就是这产金之地 却从来没有给国朝 贡献过多少金子 他们停止采金了吗 显然不是 那金子去哪了呀 还能去哪啊 自然是落入了 各部的投人 当地为所不正史思 那些人手里了 如果是从前 哪怕是不正史思换人 那也无所谓 当地为所 那都是世袭的指挥使 校尉 千户百户 再有是当地投人 到时候塞给不正史思 那些人就行 可你们要是不懂事 那说不定就得出现一个 杀官造反的事件 再砸些许的银子 给国朝言官御使 告那不正史一个官逼民反 到时候再来一个 策动朝廷招安封官 岂不是爽歪歪呀 然而现在 御使严官可都全梗屁朝凉了 严瞅国朝 又要把位所撤销 把投人的权柄拿下 再加上他们从上到下 那屁股可都不干净 还有那调查局 据说 乃是集结了 原厂位中 大批的真机好手 而且在不正史思 那都有大量的眼线 这可就更让他们 寝食难安了 还有那个刘大夏 这老东西居然要搞什么 连政速探院 而且陛下内阁 还有诸部 都答应让他去弄了 如果这失去权柄 再给这老家伙的连政速探院 拿来杀鸡警猴 来一个新官上任三把火 那真不只是自己的狗命不保 那可是全家的狗命不保 如此算下来 不造反的话 他们还有出路吗 事实上 当初弥鲁造反的时候 他们就在边上蠢蠢欲动了 弥鲁一度逃到滇南 那都有回血余地 如果说这些个滇南的吐司们 没想法 那怎么可能呢 此事 朕会让军部来处理 洪志皇帝沉吟了一会儿 对着几位学士们说道 最近政务情况如何了 还有各部开课临选 如今娶了多少人呢 提到这个事情 三大学士倒是感慨良多呀 欲吃虎所提政务学院之意 如今收益良多 只是还需等力部考核 再拍教习 李东阳这个时候站了出来 作医说道 各部开课离选 如今共取士七百有余 有了这批人 各部现在运转快多了 谢迁在这个时候 也是站了出来 老臣曾往洪文住世院 虽吵闹一场 但总刚已议定 洪志皇帝一听这个事情 不由得站了起来 这个事情也是他几位最关心的 如果不是为了严控各学 他何必搞出这么多事啊 情况如何呀 谢迁文言赶紧拱手道 四叔断句住事已然开始 应可在两个月内成书 哎呀太慢了 要快些更快些 洪志皇帝对此极不满意 照着眉头沉声说道 这些书籍还关系到了详续教育部 天下县学周学辅学都需要以此为标准 催一下让他们尽快 顿了顿洪志皇帝沉声道 四叔五经之外还有大量的经典须断句住事 如果都如此耗使那怎么赶得上啊 朕组建这个洪文住事院不就是为了尽快成书吗 谢迁赶紧俯身拜下 臣明日再去催催 让他们尽快完成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四百一十集 其实三大学士也发现了 朝堂现在关于他们的变化 除了元老院之外还有多项 早朝基本就是诸步尚书们上奏一些钥匙 然后内阁答辩 洪志皇帝能现场处理的就现场处理 无法处理的就交由内阁这边拟定一个章程 而内阁拟定时 基本会找来提出问题的尚书侍郎 几方在确认了章程之后 就提交给洪志皇帝朱批 然后下拨各部执行 这就使得国朝处理事务的速度快了不止一亿 除此之外 内阁诸步尚书和侍郎还需要不时的督促一番 内阁在这方面去的是比较多的 比如这次就是谢迁去督促洪文注释院加紧工作 各部此份取势 考核时间拟定为一个月 届时让他们把名单提交给吏部 洪志皇帝顿了顿继续说 吏部那边这次考核后 再复合一遍各部此刻索取世子是否合适 政务学院那边 惠安宫还需要盯紧了 届时力部功考来经数职者 不可有浑水摸鱼的 刘剑赶紧拱手 此事老臣亲自盯着 待人复合 绝技不让其出错 上下左右吩咐了一遍 再问问三大学士有没有什么疏漏 确定了没有问题 洪志皇帝这才挥手散了此番预契会 洪志皇帝其实也发现了不同 以往自己似乎总有处理不完的奏章 各种鸡毛蒜皮的事物 如今自己不仅是轻松多了 而且对国朝事务实际上掌控力更强了 大部分重要事宜 他完全可以通过早朝 知晓并根据三大学士的意见 现场处理 调查局也会拣选一些调查的情况 递入宫中 一些需要督办的事宜 洪志皇帝直接命人 把条子交给内阁就行 内阁自然会找到相应的 各部尚书侍郎们商议 最终出个章程给皇帝预批 小板板 去军部 让人把军部诸将都请来 回到后殿 换上了军装 整理好仪容 随后登上马车的洪志皇帝 开始往军部去了 洪志皇帝感慨啊 你说这吃虎儿的脑袋是怎么长的呀 如果朕刚即位的时候遇上他 那该多好啊 但随即洪志皇帝自嘲地笑了笑 哎呀 其实现在遇到那也不晚呢 而且有吃虎儿辅佐 后赵将来即位 那也就轻松多了 这思绪正在纷飞呢 马车缓缓地停在了军部所在的大殿前 黎上 洪志皇帝刚刚踏入了军部 军部里的诸将哗啦就站了起来 洪志皇帝肃容对着众人行了一个军礼 随后就有宵敬畅礼 礼必坐 哗啦 军部诸将们这才坐下 洪志皇帝望着虎头老国公等人点了点头 随后沉声道 调查局的报告诸位都看了吧 虎头老国公 成国公 威宁博等人都是点头成事 表示自己都看过来 看来吃虎儿此行要提前了呀 洪志皇帝沉声说着 随即起身走到了一边的沙盘 沙盘上的 是调查局所致的滇南沙盘 同样的 浅州 蜀中 越北等等 诸部证行省的沙盘 这里全都有 甚至九边的详细沙盘 从边境一直到京师 囊括了秦帝 晋西等在内的沙盘 这里全部都有 总督越北 浅州 滇南三部证使司 指挥使司 应当是足以应付的 汪植拱手作一 轻声道 大明境内都是调查局在做事 谍报司 此事非汪公之责 谍报司成立之初 便是针对于大明境外 却不是汪公之责呀 洪志皇帝看得很透 虽然说这件事情 如果汪植的谍报司去办 也许会更好 但这规矩就是规矩 规矩不是因为一时方便 就能去打破的 就像调查局不能到境外 去执行谍报司的任务一般 只有划分好细则才能够处理好事情 陛下 此事 臣建议让张伦亲自来军部 说明为家 威宁伯王岳沉淫了一会儿 眯着眼睛撵着胡须 轻声道 这孩子的想法总是和我们不同啊 洪志皇帝一听这话也觉得有理 于是便白手让萧静去赵人过来 安南一方恐怕也不会安稳 汪公的谍报司 确实要辛苦些 前往查探一番呢 汪指点头称事 陈引了一会儿说道 陈下 陈建议此番 可将调查局谍报司 两方整合 其相关谍报 皆交由 评判主将参与 说着 汪指就把上次保国公 诸徽平定九边之后 总结卷宗 递给了洪志皇帝 里面包含了上次 因为调查局谍报司 因为归属不同 造成一定情况下的 谍报不畅的问题 点了出来 洪志皇帝 现在也有了一定的军事素养 毕竟这军部里 如此多的沙城老将 且张小公也跟他说了 掌握了军部 皇家方可保万年的话 他是听进去了 所以对于军部事务 军事方面 他特地多用了几分心思 因此他也清楚 如果前线情报 还需要传回帝都 再发往滇南 等这情报到达 黄花菜都凉了 嗯 临时整合规划 领军主帅 但各不互属 洪志皇帝 很快地定下了基调 而且每次用令 皆需记录在案 总帅 张伦道 很快 萧静就收到了报告 洪志皇帝点了点头 就有侍卫前去 将张伦给领了进来 本要见礼一番的 张小公爷 还没败下呢 洪志皇帝就一拍手说 哎 这让你来 不是来行这些虚礼的 说说吧 说着 萧静就把滇南最新的谍报 交予了张小公爷 张小公爷 结果一看 不由得笑了笑 哼哼 陛下是打算 现在就发兵吗 嗯 局势一乱 尽快平定为家 洪志皇帝并没有否认这一点 但张小公爷 却攻身行了一个军礼 沉声道 冰总帅 末将斗胆 却有些想法 张小公爷的话 一下子把其他人 都给吸引了过来 却见洪志皇帝 微微一笑 转过身来 哦 赤虎儿有何想法 且说来听听 评判过快 则隐患 难以暴露 欲赤虎很平静 望着洪志皇帝 还有军部 朱老将 轻声说 如果这些隐患 不予根除 留下来之后 难保不再生货端呢 洪志皇帝 琢磨了一下 嗯 此言有理啊 现在九边火筛 都归顺了 而且规划事宜 在不断地推进 这次立部考核之后 一部分公考升职之官员 回京述职 他们之中 会被挑选出一批人 前往达达 负责铸城铸鹿 登记钉口等等 这才算是彻底的 把达达诸部 纳入到了大明的体系下 否则的话 就像张小公也曾经说的 此时的境况 不过是如历朝历代一般 只是让草原 暂时平静了而已 只有取军政律三权 才算是真正的 将草原纳入到 大明的体系之内 而且如今达达刚刚归顺 国朝需趁热打铁 加速将国朝与诸部之间的异道 修筑起来 张小公爷说着 顿了顿 并且大量填充人口到草原 如此方能将其握入国朝掌中 红制皇帝一拍大腿 对呀 如果这急吼吼的平定了滇南 那些本来就左右摇摆的 会留下隐患不说 而且俘虏的人口 也不足以供应铸路 边疆填补人口啊 嗯 看来还是不能这么着急发兵啊 得等等 至于怕滇南糜烂 我大明帝国连九边都平定了 你一个小小的滇南 那还算个屁啊 一直偏食就能够把他们碾压成渣了 且陛下是打算替换滇南畏锁的 而国防军都为北方子弟 若是匆忙过去 怕是水土不服啊 却见张小公爷继续说 始皇帝时争岭南一带 大军作战伤亡不大 然而瘴气伤人却致死甚多 此招不可不防 王月欣赏地看着张小公爷 点了点头对着洪志皇帝行礼 总帅末将复义 此事当重新规划 一缓不宜急啊 接着则是刚刚从九边回来的 保国公朱辉 却见这老头子沉淫了一会儿 说道 但不派兵过去 总是不够放心呢 欲吃虎那双桃花担放满是笑意 轻声说 秘密地去 每次开拔一部分人 分批前往整讯适应 却见张小公爷对着朱辉轻声道 副总长 末将以为 岳渔的时间当可适应滇南水土 岳渔的话也就是一个多月 实际上也差不多了 成国公朱辅点了点头 说道 此举不仅可防滇南支乱扩散 也可拒滇南水土筹措随军药草所需啊 众老将们是你一言我一语 很快的就把此事的细节补充了个大概 肖敬则是命人记录下来备案 回头军部陛下各持一份 其实 此番前往 陈香请谍报司汪公 一并前往 就见张小公爷这会儿是低头攻身 轻声道 红智皇帝一听这话 不由得有些发愣 这汪直去干嘛呀 汪直却是脑子一转 突然明白张小公爷想干什么了 小公爷的意思是 安南 汪直的这个猜测 让红智皇帝不由得心甘插了一下 说起安南 那可是大明心头上的一根刺 张家老祖张辅之功勋中 就有树定安南的功绩 然而大明苦心经营三十年 终究是毁于一旦 柳生因为轻敌全军覆没 王通因为胆怯而丢失国土 当时朝中也多不愿出兵 终究是放弃了 交旨内属二十多年 前后用兵数十万 良享一百余万 都就此悔气 安南却因此愈发的狂妄 反观滇南却愈发的退缩 后来爆发的陆川之意 似乎更让大明朝臣们 找到了借口 说西南之争 那是不划算 此事难哪 王月的眉头皱得紧紧的 轻叹道 西南情形无比复杂 若要动手 却并非易事 此时整个滇南边陲 小国林立 土司各自霸占地盘 不是一两句话 那就能说得明白的 阿瓦国和伯顾国 你来我往 打到现在 那都数十年了 除了这两个大国之外 还有东须 穆邦 孟阳 孟密 阿拉干等国 这两个大国交战 获利最丰 目前实力最强的 就是东须了 安南那边 自然也并不是 像现代一般 一家独大 只是他们现在 占据了优势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411集 话说和安南他们 有世仇的 就是战成国 只是战成国 不敌安南 导致多次作战 都是惨败 而且国王还被斩杀了 丢了一大片土地城邦 可以说战成 过得那是相当苦逼啊 好在呢 他们是紧紧抱着 大明爸爸的腿 靠着大明爸爸 好几次出兵 恐吓安南 也是收回了些许城邦 这安南担心 大明跟战成 两处夹击 也不敢轻起战端了 但如果 滇南一乱 说不好 这安南也就得 对战成下手了 所以小子才说 需要汪公亲王 张小公也笑眯眯地说 就是因为 诸多势力 犬牙交错 这才有运作的 空间和余地 洪志皇帝 脸色有些犹豫 他不是不想收回 安南 甚至开疆阔土 可历代先帝 都没有彻底 拿下西南诸地 而且 数代先帝 西南战役 那都耗费巨大 总帅 其实可不必担忧 此番一议 并非是 一定要收服于安南 张小公也对着 洪志皇帝 还有军部诸老将们 轻声说 陆续集结数万大军 若是滇南事宜顺利 则可用滇南土司兵马 直接发动 汪直文言 不由得眼前一亮 对着洪志皇帝 行礼 沉声道 嗯 欲吃苦所言甚是 滇南土司 心向国朝者 不在少数 张小公爷 这是给汪直提了个醒 毕竟滇南的土司 可不光一家人 而且心向国朝的 的确是不在少数 毕竟张府当年 打下的余威犹在 而且穆王府 镇守滇南多年 那赫赫武勋 可不是开玩笑的 当年强盛的时候 安南都被平了 后来陆续造反的几家 也都没有好下场 而且这些土司们 不少是靠着 大明起家的 大明就是他们 背后的靠山 若是没有了大明 说不准 就得被吞了 滇南事情一完 则动安南 阿瓦 伯顾等小国 张小公爷说着 顿了顿 轻声道 王位可留 军武则不必了 汪直有些疑惑 洪志皇帝 也是莫名其妙 张小公爷则是 黑黑的笑而不语 国朝多次征伐 为什么拿下地方 却难以站住啊 明明那些地方 很多时候都被平定了 这其中的原因 可就很多了 但张小公爷认为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大明朝 根本就没有做好 接收当地的准备 甚至一道都没有修筑过去 而当地的很多官员 都是类似于发配似的 扔到那边当官 在这种情况下 又升职无望 于是自然是开启了 产地皮的模式 也就是搜刮民枝民构 这地皮可不好产啊 必须是需要扶持一些 当地的豪族 帮忙一起产 一来二去呢 受灾的自然是底层民众了 可当地的豪族 那是负了 到时候登高一呼 顿时本就遭难的底层 自然是从者如云 臣只要求 国朝届时 与臣派内阁阁老 被三百官员相助即可 洪志皇帝一听这个要求 不由得愣了一下时 但还是很快地点了点头 嗯 可 说完还担心地望着小公爷 吃会儿啊 你可有把握吗 说实话 西南边疆从洪武朝开始 大明就没有放弃过征法 然而经历了永乐 宣德正统等数朝之后 国朝终究是只能低调处理 臣要是没有把握 又怎敢与陛下提出此事呢 张小公爷笑颐吟地行了个军礼 轻声道 太子殿下的心事枪炮 已然可以少部分裂装了 这个朕知道 随你去的国防军 优先装备 洪志皇帝一摆手 望着张小公爷沉声道 记住 此番平定滇难 是大功啊 一听洪志皇帝这话 张小公爷不由得心下感动 对着洪志皇帝 恭敬无比地行了一个军礼 他知道 这是洪志皇帝在告诉他 不要轻易涉险 只要滇难方面平定 那就是大功 陛下且放心 张小公爷没有说要放心什么 但洪志皇帝心里却苦笑 这孩子对谁都是笑眯眯的 哪怕是路上遇到个挑愤的老农 跟他打招呼 那也是笑脸相迎的 回应拉家常 不仅他自己如此 也要求太子朱弟子也这样 但这孩子看似平和 实则心高气傲 真要炸刺的 阁老他都敢顶牛 估计这回他去滇难 难保就掀不起腥风血雨啊 于是挥退了小公爷之后 洪志皇帝沉吟了一会儿 让汪侄他们出一份奏章 给自己猪批 然后就起身离开 将李东阳给召来 如此这般的吩咐了一遍 咔嚓 砰 把场上 熊孩子诸后赵熟练的操起枪 对准了远处的靶子 就拉动枪栓 将子弹上膛 这一行云流水的操作 几乎让张小公也恍惚的 回到了上辈子 而这目前被暂定为 洪志十五年式火成勾枪 只能是拉出枪栓后 再按进去一颗子弹 而且还得撕开子弹后方的纸壳 扯出碾子挂好 不过这笔重新装填的火成枪 要快多了 威力也大多了 本宫已经算过了 新枪打三枪 老式火枪 才能打一枪 快了不少呢 诸后赵一脸嘚瑟 面前着眼睛瞧过来 黑黑的笑着说 虎哥 厉害吧 嗯 厉害厉害 着实厉害 赶紧夸夸这熊孩子 好歹人家是把东西 给你做出来了 诸后赵得到了夸奖 则更得意了 哼哼的背着手 走在了前面 虎哥 火炮 本宫也给你准备了五十门 厉害吧 还有弹药 枪弹现在有两万发了 炮弹少了点 只有三百发 张小公也笑眯眯的 跟在他身后 轻声说 不着急 我还没有那么快过去呢 这些暂时训练是够用了 诸后赵昂着脑袋 哼哼的说 虎哥 你说 你该咋奖励本宫啊 嗯 今晚吃蹄膀怎么样 我最近弄了个炸蹄膀 味道不错呢 这话一出口 诸后赵顿时眼睛都亮了 急匆匆的转过身来说 还得有还得有 本宫记得上次的冰烙很好吃呢 说到冰烙 作者再给大家普及一下 这冰烙呢 其实就是古代的冰淇淋 华夏古代就已经有取冰消暑的习惯 到了唐朝的时候 开始掌握消食制冰技术 于是冷饮开始出现在市面 甚至一部分富裕的家庭中 冷饮发展起来 那是在宋代 当时的商人开发了不少冰冻果汁 而冰烙 则是到了元代 才开始出现的 因为这蒙古皇族喜欢喝奶 于是宫廷御膳中 自然想方设法的开发奶制品 于是就有了这冰烙 元仁宗严幼年间 作为隐善太医的呼思会 其所著的隐善政要 就记载有冰烙的制作方法 上面说了 取净牛奶子 不住手用阿赤打油木器 打取福宁者为马斯戈油 这马斯戈是蒙语 也就是今天的白苏油 这个就是冰烙 实际上也就是个古代的冰淇淋 张小公爷自己呢 那也是嘴馋 既然这大明朝有冰烙的制作方法 他自然是不会放过的 再经过他穿越前 刁钻的口味改良了一番 顿时这味道自然是好上了几分 京师朝白和仿石边上 现在的那家冰箭房 环境优雅 纯卖冰饮 这家就是张小公爷开的 只是这冰箭房所制的 自然没有张小公爷私藏的好吃 嗯 也成 不过只需饭后吃 不许多吃 免得跑肚 猪后照似乎很满意 张小公爷满足了自己的要求 很是领导的点了点头 嗯 还有 这段时间本宫的作业就免了吧 总跑学堂去 好受麻烦呢 猪后照自顾自的哼哼的说 虎哥 上回你的那把窝刀也可以送给我不 我都要了三回了 你这小气的 可怜的猪后照没注意到 背后的气息那是越来越凝重了 跟在他身边的张勇是一个哆嗦 这位小爷的脾气可不好啊 到现在没诈刺 这可不正常啊 哼哼 殿下还想要什么呀 跟在后面没再说话的张小公爷忽然黑黑笑了 顿时猪后照就是一哆嗦 赶紧转过身来 猛的就瞅见了张小公爷那张笑脸 说是笑脸可把猪后照吓得够呛啊 没没啥的 那我都 本宫本宫也不是很喜欢 算了 张小公爷黑黑笑着走到了他的身边 一巴掌趴的就拍在了他的肩膀上 顿时猪后照一哆嗦 就见张小公爷笑着说 那作业呢 我我我教我教还不成吗 猪后照可都要哭了 妈的本宫就是嘚瑟一下就一下啊 冰烙呢 说到了吃的 熊孩子顿时就跳起来 哎 那可不成 我要口吃的咋了 就吃个冰烙 那提胖不要了 要啊 猪后照一脸悲愤寸步不让 作业可以做 吃的不能少 哎呀 真是个执着的人呐 张小公爷无比的感慨 拍着猪后照的肩膀说 嗯 跟妙安姐姐打一架 给你加一顿蹄膀 怎么样 这话一出口 顿时猪后照的脸色无比的挣扎 跟妙安打 那可是要冒着生命危险的呀 可这蹄膀 这蹄膀好吃啊 尤其虎哥亲自做的 那味道是杠杠的 猪后照不知道 张小公爷完全是突发奇想 用铜鞍蜂肉的做法 做了猪蹄 而且用料扎实 自然味道不差 嗯 要你亲自做的 不许其他人做 可怜熊孩子挣扎了半天 还是无比肯定 要是虎哥亲自动手做蹄膀 那挨顿揍也吃的 这次的猪蹄 保管你至少能吃下三个 张小公爷笑眯眯的 继续拍着猪后照的肩膀 边上的张勇就跟瞎了一样 完全无视了这种 显而易见的善悦 低眉顺眼的不支声的 不过 我只做一个 猪后照一听这话 一脸要哭的模样 虎哥 你别呀 不带你这样的 哪怕是被妙安姐姐 打死了 你好歹让本宫做个饱死鬼啊 可怜的熊孩子 几乎都要被折腾哭了 嗯 这回的猪蹄嘛 我打算先焯水去腥后 然后刺孔 和炒香的料盐 腌制后 再去油炸 张小公爷 张小公爷再也没有立即回答熊孩子 而是笑咪咪的大致介绍了自己的做法 出炸之后捞起来 上料 再炸 起锅之后 一口撕开 那就是肉汁四溢啊 望着口水都要滴下来的猪后照 张小公爷笑嘻嘻地说 想想看 那皮是酥脆酥脆的 咬上去 那就是嘎吱一口 满嘴流油啊 那可真是满口咸香 还有那肉汁 在嘴中都要爆开了 熊孩子挖的一嗓子 拉着张小公爷的衣袖 虎哥 本宫做西提 做西提还不成吗 小公爷笑咪咪地望着他 轻声道 妙安姐姐这次 我就先做一个 让你尝尝 咱们再赌一个 五天之后 我亲自给你出模拟卷 做出来了 给你做五个 顿了顿 张小公爷那双桃花担缝 微微眯起 可你要是做不出来 我 我跟妙安姐姐 打三架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四百一十二集 咔嚓咔嚓 碰碰碰 看着猎阵的火枪手 打出一排排的射击 不得不说 此时的连续火力 算是勉强做到了 要是再进一步的话 只能是将 钢轮 链条 弹簧 鸡锤等开发出来 先得做出 碎发火枪的前身 转轮火枪 然后再改进 鸡心 主弹簧 足铁等等 然后才能进一步地 做出碎发枪 而且张小公爷 也只是接触过 现代枪械 对于碎发枪 他了解的 那可真不多 碎发枪要做出来 至少目前看来 还需要时间呢 还要再进一步 改进弹壳的话 那就得等军械营造局 把雷拱 或者其他代替品 给弄出来才行 小公爷啊 咱们啥时候出发呀 护必烈这家伙 是舔着脸 黑黑笑着 搓手凑过来问 兄弟们 那都等急了 他这心里是在骂呀 你看那许家二兄弟 资历还没自己身呢 可偏偏 他们居然是 第一批进去的 这让护必烈 心有不甘呢 尤其是那两个狗犊子 那装备上的心枪 在自己面前是嘚瑟 这更让护必烈心塞呀 算起来 自己可是最早年 跟着张小公爷的 那算是心腹啊 他俩是越北那会儿 靠着自己和肥龙 才搭上了小公爷这条线 结果呢 现在他们俩到城先锋了 肥龙现在 则是被调到了宣府去 主要是他出身大同 熟悉情况 所以被安排到了那边 负责周边的捕子 以及宣府区域的助手 接什么呀 许家兄弟过去 那是人家熟悉路数 张小公爷如何能不知道 这家伙心里的想法 谈了一把他的脑门 笑着说 他们过去才多少人呢 一个营 几百个人 顿了顿 张小公爷望着他 悠悠地说 你们 那可是好几千人过去 换装之后 整个国防军的军武 也需要进行新的调整 但这种调整 是否能够适应战场 却是个未知书啊 张小公爷认为 需要测试看结果 于是就让许家兄弟 先去小面积作战检验 同时那些人手 也是相当给前往前州的四女 增加保障护卫 人数不算多 但却都是足够精锐 许家兄弟手上的 除了一部分 他们越北时候的老下属之外 还有一部分 是从原来九边所临选出来 基本都是有过战阵经验的 厮杀汉的 在经由国防军训练数月 配以如今最新式的 火枪铠甲战刀 可以说 除非是被数千大军团团围住 否则就前州 没有任何力量 能够将他们彻底干掉 看着训练场上 那些汉子们不断地呼喝着 张小公爷的眼睛 微微眯起 等着吧 到时候仗有的是你打的 数千条汉子 穿着铠甲不断地变幻演练战阵 青石条地板上 被踩踏得隆隆作响 战旗在风中烈烈 小公爷身侧的靶场上 叮叮当当的弹壳散落一地 有君族飞快地 将这些弹壳都收集起来 毕竟这些可都是银子 弹壳回收之后还可以再用 只是得送回军械营造局去 虎哥 我还是打算 先铸一条铁轨 朱后赵一瘸一拐地找了过来 他脸上倒没什么伤 可被妙安揍得挺狠的 主要是妙安本来打算 让着这孩子 只是让他拿木刀 自己空手就算了 没成想啊 这孩子自尊心还挺强 哇呀呀地扔了刀 扑上来就打 倒是没意外 被妙安按在地上一顿锤 被摩擦了几次 还要蹦的 这妙安本来就脾气不是太好 顿时也怒了 于是可怜的太子爷 被强行清醒了一波 然后深切地认识到了 自己的无知和莽撞啊 那是痛哭流涕地 表达了对自己错误的悔恨 这才逃脱了妙安的独守 被张勇留紧两个人 连班带台地 送到了张燕然那边 张燕然对于这臭小子 那次破门而入 一直怀恨在心 虽然说不至于下毒 但这药虽好 可多让他疼一会儿 倒是没问题 哦 修筑铁轨 这得花不少银子吧 张小公爷皱着眉头 对着诸侯赵说 这钱谁来出啊 所以 所以本宫 这不是来找虎哥您了吗 诸侯赵此时谄媚地 跟宫里的老太监似的 黑黑地凑了过来 哎 哎 哎呦 虎哥 帮帮我呗 看着这孩子的眼神 张小公爷不由得苦笑啊 这小子不知不觉中 沾染了与他一般的脾性 那就是认准的事 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顺毛驴不能腻毛摸 不然那可就得炸刺啊 你的铁轨马车虽然好 但问题是太耗费材料了 成本太高了 张小公爷一脸的苦笑 先带着这太子爷 就往血管去 诸侯赵也是哭丧着脸 叹气说 啊 我也知道啊 可这东西 要承受马车载重 那就便宜不下来啊 之前试过几条 其他的杆子 可全都断了 这是最合适的 虽然说合适吧 不过这玩意儿可太贵啊 需要很多金刚不说 还得进行水压锻造 诸侯赵其实也是满心郁闷 之前全身心投入到 造铁轨车的时候 他可没考虑这个问题 可是现在造完了 也忙完了 新式枪管的事 顿时又把这茬 响起来了 这玩意儿这么贵 谁愿意砸下钱来 给他修一条用啊 马车缓缓地 停在了血管门前 张小公爷和诸侯赵 一起下车 张小公爷低头思索 诸侯赵也不敢打断 只能是期盼地 看着张小公爷 希望自己这俊俏聪明的虎哥 能够提出解决方法来 走进了血管里 六十多号学生们 那是呼呼赫赫地 在操场上奔跑着 他们这是在打簇军 簇军在明朝的时候 可比前朝流行多了 而且这普及率 甚至都可能高于现代社会 说到簇军 金平梅里面 西门庆出门吃饭 就遇到了原社 什么是原社呢 根据明中后期 簇军普记载 那就是簇军社的名号 专门负责 簇军比赛的组织和宣传推广 其实也就可以理解为 是大明朝的时候足球俱乐部 而簇军普中 不但记载了簇军的来历发展 更是记载了大量当时的球技 肩 背 拐 搭 控 拽等当时簇军的十几种踢法 明朝中后期的陈梅宫 在太平清话中也记载 以女流清分 携士继流江海 扣之 未有解 衣食有溜 詹童文赠之以滚弄行尸 这里说的呢 是当时的女球星彭云秀 据说她会十六种踢法 而且还能够表演全身触球 而球又不着地的绝技 这就十分类似于现代的花式足球的玩法 所以说咱们现在的很多玩意儿 老祖宗早就玩过了 说不准 那比现代人玩的还牛呢 这材料成本 张小公爷心里苦笑啊 这玩意儿真是个要命的活啊 成本居高不下的话 那么要收回投资 可就不容易了呀 在看着球场上 最近一直被操练着的熏贵崽子们 总算能挥洒一把热血青春了 血管管得严 平日里那不允许出去 更不允许逛青楼 不许喝酒 也不允许街上纵马 一通管树下来 这些个血气方刚的崽子们 哪还熬得住啊 好在每天的读书操练 放了血之后 还得四弄农田菜田 没事又组织他们促居 穿上护甲 互相怼上一番 打得稀里哗啦 被折腾的 算是彻底没了精力的他们 这才算是勉强安分下来 哎呦 哎 那小子踢得不错呀 诸后照到底是孩子心思 没一会儿就把心头事丢到一边 兴致勃勃地看起了球 边上的一位汉子哈哈一笑 拱手行礼道 哈哈哈哈 那是 这可是某家亲自教授的 哪里能差得了啊 这汉子的话让诸后照好奇了 边上的张勇健壮 小声解释道 殿下 这是纪北促居谱 排名第五的潘黑子 直立尊化人 张小公爷一听这话 不由得脑子似乎赏过了什么 尊化 莫非是有铁矿的那个尊化 刘锦文言顿时攻身说道 小公爷博文强计 尊化的确铲铁颇多呀 如今铸造丝锻造丝中 大量的铁料银石 那都是源于尊化开采的 张小公爷点了点头 这事他是也约记的 明末时的宋长庚所写的 天宫开悟上面就有记载 燕京尊化于山西平阳 则皆纱铁之所以 凡纱铁一抛土魔 即陷其行 取来讨喜 入炉兼炼 融化之后 与铁定无二也 说白了 就是古人早就发现了 尊化铁矿丰富 加以开采利用 尊化 距离京师 还有些距离吧 张小公爷若有所思的 对着刘锦问道 那边上的潘黑子 一听这话 就接口说 啊 倒是不远 只是线下没有异道 于是过来的话 姑妈也得一日的路程啊 这潘黑子的话 一下子让张小公爷 抓住了什么 却见他呼啦一下起身 拉着诸后赵就走 诸后赵本来 这看着醋狙正入神呢 被张小公爷扯起来 顿时不愿意了 哎 哎 什么哎 你不会不想修铁路了吧 那我倒省事了 一听张小公爷这么说 诸后赵不由得已愣 随即上马起身 虎哥 你想到这儿了 嗯 还不完全 只是初步的想法 现在修一条去尊化区的铁轨 耗费实在太大 但京师附近 有采梅的梅山呢 用那些地方做实验 可就适合多了 路途不长 很多只需要数个时辰 就能抵达铸造厮 于是小公爷便扯着这熊孩子 将自己的想法说了一遍 京师如今这地方 几乎都收归户部皇家了 熊贵们所剩的地可不多了 而且他们的重心 如今几乎都转移到生意上去了 毕竟那来钱更快啊 此事一家是吃不下来的 还得弄一个专门的部门 来负责这个 张小公爷扯淹了一会儿 轻声道 你则规划路线 这事你得亲自去办 毕竟只有诸后赵 搞过二里多的铁轨 而且身份足啊 洪志皇帝就这么一个儿子 不信他还能信谁啊 帝国就这么一个太子 国朝到勋贵 谁敢对他诈词啊 诸后赵自己一心就想要把自己 在铸造司里的铁轨 拿到外面来用 先做货运 就运没 只要看到效益了 各方自然不会反对 张小公爷笑也吟地望着诸后赵 轻声说 这可是第一条铁轨 你得亲自盯着 诸后赵原本对这事 都有些不抱希望了 如今听到居然能够启动 顿时激动地拍着胸脯 给张小公爷保证了 放心 这事本宫亲自盯着 老刘 你最近也别看其他探子了 就随着本宫盯着这事 可怜的刘锦满脸不情愿呢 开玩笑 盯着其他铺子 他可是有分红呢 每年下来 那可是小几千两啊 那银子拿的可是光明正大 谁也不能说他刘公公 拿这银子有什么不对 这可是血汗钱哪 那是陛下的内裤给的 谁敢不服啊 老刘啊 你就别盯着你那点银子了 你可得想想 张小公爷一瞅刘锦的德行 就知道这家伙 在想什么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四百一十三集 这两年 刘锦算是彻底嘚瑟起来了 长着起家生意 正经沿着那花花的流水一样的来啊 大义代劳祖宗 据说将来不仅要进贤中祠 而且不久后的元老院 代劳祖宗那也能进 想到这点 那刘锦是满怀激动啊 我去 要是代劳祖宗都能进 那岂不是说 我刘锦也有机会吗 只要我刘锦 安前马后给皇家卖命 再拿着皇家如今的分成银子 日后不仅能够融入元老院退休 还能够日后进入贤中祠 这谁要是在这条路上 和我刘锦作对 那就是不死不休 行贿什么的 我老刘看不上 元老院哪 那可是跟阁老各部上书们 一并融退的地方 光宗要祖 咋咋的呀 再说那贤中祠 那可是以后入宫的崽子们 都得去跪拜天香火的地方 这刘锦想想都是美滋滋的 谁稀罕那点盐子 我刘锦现在是有身份 有地位 有理想 有道德 是个纯粹的脱离了 低级趣味的内观 此事或许会辛苦几年 但你得想想此事的功绩呀 张小公也笑眯眯的忽悠着 不对 那不能叫忽悠 那他叫怂恿 也不对 反正就是说吧 那是好生好气的解释着 配合着那双桃花丹凤 和俊俏的鹅大面 反正刘锦觉着 张小公爷那是怎么说 怎么可信 毕竟跟着张小公爷 他可是实实在在的 挣了银子 有了身份地位 现在在宫里 那身份都高了一大截 你且想想 这铁车如果能够在煤矿盈利 会只修煤矿一处吗 张小公也笑眯眯的望着刘锦 轻声说 必然是周边的矿山都得先修筑上 这点倒是 刘锦也知道很多地方修筑了铁矿厂之后 就是因为运输不方便 只好在当地进行铸造 但这些地方铸造技术也就那样了 哪有送到铸造厮来铸造好啊 可这运输路途遥远 缓慢不说 成本还居高不下 也是个麻烦事 可如果这铁轨真能够发挥作用 那说不得其他矿山就得一并修筑了 老刘啊 你再想想 如果这京师周边全部修筑 甚至到济北 玉南等地 那都修筑呢 张小公也笑眯眯的样子 那看着很是诚恳 可在张小公也手上吃亏吃多了的诸后照 不由得一哆嗦 每次虎哥要收拾他 那都是这么笑的呀 如此之大的铁轨道 吊配马车 修筑维尺 日常管理 那可不都需要人吗 那到时候 宫里谁最合适啊 这话一说 刘锦一眼光 啪的就抽在自己脸上 激动的给诸后照扑通一下就跪下了 嘴里哆嗦着说 哎呀 殿下呀 老奴是吃了猪油蒙了心了 这事儿 老奴就算是拼了这条老命 也会帮着殿下促成 张小公也只是提了个开头 然而刘锦那也是既然商场上撕混过的人 他瞬间想到的可不止这些 如果货运得当 那国朝运粮运兵是不是也能用上啊 再说那铁轨他也去看过 太子爷说的再重的确能达到 虽然成本高 但是这是第一次制造啊 如果能够升出利润来 自然是要请大将们再进行改进的 如果说铁轨影响到了国朝的运兵运粮问题 那么铺开到整个大明也就是时间问题 没有什么比帝国的安危更加重要的事 即便是现在做不完 那也会逐步做完 到时候这可就是一个巨大的 贯通整个大明的铁轨路线网络 而自己将会成为其中的管理者之一啊 太子这个时候参与 但他不可能永远的来打理这件事 要是太子将来登基了 那就更不可能来管了呀 如此巨大的铁轨网络 到时候会由谁来打理呢 谁能代表皇家呀 而如此巨大的一条网络 相当于天下曹韵急于一身呢 这其中的利润又有多少啊 哎我去 到时候自己的分红 那可真是要报表啊 放心吧老刘 你跟本宫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本宫什么时候亏待过你呀 边上的张勇对这事倒不是特别关心 他现在琢磨的是啥时候上战场练练手呢 他一心向往的还是马儿太监那样的 能够厮杀战场 扬名与内 名流轻使 也就在这个时候 来自于滇南的快马 轰然冲进了京师 马上的君族几乎整个人都要虚脱了 看着就知道 他已经是不眠不休的 跑了好几天了 他的背上插着一面旗帜 提醒行人避让于他 整个人冲到了宫门前 就轰然翻滚下马 对着宫门外的禁军侍卫们 用尽力气狂吼了一声 滇南击报 洪志皇帝捏着滇南来的奏报 这心里是五味杂陈 一方面 这滇南是真反了 他们既然已经反了 那就说明调查局 李福达等人谋划 已经奏效 同时奏报上袒露出来的消息 也让洪志皇帝隐隐的愤怒 穆王府能够控制的区域 居然仅仅是限于春城 对于多数吐司 也只是轻微的震慑 听从穆王府的吐司 笼共算下来 仅仅是占整个滇南吐司的四分之一 而且很多都是春城附近的小吐司 稍微远点的那都是听调不听宣的主 捏着奏报 洪志皇帝缓步走上了军部 军部的滇南沙盘上密密麻麻的插满了小旗子 不同的旗子标注着不同的势力 整个滇南犬崖交错 各方势力互不隶属 坚果总帅 虎头老国公等人 见洪志皇帝过来 赶紧见礼 洪志皇帝点了点头 回礼之后走到了沙盘前 皱着眉头沉声道 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作为总军师的威宁伯 听到洪志皇帝发问 一个立正 沉声道 叠报司最新密报显示 安南似乎正在加紧运动 并派人密往战城 似乎正要商讨什么 东须等诸土司 多层派人往滇南流窜 观望中蠢蠢欲动 王月一边说着 一边将手中的一封封密报 递交给了洪志皇帝 这是叠报司送来的密报 上面标注着 来自于汪直汇总的消息 曾经能够统领西厂 力压老牌东厂锦衣卫 成为厂位翘楚的汪直 手段自然不一般 密报上甚至明确地画出了 各方势力的归属图 关系深浅 也是由此军部才能够标注 势力旗子 这是调查局的密报 大家都看看吧 洪志皇帝说着 一摆手就让萧静拿着 调查局的密报 分发给了军部的 这些个统帅们 张成的密报份数 就比较多了 主要是滇南地区的动向 这个时候也看出 两方同时运作的好处 相印证之下 很快地发现这些情况是相符的 比如某吐司突然秘密接待了一批人 但调查局的人暂时无法得知是哪方势力的人 只知道应该是来自于东须方向的 配合上迭报司获取的东须吐司秘密 潜人手到滇南 顿时就可以知道 东须联系的是那些吐司 再比如调查局探知 某吐司派人出行 但行动隐蔽 不知道去哪了 将对方的特征画像提交给迭报司 谍报司在根据对方的特征 很快从安南都城生龙找到了这个人 同时查探出 安南王秘密接见了这批人 于是便可探知 哪些吐司联系了安南王 串联的不少啊 但观望者也颇多 看着名单上的一个个名字 程国公诸服陈吟了一会儿说 陛下 现在就让吃火而出发吗 洪志皇帝并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望向了威宁伯 已经调动了多少人了 前后旗炮君族 义君之术 分作五批 已抵达前周两批 王月说着顿了顿 继续说 剩余一君 夜已换装完毕 准备妥当 随时可以发兵 宝国公诸徽这个时候站出来 立正低声说 末将建议 此番可在密派吃活先往 后定发兵之 说着 宝国公拿起指挥棒 点住了贵西 前周两地 如今 前周越北 大局已定 勇心伯停住 大财小用 陛下可前勇心伯为义君 由前周越北 入贵西 整合诸部畏锁 洪志皇帝一听这话 眼中闪过一丝光亮 他马上就知道了 宝国公诸徽的算盘 这是要让 勇心伯 许宁 这一把利刃 直切贵西 贵西原本就是 早期大明所经营的区域之一 如今算是 控制力比较好的区域 最初 洪志皇帝没有去动贵西 一方面是考虑到 引发动荡 会波及越北 前周 乃至滇南 另一方面 则是贵西的吐司 相较于 前周滇南两地 那要功顺多了 想要动他们 那也找不到太多借口 而且国朝在贵西府 设立也存在多年了 当地的都司控制力 还算是不错的 所以先暂时放着 如今的情况是 前周已经彻底被掌控住了 越北为所之患 尽数消除 那么不如趁着这次机会 一并将贵西的隐患 一并拔除 报国公的意思很简单 先找个借口 把小公爷派到贵西去整合 勇心伯许宁 可是一把快刀 不服的直接手起刀落 顺势强行整合贵西 要是福气 甭管是真心还是假意 都正好从侧面出兵颠难 配合御尸虎在前周的作战 到时候战后论功行赏 按照前周的方法办 各家土司子弟立下公军的士族 全部收拢再行整合 然后该送军官学校的送军官学校 该编入国防军的整合后编入国防军 如此一来 滇南一地平定 贵西也就随着收回来了 张小公爷想要借机收回安南等地的基础 都已经扎实牢靠 成国公的意思是 让痴虎儿先以总督的名义 前往贵西 洪志皇帝沉颜泪一会儿 皱着眉头问道 若论及如此整合 何人最合适 末将大概只认为欲吃虎一人而已 成国公的这句话倒是没人反对 毕竟越北前周这两地的事情 那可都能证明啊 如今国朝对此两个区域的控制力 那是大幅增加 所有原来的猥琐 那都是撤销了 取而代之的是新式的国防军军武 越北那边的原属卫所造反了一大溜 现在他们几乎全都在北边 宜州工地里蹲着呢 前周的话 是叫弥鲁几乎给扫荡空了 剩下来的那也是小猫两三只 也不成气候 张小公爷暗抚了四大土司家族之后 这些人也不过是小菜一碟 从这两次事件中 张小公也展现出来的手段 那都是堪称典范级别 即便是国朝内的老臣过去 也绝技调动不了这么多资源 处置此事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四百一十四集 名为贵西 实为贵西 而案件之下 却只颠难呢 威宁伯王月笑眯眯的对着成国公 竖起了大拇指 轻叹道 高招啊 一边的虎头老国公 则是双目微微眯起 黑黑一笑 此番可还借机瞅瞅 贵西是否有同安南之贼 这要有的话 那就顺手一并给他清理了 没有的话 也看看安南 是否要挑起什么小动作 这个看似阴谋 实则阳谋 我就是要削你 就是要拆你 要是不动 那就等着被拆 你要是动起来的话 那咱就来个暴力强拆 一句话 必须要整理 你能咋地吧 若是谋算西南朱棣 则滇南一意 可为练兵之用 虎头老国公 双目缓缓睁开 那胡萝卜粗细的手指头 指着西南朱棣 整合越北贵西乾州 再练兵于滇南 军武适应后 西南朱棣 与我大明国防军 不过探囊取物而 这几个老家伙 你一言我一语 说得洪志皇帝 都激动起来了 这要是从前的话 洪志皇帝 对于如何处置西南事件 那都是想都不敢想 按照国朝的习惯 文官们肯定是要求 招服 处置地方官员的 其实也就是这种 越闹越安抚的心态 才会造成后面 吐司们不怕造反 而地方官员们 也多是姑息养奸 只要稀释宁人 甚至不惜于偏袒吐司 可现在情况完全不一样了 朝堂内完全无法插手军武事宜 兵部卫所 现在大家都知道是要撤了 暂存的卫所是战战兢兢 各家将校千户百户都琢磨着 让子弟去考武局 没辙呀 只有这样才是他们唯一的出路 国防军在越北 在乾州 甚至在九边的几次战役 不仅是让朝堂闭嘴了 同时也让其他为所事战战兢兢 不敢再做他想 从前闹腾一下 再让人上京师砸点银子 朝堂上未必就不能找人说说话 安抚一番弄个招安啥的 说不准 这还能官升一级不计前嫌呢 可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这陛下压根就不问朝堂的意见 基本都是交由军部来处理 你敢不服吗 这要是敢不服的 一家人现在可都整整齐齐的 到工地矿场上干活去了 这几仗打下来 洪志皇帝的心气那也足了 如果不是现实不允许 哪个皇帝不想做秦皇哈武啊 那是赫赫武功威震千古 那可是作为皇帝的终极追求啊 从前那是没这个条件 现在有了条件 洪志皇帝自然是琢磨 如何扩展自己的赫赫武功了 实际上洪志皇帝还有一个内心深处 一直没有到处的原因 那曾经海外的巨炮 人家数十年前就发展成那样的 现在人家发展成什么样的 那完全是俩眼一摸黑啊 未知才是最大的恐惧 而面临恐惧最佳的方式 就是不断的强大自己 现在国防军越强大 帝国的内患清理的越多 军械营造局的新式武器越多 洪志皇帝才越安心 嗯 好 就由军部领张伦都贵西军武 整合贵西 洪志皇帝点了点头 沉声道 朕在下一道秘址 由张伦 总督越 钱 滇 三不正使司 此番平叛 亦或整合西南事宜 都由他行事 虎头老国公听着洪志皇帝这话 不由得功身就要大礼下拜 老臣 谢陛下厚恩 洪志皇帝不等老国公拜下 就把他给搀扶起来 哎 莫公 莫有如此啊 赤虎儿也是正看着长大的 将来太子即位 还需他多加护持啊 这番话说出来 就道出了张家在洪志皇帝心中的地位 秘址的这番举动 则是让其余人感叹 赤虎儿人家 那不是减在地心 人家那可以说是深得地心了 秘址的话 只是提及让他有权利调用诸省资源 却没有提及他需要具体做什么 洪志皇帝说 让张小公爷只需评判 便是大公的话 那可不是说说而已 张小公爷则是很快地就收到了 来自于军部的指令 同时送来的还有洪志皇帝的秘址 将新的任命和秘址都接完之后 虎头老国公破天荒地摒退了左右 唯独让孙子在草炉里与自己坐下一谈 探炉上的玉泉山的泉水 孤独孤独地冒着热气 张小公爷恭恭敬敬地给爷爷泡茶洗杯 基本只要允许 他每天都会和老国公一起吃饭 因为不再需要每天上朝了 只需要去军部当职 再加上老国公将经营的训练指挥 那都给交出去了 于是老国公也不需要住在城里 老人更喜欢张家庄子 每天当职完毕之后 他就回到张家庄子 在新修造的祠堂里 和那些个庄子里的老亲兵们喝茶聊天 此番西南之行 有几分诚实的把握呀 虎头老国公看着孙子行云流水 但却无比恭敬地给自己泡茶 不由得感慨 自己终究是老了呀 家里从前八十斤的施工石 如今被老周管家悄然地换成了六十斤的 伺候了老国公几十年 老周管家很敏感地发现了 老国公身体机能的衰退 虎头老国公并没有阻止老周管家 实际上到他这个年纪 还能够拿起六十斤施工石 已经是难得了 至少七成 其余则看天意 张小公爷几乎不打包票 啥事能有七八分把握 那就不错了 那可不是说你说一定能成 那就能成的呀 记住不要勉强 你尚且年幼 此番便当作是试炼就行 说着虎头老国公沉吟了一会儿 拿出了本册子 放在了桌子上 这些人 如果到了安南 可以联系一番 可助你尝试 什么 咱家在酒边有首尾 在西南居然还有安排啊 张小公爷直接傻眼了 虎头老国公看到孙子那些傻眼的样子 不由得哈哈一笑 哎呀 咱家老祖当年数次征伐安南 当地自然有不少吐司被押服了 张小公爷听着爷爷娓娓道来 这才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和大概 当年自家老祖张府 竖征安南 杀的是人头滚滚血流成河 那些个吐司们多数蛮人 不管你是什么来头 我也不在乎 只要你能打 我就扶你 你来了 我也认账 认怂 要是换其他人来 管你什么大明不大明的 嘿嘿 然后呢 这大明重心北夷 安南再次造反 到了宣宗时期 又选择了撤军 张家老祖当时功勋 已经是盛级了 也不好再请命征伐 于是只能是沉默作罢 于是这份名单 就一直锁在柜中 虎头老国公身份特殊 也不好自请征伐安南 上面的人 这些年也曾与家里联系 只是言语之间 也不再像当初那么恭敬了 虎头老国公淡淡地 对着孙子说 不过 他们都算是有把柄 在咱们手里啊 所以 应可堪一用 小公爷翻开这本册子 看了一眼 不由得苦笑一声 这些人算下来 几乎都是现在安南 所有在即的重臣呢 可以说 现在安南这么多年 那算是贼性不改 后黎朝的黎思南那会儿 就左右欺负战城南长 大概是天晴了 雨停了 老黎又觉得自己行了 于是开始琢磨搞一搞大明 于是就发生了 十五年冬 浩潜兵八百余人 这个浩啊 指的是后黎朝的皇帝黎浩 越滇南猛自戒 声言不道 善捷营住室已居的事情 就是说 这家伙不满足 只是搞搞战城这些小国 所以打算试探一下大明 用抓贼的名义 派了八百多人 直接越境占了地盘 当时的兵部尚书 就是马温生 这老家伙当年呢 还是有几分气魄 于是直接找到了 安南的使者 当面呵斥 归遇而主 各保疆土享太平 不然朝廷一旦赫然震怒 天兵压境 如永乐朝市 而主得无悔呼 说的又是文言文 其实意思很简单 你呀赶紧让你家狗犊子滚回去 不然我家老大大手一挥 那就是几十万小弟 不对 那是几十万大军直接出动 你见过砂锅那么大的拳头吗 到时候让你知道 什么叫做大明的毒打 可别忘了我家先帝永乐陛下 把你们抽得满地找牙的事儿来 兵部尚书说这话 那就相当于现代的国防部长开口啊 顿时安南的使臣可就吓怂了 赶紧回去报告李浩 李浩呢也是没吱声 回头让人赶紧滚回来 然后没几年呢 这李浩就死了 按说呢 像他这种罪儿小邦的皇帝 是没有资格用嗜好的 其实当时也不能说是皇帝 只能算是一个藩属国的国王 但这安南呢 还是偷偷地给他用上了嗜好 叫做圣宗 现在继任的是他儿子 他儿子倒是不敢装犊子了 主要是他老爹都怂了 他还哪有胆子挑衅呢 不过他儿子呢 那也是有自己心思 就是总琢磨 让大明给他赐一身王爵的滚冕 这会儿大明国的王爵 那地位可是岗岗的 能够混到的 也就只有高丽王了 为什么只有他们才有呢 你看看历史 也就知道为什么了 高丽王朝十路 宣宗十路记载 中国父母也 我国与扶桑 同是外国也 如子也 以言其父母之于子 则我国孝子也 扶桑贼子也 这说的又是文言文 其实翻译起来很简单 也就是呢 中国是我爹 中国是我妈 我们和扶桑呢 也就是我们和日本 那就相当于中国的孩子 如果说我们是中国的孩子 那我们高丽王朝 那就相当于是孝子 好孩子 而那个日本呢 就相当于是逆子 你看高丽这么说 实际上也是这么做的 万历当年为高丽打了一场 抗扶桑原高丽 把当时愁愁满志的 风尘秀吉打得是满地爪牙 帮着高丽 帮着高丽复国之后 高丽就一门心思的 给大明朝尽忠尽孝了 萨尔虎之战 虽然高丽派去的兵员作用不大 但好歹那可是真派兵支援了呀 而且他们还是从来不服后金 也就是不服后来的满清 后金打来 顶多是定立个兄弟之盟 后金退兵呢 立马就向大明这边 输奏备兵情节 然后等着大明的命令 要继续跟后金死磕一波 甚至哪怕大明朝都亡了 高丽的数人国王 那都不断地试图联系南方 反清复明的势力 一起起兵 虽然后来呢 那是被大清揍得没办法了 在公文往来上 被迫采用大清年号 可是祭祀 墓碑碑文 还有其他与大明相关的重要场合下 高丽朝野上下 依旧固执地采用 崇祯后纪元 直到二十世纪初 才逐步地停止 可那会儿 大明朝都已经灭亡 小二百多年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四百一十五集 记住 活着回来 虎头老国公喝下了几杯茶水 虎目中满是不舍 想要说些什么 但终究是尝他一口气 哎呀 陈吊翁这老家伙 没事 框你练什么童子功啊 老夫回头就收拾他 得 可怜的陈周彤 要为自己当年的任性 付出代价来 张小公爷倒是哭笑不得 自家大夫的脾气 他也知道 大夫平日里看着好说话 其实暴躁起来 那是极为可怕的 进阳之战中 自家大夫沿途 全然黑脸 带着亲卫一马当先 根本就不等身后的经济 一人三马 直接就强袭过来 说到了这里 虎头老国公顿时就没有了兴致 只是低声的 给张小公爷 絮絮叨叨的说了一通 大致就是注意一下 滇南的各种情况 尽管张小公爷 对于滇南周边的情况很熟悉 但他还是低头 恭顺的 听着自家大夫的叙道 直到半夜了 虎头老国公才疲惫的白手 让孙子休息 然后静自在老周管家的伺候下 离开了草庐 张小公爷则是晨夜累一会儿 让妙安把小周管家叫来 吩咐了一番 这才休息去 密旨是要求张小公爷 尽快出发 但却没有写明时间 于是张小公爷这边 并没有立即出发 而是先让小周管家 请来了程国公等人 还有户部左侍郎 王衍等人下朝之后一并前来 诸后赵则是趁着这么几天 早早地把军械营造局里的铁轨 再度完善了一遍 于吃虎此番让老夫等人来 确实要看什么好玩意儿啊 程国公诸服已经习惯了 只要是这位小公爷让他们来 那必然是有发财的路数 户部左侍郎王衍虽然不是第一次和张小公爷打交道 但对于张小公爷的路数 那也是门清啊 此番事物之主角 并非小子 乃是殿下 张小公爷笑眯眯的做了一个请的姿势 这还好奇的看着军械营造局的两个人 不由得抬眼望去 就见到诸后赵 那是一身功袍 乐呵呵的走了过来 复光 明山公 今天本宫将二位带来 就是见识见识军械营造局 新研制的戾气 就见到诸后赵一脸肃然 那小脸蛋看着 倒是有几分高人的形象 而太子都这么说了 这两个人也是收起了观望的态度 恭身做礼道 还请殿下明示 这两个人的态度 那是五分真心 五分则是因为礼仪 五分真心是来自于 太子从御痴虎那里学到的本事 毕竟那场梁末济然之战 轰轰烈烈 他们这两位可是少数知情的人 至少他们自问 在太子这个年纪 是完全做不到的 五分是因为礼仪 毕竟这熊孩子是太子嘛 就算是不情愿 也得给人几分面子 你要是现在掉碗 将来人家登基了 那不跟你算账啊 哈哈 两位且随本宫来 诸侯赵现在这讲解技能 那已经是满点了 尤其是在小公爷这几天的特训之后 仅仅是稿子 就帮着他拟定了三次 中间还不断地和他对稿 保证他能够脱稿后 还流利地表达出来 这一行人左右转了一圈 很快就来到了那处 铁轨车所在的位置 这是 猛然见到这铁轨马车 诸府王眼二人 那也是目瞪口呆 此乃铁轨马车 乃是本宫根据古秦时迟到古路考证后修建的 诸后赵很满意这两个人的表情 然后开始逐步地介绍起来 这铁轨马车了 反正说到底 那就是一通吹呀 当年大秦能够飞驰征伐 运输粮末物资 所依仗的就是这迟到 战马飞驰之下 只需要不断地沿途更换战马马夫 就可以日夜不停歇地 往目的地运送粮末物资 如此一来 则是可以保证大军所需呀 只是古代的迟到所用的乃是木料 而本宫今天结合了当今形式 改用铁钉为材料 重新打造 那是一番呼 啊不对 那是一番讲解呀 说的是头头是道 哪怕是王眼这样的老学鲸 都好奇地开始围着马车拽悠 这嘴中是不住的喃喃自语呀 难怪大秦数十万大军所需 能够及时供应啊 王眼抚摸着这铁轨马车 感叹着说 老夫还说呢 古籍上所载的数十万大军行动 如何可能呢 毕竟这沿途梁末自重 乃是消耗极大的呀 这到底怎么能供应得上呢 这话可说到点子上了 包括永乐地征伐草原 实际上也是后勤是最大的问题 十多万人甚至几十万人 人马呢都得吃饭呢 这粮食如何供应啊 没有了梁末自重 这仗还怎么打呀 随军携带的话 你又能带多少口粮啊 自重队伍还得耗费兵力去护送 而一旦后勤自重被切断了 那就只能退兵了 否则没了吃的 大军瞬间可就崩溃了 那此车再重 真像太子所说的 有八十弹吗 八十弹 而且还能比现在的迟道 跑得更快 陈国公看到的 其实可不止是这点 更重要的是 这条迟道 其他车子那走不了啊 这就意味着 这可是这条车子的 专用行走路线呢 完全不会出现直道上 人多车多堵塞的现象 一个时辰跑五十里 王眼这会儿也反应过来 激动的望着诸后赵 诸后赵很满意他们的反应 黑黑一笑 这是必然 来 本宫且为二位掩饰一番 说着便命人拿来一节节的钢钉 这些钢钉上都标注着重量 陈国公等二人 上前试了一把 嗯 这些上面标注的重量没错 那都是足足的 没一会儿 就见到车厢上 已经载满了这些钢钉 足足八十单 而诸后赵 则是请他们二人上了马车 马车前驾驶室 专门换装了后座 前面则是有两匹战马 驾驶过这铁轨马车的老手 对着贵人们行礼之后 这才开始呼喝着 驾 顿时这铁轨马车可就缓缓动起来了 哎呀 动了 真的动了 这可是八十单啊 王眼激动的嘴皮子都在哆嗦 他可是从公部主事 历任荣城之府的 然后才又调回户部 担任左侍郎的老陈 这算是少部分在基层工作过的 他很清楚 这种能够载重八十单的铁轨马车 究竟能够用到什么地方 能够产生多大的作用 这马车从开始缓缓地运动 到越跑越快 王眼很快地发现 这些战马几乎是踏着点在跑动 每一步都是踩在枕木上 顿时他们是不由得瞪大了眼睛 明山公发现了 这也是本宫从秦朝迟到遗迹中发现的 诸后赵对于王眼顿时是刮目相看 从他眼神里那就看得出来 这身为户部左侍郎 那本事可不是盖的 居然能够观察到这个细节 太子谬赞了 老陈毕竟曾治四水 第一险滩 吕良红 这点眼力还是有的 王眼笑眯眯的对着诸后赵作礼 心下赞叹着这位太子的聪慧啊 现在国朝已经没有人觉着工匠的价值低了 尤其是到了王眼这个位置的人 而王眼自身呢 也像他所说 那是经历过治水患的 他非常清楚 工匠在这些事宜上起到的作用 这是为了战马无法偷懒 同时也是为了让战马减少马蹄死耗 诸后赵笑眯眯的解释了一番 将自己的发现说了一遍 每次的踩踏都必须要踩踏在枕墓上 这边让战马同步跑 要是战马偷懒步子小了 那蹄子可就会掉下去 而且有龙头在前方 让战马偷懒不得 枕墓同时又能够减缓战马踩踏上去的撞击反弹 让战马损耗没那么大 这车速可以持续多久啊 程国公很快发现 车速到达一定程度后 就被前面的车夫给控制下来了 车夫选择的是让战马保持在匀速前进 并没有一味的提高速度 但即便是这样 战马的速度那也已经很快了 就见马车两侧的警务飞快的后退 那风是嗖嗖嗖嗖地刮过马车 若是不惜马力 可以跑到战马体力不支 诸侯赵笑眯眯的轻声说 如果有一战换马的话 飞驰一日夜就可以达到五百里 这话一出 顿时这两位那是嘶嘶嘶地倒吸了一口凉气 作为户部左侍郎的王眼 想到的那是救灾啊 如果是地方有灾 这马车可以连夜飞驰 只需要数日就可以抵达受灾区 开始阵济灾民 保证地方平和 而作为军部副总长的成国公诸府 他想到的则是运兵 如果是有地方声势 只需要这种马车数个日夜之下 就能够大军杀奔而至 任何反叛者都会被瞬间扑灭 甚至此车可以运输军械粮末 各种资中 这可比直到马车快多了呀 也比军族行军快多了 军族在马车上还可以休息 到了地方保持充足的战斗力 却见远远的 看着像是一处驿站的地方到了 那车夫就开始让战马降低速度 然后缓慢的让马车靠近于站台 几个人顿时就感觉到 两侧的警务开始减缓后退速度 而马车没一会儿 则是稳稳地停在了站台边上 就见到程国公王眼二人 顿时迫不及待地跳下马车 而后则是王眼红着眼珠子吼道 快 快把那些钢钉卸下来 程国公也是点了点头 甚至他不惜亲自上手 一个个地搬台测量是否真的有这么重 搬台完毕之后 王眼似乎还不放心地每一块都亲自搬台看看 这一回他们都没有等诸后赵继续忽悠 就回身顺着铁轨走 诸后赵莫名其妙地跟了上去 而张小公爷则是心下叹气 这俩老狐狸可真不是省油的灯啊 他们这是要亲自丈量长度 亲自保证重量 确定这中间没有任何一丝的猫腻才甘心 终于他们走到了出发的站台 这才转过身对着诸后赵沉声道 陛下 若是此路 老夫 支持你修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416集 诸后赵一听 王眼支持自己修铁路 诸后赵是目瞪口袋啊 他还准备接着往下推销呢 结果这两位是二话不说 直接表示要砸钱了 小公爷则是心底不住的抽搐 这些老狐狸们果然都不是善茬啊 那真是没一个笨蛋 他们只是从前没有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就好像能够拿下硕士博士 能把那些烧脑论文各项科研都折腾出来的 那能是笨蛋吗 肯定不是 一旦这帮人拿出心思去钻研某件事情 这类事物 那他们能够研究明白吗 诸佛王眼二人 那能是读书读傻的人吗 他们是从前没有人提醒 也随着时代的惯性 没有往这方面去思考罢了 而一旦这些老家伙们 开始往这方面思考的时候 情况可就完全变了 尽管时代的局限性 依旧顽固的存在着 但从铁轨中看到 可能带来的好处 对他们而言完全不是问题 两位先别答应的这么快啊 诸侯赵苦着脸 叹气说 哎呀 这铁轨成本可比直到高出不少呢 这倒是没有叫两个人意外 毕竟这是用铁轨枕木铺的路线嘛 怎么可能成本会低呢 这路 恐怕得二三十两一里吧 一听这话 王眼琢磨了一下 踩了几脚那铁轨试探着问 二三十两 诸佛作着牙花子 这修一里地 一亩上好的水田 可就进去了呀 诸侯赵脸色腼腆 黑黑的低声说 这个啊 这个还要再多那么一点点 什么 还要再多 顿时王眼的脸色可就变了 但琢磨了一下 就是再多一点 那应该不会太多吧 三十五两 王眼觉着这已经够多了 三十五两那是什么概念呢 京师里一户迎时的五口之家 三个壮劳力 辛苦一年下来省吃俭用 估计也就这么多呀 一般人家一年下来 能有个十多两 那就已经是相当不错的收成了 这铁轨道修起来倒是差不多 但是这铁轨车一辆得五十两 诸侯赵有些不好意思的望着两个人 低声道 还有就是马匹 上好的战马 就是本宫今天所使用的 那市价估摸得三十两 要是驼马玩马 也得十多两呢 哎呀 算了 这孩子毕竟是太子嘛 王眼心底那直哆嗦呀 这根本就不是砸银子 这简直就是拿银子当柴来烧啊 三十五两一里也就算了 可这铁轨车一辆就得五十两 还得配上两匹马 如果要跑得快呢 还得用战马 这一辆车下来 如果是高配 那就得是一百二十两了 哪怕是用驼马玩马 那也得进百两 这要是再算上马夫 日常修缠铁轨道铁轨车 还有马匹的草料 王眼这么一算 那简直想死的心都有 可怜的诸侯赵这个时候 赶紧将求助的目光 送向了小公爷 小公爷则是咳嗽了一下 两位 还请听完殿下所言嘛 差点拂袖而去的两个人 勉强地点了点头 但心底里 已经对这次投资 怕了死刑了 诸侯赵士呼出一口气 整理了一下思绪 走到了铁轨车旁边 继续说 本公也知道成本太高了 所以打算先修矿产 到军械营造局的路段 说着 张勇等人很快让人 把一张桌子给抬了过来 上面铺上了看余图 却见一条红线标注着 从军械营造局 到矿场的路线 如今 军械营造局到矿场 相隔大概是70里地 日常所用 车马来回直到矿场一次 来回就是两个半时辰 诸侯赵说着 叹气说 因为道路难行 而且路上损耗颇大 以至于军械营造局 产量提不上去 这个问题 其实王眼诸府二人也知道 但这在大明来说 已经算是不错的情况了 很多矿场距离 军械营造局实在太远 这来回跑的成本也太高了 于是只能是在当地 粗略的炼制 然后就直接投入使用了 能够形成规模的大型炼制 除了军械营造局之外 也就是越北铸造司 铸造司的分局 能够做得到 但人家那是凭借着 河道的便利 才能够大量运输铁矿石过去 在京师的话 很多矿场附近 根本就没有河道 如果专门去开凿一条河道 那成本可就更高了 所以本宫想的是 将一部分如今的运输马车 转为铁轨车使用 就见诸侯赵对着两个人就说 先修住七十里的铁轨路 再造十辆铁轨马车赞用 只需对比两方的运力 就知道哪方更为划算了 七十里 十辆铁轨马车 按照刚才的报价算下来 也就是三千两 这倒是可以接收 如今马夫的老手 那月银也就二三分 一匹铁马玩马的草料一年下来 大约就是四五千而已 算下来倒也不是接收不了 同时也正好测试一番运力 而且如果成本降低 则利润增加 诸侯赵一看这两个人 目光不停的闪烁 就知道这两个老狐狸开始动心了 赶紧趁热打铁 再者说 随着野断日久 必然铁轨铸造成本再降 这个 王眼诸侯赵二人倒是认同 之前军械营造局 铸造锻造锻造 很多工具 刀剑 甲轴都挺贵的 一度让户部觉得非常的不划算 可随着他们逐渐熟手起来 再有创出新铸断法 可得军械营造局奖励之举 很快的成本就在飞速的下降 如今军械营造局锻造铠甲的成本 已经持平曾经公布的造甲了 但在质量方面 确实一次巨大的飞跃 军械局的铠甲 相当于从前的将领的甲州 这方面两者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这算是非常的物超所值 而且如今 达达与我朝不再为敌 牛马交易也将繁盛起来 诸侯赵这是越说越顺嘴啊 就看着熊孩子口若悬河 就像是现代的保险推销员似的 届时 拖马玩马 甚至战马的价格必然下调 此车可先做矿运 成本若是收回 则可先辅救于各大媒铁矿厂 这番话一说倒是头头是道 诸侯赵的手指头 不断地在勘于图上比划着 上面标注着一个个的矿山 不少都是距离京师 有一定的距离 这些矿虽然不错 但因为路途的问题 送来军械营造局这边 成本太高也就放弃了 如果这条铁轨路 能够顺利地收回成本 而且证明运力的确高于直到 那么专修一条运矿的铁轨车 也并非不行啊 诸侯赵一抬手 张勇赶紧换上一张 更大的直立开鱼图来 诸复王眼二人 则是开始激动地凑上来 看着勘于图上的红线标识 诸侯赵看着两个人的脸色都变了 不由得无比的得意 本宫早就琢磨好了 京师周边矿场 如果都修建完备了铁轨马车 那则说明是可行的 届时再控制成本 各地修筑铁轨车 可先连接于大运河附近的城镇 铁轨轨贵嘛 那咱可先修筑直到通往这些重镇 再由这些重镇 集散每年税负的粮末 然后经由大运河运往京师 此乃直到铁轨运河三折相辅相成 而形成的一道快速而密集的军书曲 可让京师的掌控力更高啊 如果再进一步成本降低 更可在直到之后 补充于铁轨车 布设于各个布政史司 贯通于帝国南北 西南 东南等地 甚至远至九边之外的草原 如此一来 帝国对于各布政史司 边疆的掌控力 必然与今日不可同日而语 王眼听的是无比的激动啊 如果这么干 那是大大的提高运力 销利啊 如果铁轨车 由快马运输 日夜奔驰之下 时日就可达数千里 这虽然比至现在八百里加急的速度 还要慢点 可却比如今大军调动要快多了 平日不急的话 驼马完马的运输 即便是慢一些 那也无妨 此路还有好处 就是风雨无阻 几乎没有阻滞 更重要的是 如果日后此铁轨车 形成巨大的军数线 诸侯照说到这儿 黑黑一笑 却没有继续说下去 但王眼诸服二人 既然能够体验一次铁轨车 就看出来他的优势所在 又岂能不懂这种暗示呢 如果这铁轨车成本降下来 那么它的价值堪比曹运呢 毕竟大明朝不是什么地方都有河 都可以造运河的 这铁轨车要是造成的话 那堪称是路上的运河 那马车就是运河上的船只 如果朝着这个方向考虑的话 这铁轨道的重要性顿时不言而喻 此铁轨马车在京师铺开 本宫就建议父皇 专利益铁轨军书总司 王眼一听这话 不由得心里翻了个白眼 不愧是御吃虎的好弟子 这德行的学的啊 几乎是一模一样 太子这是在威胁他们的 如果不给投钱的话 将来这铁轨军书总司 可就跟他们没啥关系了 这铁轨军书总司 如果成立的话 则负责帝国南北所有的铁轨车次调配 装卸 营运 养护等等 这话说的就更明白了 这就是说 要是户部不往这事上投钱的话 那以后 这铁轨车的调配方面 户部可就一点话都说不上了 军部倒是无所谓 有内裤在呢 而且这前期砸下去的银子 也就几千两 陛下倒也不至于不肯给这点钱 好吧 殿下也不用多说了 此番我户部 可战股几成啊 王爷脑子里盘算了一番 终究是打算认下这笔账了 诸府则是沉声道 老夫代表 在营货之会认了这笔账了 殿下说就行了 诸后赵其实心里也是捏了一把汗 虽说准备很充分 可到底能不能把这两位给忽悠住 没从这两个人口里得到确认钱 他心里也没底啊 而且这是他第一次扛大梁忽悠人 小公爷逼着他来干的 还说没把这两位给忽悠住的话 回头他先揍自己两顿 再亲自出马来说 还是说说各方虚作的事宜吧 这会诸后赵总算是定下心来 长长的虚出一口气 开始气定神贤 按不就般的继续忽悠 首先呢 如果涉及到了当地豪族世身的土地 则要由户部负责 不管户部去内阁打闹 还是派人去游说怎么都行 反正这土地必须得拿到手 而且还得让地方把铁路保护好 如果涉及到了薰贵的土地 则由赞英护职会这边出面去谈妥 当然了 涉及到了各地藩王 自然是由内库这边负责了 对于这点王眼诸府倒是没有意见 这也是最合适的分配方式 这分成比例嘛 自然是内库要占大头了 毕竟内库除了要负责藩王之外 还以军械营造局为股本入资的 王眼这一刻才感觉到 那会儿张小公也让皇家来弄着军械营造局 布械的大局啊 可即便是他意识到了 他也只能是捏着鼻子刃 没辙呀 皇家内库已经成长为比户部更加强大的巨兽了 除了营造局还有军部呢 别说他户部了 就是内阁那也吃不下呀 内阁占四成 户部三成 赞英获职会两成 剩下的一成则是给小公爷的 这点王眼诸府倒是没反对 毕竟啊 如果没有张小公爷入股的话 他们还不放心呢 谁不知道他才是财神爷呀 他入股的话 大家才会觉着挣钱嘛 只要挂上他的名字 哪怕是挂名 都能让人觉得 这买卖肯定能挣钱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四百一十七集 京师势必 张小公爷 则是要开始准备贵西执行了 好在之前就有越北的经验 所以机武将们也能够适应得过来 收拾了一番 一行人很快的 就在调查局安排的船只里 向着越北赶去 路线是要进入越北 然后再从越北转入乾州 在乾州和米鲁田磊他们会合之后 再看情况入贵西 这一次去 张小公爷算是半公开的情况下走的 所以只有少部分的人知道他的行踪 乘坐的小船 晃晃悠悠的来到了海上 帝国水师的战舰 已经在等着张小公爷了 内裤充盈了之后 洪志皇帝就开始大量的造军舰 虽然这个时候还没有恢复到 曾经三宝太监时候的宝船的规模 但是水师的实力已经是大大增强了 张小公爷现在所乘坐的这艘巨舰 就是历史上传说中的五千料大船 现代社会曾经有很多人质疑 到底传说中的五千料大船是否真的存在 毕竟如果按照计算的话 五千料的船实在是太大了 足足有两千多吨的排水量 质疑者的理由是 这么大的排水量 那得要多粗的龙骨才能够撑得住 与此同时 他们也认为人力也不可能操纵驾驶这么大的宝船 的确在多维天然水道天然港口 靠着风力和洋流航行的时代 是难以想象如此大船如何解决升帆转舵 掉头济驳进出港口 还有无风航行等一系列问题 后来随着不断的出土的证据 还有历史水文推断的资料 更有经历过下西洋的红宝 他的墓中出土的寿藏名等史料记载 确实存在着五千料的大船 张小公爷当时也曾怀疑 这么巨大的船只是不是真的存在 毕竟这可是五千料大船啊 折合现代的排水量 那可高达两千五百吨 而哥伦布发现每周的圣玛利亚号才多少啊 那排水量也就是一百二十吨 这是足足十倍以上的差距 后人的不自信 很多时候是源自于近代史上 曾经的屈辱和失败 但这种不自信带到了 对自己历史的考证认知上 甚至不假思索的自我否定 那就很可笑了 张小公也可知道 最激进的时候 甚至还有要求全面的废除汉字呢 希望全部用拉丁话的文字 认为那样更先进 再说就跑题了 再拉回来 呼啦 巨大的风帆被缓缓的升起 在海风的吹拂下 这艘海上巨兽 隆隆隆的切开了海浪 缓缓的向着深海驶去 张小公也默默的走到了船头 望着浪头和深邃的海水 轻叹了一口气 来到大明转眼间已经好几个年头了 从开始的懵懂随波逐流 看看大明风貌游戏的心态 再到直面鲜血淋漓的厮杀 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什么 然后到了后来 主动的想要在这个时代改变些什么 其中的这些心理上的变化 小公爷自己也是说不清道不明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曾经小公爷觉得这话挺装犊子的 即便是刚刚来到大明朝的时候 他依旧是觉得这句话很扯犊子 既然财富自由了 那自然是保持健康 混吃等死 抱着这种心态 小公爷在试探改变了唐伯虎的命运之后 就开启了自己的苏杭之旅 按照他的想法 这本来是要去见识见识江南风月的 然而那些惨死在倭寇袭沙下的人 让他觉着自己应该做些什么 他们是人哪 和自己一样 那是有血有肉的人 那一刻他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什么 因为他能为这些人做些什么 没别的 只图个安心 然而事情总是缓缓地脱离控制 当碰见了海音李希 见到了那些佛狼机炮和火生枪的时候 没有人知道那一瞬间 对张小公爷的触动到底有多大 他脑海中在那一刻 仿佛见到了清末国门被敲开 那些宁笑的嘴脸烧杀抢掠 他仿佛耳边想起了万千冤魂的哀嚎 想起了华夏数千年先贤悲愤的怒吼 清末民国 国败家王 那期间的屈辱 一度抽打着所有的国人 那些个列强们用鲜血淋漓的事实告诉了国人 落后只能是被欺辱 事实上到了那一刻 小公爷想要做的 也仅仅是想要带给大明些许改变 直到那场经研变讲之前 他甚至没有敢去想过 真正的让这个王朝改变什么 然而当在准备经研变场的时候 他这才发现 他即便是给这个王朝留下些什么 也很快会被儒家所淹没 根植在华夏民族上影响长达千年的儒家 哪怕是现代来人的自己 都是无法避免的受到影响 何况是在这个时代呢 这可是个儒家影响力最大的时代 即便是张小公爷权倾一时 又能怎样呢 即便他获得了皇帝的支持 有着巨大的权柄又如何呢 他现在还年轻 但他终究会老去 他终究是会经历不济 而最重要的是 大明朝最终的执行者 依旧是儒家的那批人 他们或许会暂时这幅 然而他们终究是会 不断地寻找机会 发起反击 王安石在北宋的改革 那是怎么破产的 大明的开国太祖朱元璋 他对贪腐的高压 又是如何被切断的 还有后来的张居正 他的改革又是怎么被变相执行 以至于留下骂名的 这些儒家文人掌握着笔杆子 掌握着权力 他们会恶毒地攻击一切 不利于他们的事物 他们会抹杀掉一切 不利于他们的事物 暂时不行就这扶起来 再找机会下手 张小公爷之前 从来没有试图去改变大明神 就是知道这个情况 他如果安安稳稳地 做他的小公爷 满朝文武甚至皇帝 都不会招惹他 他可以逍遥地过完这辈子 再随手丢几篇诗文 混个名士的声誉 那史书就能记他一笔 然而这是他想要的吗 经言变场那一遍 是跟刘大夏的一遍 但那何尝不是 欲吃虎对自己的拷问呢 我到底要做什么呢 知道历史的走向 等着这一切发生 还是想方设法地少走弯路 让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能够骄傲地传承 融入骨髓里的文明呢 炮火声在经言变场中 响起的时候 张小公爷脑海闪过的 就是前世的画面 烧成了废墟的圆明园 那些白皮 猙獰狂嘲笑的放肆大笑 将五千年文华 踩在脚底下 那种蔑视和轻贱 一件件被他们摆在了博物馆里 沾着滑下民族血泪的文物 他们居然还有脸和我们谈文明 那是一群靠着贩奴 靠着欺骗 靠着抢掠 吃着旁人血肉 用别人血泪积累财富起来的 强盗后裔们 他们没有一丁点的羞愧 他们居然还有脸谈文明 没有人知道的是 那一刻张小公也终于下定了决心 要让这个国家 要让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 摆脱这个厄运 也就是这一刻 他才真正的明白了 什么是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他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他甚至有机会为此而做些什么 张小公爷肯定是看不到 身后会发生的那些事情 但他知道这些事情会发生 他无法选择视而不见 他能瞒过所有人 但他骗不了自己 感慨了一通 哗啦 浪花拍在了战舰上 刀锋一样的船手 将湛蓝色的海水切开 猛烈的刚风 将小公爷血白的衣袍吹起 咸兴的海风之下 欲吃虎昂首立于船手上 庙安族立鹤远远地望着他 自从启航之后 小公爷就一直站在船手 也没有人敢来打搅他 所有人都是默默地等待着 这种情形上次出现 那是在江南的桃林 当时张小公爷连续数日 都是在沉思的状态 但恢复后的小公爷 显然学问更加地精进了一层 譬如诗作的问世 都多了好几首 这就是名声啊 小公爷其实是在不断地 回忆这段时间自己的动作 看看是否有疏漏 他很清楚一点 仅仅凭他一个人 几个人 甚至一些弟子 那很难成事 即便是侥幸成事了 也会在他全是削弱之后 被风吹雨打去 所以在培养学生的同时 他在培养的是一大群既得利益者 任何一项改革 都需要顾及到多方的利益 只有获利方越多 变革才能够进行得越顺利 而同时张小公爷 才能够顺势树立起原始的规则 当大多数人 都从这套规则中获利的时候 哪怕是很多读书人 也从这套规则中获利的时候 即便是后来有人 想要对这套规则动手 那都很难呢 欲吃虎要做到的 就是这点 就是让大部分人 从变革中获利 同时他在制定规则 这套规则将会兼顾到 多方的利益 为多方创造利益 唯有这样 变革才会被他们自发的 去维护这套规则 如今这套规则中囊括进来的 包括了皇帝的内裤 勋贵们的赡英货职会 国朝的户部 甚至到内阁诸部的上书 元老院 就是为他们所设置的 朝堂诸部 各部政使司的官员 也有了极大的晋升渠道 考核上家调回国朝政务学院任教 就绝 然后分配到诸部任职 这是下一步要推进的 小公爷还兼顾了科举的进士举子 因为各部都各自开科取士 补充官员 这极大的促进了举子们 进入仕途的道路 没有几个举子会拒绝这点 随着详续教育部的铺开 很多社学建立起来 底层的秀才们也会从中获利 甚至连内官小公爷那都考虑到了 险中辞元老院的一席之地 在帮着内库经营各项的皇家股份的资产 还能够拿到分红 论名论利 论地位 他们可全都能拿得到啊 接下来的 就是要等海淫里希回来了 小公爷望着湛蓝色的海面 一转眼 那海淫里希已经回去好几年了 但这个时代的航海跟现代可不一样 毕竟这个时候的航海 没有现代的机械澎湃动力做支撑 几乎全都靠着锋利 船桨在行进 这出航一趟一两年才抵达 那都是长事啊 哥伦布此时已经发现了新大陆 并已经开始登陆美洲大陆了 希望那小子能够平安回来 能够给我带一些惊喜回来 缓缓地吐出了一口气 张小公爷这才放下了一切 回首望着庙安足利贺 轻声道 姐姐 我饿了 船在海上几乎是乏善可陈 毕竟大海刚看的时候还挺有意思 可每天都看 那可就烦了 待在船上 哪都去不了 也只能猫着 张小公爷 每天也只能是在甲板上演舞 不适合足利贺庙安 叮叮当当地打作一团 终于在航行了好些时日之后 战舰缓缓地靠近了 越北外海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四百一十九集 当战船缓缓靠近了越北外海 信哥放出去之后 很快就有 灾婴获值会的商船过来 把他们接过去 顺着江水的入海口 小公爷很快看到了 阔别许久的陆地 和阳城访试码头 此时的阳城访试码头 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商贸集散地 这里已经成为了中转枢纽了 钱州来的各项货物 顺江而下 在此集散分发到闽浙京师 而京师来的货物 也在此集散 被分送往 钱州 贵北 京师等地 于是这里的货占访试 比京师朝白河访试更大 然而小公爷并没有打算上岸 他只是默默地通过纱窗 望向了这片巨大的访试 华夏民族的创造力 从古迄今没有差过半分 自己仅仅是需要给他们点上一盏灯 他们就能够通过这盏灯 点亮一片灯海 从小舟管家 从勋贵们 再到下面的这些商骨们 都无声地证明了这一点 大明正在一点点地改变 自己和他们都需要适应的时间 船队缓缓地从江上驶过 顺着江河航行了一段时日 才抵达了乾州的码头 此时的乾州码头 早已经不像往日的简陋 这里被勋贵们经营的 几乎都要赶上朝白河方式的 延绵成片的大量商铺 往来的客商们络绎不绝 这里不仅有京师来采购的商骨 还有从蜀中赶来的商户 已经大量地铺设了水泥的一道上 车马人群川流不息 小公爷甚至看到了好些 略显熟悉的面孔 应该是曾经在吐司家里见过 他们熟练地说着官话 跟商骨们讨价还价 吵得是面红耳赤 不时还会跟往来访事的附近山民们 用乾州的方言大声交谈着什么 明晃晃的乾州货职会匾额 挂在了一处看起来像是关崖的门楣上 不时有人进进出出 而从码头上下来的小公爷 很快地就被一批人迎上围住了 这几个面色肃然的汉子 沉默而恭敬地将小公爷迎上了马车 随后缓缓出发 这一道竟然修通了 张小公爷几乎都是目瞪口呆了 哎呀我去 当年奢乡夫人修筑这龙场九亿 可是足足花了十年时间呢 龙场九亿十八站 水溪石桥千岁渠 上下足足六百里啊 主要是乾州山多路斗 更别说大明这会儿了 就算是现代给乾州修路 也就是贵州啊 那花费的资金和人力物力 也是巨大的 啊这您就有所不知了 此番注录各家出力不少啊 在马车前方给小公爷赶车的 就是调查局在这乾州的提斯 却见他轻声回答道 不瞒您说 这条道啊修筑得快 乃是各家吐司和刑部 都不惜命田呢 那是六万四千囚公 死了近四千人呢 六百里的路足足填进去了 几乎四千条人命 张小公爷沉默了一会儿 心里则是轻叹了口气 这资本一旦开始运转了 那么他的嗜血性质 就会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只要是为了利润 他们不会在乎到底死多少人 四大吐司还有下面的头人 为了一道尽快通行 自然是会疯狂的压榨 对于刑部而言 这种事情对他们也有好处 而且还不用他们动手 他们只需要默许此事就行 至于死掉的那些人 张小公爷呢 其实也不打算同情 直白地说 既然能够被逮来在这里干活 那就没一个是良善人 不是跟那些曾经的山贼水匪 有着直接往来 就是干过杀人夺产的事 甚至很多本身 那就是赫赫有名的山贼水匪 这些人死了倒是不足惜 要是没死的话 就全当是赎罪了 一道既然修缮起来 自然马车的速度就提高了不少 而也因为一道通畅 沿途的山贼盗匪 自然都被清剿一空了 更不时的有国防军军族查询 于是想要多挣钱的小商贩们 也都赶走这条一道做买卖 甚至张小公也惊讶地发现 一道的驿站 现在居然经营得非常不错 几个中间的驿站 甚至自发地形成了一个小镇 围绕着驿站 在驿道两侧出现了商铺 附近的村寨 都在自发地向这处小镇迁徙过来 在驿站的四周围形成定居点 远处的山寨 则是为了更方便交易 都到这里来赶集 商骨们见货源多了 人也多了 自然就停住下来 甚至定居下来做买卖 张小公也现在所处的 就是这样一出一站 距离前州金柱城 有着一段距离 却又没有离得太远 小州管家是提前询问了目的地 然后带着张家过来的十来个亲卫们 呼啦啦的提前抵达了 集市边上的小山谷里 有着一处林子 这里种的居然是成片的桃林 而且看起来都是四五年的桃树 不过这处林子 占地不是特别大 仅仅是十多亩而已 马车缓缓地靠近之后 小公也就闻到了不同的味道 显然这周边布满了无数的暗烧 至少隔着纱窗 他注意到的就有七八个人 显然这里有更多的人 只是不知道他们的位置 小州管家已经笑阴阴的躬身 在桃林的篱笆前等候了 而站在前方的却是迷路和田蕾 咔咔咔 马车门打开 先下车的就是鸡武将 早已经按捺不住的他们 飞快地在四周围 开始取出自己的新版火生枪 然后散开在四周 这些年以来 他们都已经习惯了 跟在小公爷身边的他们 就会自然而然地这么做 当所有鸡武将都下车 确定安全之后 英子才将车门打开 让小公爷下车 您终于到了 弥路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 看着略显有些疲惫的弥路 还有微微有些激动的田蕾 小公爷一如既往的温润 微微攻身 很是诚恳地说 辛苦了 就是这一句话 居然让弥路 这妖娆的浅州女子 眼眶微红 轻声叹道 哎 公子此话 妾身就是身死 也甘愿了 这话说的 让张小公也很尴尬 倒是弥路 展颜一笑 化解尴尬了 此处逃连 是妾身思念经师 所以造下的 说着 弥路伸出手来 牵住了小公爷 就往桃林里走 公子且看看 可有经师桃林的风韵吗 被弥路牵着的小公爷 僵了一下 但还是笑阴阴地 跟着弥路往里走 走到了田蕾身边的时候 还牵上了 脸上略有些失落的田蕾 轻声说 和弥路姐姐一道 带着我看看这桃林 见到这种情形 没心没肺的妙庵 倒是无所谓 只是英子等机武将 就有些气 殿下的手 妾身等人 都只是偶尔碰到 这钱周的婆娘 可心机真身呢 居然三两下的 就牵上公子了 祖力鹤呢 那是心如明镜 看着这弥路 嘴角微微带笑 往前走 心头是微叹了一下 这弥路 不愧是能够掀起 前周偌大风波的女人呢 便是这一番心机算计 怕是宫里的很多贵人 也未必能够有他厉害 头一句话 拿住了小公爷 但他的目的 不是让小公爷尴尬 而是让他心怀愧疚 接着顺势 就说起这桃林 再伸手去牵小公爷 果然小公爷 自然不好松开他 只能是由着他牵着 但肯定看破了他的心思 顺势把失落的田蕾也带上 然而祖力鹤却能看出 恐怕让小公爷带上田蕾 也是弥路心思算计中的一环呢 这女人聪明 但不可太聪明 越有能力的男人 越不可能接受一个 展现的比自己更聪明的女人 所以聪明 那是要适当展示一下 但也要让男人决战 你在他控制之内 而不是拖出他的控制之外 这一点上 弥路无疑拿捏得极为准确 亮出了自己的优势 却又用田蕾做了一个台阶 至于为什么放田蕾过来 那是因为田蕾的身份合适 他也是随着弥路一起来乾州的 也都是乾州出身 最重要的是 田蕾并不如弥路那般聪慧 帮他只会让他更加的依靠于弥路 这就是给自己寻找了同盟 双方可相辅相成 其实小公爷自己何尝不知道这些事啊 但有些事情 知道了 那也带装作不知道 走过桃林来到了草炉 这一切几乎都是按照京师的模样 一点点坐下来的 殷勤地伺候着小公爷 在几乎一样的屋子里坐下 再用核桃炭烧开泉水 给小公爷泡茶 弥路躬身坐在矮鸡旁 身巾里竟是一片雪白 小公爷扫了一眼 不由得微笑着 若无其事地收回目光 心里是苦笑啊 嗨呀 这真是妖精啊 殿男的事宜 妾身已经知道大半了 吐司头人其实多是在观望中 并没有直接参与 然而弥路却好像是一无所知一般 自顾自地开始做起了汇报 张小公爷点了点头 这也在情理之中啊 一部分人是直接举起了反旗 但这些人现在都没有开始进攻春城 这就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了 这就说明他们内部还是有分歧的 并非所有人都愿意直接造反 妾身已经拿到了他们的名单了 还有一些书信往来 证供供词 听到这妖娆身姿的姚家女子 在自己面前轻声细语地 说出她的工作成绩 张小公爷那是心头苦笑 这妖精果然手段不一般的 这滇南之乱呢 看似乱 实际上那是平缓 不足以成害 说着 公身给小公爷奉茶 前周四大吐司 虽然不知道您的计划 却都是在主动查探滇南情势呢 主动查探 欲吃虎笑了 这个主动查探用得可挺好啊 查探索德 汇总到了调查局 滇南斯提斯那边 妾身也不好多问 哦 这么懂事吗 张小公爷倒是很诧异 前周这些吐司 居然脑子拎得这么轻啊 要是吐司们知道 张小公爷现在是这么想的 估计就要痛呼流涕了 小祖宗啊 咱可是您的铁粉啊 主要是这修路 他们刀枪棍棒皮鞭子都一起上了 生生给折腾死了差不多四千人 修起来后那也是害怕呀 你这赶着别人去给自己修路倒是很爽 可这要是有一天自己脑子一抽 到时候可就是自己一大家子去给人修路了 想到这一点的时候 吐司们在瞅着新来 前周那调查局提斯笑咪咪的模样 顿时也就变得很懂事的 也不需要吩咐 就自行召集了下面的投人开会 让他们派出亲信到滇南去 务必要摸清楚滇南的动向 前周这边的投人们呢 有没有什么人是跟滇南联系的 张小公爷笑眯眯的望着弥鲁轻声问道 妙安气嘟嘟的站在一旁 弥鲁可把他的活全给包园了 最可气的是 这蛮女居然还穿的这么 这么风骚 这蛮女怀着什么心思 本福宝岂能不知啊 只是她可不知道公子修炼的 那是童子秘法 白费了一番心思 要是公子攻城 恐怕那闭眼猫 早就给小公爷拿下了 哪会轮到你呀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四百一十九集 此番前周获市总会的分润下来了 诸家投人多则数万两 少则数百两 弥鲁说到这儿 也是不由得心下叹气呀 自家的这位少爷 那是蹊跷玲珑心 怎么长的呢 和他一比 自己的那些谋算 顿时就成笑话了 还有个寨子 今年的收成也都不错 弥鲁接着说 又有前周学子 不正史思不学舍 怎会有不臣之心呢 倒是有些许投人 想要帮着国朝作战 说是为子孙 搏杀个功名回来 这话叫张小公爷 哭笑不得了 白手道 此事先按下吧 回头再说 还有什么情况 你且一并到来吧 弥鲁文言低头寻思了一番 才眼神飘向了边上的田蕾 田蕾见状站出来 有些激动的 哆哆嗦嗦的 把从自家大富那里 得到的消息说了一遍 田家没落后 没少跑伤 滇南他们自然是也常去的 所以在滇南他们的路子 可不比其他投人们少 甚至还可以互相印证一番 张小公爷听着田蕾的叙述 脸上不由得露出了一丝冷笑 因为田蕾所言中 明确地提到了 在水患后起兵前 安南的商人 越境做买卖的事 还有几拨人 看不出是什么来落 田蕾被小公爷的冷笑 生生地吓了一跳 毕竟他从来没有在 小公爷脸上 见到过这种表情 当小公爷那双桃花担缝 竖起的时候 那种曾经厮杀疆场的煞气 顿显于俊脸上 别担心 不是针对你的 看到自己吓着小姑娘了 小公爷顿时放缓了脸色 笑了笑 随后站起来 背着手轻声说 你继续说 田蕾这才呼出一口气 继续说了下去 差不多就是 滇南的各家吐司们 心思也很深 猥琐和一些屁股不干净的 吐司山贼盗匪们 多数还是抱着被招安的心思 毕竟他们的事 如果被掀开底的话 那可都是重罪呀 说不定 那就是个超家灭门的活 于是趁着这会儿 干脆闹腾起来 到时候混个招安 既往不救 也算是断了首尾 其余的吐司头人们 也是自己有自己的想法 前周吐司的情况 他们也看到了 手上的吐司兵 就是他们的倚仗啊 这要是被收回去 那他们还有什么话语权呢 连寨子里的族人 那都要被登记钉口 那自己还怎么做土皇帝呀 这批人造反了 按照规矩 多数也应该是 滇南慕王府这边 自行剿灭 到时候自己等人 再撐动慕王府 让国朝保持滇南现状 那不是大好吗 当然了 他们也清楚 万一闹腾得太大 国朝派出大军 那他们可不行啊 于是安南东虚这个时候 就可以起到外力的作用了 如果安南东虚等 这几个方面 再动作一下 国朝肯定得考虑再三 毕竟 这两个 可是现在整个西南边陲 实力最强的附属国 如果他们单独一家 对抗大明 他们肯定是没这个胆子 可现在的情况是 滇南多家吐司 东虚和安南联合起来发兵 这一下子 他们的胆子可就大了 当年 哪怕是老国公远征安南 那也需要滇南吐司们帮忙 就算是那会儿拿下了安南 安南还反了不少次呢 国朝也必然会考虑 如果大军压境 倾其战端 将会耗费多少钱粮 只要开战 那就不划算 自然会考虑到 进入谈判的阶段 自己等人 再推出穆王府 给国朝上表 说明自己等人 只是想保持滇南现状 只要国朝同意了 他们就立马归顺 出兵和安南东虚 打这么一场 其实说是打 也是打一场 给国朝看 演演戏罢了 到时候把那些乱臣贼子 全数驱逐出滇南 养我大明国威 当然了 此事中安南可夺战城之地 想必国朝也不会有什么心思 去顾及到战城又被灭国了 东虚则是可以看看身边哪个和事 再顺势吞战一些 再有就是 就算打起来 这军械消耗必然不小 刀剑弓铬铠甲 国朝总得给卫所补充一些吧 就算是不补充 那也需要拨下钱粮吧 这些 大家呢 都可以分分吧 真是打得一手 好算盘呢 真是算得一门 好心思 张小公也心头一转 只需结合调查局的卷宗 瞬间就得出结论了 你需要 见一见那四家人吗 弥鲁轻声捶手说 谢深 从来没有将你抵达的消息 告知他们 张小公也沉淫了一会儿 才说到 先把调查局的那位提司请进来吧 我见完他再说 很多话在沿途上 那也不好说 只能是到了草庐 确认安全之后 才能说 帝国皇家调查局 钱粮司提司 彭徽 见过将军 很快 那位护送小公爷前来的 钱粮提司 就走了进来 小公爷轻轻地点了点头 站起来回了一礼 就让他坐下 彭徽不敢 您且吩咐便是 却见着彭徽 攻身行礼 无比恭敬地说 举座有令 在下需全力配合将军 点了点头 他才开始低声询问这彭徽 如今的前周状况 彭徽所言 倒是和弥鲁相差不大 主要就是四大吐司们 对于国朝评判的积极决心 他们可不光是热情高涨地 帮着彭徽收集消息 还不惜亲父滇南收集消息 这么说来 他们果然是一心相助国朝了 张小公爷若有所思 微笑着对着彭徽轻声问 彭徽是攻身轻声道 就在下所查 当是如此 点了点头 张小公爷沉眼泪一会儿 轻声说 这样 你透露一番 我已抵达前周 但得说 我不希望有其他人知道我来 打扰我就行 这彭徽虽然不知道 小公爷为什么会有这个要求 但还是攻身应施 随后见小公爷没有其他吩咐了 便起身缓缓退了下去 二位姐姐 可否帮我知会四家吐司 让他们自行前来便是 等彭徽走了 小公爷便微笑着 对着弥鲁田磊二女轻声说 弥鲁心下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这是要在四大吐司那里 确认他们的地位 这对于二女来说 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利好消息 也是对他们二人的回馈 让他们去通知此四家 然后再让这四家吐司来拜访自己 张小公爷是在用这种方式 告诉此四家人 弥鲁田磊已经达到了 可以代表自己说话的程度了 拿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弥鲁很适时地 就选择了告辞离开 田磊懵懵懂懂的 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就被弥鲁拉着 一并离开了 你 父亲 这弥鲁和田磊 以后待遇便与我和妙安一样吧 就在弥鲁离开后 足利贺轻柔地靠在了小公爷身边 笑咪咪地说 小公爷翻了个白眼 对着笑咪咪的闭眼猫 那是很无奈啊 弥鲁是智迹百出 可是足利贺那也是家学渊源 别人看不出来端倪的事情 足利贺哪能看不出来啊 今后后宅之中 就有两位姐姐决定便是了 张小公爷话音刚落 妙安就撇了撇嘴 碧尔猫馆就醒了 婢子不懂这些事 这话可真是扎心啊 足利贺一脸苦笑 要是不知道这死丫头的秉性 换一个心眼小的人来 恐怕这得记恨这丫头啊 边上的暗哨倒是做得挺好的 妾身方才仔细地瞧了一番 竟然是安排了三十多个人 足利贺很快地岔开了话题 轻声道 婴子那边 妾身且吩咐他多加注意 恐怕这钱周 未必就如表面上看起来 那般平静呢 钱周的确不在平静 实际上 这里从来就不曾真正地平静过 当田磊回到了田家的时候 田昊并没有感到惊讶 因为孙女回到钱周之初 他就知道了 毕竟是要借用田家的渠道 打听消息嘛 小公爷在钱周 但是当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田昊还是眉头跳了几下 田磊则是点了点头 郑重无比地说道 是啊 公子现在和孙女等人在一起呢 说着田磊就将小公爷的意思说了一遍 米鲁姐姐的意思是 让孙女通知大家和安家 顿了顿 田磊轻声道 他则通知杨家宋家 届时一并会合前往 田昊缓缓地吐出一口气 欣慰地点了点头 随后拍了拍孙女的胳膊 这话说的瞬间让田磊的瓜子脸 蹭得一下就红了 顿时这豆蔻年华的少女 漂亮的脸蛋上 阴红得如同粉嫩的桃花一般 大副 田磊见孙女如此 不由地苦笑又叹气说 哎呀 你当大副愿意说这事啊 你和小公爷生下子嗣 我们田家才算是彻底的稳当啊 明白吗 说着田昊按住了孙女的双肩 认真地说 雷儿啊 不要羞涩 大副的话 你需要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地记着 一字一句 都要记着 田磊被自己大副的语气吓了一跳 见大副的眼神 下意识不自主地点了点头 见到孙女如此 田昊松开了手 让自己的神情舒缓下来 走到了椅子边上坐下来 然后拍着另一把椅子 让田磊也坐下 这才望着田磊 尽量用舒缓的语气说 雷儿啊 你得知道 对于一个女子而言 能够找到一个良善人 那是多么难得的事啊 天昊一脸地认真 对着孙女说 而这世间呢 所有优秀的良人 有哪个没有女儿家争抢啊 越是优秀的良人 就有越多的女子在争抢啊 她们身边会缺了女子吗 必然是不缺的 而这个时候你如果不抢 那就是任由其他女子 把她抢去了 说着田昊顿了顿 看着还是一脸懵懂的孙女 不由得苦笑 哎呀 看来这孙女还是有些不懂啊 田昊只能是继续说 那弥鲁 你瞧她费尽心思 甚至不惜自剥面皮 都待在小公爷的身边 你以为这是为什么呀 论极聪慧 恐怕也只有 乾州当年的奢乡夫人 明德夫人 才能和她比 这田蕾倒是同意 即便是再傻 这些时日 她也看到了 弥鲁的智迹百出 形势从容 甚至她背地里都在感叹 如果弥鲁是个男子 必然继承家中吐司之位 他们一周吐司 恐怕也会因为她 而兴旺发达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四百二十集 啊 她比你聪明 所以也比你更明白 遇到良人 有多难呢 天昊一字一句地说 对着孙女 那是缓缓地解释着 那弥鲁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她看出来了 小公爷 虽然是看似身边花团紧簇 却对责任 看得非常重 哪怕是蹭到她身边去的 只要她默认接受了你 那么她就会默默地 为你扛起一切责任 能遇到这样的良人 在这个时代 那岂非兴世啊 就算小公爷 没有这身份家世 才华武功 光她那张 让女孩一看 就失魂落魄的脸 人家肯默默地扛起责任 这一点就已经极为难得了 这是在大明朝的时代啊 女子的地位 正处在一种 贵则贵之 贱则贱之的时候 能够遇到这样的男子 已经是兴慎之势了 小公爷 为什么让你们二人来乾州啊 如何又让你们二人 只会四家吐司啊 天昊不由得掰开了揉碎了 一点点地给自己的孙女说 这就是将你们二人的身份 打上了她的标签啊 以后在这乾州 你们二人以她的名号行事 那就准许了 这就是在表明一种态度 你们是她的人 你们二人就算是把天给捅破了 他欲吃虎 也能帮你们给扛下来 这话一说 田磊这才捂住了嘴 那汪若轻薄的葡萄眼 一下子就泛红了 几乎就要掉下泪来 田昊则是在叙叙叨叨 苦口婆心地继续劝解着 心头哀叹 自家孙女怎么就没有 弥鲁那么奸滑呢 磊儿啊 好良人你不争 多的是女子在争啊 别说她身边的那位扶桑公主 还有能够进入后宫面间太后的婢女 甚至也不提她身边的 那一大圈的扶桑贵胄女子们 所组成的武装婢女了 就算她只待在京师 难道京师里就没有女子 想要靠向御尸虎的吗 田磊叫大副这么一说 也不由得扁了扁嘴 京师里想要踏进草庐门槛的女子 那可真是太多了 甚至还有秦怀铭记 特地北上 就想要找个路子和公子一见 但是呢 那草庐的门槛 哪是你想进就进的呀 小公爷不愿意随意相见 又不太出门 那些女子又从哪里能够见得着她呢 雷儿啊 你需要真真切切地知道 小公爷如今 那你和弥鲁 只是开始罢了 田昊无比认真地望着孙女 一字一句地说 要是不生些个子嗣 一切终究是场空了 不过现在 弥鲁可不知道 田昊这老家伙 正在教授孙女 如何从小公爷那里玩杜种呢 如果知道了 他也只能是赞上一句 老狐狸啊 如今他面前恭敬坐着的 是杨家的家主杨爱 您不必想得太多 此番作战 大约只需要您 做个姿态就行 杨爱可不敢在弥鲁面前拿大 甚至垂手都不敢看 弥鲁那妖娆的身姿 虽说杨爱这家伙 也不是什么好鸟 历史上呢 这小子可是有 强迫玷污侍女的记载 可那也得分人呐 要是个小侍女长得这么漂亮 这杨爱说下手也就下手了 可弥鲁 人家说到底 现在代表的可是小公爷呀 你要是对他有想法 你一家人的狗命还要不要了 您辛苦了 先许图产 雕表脆心 杨爱说着 双手捧过一个 精雕仙鹤松桃 檀木雕盒子 恭敬地放在了弥鲁身边 并将其打开 却见里面 竟然是一对二指粗细 铜壁薄厚的 镂空雕金镯子 镯子上 有富贵吉祥 金雀豹喜文 并相有三颗 拇指指盖大小的 红宝石 端得是 华贵非常 金工细作 既然杨大人心意全权 妾身 就确实不恭了 弥鲁笑颜吟地 望着杨爱 轻声说 大人不要担心 此番事宜 乃是大人 建功立业的时机呢 杨爱这心里 脆了一口 这个贼婆娘啊 不收好处 果然是不给我 说实话呀 给了点好处 才算是 吐露出点实情来 还请夫人试下 杨爱 心耳恭听 弥鲁似乎对杨爱的 心理活动一无所觉 只是自顾自地 轻声说 前周才多大呀 这话说的 让杨爱不由得一愣 弥鲁却啪的一声 关上了盒子 听闻大人也上报 安南东须 在滇南乱象中 做鬼 那么大人是否想过 为大明立下 开疆阔土之功呢 杨爱一听这话 浑身不由得一颤 而弥鲁则是笑颜颜地站了起来 前周四家若联合一处 为大明开疆阔土而振之 岂非美哉 开疆阔土而振之 杨爱顿时心肝狠狠地抽了一下 那就是说 自己又能有自主权了 但就是这个时候 弥鲁却连礼物盒都没拿 直接转身离去了 哎哎 夫人且留步 杨爱见状 赶紧起身要追上去 但弥鲁却笑着转过身来 这里 当送给小公爷 而非切身 可明白了 弥鲁的这句话 让杨爱不由得一致 弥鲁对着弥鲁 行了一个大礼 无比感激地说 夫人厚安 杨某必谨记于心 见杨爱如此 弥鲁呼出一口气 轻声说 哎 妾身在公子身边 也须诸位贤德多余相助啊 前周诸家 唯有互相扶持 才可长久不衰 杨爱更加地恭敬了 却见他这次 是真心实意的 恭身作义 杨某 且送送夫人吧 弥鲁倒是没有拒绝 点了点头 在杨爱的恭送下 离开了杨府 没人注意到的是 很快 杨府的大管家 乔庄之后 就悄然出门了 夜半之时 几个身影 护送着几个身影 就从杨家的后门进宅 那几个身影 一直都没有出来 直到天蒙蒙亮的时候 才有一辆看起来 像是装货的马车 从杨府后面驶出去 随着缓缓升起的晨光 很快地离开了金筑城 消失在大道上 罪名李福达 求见将军 张小公爷的桃林篱笆外 不知道什么时候 跪倒了一个身影 这个身影是五体投地啊 恭恭敬敬地跪倒在地上 以头触地 声若惊雷一般 突然炸开 机武将们呼呼呼地 从桃林中闪身而出 一支支火绳枪的枪绳被点燃 哗啦啦的铠甲不住作响 很快地就四散开来 将这身影围在了其中 那些个在桃林外的岸少们 惊恐地跃下树梢 跳出草垫子 腰间的长刀 苍狼出鞘 他们甚至都没有察觉到 这个黑衣人是什么时候潜伏在桃林前的 就好像是凭空钻出来的一般 突然一下子就出现在了这里 然而呢 黑衣身影却窥然不动 保持着下败的姿势 就在众人要将他拿下的时候 远远地就见到福布家的姐姐 悄然现身 公子让他进来 见到福布家的姐姐过来 英子等人 这才沉着脸让开了一条道路 那身影缓缓地站起来 躬身垂手 谢将去宽人 说着缓缓地跟在了福布家姐姐的背后 进入了那桃林中 也就在这个时候 福布家妹妹的身影出现在了桃林外 对着那些个调查局的暗哨们轻声说 公子说了 此事非你们之过 不必自责 且继续警戒就是 若提斯大人来了 便让他入草庐找公子 说完 对着那些个感激的连连行礼的暗哨们 摆了摆手 就悄然离去了 而那身影低着头 看不清面容 穿着一身黑衣 恭恭敬敬的 跟在福布家姐姐的身后 桃林深处 草炉草亭 亭内矮鸡茶台上 摆着天青瓷塑怀湖 茶喜茶漏 边上的铁炉里 火红的澡壶炭 不断地散发着光热 上面的铁壶 咕噜咕噜地冒着水汽 左侧一位极为娇俏 生着杏眼 胸前一片红尾 身着铠甲的高挑婢女 而他正在仔细地观察着炭火 然后端起铁壶 开始冲泡茶水 右侧则是端坐着一位 身姿风营高挑 相貌端庄秀丽 生着一对 妩媚碧眼 却身着大名衣袍的少女 在此二女正中间坐着的 却是一位身着淡青色 秀傲雪 寒松图如山 身姿挺拔的少年 这少年生着一张白里透红 肤色宛如白臂一般的鹅蛋面 那脸上三亭饱满 瞧着更是浮相之人 而这少年的脸上 最为引人注目的 则是他的双眸 那一双眼眸 更是未雨而待笑 那黑衣人抬手望来的时候 也是尸神片刻呀 却见那黑衣人 飞快地低头下去 似乎在感叹 世间怎么能生出 如此绝艳之人呢 且坐吧 黑衣汉子 这才缓缓地抬起头来 叫人失望的是 这汉子是相貌平平 是那种你看了一眼 觉着有些熟悉 但一转脸 你就会瞬间忘掉的脸型 他似乎和很多人 长得很相似 但又找不出 和其他人相似的特点 李福达 就见那少年微笑着 望着黑衣人 轻叹着说 文明许久 总算一见了 那黑衣人 就是白脸李福达 眼见着李福达 攻身垂手 轻声道 罪民的贱名 能得将军文之 三生有幸啊 在将军面前 岂有罪民之位 罪民 还是站着打话吧 小公爷似乎 也没有勉强地打算 微微一笑 就将一盏茶推了过去 此番先生前来 恐怕已是胸有成竹 将成大气吧 李福达依旧垂手 轻声道 不敢 罪民 只是求条活路罢了 你家武子 如今安危无忧 张小公爷 并没有接他的茶 而是自顾自地 端起了茶盏 轻敏了一口 据于京师朝白河新居内 只是这府邸的门楣上 不知是要挂 谍报司李府 还是 调查局 李府啊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李府达望着小公爷 轻声道 罪民 只想于门楣上 挂着伯爵 扶植匾额 无论是谍报司 还是调查局 在京师里 几乎都是 没有人家会挂的 张小公爷这么说 其实就是告诉李府达 你现在的功勋不足 哪怕是回去 也是被监察的对象 谍报司 那是把你当成外来敌 来监察 调查局 则是因为 你曾经是反贼的身份 所以被监察 而李府达回的那句 想挂伯爵斧 就很直白了 我手上的东西 足以获国朝封场 哈哈 先生雄心 值得钦佩 小公爷也不搭话 只是笑言吟的轻声道 且在此捎带 一会儿调查局 在钱州的提司 就会到了 雄心值得钦佩 这句话的意思是 没实在东西 那就是空谈 同时 小公爷也直白地说 这事能决定的 不是我 将军大安 李某 铭记于信 李府达 恭恭敬敬地 再对小公爷 行了一个大礼 这个大礼 他是诚心实意的 他五个儿子 能活下来 那封给小公爷的信 是起到了 极大的作用 但也得小公爷 报给国朝才行 这相当于 是给他李府达 做了一个背书担保 其次 此番来到钱州 又肯见他 还叫调查局 钱州提司 在小公爷的草庐里面 见面 这分明就是 再次给他做担保 所以李府达 才毫不犹豫地 给小公爷 大礼拜谢 不一会儿 调查局 钱州提司 旁徽便匆赶到 却见他 脸色略微 有些惨白 见到桃林 远远地 在草庐外面 扑通就败倒在地 起来吧 此事不怪你 若是李先生 连这点本事都没有 早就身死足灭了 小公爷 笑颜淫地站起来 走到了庞辉身边 轻声安慰 且请成功汪公二人 来草庐相见便是 庞辉这才 诚惶诚恐地站起来 他整个背脊 都已经是冷汗尽透了 他可是很清楚 如果这位小公爷 在钱州 出了点什么事 国朝上下 绝对有无数人 要他全家死绝呀 所以对于小公爷的安全 他丝毫不敢怠慢 甚至这周边布置下去的 可都是调查局 钱州分司的好手啊 老祖宗 已经抵达金柱了 被执这就去请 这就去请 说着 庞辉攻身就要离去 也就在这个时候 李福达转身 对着庞辉行了一礼 轻声道 李某惭愧 多有冒犯 这话一边说着 李福达一边轻声说 只请大人稍待 李某不久将有后礼奉上 庞大人或许不久 就要归京了 庞辉可不是傻子 后礼归京 再配上李福达的身份 那么这份后礼的意味 可想而知啊 啊 先是客气了 若是来日归京 顶当到府上 讨扰一番 这两个人的对话 听得张小公爷是一阵翻白眼啊 你说这大名文人 喜欢说话拐弯也就罢了 怎么这些个武夫们 也沾染上了这个坏习惯呢 李福达刚才那番话 直白的意思就是 老庞啊 我老李这也是没办法 确实这事是咱不对 但请你放心 咱不是那没心没肺的人 咱手上现在有着 立下功勋的机会 回头一块升官发财 算是我老李补偿你的 庞辉的意思就更简单了 老李啊 要是真有这茬 那这事不仅结果 我老庞还念着你这个人情 到时候咱们 那就是过命的交情了 当然了 如果你老李 只是耍耍嘴皮子 哈哈 哈哈哈哈 李某竟被搏酒 与寒舍竟待庞大人大驾 放心 我老李那也不是玩嘴把似的 到时候咱们共谋一罪 这一番明里暗里的机风打完了 庞辉黑黑一笑 笑着抱拳就撤走了 李福达望着庞辉的背影 则是不由得苦笑 他潜伏到桃林前 是要给小公爷 斩斩自己本事的 可这事说到底 那是得罪了庞辉的事 如果此事不凭了 庞辉这边的怨队 回头指不定什么时候 就给你下点绊子 到时候可就是隐患了 庞辉这一走 小公爷就跟李福达 天南海北的砍了起来 李福达哪敢怠慢呢 小心翼翼的回应着 小公爷的问话 随着这两个人一问一答 李福达心下感慨 人家是少年成名 功成名就 不是没原因的呀 熏贵子弟 李福达那不是没见过 但小公爷这样的熏贵子弟 他是第一次见 他能从耕作翻土下肥堆肥 跟你聊到前朝成吉思汗 身后诸杭国裂变 能聊到范黎 子贡 白龟 伊顿 郭纵等 战国既然聚谷 也能够聊到 孙殡 吴启 魏辽等 兵家诸生 每每雨中齐地 那都是实打实的本事 至少在这方面 李福达是自愧不如 心到 真是败得不冤呢 张小公爷也是在感慨 这李福达果不愧是在数次的绝杀局中 逃出升天的人 别看这老小子是一副恭敬无比的样子 似乎是对自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可实际上他每句话那说的都是滴水不漏 稍微可能涉及他本人核心的问题 都被他轻巧地避开了 这老独子要不是生在造反世家 那都有机会能够断文十字考科举了 说不定他现在都能混得一省的部正史呢 甚至可以成为某部的尚书 不过叫小公爷意外的是 才不到两个时辰 庞辉就回来了 跟着他一起过来的 除了张成这老家伙外 居然汪直也在 咱家一直都在金柱 本来也打算今天过来 汪直笑眯眯地望着小公爷满心感叹 这孩子算是撬动了大明 很多从前不可言说之徒 本来以为自己能从金陵回京 已经是很不错了 这辈子能够终老金门 也是有个善终 谁成想啊 自己居然有朝一日 再度踏入宫中 甚至这谍报司的权势 比之前更大 却也更安全 白脸李先生 咱家与你打交道不少 可本人却是第一次见呢 张成笑眯眯地望着李福达 轻变道 果不愧为肖雄啊 却见着李福达 成皇成孔的后退两步 整个人扑通一下子 大礼拜下 罪名李福达 借过张大人 张成没有丝毫回应 只是笑眯眯地走到了小公爷身边 而后见李坐下 张小公爷 也是跟汪侄打了个招呼见李 三个人 这才一并坐下 但终究 没有一个人叫李福达起来 他就这么跪在地上 张小公爷微笑着 从庙安的手里接过铁壶 将茶盏里的残茶倒出去 壶里则是换上了新茶 冲泡洗淋 做的是行云流水 汪供 成功 请查 李福达依旧是跪着 张成笑爷淫的 和张小公爷畅聊了一番 他离去后惊失的状况 然后大致介绍了一下 如今滇难的形势 汪侄则是补充了一些 谍报司收到的消息 三个人相谈了 近乎半个时辰之后 张成这才似乎察觉到 李福达还跪着呢 却见张成的头偏了偏 轻声说道 哎呀 李先生 且先起来吧 已经跪了半个时辰的 李福达 这才颤颤巍巍地站起来 攻身作义 谢大人 张成双眼巍巍眉 看着站起来的李福达轻声道 说吧 你能给大明带来什么呀 这句话说得轻柔 然而其中的煞气 却在这轻柔中四下一出 你能给大明带来什么呀 你能拿出什么来保你和你那五个儿子的命啊 滇南一十七吐司头人 十一位 各州府 就听到攻身垂手而立的李福达轻言细语说 皆由罪民联络 安南密室五十六人 东须密室三十一人 步伞滇南前州两处 他们联络何人 其人复言如何 李某接近知晓 张成一听这话 转过头对着张小公也点了点头 而后就有鸡武将拿着一张折叠椅子 摆在了李福达的身侧 虚出一口气 李福达缓缓地坐下 这些只可保你李家一家大小的性命 再多可就换不了了 张成淡淡地对着坐下来的李福达轻声说 若是如此的话 滇南这边平息之后 你就可随咱家回京 李福达似乎并不着急 坐在椅子上 躬身轻声说 若是有 还将阔土之功呢 不知国朝会如何赏赐李某啊 沉默在椅子上的汪直听到这话 嘴角勾勒出一丝笑意 这李福达打的果然是这个主意啊 其实从他给张小公也留下信件后 汪直就猜到他要做什么了 他是个聪明人 而且是个非常聪明的人 作为聪明人的李福达 不可能不知道造反已经没前途了 五个儿子还落在大明的手里 他继续下去的话 除了身死足灭之外 别无他途 但李福达作为聪明人 手上一定留着足够保下自己和一家人性命的东西 那些东西不仅仅是上次他丢出来的名单 肯定有更多更重要的东西 这些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他李福达愿意接受罪求一般子孙失去科举资格的生活吗 如果他不愿意 那么就得摆脱这个罪求的身份 甚至他需要一个勋贵的身份 保证自己的子孙即便不去科举也能够活得很好 一般的军工 哪怕是协助国朝剿灭了其他白连分支 也做不到这点呢 能够获得如此大功勋的事 只有一件 那就是开疆阔土 安南东虚两地 你能调动多少力量啊 汪侄望着李福达双眼微微眯起 或者说 你在这两处能鼓道起来的力量有多大呀 坐在椅子上的李福达缓缓缓地抬起头来 望着汪侄声音很轻 安南王很喜欢一只我大名所产之 白宝松鹤延年金香玉盏 就是在寝宫里也带着 东虚吐司 近来干火旺盛 半夜砸了两只 景德镇所产的瓷瓶 汪侄脸上的笑意更浓了 却见他缓缓地站起身来 拿过矮机上的茶盏 随后走到了李福达的面前 将这茶盏递给了他 李福达慌忙起身 双手恭敬接下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四百二十二集 李福达接过汪侄手上的茶盏 说道 安南王前日早起饮了一碗燕窝 东虚吐司前日傍晚 吃的是森干炒肉 刚刚接过了茶的李福达 那端着的茶盏是微微一抖 却见那茶盏内水纹微微一抖 本就垂手的李福达 身姿放得更低了 甚至一句话都不敢说 好好认识 国朝从来不亏待将士 汪侄笑眯眯地拍了拍 李福达的肩膀 随后反身回到了 自己的座位上 向着自己对面的张承 请声道 成功 此人滇南势必之后 何否交给咱家呀 老祖宗说笑了 若是您看着得用 那便肯定是得用的 对着汪侄此人 张承可是不敢拿大的 别看人家汪侄年纪不大 可是资历比他张承深多了 不说人家的地宠犹在 就是宫里大大小小 受了他好处的人 那也是数不胜数 小公爷呀 咱家也就不跟你客气了 汪侄笑眯眯地 对着张承道了一声谢 随后转过山来 望着张小公爷轻声道 乾州朱家 还得你来下令啊 说着汪侄顿了顿 四大吐司家 现在正在来逃林的路上 漂亮的张小公爷 却没有回应汪侄的这番话 而是沉吟了一会儿 对着张承轻声说 成功 江南一带白莲雨孽 你可曾抓捕 张承一听这话 不由得愣了一下 这个倒是未曾 张小公爷点了点头 这也是情理之中啊 毕竟李福达给出的名单 只是一部分 可到底有多少人掺和其中 他们那都是隐蔽极深的 李福达哪里可能 把每家的根底都挖出来啊 自然是有所疏漏 张承也不会完全采信于李福达 只有派人摸底 一个个的确定下来 然后再根据这些人的动向 判断出白莲的余孽 到底有多少人 若是如此 小子倒是有一个想法 张小公爷那漂亮的桃花丹凤 眨巴了一下 汪之见状 不由得心头苦笑啊 这吃虎儿啊 肯定又憋着坏呢 汪之脑子一转 马上就想到了 张小公爷想要做什么了 吃虎儿莫非是 想要在滇南起事 安南东须互相呼应之时 让李先生南下一番吧 张承一听这话 不由得一个机灵 哎呀 此招设好啊 滇南彻底的举旗 安南东须再行动作 李福达携两家密信 连夜赶赴江南 那么江南的白莲余孽 会做何选择呢 有着越北乡山们的先例在前 又有九边豪族被收拾之后 江南诸多士族豪族 他们又会做如何选择呢 李福达显然也想到了这点 双目宁起 不由自主地妄想的小公爷 或者说 他其实想到的更多 那些蛰伏在江南的白莲余孽 他们不动 则只能是等着国朝腾出手来 彻底收拾他们 而且如果西南边疆平定 又添国防军君足 携西南大盛开疆阔之余波 他们又能躲到哪去呢 当然了 他们也可以赌国朝惨败于滇南 无力镇压安南东须两地 可就算是这样 一旦国朝恢复了 就算动不了这两地 未必就不会先拿他们这批软柿子捏呀 到时候再弄个超莫出家财做君资 再行征伐 若是此番是定 先生未必就不能正一个 傅昌伯的名位 张小公也似乎注意到了李福达的眼神 却见他轻声说了这么一句 而张成也是望向了李福达 专门走到了他的身边 拍了拍他的肩膀 若此事可成 你则可凭此功抵过 咱家可向陛下请免罚 安南东须之事 可按君功论 那我还考虑个屁呀 李福达现在也算是彻底歇了心切了 这大明搞是搞不动了 那咱就退一步 自己和子孙们荣华富贵一辈子 那不挺好的吗 李福达祖上老琢磨着怎么造反 说到底不就是为了荣华富贵吗 成功且放心 李某哪怕是豁出性命去 也必将此事办成 李福达第一次感觉到了 这有后盾的好处啊 哪怕自己身死此事 家中老小那也有个照顾 从前把命卖出去 未必能成 失败可就是一家老小全丢命啊 如今哪怕是自己命丢了 有着张成玉尸虎在 家中老小必然是无忧 若李某生有二心 天艳之 天艳之 李福达说着 一阵发痕 搓着牙花子 给吼出了这么一嗓子 汪直一听这话 不由得深深地望了李福达一眼 这家伙倒是个狠毒子啊 这天艳之是出自于哪呢 是出自于 论语 雍也 其曰 子见男子 子路不说 夫子始之曰 于所佛者 天艳之 天艳之 如果从语境来看的话 这就相当于 天大雷劈 天地不容的意思了 这大明朝可不像现代社会 发誓跟放屁式的键盘侠 那几乎张口就来 此时首先是封建礼教时期 其次还是很信鬼神之说的 来个地震 来个大汉啥的 皇帝都可能得下罪己诏 上台求雨 所以说呀 在这个时代 这种发重视 那是极狠的 先生可有婊子 张成没有回应他的这句话 而是问起了 李福达的婊子 李福达双眸一闪 随即感慨了一番 轻叹道 嗨 罪名多番更名 更是漂泊江湖上 倒是叫成功见笑了 若是不嫌弃 咱就为你取一字如何 张成笑眯眯地望着李福达 而后者哪儿还不明白这意思 赶紧后退两步 大礼拜下 成功赐字 李某三生有心啊 何敢不从也 小公爷见状 不由得撇来撇嘴 张成这老家伙 估计也吐不出什么好话来 这些个老家伙们 从来不会无地放使 如果张口 那是必有缘由 果然 张成这老家伙笑眯眯地 把李福达扶起来 轻声道 常闻 你为草莽应好 可惜从前不为国用 走了不少弯路啊 但是无妨 此时悔悟 倒也不迟啊 张成望着李福达 顿了一顿 一字一句地说 咱家 便将悔驰二字 赠你吧 李福达一听张成这番话 心头一颤 但依旧是俯身败下 谢成功赐字 悔驰感激不尽 悔驰不迟 李悔驰 这是告诫 也是鞭策 你李福达 曾犯下重罪 只是如今悔驰不迟 莫要再行歪踏错了 但李福达也知道 这也是张成等人 接纳于他的象征 否则的话 一个反贼的字 是你赠的 那你还怎么说得清楚啊 越北那边 我便亲自处置吧 张小公爷这个时候开口了 他可没忘了 自己到这边来的首要任务是啥 若是如此 滇难事宜 安难东须两地 则须大力调整啊 汪直皱了皱眉头 望向了李福达 后者是赶紧攻身坐一 此事 会时自有办法 还请诸位大人 说个实 张小公爷笑了笑 将诸人茶盏中的残茶盗去 为他们洗杯之后 再注上了新茶 请茶 几个人互相看了一眼 随后默默地端起了茶杯 如今一道通畅 从这里到贵北滇南边境 只需十五日 张小公爷放下了茶杯 轻声道 整备贵西卫索 各家吐司 至少得月余时间 也就是说 全部事情办下来 打底都得俩月了 张诚和汪直互相看了一眼 这都算是极快的了 途中要是出现什么变故的话 那么这个时间只会更长 两个月 这是毁持 可用性命担保的 李福达沉吟了一会儿 缓缓地抬起头来 沉声道 再多 就不好说了 能拖到两个月 这已经算是极为厉害的了 这点上 没法说李福达不够尽心 毕竟他掌握的资源 就摆在那里 能够周旋在一大群的地头蛇之间 还能鼓动他们起兵 控制他们的进攻时间 这已经非常牛逼了 别忘了 这其中还包括了 两个周边的强国呢 安南和东须 这两个国可都不是什么擅长啊 能让他们都随着 自己的指挥棒跳舞 这一份的权谋 说是能制霸一片区域 也不为过了 小公爷望着李福达 心下感叹 这李福达在历史上 数次掀起惊天巨韬 却又能全身而退 甚至在最要命的时候周旋左右 抓住了嘉靖帝 大礼义的心思 使武定侯郭勋出面 最终以武职之身 凭勋贵庇护 借皇帝心思 生生的把一大六 当时占据了上风的文幻 尽数给斗垮了 这其中的手腕 不可谓不高超啊 韦池 若是以安全计 可拖延多少时 汪直这个时候开口了 却见他笑着 望向了李福达 两个月的时间是极限 但这种极限之下 也就意味着 李福达很可能暴露身份 难得一个聪明人哪 在汪直看来 就这么暴露了 甚至身死 那简直太浪费 这样能够挑事的 脑子活的 心黑手狠的狠毒子 那可是个人才啊 咱家谍报司需要的 就是你李福达这样的人才 要伯爵吗 位置咱家给你背着 只要你挣下功勋了 要啥没有啊 别说你了 你的几个孩子 咱家也给你安排上 老老实实的为我谍报司 为帝国卖命就行 一个月 不 一个半月 李福达感激的 对着汪直连连作一 说了一个月 却又马上改口了 嗯 你且拖延一个月便是 现在他们不是 也没有进攻春城吗 汪直微微一笑 轻声道 咱家会负责拖延上 剩下的两个月 所以你不必担忧 这话说的 更让李福达感激了 顿时连连作一 张成这个时候也开口了 咱家调查局这边 也会出手 回池 当已存以有用之躯为先呢 此番鸡骑好手 咱家跟前可出二百 真鸡追踪好手 也有六十人 尽可助你 要是李福达你死了 咱家还怎么清操 江南一地的白脸鱼孽呀 这可是我调查局的大功绩呀 关系到咱家将来 入住元老院的大事啊 没完成这事之前 张成比任何人都舍不得李福达去死 多谢成功 多谢成功 李福达激动的连连作忆 这会儿他总算是彻底的感觉到了组织的温暖 有后盾 这人生可就不一样了 那简直就是开了挂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张成说的积极好手 那必然是比曾经自己手上的那些好手更厉害 最重要的还是真机追踪的好手 那些人起到的作用 可比积极的好手们更多呀 有了这批人在 李福达想要闹点事 想要查查谁的根底 只需要请张成出手 瞬间就能够把他们摸个底儿掉 这些时日 咱家先跟你到滇南去吧 张成说着 转身对着张小公爷轻声说 贵西斯提斯斯和 回头我让庞辉帮你联系 小公爷点了点头表示明白 而汪植也是开口说 咱家也随着过去吧 方便协调互相支援 顿了顿 汪植继续说 相关谍报 会交由调查局 转交给你 三言两语之间 就算是把这事给商定了 也就在这个时候 李福达攻身轻声道 张公 汇池还有个不情之情 嗯 你且说说看 张成并没有立即答应下来 而是让李福达 有一个说话的机会 李福达呼出一口气 轻声说 若是此间事了 往江南行事时 可否请庞大人 随属下一并前往 张成没有说话 只是眯起眼睛 望着李福达 后者是垂手苦笑着 轻声道 汇池前来时 对庞大人多有得罪呀 说着 就把自己潜伏到了 桃林前拜下 求见小公爷的事 一并给说了 张成脸上的阴郁 这才散去 微微一笑道 吴氏 若滇南情势稳定 便由他随你下江南吧 汪侄则是抬手 掩住了前额 望了眼天色 轻声道 走吧 想必诸家吐司们 现在已经快到了 张成看了看天色 也是点了点头 这两个人随即起身 便朝着草炉外行去 李福达则是 默默地跟在了后面 对着小公爷 感激地行了一礼 这才离去 他很清楚 如果没有小公爷 在这里做宝的话 这两位可未必会见他呀 就算是见他 答应的事 他敢信吗 夫君 恐怕这李福达将成大器了 祖力赫见到他们离去 这才呼出一口气 刚才几个人在这儿 几乎无时无刻的不在交锋 祖力赫算是在这里 见识了一把 大明这种体量下诞生的老狐狸们 是如何交手的 于是他不由得感叹 自己的那些手段和他们比起来 那就是小打小闹啊 顶多算是些小聪明 极致而已 他们这些谋算着一大片地区的 甚至体量相当于 整个扶桑国的老狐狸 那才是真正的大智慧啊 唉 变数太多 此事难说呀 小公爷说着 对此倒是比较淡然 这成不成大器 没走到最后 谁都不好说 人嘛 总是会变的 有的人是越变越强 有的人 则是会迷失方向 有人腰缠些许金银 得了些许名望 就得意忘形 手舞足蹈中 死于捧杀 天才 张小公爷从来不敢自诩天才 实际上 他一直都认为 自己不怎么聪明 比他聪明的人太多了 比他强的人也太多了 甚至从学生时代起 那些比他聪明的 学习好的人多了去了 出来工作以后 比他聪明的 比他显得更能干的人 也多了去了 那张小公爷是怎么成功的呢 那是因为他足够自律 足够自知 自律这个词出自于左传 哀公十六年 乌乎哀哉 泥腹 无自律 唐开元名相张伯悟 这作者又开始拽了 我还查了一下张伯悟是谁 其实就是张九龄 他所做的 便韩朝宗 红中刺史志 其曰 不能自律 何以证人 自律 就是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 也能够自行其律 毫不懈怠 古往近来 几乎能有成就的人 这一点几乎都一样 高度的自律 几乎是脱颖而出的 根本要求之一 自知 是源自于老子的 《道德经》三十三 知人者智 自知者明 圣人者有力 圣极者强 于是才有了那句成语 自知之明 能够自知 才能够不惑 能不惑 才能不现 张小公也时时刻刻 都谨记着 自己 也就是比这个时代的 那些老狐狸们 多个几百年的见识 有了一切 现代带来的红利 但不代表着 他能比这些老狐狸们 聪明多少 更不意味着 他能够在政治斗争中 把这些老狐狸们 都给斗垮了 老曹太盛 房长段 封物长仪 放眼亮 且再看看吧 这话呀 是出自于毛泽东的诗 小公爷对于 足利赫 微微一笑 轻声说 李福达称否败否 还没到 盖棺定论之时呢 望着自家的小夫君 足利赫那双 妩媚的闭眼中 带着些许的迷离 他最喜欢的 就是俊俏的小夫君 表现出来的 这种冷静与睿智 他似乎从来 不曾真正的迷惑 他似乎永远 对这一切 都是淡然处之 那种在面临着 事物时候 展现出来的 雄性魅力 是他从来没有 在其他人身上 看到过的 我的小夫君啊 你可真叫妾身 就算身死 也甘愿追随呀 殿下 弥鲁田磊他们 带着四家吐司 一起来了 在桃林外求见 也就在这个时候 士大将英子 匆匆赶来 对着亭内 就是一礼 吹手道 且领他们进来便是 在没有旁人的时候 这些个鸡武将们 还是愿意 叫小公爷殿下 毕竟 这可是扶桑赤锋的 东赵宫啊 这也是显得 他们与小公爷的 关系非同一般 英子脆生生的 应了一声 随后就转身 离开了草庐 没一块 就见到 乾州四家吐司 一并被领了进来 风骚太盛 放长段 风物长仪 放眼亮 这妙儿的眼神 可是迷离起来了 拉着小公爷就说 少爷 接下来的呢 这 这可怎么接下来啊 张小公爷是哭笑不得呀 这可是毛主席的作品啊 可是这个作品 那是基于毛主席 当时的经历 拿着他的经历 放到这个时候来说典故 那也解释不通啊 比如 饮茶越海未能忘 所聚渝州 叶正皇 这怎么解释啊 小公爷我跟谁去越海喝茶了呀 张成汪之他俩 是跟我喝茶了 可是我们不是在越北喝的呀 还有那后一句 三十一年还旧国 落花时节 读华章 这小公爷才十几岁 上哪三十一年还旧国呀 又是读了谁的华章啊 文章本天成 妙手偶得知 姐姐 我们先办正事 极其无奈的小公爷 只能是干咳了一声 然后不等贬嘴的妙安再说 就站了起来 对着躬身坐衣行礼的 四家吐司回礼 轻声道 这位辛苦了 且坐 早有鸡武将们 将刚才的几张椅子收回来 并多摆下了椅子 杨爱等人是感激的拱了拱手 告罪一声 就坐了下来 小公爷笑颜颜的 为他们洗杯换茶 一套行云流水的冲洗泡后 才抬手道 请茶 四个人这才端起了茶盏 轻敏了一口 诸位在前周为帝国辛劳 在下是知道的 对着几个人微微一笑 轻声道 上回的封场 已经下来了吧 啊 多得博业相助 在下等感激不尽呢 杨爱几个人感激的拱手 要不是国朝真给他们好处 谁会继续卖命啊 而且这前周货职总会也开始盈利了 四家恶然的发现 好像这么一来 挣的银子更多了 地位相对来说 那也更稳固 最主要的是不用操心太多的政务啊 地位也是变得很是超然 主要是下面的头人们 那也是靠着货职总会发财啊 除非他们脑子抽了 才要造反呢 否则的话 在前周这一块 他们过得可是无比的滋润 在下此番前来 便是要让诸位更进一步 小公爷很是和善 很是诚恳地望着他们 只是足利鹤 从自家夫君的笑容中 看到的是 那种老狐狸盯上了 小鸡仔的表情 要是在没有经历过 越北一遭之前 张小公爷说这话 几位老狐狸 估计是呵呵一笑 不以为储 就算是你是天下大明氏 国朝英国公家小公爷 还是军功正来的伯爷 又能怎么样啊 你能给咱什么机会 让咱更进一步啊 可是现在不一样啊 那张小公爷 那是分手为云 副手为雨的手段 早就把他们 收拾得服服帖帖了 安排的那是明明白白 说到的 那也是给他们做到了 哎 伯爷 你一句话 咱刀山火海 都跟你蹚了去 眉头皱一下 那就不是人养的 安桂荣很是激动啊 为什么呀 因为上一回 钱州剿匪之后 前往京师皇家军官学校里的 那就有他儿子 还有两个堂侄子 如今呢 那也是顺利毕业了 两个堂侄子 如今在九边任职 最高的 已经混到了中尉了 给安桂荣的来信里面 那是信心满满 说是过几年 要立下几次军功 也混个风诀 这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 安桂荣也不例外 大儿子安万忠 那就不是一个省油的灯 好酒不说 这喝多了呢 还打人 你说这打人就打人吧 出去打猎 还故意用剑射伤旁人 纵马伤人 为了这个大儿子 安桂荣那是操碎了心啊 二儿子安万忆 倒是不闹事 可这小子是身子骨不好 能不能活得过安桂荣 那还是问题呢 小儿子安万全 倒是懂事 能闻会武 处事公道 可这位置 又不好传给小儿子 否则大儿子闹腾起来 那可是一场家变哪 这下好了 大儿子去了军校 被人按在地上摩擦了一番 又在京师里建了大市面 看不上乾州这小地方了 来信说 自己要在外建功立业 还特地说 这位置啊 以后你就给弟弟 安万全留着就行了 只是说 希望父亲呢 能多给他点钱 好让他在外活动结交 有机会出战立功啊 哎呀 这儿子懂事了 安桂荣这是泪流满面啊 安桂荣算下来 年纪也不小了 还能熬上几年呢 说到底 无论你什么谋划 不都是为了子孙吗 如今儿子出息了 家业有传承 安桂荣自然是得 紧紧地抱着小公爷的大腿 事实已经证明了 小公爷说到做到 而且安桂荣自己混不了几年 以后子孙 那还得指望张小公爷 赵福呢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四百二十四集 其余三家 一看安桂荣拍马屁拍得这么快 就见杨爱 田浩 宋然三个人 赶紧跟着拍胸脯 那模样是咬牙切齿 就差当场给张小公爷 切个手指表忠心了 周围都是国朝忠臣 陛下是知道的 小公爷笑眯眯地望着这四位吐司 啊不对 他们现在是贤州贤德 邪府院都市 这位宋老爷子 是大明的铁杆狗腿 这地位当然是稍高一点 那是总都市 下面算得上有名有号的头人 原位所中的大家族 则多数是简都市之职 剩下的小头人 则是领着提点使的名号 虽然不是有品级的官职 但好歹那也是一份名号 所以才有本将前周一行 抬起手按了按 示意这些个吐司们稍安勿躁 张小公爷端起了手中的茶 缓缓举起轻声说 请茶 这几位哪位敢怠慢呢 赶紧恭敬地举茶为敬 此番行事便由诸位牵头吧 家里想要立点功勋的孩子 都给叫上 张小公爷望着他们 笑眯眯地说 下面的头人们的名额 你们看着分配 说着张小公爷就把情况 给他们说了一下 此番赶往贵西去 潜州都指挥使会派出一半的国防军 主要是抽调潜州内部的一部分军武 人数 一军总计一万多 以他们为主力 开拔去贵西 之前调查局 米鲁和田蕾都让这几家吐司们 查探滇南的情况 他们如此听就知道小公爷的打算 这是要搂草打兔子 把贵西的猥琐吐司 一并给解决了 诸位当然也要随本将走一趟 主要是给那些个吐司们说道说道 几家吐司们是恍然大悟 这才是喊他们过去的根本 如果说要平定滇南事宜的话 哪怕是现在乾州的国防军兵力不足出击 但要维持住滇南安全 还不成问题 出兵的话 国朝大军抵达 那也不过就是一个多月的事 安贵荣就知道 如今大明出兵几乎都是全车马而行 由京师移动到金门 在水师大战舰渡海到越北 然后顺江而上 再转用马车 两个月之内就可以抵达贵西 国朝的意思是 到底都是为大明有功的老臣 不能寒了人心呢 张小公也笑眯眯的望着安贵荣等人 轻声道 所以让你们去提点一番 叫他们别再行歪踏错了 这行歪踏错了 那可就是一家人整整齐齐的去修路啊 能够修路完贵西通往越北乾州的一道 还能活下来 那也就算是赎罪了 不过就算是活下来 估计人也废了 当然了 此番前往 也是给他们一个机会 为国朝效力 如何效力呢 自然是要打头阵呢 帮着国朝到滇南去评判 评判完了呢 拉到乾州来做训 然后通过越北 再运送到京师去 他们打头阵 乾州这边的人 则是跟着压阵 目的不是要砍死多少人 这四位用脚趾头想都知道 小公也想干啥 乾州的一道修通之后 大半个乾州可就顿时盘活了 虽然贵西的实际情况 相比于乾州来说要好多了 但是贵西 那也是著名的十万大山呢 这山间流寇山贼 可谓是数不胜数 估计剿灭 那都需要一段时间 我们的时间不多 两个月内 须凭贵西之势 之后着手进军滇南 张小公也淡淡地说 所以此番回去后 当尽快备齐 本将会开出首令 回头乾州贤德协府院 按人数报于都指挥使司 申领铠甲刀剑 如此这般给四个人说了一遍 说得他们是连连点头 再喝了盏茶 留下了礼物 就匆匆而去了 张小公也倒是没有拒绝这些礼物 笑吟吟地收下之后 就让妙安回礼 北地的皮毛 老身还有大颗的东珠 纯金的小白宝 马上封猴牌子等等 双方这实际上 也算是一种等价交换 小公也回礼 那都是北地的稀罕珍宝啊 如果是在南方出手 自然是价格得涨上几成 而他们给小公也的礼物 拿回了北地 这价格自然也得涨 准备好后便立即开拔 使不我待 笑吟吟地送走了四个人之后 小公也就让人把旁徽给找来 夫君这是打算 再试他们一试 在这四个人走了之后 祖立鹤笑吟吟地 对着小公也轻声问道 这句话说得 让边上的弥鲁垂首不语 而田磊则是微微颤了一下 不是是他们 是贵西的那批人 小公也摇了摇头 轻声道 那批人安分不安分不好说 有隐患的话 还是尽早清除为好 也就在这个时候 桃林外的庞辉匆匆赶了过来 远远的就大礼拜下 但小公也却笑着摆手让他起来 且坐 庞辉连道不敢 但见小公爷态度坚决 也就告罪一声坐了下来 李福达之事 别放在心上 此人能多次造反 逃出生天 自有其数 非你之罪也 小公爷看着庞辉的脸色 先轻声安慰了一番 不等庞辉回话 他就继续说 成功给李福达赐了字 其曰 毁驰 降古不用中锤敲啊 庞辉这一下子就明白了 小公爷的意思 作为调查局大佬的章程 给李福达亲自赐字 那其中的干系还用说吗 尽管这赐语的毁持二字不怎么好 可到底那也是人家亲口赠语的呀 他庞辉可就没这份好处了 论及资历他也挺高的 然而从次字此相而言 李福达这一下子 可就比他高出一大截了 欧阳烈他们现在行进到何处了 张小公爷说完了关键问题 就没再继续说 而是问起了自己想知道的事情 庞辉赶紧攻身拱手 这才低声说 昨夜消息 一到岳北了 福枪伯率精锐一队 借岳北货职总会之名 已入贵西 小公爷点了点头 福枪伯毛瑞会过来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洪志初年 毛瑞就镇守胡广 后改为梁广 其多次评定贵西各土司投人叛乱 在贵西一地 那可谓是威名赫赫呀 镇守梁广多年 毛瑞主要就是在贵西镇府 国朝内 如果说谁对贵西情况最为熟悉 无疑就是这位福枪伯 明日亮出旗号 进金柱城吧 小公爷呼出了一口气 望着庞辉轻声说 放出风声去 我此番到贵西 所携带的兵力 不多 庞辉一听这话 顿时被挤一凉 不由得起了一层白毛汗 我去 小公爷这是要给贵西的那帮 瘪犊子下套啊 标下明白 庞辉也不是傻子 他可是知道贵西那帮土司们 那也有造反的爱好 这帮土司们敢造反 那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手下的崽子厉害呀 他们手下的 那就是威名赫赫的狼兵啊 明史广西土司传一有记载 官兵至板江 姚贼皆巨险死守 正茂之朱瑶 独位永顺勾刀手 及狼兵 乃袭三道兵 数万人 及太平 合力诸村 大破之 连拔树斋 斩贼手 容财富 无金田等 明史 沈西一传 也说 柳在万山中 城外无礼 及贼朝 军民置无地可填 而官军 素罢不认战 又 贼耳目 便官府 归踏动静 无不知 西一位 欲大破贼 非狼兵不可 大明征用狼兵 在历次 狡贼 御窝战役中 那可谓是战绩不俗啊 甚至有狼兵 头目 收受官代 但狼兵 厉害是厉害 这军纪差的 也是要命 明武宗实录 正得七年 润五月 物子载 江西调制狼兵 所在 则似荼毒 劫掠财物 毁坏乌语 良民横离 丰刃者 不可胜数 万利野货篇补仪 卷四 宜兵 也说 土司兵 罪不一条 其扰中国 甚于葫芦 这又是一帮 眼术 又没有翻译 反正大概意思就是啊 有地方闹匪患 官军去搅呢 又搅不动 但是这地方的 匪兵呢 特别怕狼兵 就用狼兵去搅 所以无论这些 土匪贼人多厉害 都怕狼兵 但是这狼兵呢 虽然厉害 可是军纪非常差 到了一个地方呢 那是随意的 烧杀抢掠 所以就说 土司的兵啊 能不用最好不用 因为他们对百姓 对地方的杀伤力 比那些打打还厉害呢 所以啊 有了这样一批狼兵手下 这官军呢 好像也不咋地 所以这些土司头人们 自然是尾巴翘了 只是此时 他们还保持着一定的敬畏 不敢公开的去造反 只敢暗戳戳的搞点事 这些人要用 也可用 但是得先揍一顿 得把这群狼崽子给打服气 不然就会出现 没以五百为千 五千为万 自好虚数 不服点查之事 就是我有五百个人 我上报说 我有一千个 我有五千个人呢 我上报说 我有一万个 反正就是报虚数 吃空想 然后你上来查呢 还查不了 庞辉见到小公爷 没再吩咐什么 这才老老实实地 告辞而去 千州四驾过去 免不得 要跟贵西狼兵碰一碰 小公爷对着 弥鲁田蕾二人轻声道 是骡子是马 得牵出来溜溜 你们也知道 此番作战 不只是滇难而已 对啊 这涉及的是要出境啊 而且很可能 还是安南东须 两地作战 如果兵力少了 那是不行的 可是你这出去不能打 那也不成啊 公子的意思 切身明白 只是此番出征 切身厚颜 秦岭 钱州 诸头人君族 这话一出口 首先脸色变了的 那就是田蕾 弥鲁是什么身份呢 他可是前造反头子 杀了钱州不正史 都指挥史的狠人 现在大明既往不救 就已经很不错了 你怎么还敢领兵啊 可 然而出乎田蕾意料的是 漂亮的小公爷 甚至一个磕布都没打 直接就答应了 再借你一营冠军 一哨炮兵与你调配 钱州方面 你直接对我负责便是 小公爷笑吟吟地 说出这一番话 更是惊掉了田蕾的下巴 他傻呵呵地 瞪大了眼珠子 嘴张得大大的 不敢置信呢 倒是边上的足利鹤笑咪咪的 心里却在撇嘴 这两个人呐 累不累呀 互相明显都知道 对方想要什么 要做什么 可表面上的疾风还在打 弥鲁这是借着此事 在问小公爷 你信任我吗 小公爷的回答 是无比的犀利 不是我信不信你 而是你除非疯了 否则是不会造反的 所以你要的我不仅给 我还多给 借身 多谢公子 弥鲁呼出一口气 媚眼如丝地看着小公爷 小公爷那是不由的心跳 加速了几分呢 他却不知道 弥鲁心头在叹气 终究是身份不同 若是想要名正言顺的 在张家有个地位的话 他现在那是完全不合适的 一个遣返贼 即便是纳妾 那都很难入门呢 这如何能让 心高气傲的弥鲁接受啊 他也不会在这种事情上闹 他要的 自己会去争取过来 到时候开疆之功 阔土之勋 如此功勋之下 国朝还有谁能诟病他 反贼的身份呢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四百二十五集 弥鲁媚眼 有意无意地扫向了足利贺 却见足利贺也望向着他 这两个人心照不宣地 用眼神交流了一番 然后就是各自垂手 弥鲁需要足利贺帮他敲鞭鼓 从后宫那里给出赏赐 只要再如此洗白一番 弥鲁的身份成为小公爷的妾室 那就不为过了 本宫自然会帮你 足利贺微微一笑 垂手一下是给弥鲁的回应 弥鲁所求不过是妾室 这倒并不为过 足利贺帮了他这一回 那么以后弥鲁入府 也只能是为足利贺 马首是瞻 隆隆隆 马车缓缓地 在两侧的君族护驰下 驶入了金柱城 道路两旁几乎都是 钱州的世子百姓们 这钱州无人不识 御痴虎的大名啊 弥道是御痴虎修的 那些山贼流寇 是御痴虎消灭的 弥鲁这等强人 甚至袭杀了都指挥使 布政使的反贼 都被他给射服了 再有那些世子秀才们 如今都得到了教职 也就是当老师了 还听说王氏王用静大人 如今已经上奏内阁 请开钱州乡氏 内阁回复则是 此番滇南逝宜后 将派吏部前来考核 如果钱州文华盛之 需要开乡氏 则内阁立即批复 这对于钱州的世子来说 那可是大好的消息 钱州的百姓 那也没有少占御吃虎的好处 尽管小公爷 其实没有见过他们 吐司夺占的田产 前卫所校尉们 占去的屯田官田 收回来后 尽数分派给百姓耕作了 所收的租子 不过是按照国朝 三十税一而行 这同时又降低了租子 让百姓得到了实惠 曾经卫所的陶族 只要回来登记丁口 就入民籍既往不救 如果没有田母的 还能按照丁口 获发官田耕作 这又使得很多山民们 下山登记 毕竟野人 那连城都进不了 如果不是迫不得已 谁愿意做野人呢 商骨们 也是在此番变革中 获利颇多呀 尤其是在投诉驿站的时候 民籍也会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沿途的异道道匪 那也是被清理了 还有国防军 军族们巡查 于是商贩们的行商 比之前也安全了许多 这极大的刺激了 商业的活跃 可以说 整个前州上上下下 无数人受到了 小公爷的好处 尽管小公爷离开前州后 几乎没在关注这里 然而百姓们心底里 那是知道 谁对他们好 当张小公爷的车架 缓缓地靠近了金柱城的时候 听闻小公爷要来 无数的百姓们 自发地赶到了城门前 他们默默地 看着远远而来的车架 没人说话 公子 外面好多人 最先感到震撼的是英子 远远的 他就看到了黑压压 几乎从金柱城外 数里地就延伸开的人群 最开始的时候 英子还害怕这些人会不会冲击车架呢 然而从这些人的眼中他看出来了 他们不会 他们看着车架的眼神是不一样的 怎么了 小公爷还有些意外 当他打开车窗往外看的时候 也是愣住了 下车 看着黑压压的人群 那些个朴实的期盼的 欲吃虎深深地呼出一口气 他选择了下车 从金柱城城外延伸开来 近乎二里路 在异道的两旁 那都是黑压压的一大片的人群 他们双目炯炯地望过来 眼神中带着一种让人心悸的炙热 当小公爷整理了自己的衣裳 缓缓地走下车来的时候 人群的热情瞬间就被点燃了 哦 猛然间呢 这原本沉默的人群爆发出惊天的欢呼 甚至那些骑士们的战马 也被这巨大的欢呼声所震撼 不由自主地倒退了几步 欲吃虎那双温润清澈的丹缝桃花中 隐隐水波闪动 小公爷 老汉一家 谢小公爷活命之恩哪 人群中一声声地吼叫响起 有人匍匐在地上 远远地 邦邦邦地给欲吃虎磕头 小老儿一家 谢小公爷活命大恩 一声声如杜鹃啼血一般的声音响起 人群竟然是呼啦啦的跪倒了一地 乌夜的哭声在那跪倒了一地的人群中响起 学生 谢欲吃虎为我前周助学 开科之恩 这些个学子秀才们也是无比的激动 他们没有跪倒叩手 但这一礼却是长衣到底 学生的 谢欲吃虎为我前周助学红道 奏紧国朝为前周开科 望着那黑压压扶倒的人群 欲吃虎突然间感觉像是有什么东西堵住了他的嗓子 整颗心一下子变得沉甸甸的 他很想说什么 但却在这一瞬间 发现自己那些所谓的能言善变是如此的苍白无力 胆山正观 欲吃虎郑仲的后退两步 郑仲行礼缓缓败下 吃火儿 当不起前周父老如此大礼 眼见他俯身败下 抬头望向了一众绵延 竟有树里的百姓们 他顿感自己的眼中有些发色 一股暖流从心中涌上了眼角 天下的百姓们不傻 他们从来都不傻 谁对他们好 他们心里都有着一感称 你或许可以匡骗他们一时 但终究是骗不了人的 那些自以为得计的匡骗 或许能够得逞一时 但终究长久不了 周围且请起 都且请起吧 在眼角的泪花泛出之前 欲吃虎用尽了力气 大声地喊了这么一句 老人们在家人的搀扶下 缓缓地站起来 望着欲吃虎依旧是无比的激动 小公爷很想让自己说些什么 但他终究什么都没有说出口 他感觉自己的嗓子眼里 像是堵着什么东西 让他那些即将说出口的话 都堵在了喉咙里 我所做的 我所努力的 终究是没白费呀 我所做的 我所努力的 我想成就的 终究不是 没人明白 他们或许不知国之意义 他们甚至可能不懂什么 家国情怀 但他们很朴素地明白一点 谁曾对他们好 深深地吐出口气 小公爷并没有上车 而是缓步行走在这条异道上 异道两侧的人们默默地看着他 小公爷很努力地 很想让自己笑一下 温润地笑一下 但是他却笑不出来 诸位父老的心意 吃虎儿必将带回国朝 交与陛下内阁诸位大臣 过了许久 欲吃虎缓缓地吐出一口气 让自己的心绪平静下来 站定了身子 昂首望去 映入眼帘中 都是那些普通的百姓 他们的眼中是感激 是那种千百年来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仙辈 所带着那种善良淳朴 还请前周父老乡亲们放心 陛下与国朝 定会让大家的日子越过越好 我发誓 欲吃虎缓缓地吐出了一口气 望向了这些百姓 我发誓 那些历史不会再重演 那些饥荒 那些战乱 那些宁孝而来的贼寇 我将竭尽全力去阻止 我会竭尽全力 人群中猛然炸响了一声喝彩 无数的百姓们就跟着喝彩 激动地看着脸上露出了笑容的欲吃虎 他就这么慢慢地 一步步地向着金柱城走去 激武将们骑着战马 跟在自家殿下的身后 无比昂首挺胸 甚至比小公爷自己都激动 弥鲁则是掀开了车帘 望着一到两侧的百姓们心头暗叹 论吉全谋即变 他敢说 和这位自己倾心的欲吃虎可堪一斗 然而论吉如何惠国利民 如何礼顺互相关系 让这些百姓好好地活下去 弥鲁悠悠地叹了口气 他不得不承认 小公爷在这方面 强上他十倍不止 此时小公爷 已经可以让自己露出 符合大众期盼 充满着温润而阳光的微笑了 只有他自己知道 他其实心中一点也不平静 他很清楚地知道 当自己下定了决心的时候 会付出怎样的代价 但是来都来了 这些事情总得有人去做呀 父老们 且回吧 此番大礼 失火 生受不起 行至城门前 张小公爷回身对着那身后黑压压的一大片百姓 长衣到底 又劝了几回 激动的人群这才渐渐地散去 反正都到了城门口了 小公爷干脆安部当车 静止向城里走去 可怜的庞辉在边上紧张得浑身冒汗 小公爷呀 你可得悠着点啊 要是你这会儿掉根头发 满朝文武上下无数人 就得把小的抽筋扒皮呀 可张小公爷自己要在大街上行走 他庞辉哪敢蹦得出来挡道啊 好在这个时候 城门内的王氏等人已经赶来 笑吟吟的在城门口等着张小公爷抵达 不过站在王氏身边的那位 却让张小公爷有些惊讶 那是公顺伯无见 这位可是熏贵中隐藏着的好手 大明一朝历代帝王都喜欢达达将领 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大明针对的是入侵的达达 然而也是很喜欢投诚的达达将领 比如这位公顺伯家就是其中一例 而公顺伯家算起来那也是大明中列一门 老祖上吴允成 达达明曰 巴都帖木尔 室居梁州卫 永乐三年率七儿及部落五千 马驼一万六千匹 受平枪将军 总兵官宋盛昭昭安归赴 永乐七年率队真迹 御敌不退反击之 秦霍哈辣等二十余人 晋升为都督同之 永乐八年 随永乐帝出征赛外 先拜完者贴木尔寒 晋升为又都督 再和中官王安 追捕叛逃者 梁州都指挥 阔托赤 追到把力河时 秦获 永乐帝大跃 赤峰公顺伯 石鹿一千二百弹 世袭网替 而这位吴家老祖的儿子们 可更是凶猛 明史卷四十四记载 这又是记载了一堆史料 一点翻译都没有 我也就不浪费时间了 因为这些史料的内容呢 写了很多 归根结底的意思 就是说 这个吴家的儿子很猛 除此之外 别无疑 所以呢 我就继续往下说了 吴剑呢 是吴锦的儿子 吴锦就是 吴家老祖的儿子 也就是吴剑呢 是吴家老祖的孙子 他呢 之前是一直在金陵守备 估计洪志皇帝 调走了同是 达达人的毛锐 觉得这位世代 忠良的吴家 也不能荒废 于是就让他来 打理乾州军务 先把这乾州都市 指挥史司 给管起来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四百二十六集 将军辛苦了 先走上前来的是王氏 这老家伙现在很开心呢 本来他是金陵 又简都御史 偏偏小公爷一番闹腾 这简都御史不好混了 王氏就觉着前途要暗淡 没成想啊 居然调到乾州来 当部政使了 而且还去了信 给在京中的同窗 同年 都说 这是国朝改制之重镇 如果在这里 能够做出成绩来 那吏部公考后 说不定就得回京任职啊 王氏这个高兴啊 尤其是吏部的公考 这马上就要开始了 用进宫 辛苦 花花轿子众人台 小公爷自然不会和这个老臣拿大 再说了 历史上这个王氏也是个牛人啊 如果没有小公爷的话 这弥鲁之乱还是他给平定的呢 士兄辛苦 和王氏见完礼 小公爷就先和吴剑见礼 当年小公爷路过金陵的时候 公顺伯家里 他也是去拜访过的 叫他一声士兄 也不是没有缘由的 当年土木堡吴家兄弟战死沙场 张家的那位老祖 也是战死沙场 是吴锦 当时守着尸体不走 最后被扶的 这件事 老张家一直都在惦记啊 所以虎头老国公 让小公爷 在见到公顺伯的时候 得吃礼 哎呀哎呀 不敢当不敢当啊 吴剑倒是有些慌神的 其实说到底 他还是有些自卑的 毕竟他们家里出身可是达达 文官很多时候 那都死盯着他们 于是更多的时候 这老吴家比较谨小慎微 倒是张家念着两家的交好 经常和他们说话 怎么不敢当啊 士兄与我家是士交 莫要介外 小公爷说着 哈哈一笑 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且入城再聊吧 王氏文言点了点头 对呀 这城门口 的确不是说话的地方 一行人很快地 进了金筑城 转过了几个街道口 就来到了 不正史思衙门 入内之后 凤茶寒暄 秉退了左右 王氏这才对着 小公爷 轻声道 将军此番前来 不是要整备 跪西吐司事宜吧 小公爷笑着点了点头 望着王氏轻声道 哈 确实如此啊 恐怕用进攻 将来还得辛苦些呢 王氏文言不由得一愣 这你去整备 我辛苦什么呀 国朝对于 跪西整备之后 管束治理 多有一虑 届时恐怕用进攻 还需要在跪西任职啊 王氏一听这话 这脸顿时就垮下来了 他可是天顺八年的进士啊 这算下来 年纪可不小了 还琢磨 能不能尽快进京呢 即便是无法入阁 那也能进诸部阵职啊 唯有进了诸部 将来才能够进元老院 不是吗 用进攻别急 如果跪西事宜平定 将来说不准 那是直入内阁呢 小公爷笑眯眯的 看着王氏 他岂能不知道 这老家伙心里在想什么呀 轻声说 前周跪西 都是国朝改革大事 将来何须忧心大用啊 顿了顿 转过脸 对着吴剑轻声说 事情此番 倒是要辛苦些 或许事情比较麻烦 吴剑本来还以为 没自己啥事呢 一听这话 不由得一愣 哎呀我去 我不过就是一个 前周的都指挥使 顶多是出兵 奏一下滇南 这哪算是麻烦我呀 滇南那伙人 跟自己现在手上的精锐 完全没法比 收拾他们 那不是手到擒来的事吗 我也不瞒世兄呢 国朝此番图谋 或许更大 世兄要赴吴家声明 却不可不查呀 小公爷的话 叫吴剑不由得 有些欺欺然 吴剑家从前地宠甚好 英宗的时候 他爹吴锦 那可是经常随事左右的 名史上是有记载 锦意在阵中发使涉鲁 既付书使尽而已 锦守之不动 鲁直以北行 其酋长加其忠义 岁氏之还经 习复觉 天顺初 以熏妻随逝 又是拽了半天闻 啥意思呢 就是当年呢 吴剑他爹吴锦 守着他父亲和叔叔的尸体不走 于是瓦剌人就感觉 这人是挺忠义 于是就把他放了回来 然后啊他就继承了他家的爵位 英宗是很看重他的忠义 经常让他随家侍奉 后来吴锦也没有辜负英宗的信任 曹吉祥密谋造反的时候 拼杀在前直接战死了 但是呢 架不住吴家出了一个坑祸呀 那就是吴剑他叔叔 吴锦的从弟吴从 其实也不是亲叔叔 就是家族里面的叔叔 就是跟他父亲吴锦一块 在京师拼杀的那位从弟 本来皇帝是让他继承 广义博的爵位 结果这家伙倒好 成化四年 边境有叛将满似造反 他就临阵跑路了 这可把当时的宪宗气坏了 直接就消了他的爵位 念在毕竟是功勋之后 也曾经是随吴锦报勋 于是本来要论死的 就改为折树边了 就是本来是死刑 然后改成发配了 这老吴家忠义的名号 也算是蒙上了一层阴霾 吴剑这次 那也是上奏自请来的 虎头老国公 还有其他勋贵们念着旧情 毕竟土木堡上 大家都欠了老吴家的人情啊 于是这么一琢磨 也得给他个机会 洪志皇帝呢 那也是个人善的皇帝 一琢磨 不能因为吴从一个人 你就否定整个吴家吧 老吴家好歹 那是给朱家 卖命了几代人呢 而且两代人 那都战死了 于是他就预准了此事 从军部下了调令 让他到乾州 担任都指挥使 所以吴剑呢 那也是压力挺大 吴剑以后的走向 可就看他这次的表现了 哦 欲吃虎 何出此言呢 王室毕竟只是文官系统的 谍报司调查局 自然是不可能把消息给他的 小公爷倒是无所谓 这件事情也需要他俩的配合 于是小公爷当下 就把一些大致的规划 跟他们说了一遍 当然了没有全部交代 也没有说就一定是要拿下安南东须 只是说这件事情不简单 有消息显示 安南东须都掺和进来了 怕是他们想要浑水摸鱼啊 所以小子才先到乾州 再往贵西 王室张大了嘴 顿时就有些哆嗦 距离安南最近的大明与其接掌的地方 除了滇南就是贵西 难怪这位小公爷没有直接前往滇南呢 而是先转到来了乾州 再然后是下贵西 原来是有这两家掺和呀 如果是滇南一地在闹腾 直接出兵平乱就行 可安南东须这两个边陲之国掺和进来 这情况可就复杂了 那些闹腾的安南吐司们 如果得到此二者的支持 那说不定一下子就能壮大起来 甚至是形成流寇之灾 距离滇南最近的 同时也是危险性最大的乾州贵西 自然是要列入首先防范的范畴 乾州还好些 现在吐司们手上没什么兵力 那些原土官头人们都忙着从乾州货职总会那边挣钱的 可贵西就不一样了 那帮带着狼兵的贵西吐司们也不是什么好人 这要是跟滇南串联起来 那可就真不好对付了 而安南东须在蠢蠢欲动 万一他们一并勾连 未必就不能动摇国朝在西南的霸局 这可是极为危险的事情 所以才会有小公爷先往贵西 拔除吐司领兵的祸患根油 然后才是国朝平灭滇南动乱 安南东须两地不安分 国朝已经疏忽西南太久了 小公爷的眼睛微微眯起 那双桃花丹缝中隐隐的泛出丝丝寒光来 永乐陛下当年给安南留下的痕迹 想来他们是忘了 也到了该让他们记起来的时候了 再说滇南 春城之外战云密布 一个金凯常然战将立于城头 望着城外远处的营寨眉头紧锁 公爷 您说他们这打也不打 走又不走 这是要干啥呀 边上一位穿着纵二品的官袍 常然消瘦的脸庞 整个人看起来是无比的憔悴 梁大人 某家也不知道 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呀 那金凯青年将领长叹一声 手按在城墙堕口沉声道 唉 如今只能等国朝援兵到达 再看如何处置了 那老者一听这话 不由得满脸的苦涩 哎呀 这些土官究竟要做何事啊 眼看这老头都要哭出来了 那青年将军转过身 望着他轻叹道 唉 梁公莫及 贼寇契金不敢攻城 我等还是有希望的 心下却在可怜这老家伙 这才刚刚生认为 滇南不正史思 左餐一没几天 就碰着这事的 这可真是要人苟命啊 我梁芳怎么就这么命苦呢 老梁是满心悲愤 别人升官 那都是去好地方 再不济 也不至于去那么多身的地方吧 为什么唯独老夫例外呀 这椅子还没坐热呢 就碰着这事 一顿豪雨成灾 损失惨重不说 这还正在清理灾情呢 随之而来的 就是各家土司土官们 勾连起来造反了 老梁这心里是这顿妈呀 这都是人过的日子嘛 和他一样想法的 其实还有在春城城外的 那些个土司啊 你们安南王 答应好的梁墨军械呢 怎么还没到啊 五定土司 吴碧魁 王弄土司 沙定州 教化张长寿 枯木龙元庆 八寨李林 牛羊伊德宫等等 全都是聚在了营帐里 如果说他们如今不担心 自己的处境 那绝对是假话 但让他们强攻春城 他们可谁都不敢呢 诸位大人不必担心 我主已经派人将资重送来了 只是诸位大人如果再不动手 恐怕时机僵尸 说话的 是一个穿着颠南长剑 瑶家短打刨山的中年汉 这个汉子目光炯炯 望着这些个土司们 却不住的撇嘴 这里比较有实力的 也就是沙定州一个人 阿弥洲土司普鸣生死了 他的妻子万事 不知道怎么 就被这沙定州给勾搭上了 于是两州合并为一州 也正是如此 沙定州才敢趁机发动 否则的话 给他十个胆子 他也不敢直接造反 软宗坤 别以为某家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那个年约四十 叙叙音质 长着一只鹰钩鼻 穿着藤甲的汉子 声音阴沉的冷横说 让我等动手 若是此时动手 你安南再袖手旁观 那可怎么办呢 这汉子似乎也说出了 其他投人们的心里话 却见这些个土司土官们 焦头鸡耳 指着 阮宗坤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四百二十七集 其实说实话 如果不是前周的改土归流 动静闹得这么大 他们那也不敢造反 大明其实一直都想要对颠柜前三地进行改土归流 可是这些土司土官们那也不是吃素的呀 只要大明稍微露出这个意图 那他们就会造反 或者是让其他下面的投人们造反 然后他们再来个平乱 毕竟啊 大明也不可能每次都从京师出兵 当地的为所调动镇压 又未必能奏效 但只要不再进行改土归流 把这土官交给土司们家族继承 那么很多的叛乱 瞬间也就熄灭了 这也助长了国朝内文官们的气焰 于是脚步如斧的策略 顿时占据了上风 如今我等只要不进攻春城 一切都还可以商量 沙定舟冷笑着抱着胳膊 望着阮宗坤哼哼地说道 可如果进攻了春城 国朝能饶得了我们 没打的话 他们只是聚众 并没有实质性的造反 到时候请乾国公府 给国朝上个奏章 自己等人投降归附 那也就完了 只要国朝不跟乾州市的改土归流 把某家的债民兵族都收了过去 那什么都好说 各位大人 难道还以为此番能有回头路吗 阮宗坤冷笑地望着沙定舟 随后抬眼望向了这些个吐司们 大明本就已经平定了乾州吐司 往滇南来 不过是稍等时机罢了 沙定舟等人也不吱声了 其实如果不是如此 他们怎么会同意造反呢 毕竟乾国公府在滇南 已经镇守多年了 这造反不都是乾国公府 发柄搞定的吗 那杀的是人头滚滚啊 在滇南这么些年下来 乾国公府的威名已经竖起 虽然到了这一代的乾国公 年纪不大 也没有什么战绩 可以当作威慑 但是前几任乾国公 打下来的威名那还在啊 乾国公控制的土官们 那也不少 沙定舟他们 为什么不敢动他呢 就是不想正面 和乾国公府真的打起来 别看他们现在 似乎是兵马不少 可如果真打起来 他们未必就能够赢啊 再说了 大明在乾州布置的 数万新军 据说极为厉害 都把乾州的杨家 安家 陈家等四大吐司家族 那直接下的 就交出兵权了 更是把 智记精深的弥鲁 逼得不得不投降了事 再说呢 贵西 贵西的狼兵 他们也知道 那帮人 可不是什么擅长啊 如果调集狼兵杀来 他们可能挡得住吗 当然了 他们敢造反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那些个卫所 经过了这么多年 早已经是逐渐废驰的 很多满园五千余的卫所 实际上 那是不足四百人 逃兵 简直是太多了 能打的 也就是 钱国公府的 那些个军族 还有春城附近的 这些卫所 一部分 没有彻底废驰的军屯 这些人数 全部加起来 有没有三万 那都不好说 那些卫所的将校们 自己屁股也不干净 吞下的屯田也不少 因为还得靠着他们 弹压土官 钱国公府 很多时候对他们 那也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如今国朝 似乎要对滇南动手了 这他们可就着急了 自己等人得活着呀 达达君族 吞战吞田 厮寿军械 这一条条算下来 把他们抄家灭族都可以 他们能不怕吗 再说 土官们造反 那也有好处 到时候打起来 缺缘那么多的军族 就往战死上一推 当然了 他们更愿意看到的 是土官们 闹腾得足够大 最好国朝能够 停止对滇南的 该土归流 即便是不能 他们也好上报 说是这些土官们 把君族给杀散的 于是 土官们顺利的造反了 但是沙定州 他们也不傻呀 他们是让国朝退让 最好是不要对滇南 进行改土归流 哪怕是不改不行 那也要讨价还价 保留一定的权利 其实他们 可真不是为了 跟大明干仗啊 因为那会死 这没打起来 一切可都还有回旋的余地啊 到时候造反不成 就可以说 是一个妖人蛊惑 把责任全推给他就行了 可是他们如果直接进攻春城 进攻乾国公府 那国朝肯定就不干 哪怕是乾国公府 为了自己在滇南的权威 也必然要跟他们不死不休 所以在城墙上 那位金凯公爷 根据他们的动向 就判断出来了 他们其实不是真相打 他们是在琢磨 如何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诸位可得想清楚了 就是此番大明退让 又怎能保证他们 不会再下手啊 阮宗坤抱着胳膊 冷笑地望着这些个土官们说 别忘了 乾州的吐司是如何交权的 哼 交权总比满门超斩的好吧 你安难道可以置身事外 盼着我等拖住大明 你们好施展吧 沙定州毕竟缠不住气了 站起来低声说道 哼 别以为某家不知道 你们是怎么想的 耳等嘴脸 某家早就看透了 其实根本就不是他看透了 那全是李福达告诉他的 只是现在沙定州 是绝技不会承认这点 毕竟那次的对话 只有他和李福达知道 哼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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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家也不瞒诸位了 我主陛下 的确有所谋求 阮宗坤直接拱手说 只是诸位 得拿出一些诚意来 好处 我安南自然是不会少的 哼 好处 我等得有命 等着安南王的好处 那才是好处呢 沙定州抱着胳膊 望着阮宗坤冷笑道 某家是粗人 不会玩那些虚头巴脑的 直接说吧 如果你们安南王的 梁抹自重 时日内再无送来 更不曾相助我等 顿了顿 沙定州眼神变得冷立起来 那可就别怪某家 不讲道义 毕竟啊 他们自己 那是成不了事的 国朝坛压之下 必然会溃散 而安南东须两地 则是关键 这两地一旦起祸 国朝如何还有心思 和他们讨价还价呀 到时候再抱于国朝 说愿意率军 随国朝出征 征服此二地 届时国朝哪还有心思 和他们纠缠呢 哪怕是请封个伯侯 那也未尝不可吧 要知道 前国公府穆家 那也就是个国公 当时的李福达 就是这么告诉沙定州的 沙定州为什么对李福达 无比信服啊 那是因为当时他去万事 就是李福达给他出的主意 而且亲自出面 开出条件说服了万事 这才使得沙定州 有了两州之地 可惜沙定州 到底就是一个滇南的小土官 也没学什么四书五经 否则的话 他就得喊一嗓子 福达 无知子房也 这位沙定州的子房 现在却一点也不觉着 自己跟刘文成侯相似 他现在只是很想死 小公爷啊 您这样 根本就是叫 汇齿去死啊 春城 见完了王室 无见后 小公爷本准备下榻的是 三英货职会的 滇南会馆 然而王室那个老家伙 却把小公爷 领到了这里 盛情邀请他 入住此楼 李福达 垂手站在他的面前 声音低沉 此事 几乎不可能完成啊 这间屋子 几乎贯通了整个二楼 而楼上 则可眺望于 南明河两岸 如果打开窗户去看 就会愕然的发现 此楼 竟然是建在核心之上 金筑城南大溪 王室到这里 担任部政使之后 就把这个大溪 改名叫做南明河 而这南明河中 有一座巨石 跨战江心 巍峨怂起 形似巨傲 此楼建于江心之上 更有一个叫做 福玉的石拱郎桥 修建于两岸之间 这个楼叫做假秀 取自于 柯甲挺秀之寓义 当时推却不过 住进来之后 张小公爷 一看这楼的名字 就知道王岳的用心了 这老家伙 是在告诉自己 小公爷呀 您可别忘了 您答应过我 前周 要开乡市的事啊 这两岸呢 有一侧为南安寺 新造没几年 安里面 阁楼造型生动 长廊花墙四围 极忧雄谱于一身 堪称为前周一景 坐 小公爷并没有答话 而是白手点了点 身前的椅子 李福达沉默了一会儿 终究是坐在了椅子上 他依旧垂手不语 让人看不着 他脸上的表情 如果这事容易成的话 我还专门让你留下来 等我干什么 望着李福达 小公爷认认真真地说 但难做 你也得做 一摆手 福布小姐姐 将一盏茶摆在了 李福达的面前 躬身谢过之后 李福达缓缓抬起了头 您不是不讲理的人 慧池 需要一个理由啊 却见他目光炯炯地 望着小公爷 没有丝毫退让的模样 小公爷也没有回避他的目光 按着桌面 轻声说 慧池公或许知道 某家曾经往秦帝 迎灾民的事宜 李福达点了点头 这事他知道 当年此事极为轰动 甚至诸家勋贵们的老亲兵 那都派出去了 在晋阳那一战 更是有白莲的人掺和其中 只是当时的那一批人 都是在酒边上的另一支白莲 跟李福达这边不对付 所以那边的事情 李福达并没有掺和进去 或许慧池公 不怎么相信天理循环 但是我信 张小公爷说着 缓缓地站起身来 望着李福达一字一句地说 慧池先生数代谋逆 期间有多少无辜 牵涉其中 死于非命啊 李福达一听这话 不由的脸色 瞬间变得难看了 小公爷则是摆了摆手 哎 我也不是要以此斥责什么 毕竟我也不是道德完人 缓步走到了 福布小姐姐泡茶的矮鸡旁 拿起茶壶走过来 为李福达续茶 但是为人一世 当有所为有所不为 放回了茶壶 缓步回到了自己的椅子上 张小公爷那双漂亮的 桃花担缝中 闪起丝丝的光滑 目光炯炯的望着李福达 我欲为者 是我所见 所能 所住者 须住者 皆可脱难 既善之家 必有余庆 既不善之家 必有余秧 所求非多 为善事得 小公爷顿了顿 却见他抬起手来 福布家二女就躬身将一枚玉扳纸 奉了上来 小公爷拿过来之后站了起来 走到了李福达身边 轻轻地将扳纸放在了桌子上 那有印文 是我撕钱 这撕钱呢 就是撕人印章的意思 所有用度 若需使人 皆可凭辞 往诸获执会调度 签单 李福达文言 拿起了班纸看了眼 果然见到 班纸的薄后处 细细地撞刻着文路 那些文路 晦涩难懂 想必其中 必然包含了不少 暗记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四百二十八集 古时候撰刻钱章 是代表着身份 所以很多撕钱上 都会留有暗记 这些暗记不明显 只有撰刻者和主人知道 暗记 少则二三项 多则七八项 甚至就像是笔记一般 无法模仿 为的就是防止有人 仿造验章 使坏 你李家所欠之债 终究得还上啊 小公爷望着李福达 轻声说 有功勋 国朝自会计较 国朝自会计较 当然你也可以不做 我也不为难你 李福达脸色戍边 这件事对于他来说 着实不易啊 沉默良久之后 李福达终究是 常常一叹 小公爷 某家很不想 很不想接下此事 吃火而笑了 这也正常嘛 毕竟这事对于李福达来说 不仅有风险 而且可能会有麻烦 或许说了 你不信 会持从前不信所谓的 天理循环 就见李福达将班智收起来 缓缓地站起来 对张小公爷轻声说 见到你 某家就有些信了 除了真有天命在身之外 李福达几乎找不出 什么理由来形容 他所认识的这位御吃虎 论文论武 论戒然 论谋略 可以说 李福达所了解的 吃火而可不仅是 安邦定国之才 而且气运 简直好的爆棚 多次看似死局 他不仅能脱事而出 还有各种庇护 这简直就像是 有天命加深一般 李福达 为什么最终心灰意冷啊 他这也是在 京师被通缉 潜伏下来的时候 专门查探了 查补的前因后果 作为有着多次 造反经验的老牌的造反高手 他很快察觉到了 看似无关的小公爷 在此事中扮演的角色 在通过种种的摩擦 推演之后 李福达几乎可以断定 这位看似与世无争 在逃临的小公爷 才是这一切真正的 幕后之人呢 他甚至都没有出面 就把自己彻底的击垮了 简直是深不可测呀 这是当时李福达的真实想法 所以才有他把那封信 投递到了小公爷的手上 在了解小公爷的过程中 李福达除了深不可测之外 还感叹于小公爷的气韵 气韵这种东西 看不见摸不着 李福达甚至一度觉着 这种东西存在不存在 那都不好说 然而也了解到了 小公爷的一些经历 让他不得不思考 气韵或许是真的有啊 所以当小公爷跟他提出 自己信天理循环的时候 李福达的心情 一下子变得复杂了 他自问谋略过人 胆识非常 身上异能 不仅乡村愚民愚妇 可能骗到 更能忽悠住 勋贵举子 使人为其卖命 然而多次启事 却总是黯淡收场 甚至输得一败涂地 气韵不在我呀 李福达如今 那也是几十岁的人了 熬不了多少年 数番起落 也让他不由得开始思考 难道真是我李家欠下的血债太多了 也罢 李某就当是为子孙谋些许扶持 积些阴德吧 李福达一咬牙 缓缓地站了起来 小公爷则是笑颜颜地走到他的身边 拍了拍他的胳膊 记得我和你说的 将天灾与施德拆开 顿了顿 望着李福达 小公爷轻声说 若此事成 日后你未必就不能成大工业 对于聪明人 张小公爷一向是都喜欢 把话说得直白点 猜来猜去的 那就会很麻烦 白费脑子 大家说清楚 我给你啥 你想要啥 这样互相简单明了 剩下来的脑子多用在做事上就行 几乎十多万的灾民呢 李福达望着小公爷苦笑着说 您可真会给我找活干哪 说着 他缓缓地站了起来 对着小公爷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礼 这才起身 李某定当竭尽全力 随后就起身直接退去 等他离开之后 两个身影才出现在这屋里 这李福达倒是个妙人啊 其中一个人轻声说 而另一个人则是轻声笑道 他恐怕察觉你我二人了吧 无论他发现了没有 我都只希望他能够多救下一些灾民 小公爷没有回头 只是远远地望着门外轻声说道 人活下来比什么都好 那两个身影 闻言都没说话 许久后才长叹了一口气 吃火可放心 此事咱家也会盯着 必不会让他胡来 咱们划分两头 公爷呀 现在外交是什么情况啊 滇南春城前国公府老书房里 那位金甲青年 早已经患上了一身居家的道袍 坐在了椅子上 他的对面则是坐着一位 看起来像是富家翁一般 略有些吃肥笑眯眯的八字须男子 这个男子看起来年纪有五十上下 瞅着模样很是喜性 一脸笑呵呵的 叫人看着就觉得亲切 他穿着一身深棕色的锦缎长衫 上面的福寿团纹 硬衬的他更是雍容贵气 这位年轻的公爷扫了一眼 这个胖子叹气说 唉 袁太虎 到底情况如何 你们调查局 不是比某家这个乾国公 更是清楚吗 这位金凯青年 就是现任的乾国公穆坤 自袁中 浩玉刚 乃是乾宁王穆英五世孙 其父 成化十八年 并逝于锦衣卫都指挥使 冲幼参将任上 三代乾国公穆从 乃是其疏足 但膝下无子嗣 故收穆坤为子 洪志九年 牧从病逝 牧坤 习封乾国公 洪志十二年 龟山 竹京 及浦安州等 诸蛮叛乱 年仅十七岁的乾国公 率军讨伐 直破三地 可谓算得上是 勋贵中较为能打 掌握实权 且有实战经验的一位 哎呀 公爷 您可不能冤枉 卑职啊 这袁太虎嘴里叫得夸张 脸上却没有一丝的聚色 笑眯眯的望着 这位年少的乾国公 嘖嘖有声 嗨 有公爷在 卑职哪有发挥的地儿啊 木坤见状不由得笑骂了一句 嘿 好了 某家与你也算是旧相识了 也就别再装出这种样子来了 两个人看起来 似乎真的很熟悉 袁太虎嘎嘎地笑着 如同老公鸭子 哈哈哈哈 好吧好吧 某家也不说笑了 我家大人来了密函 让某家盯着安南东须两地 一听这话 木坤不由得眉头一皱 关于这两地的动向 他也注意到了 的确 最近下面的一些土官说 有这两地的人活动 本以为现任的安南王老实多了 没像他爹似的 居然敢占大明的土地 没成想啊 安南那边是从来没有放弃 对大明的觊觎 成功那边怎么说呀 木坤其实对于宦官的好感 比对于文官的好感要足 名史木坤传就说 坤出喜文学 自尽力 其后通路全尽 索请无不得 进交 零三思 使从脚门入 朱延官弹劾者 折得罪去 意思就是说 木坤胎始的时候 是很喜欢读书断文的 为人呢 也是装素严厉 很有威严 后来那个通路全尽 就是说买通权贵尽尘 索请不得 就是只要他上奏 就没有不允许的 于是啊 是日渐骄横 折辱滇南三思 家里的正门都不让他们走 他们来拜访的话 只能是走侧门 阎官也弹劾他不少 但都因为弹劾他 这些阎官自己 就直接滚蛋了 再把话说回来 没别的 只需要静待便是 袁太虎面色变得肃然 对着木坤轻声说 那位玉痴虎 来了 玉痴虎 一听这个名字 木坤的脸色不变 但心情却变得 无比复杂 算起来的话 和他年龄相近的 这位玉痴虎 无疑是成就最大的一个人 无论是掏掠才干 文才武功 那都是当事翘楚 然而对于玉痴虎 木坤却本能的 有些警惕 别看他现在 只是对那些土司们动手 可土司土官们 都归附部正史司 指挥史司了 那么他这前国公 还有继续 镇守在滇南的意义吗 如果这样的话 那前国公府 还需要存在吗 东须国王 鸣吉鱼 现在也不到三十 然而这位鸣吉鱼 却比他的父辈 更有谋略 东须本存于 自古阿瓦两国之间 可谓是夹缝中 求生存的 这位鸣吉鱼 不敢称王 他放下了身段 到相对较为强大的 白骨王朝求亲 联姻之后 果然是力压阿瓦 白骨和阿瓦两个大国 都没有把 连王都不敢称的东须 放在眼里 而如今默默发展的东须 已经脱缰了 兵是不可能出的 让安南那边出兵 这东须的王宫 说实在的 非常简陋 毕竟这个时候 那算是困难期 不仅得面对着 白骨阿瓦两大王朝的压力 还得默默的发展 蓄积自己的实力 这位鸣吉鱼的王宫 其实也就是比 大明江南的民社 稍微强点 占地没多大不说 这亭台楼阁啥的 那根本就没有 几个有限的大殿装饰 也不如现代 现代人不太知道的是 他们所看到的那个 号称亚洲最大 曼德勒皇宫 其实是十九世纪修建的 即使是这座曼德勒皇宫 也早已经毁于战火 于是现代的时候 东须号称根据古籍 重修了一遍 只是吧 这个战地是故宫五点五倍的宫殿 在当时有没有那么大 那就忍者见忍智者见智了 安南恐怕不敢出兵吧 安南如今的国王是黎生 这哥们即位的时候都三十六了 而且他也没有他爹那么想要扩张安南 更喜欢像他爹那样 女夜圣 什么叫女夜圣呢 说白了 就是喜欢啪啪啪 话再说回来 在简陋的皇宫地面上 匍匐着一个身着东须装束的青年 却见这个青年无比着急的抬起头 声音急促的说 父啊 此事不可脱眼的 鸣吉语却是皱着眉头 望着下面的这个青年 沉声道 王瑞提 我的儿子 你需要知道 我们现在最大的敌人 不是大明 别忘了 阿瓦白骨 我们如今的大敌 是他们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四百二十九集 莽瑞提匍匐在地上 弓声道 父啊 儿臣当然知道 但儿臣更知道 阿瓦现在已经是虚弱不堪了 他们已经老小了 却见匍匐在地上的 芒瑞提豁然起身 望着自己的父亲 目光炯炯 到了我们动手的时候了 鸣吉语还是面露犹豫 东须如何崛起的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如果不是白骨阿瓦 两个王朝互相攻伐 甚至互相之间 厮杀了四十年之久 哪里有东须王朝的崛起啊 即便是要进宫白骨 也没有必要参与到 滇南的事宜中去吧 芒瑞提一听这话 不由得望着自己的父亲 眼神中露出了一丝悲凉 父王 你老了 你真的老了 你已经失去了荣光 和进去的心了 你认为大明 会就这么看着我们 恢复蒲甘王朝时期的荣光吗 说起这个蒲甘王朝 是最早统一了 整片地区的 大一统的西南王朝 最强大的时候 蒲甘王国控制了 包括湄公河大部分地区 一直延伸到印度一部分 然而中原王朝 自顾不暇的时候 没有搭理他 当时的蒲甘王朝 也很是恭敬 派出使节到北宋称臣 而到了元朝 蒲甘王朝就成为了被征伐的对象 虽然说也有他们作死的原因 但毕竟是将存在了数百年的王朝 打得灰飞烟灭了 这给后来的白骨阿瓦及东须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于是大明袭来的时候 他们就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臣服 不仅派出使臣 而且接受了来自于大明的赤锋 白骨阿瓦都是大明赤锋的 难道大明看着我们吞并他们吗 蒙瑞体急到 安南当时都已经抓住战城国王了 结果呢 结果战城让大明给复国了 而且还发出了赤责信 我东须如今兵强马撞 只差一个机会 蒙瑞体几乎都要冲到自己父王面前了 声音无比激动 如今大明滇难乱起来 他们就暂时无力干涉我们 只要他们持续的乱 即便是大明有心帮助阿瓦 也是无力支持 明吉鱼知道自己的儿子说的没错 如果大明选择干涉的话 东须只能是老老实实的撤回并且认错 东须如今兵强大到像安南一样 在这片区域他或许很强大 但相较起另一边的安南 东须还差得太远呢 出兵 我们又如何进攻阿瓦呢 明吉鱼已经被自己的儿子给说动了 或者说他早就有这个心思 只是有些犹豫 我们甚至都不必出太多兵力 只需要一百战相即可 芒瑞体无比激动 再次俯身败下 儿臣愿亲自领兵 往滇难一行 明吉鱼脸色阴晴不定 缓缓地从自己的王座上站起来 走到了儿子的身边 把他扶起来 要是大明干涉 却见芒瑞体黑黑一笑 对着明吉鱼攻声道 哼 儿臣又不傻 肯定不会挂出我东须名号 若是大明杀来 芒瑞体顿了顿 轻声道 儿臣就帮他们评乱 顶多纳上些银钱 明吉鱼满意地笑了 他就是在考验儿子的应变能力 自己的这个儿子 果然是有大才呀 大明到滇难平乱 我东须帮着平乱 再使些银子 到时候大明估计 也就不好叫我退出阿瓦了吧 再者说 实在不成的话 也可以祸水东引呢 芒瑞体黑黑一笑 低声道 安南王此番动手 必抢战成 明吉鱼更加满意了 到时候我东须恭敬点 再多孝敬点言字就行 顶多再出个三五百的战相 跟着大明随军作战 换取大明对占领阿瓦的默认就行 至于安南嘛 大明当年就想收拾他了 黎昊当政的时候 没少阳奉阴违 越制战地 甚至是越境抢劫克商 那时候大明刚刚经历土木堡之变 夺门之变 英宗实在是没心思再起战端 当时竭尽全力防御的 那是北方达达 于是才吞下了安南这口恶气 如今形势可不一样了 即便是在西南边陲 他们也知道达达已经是归附了大明 也就是说 北方的变换已经不再是变换了 在这种情况下 安南如果是固态萌生 大明说不定 那就得心仇旧恨 好好的跟着安南算算总账了 蒙瑞提 你记住 绝对绝对不要引起大明的敌 明吉鱼对于儿子的谋算很是满意 但还是不放心的再次吩咐 儿臣知道 明吉鱼沉眼泪一会儿 对着儿子说 你觉着 莽应龙负责攻打阿瓦 怎么样 莽应龙 莽瑞提如母之子 并且还是他的妹夫 儿臣认为 可 说起来 这西南地区 互相之间就是一笔烂账 根本就没法算清楚 比如 陆川宣卫司 司任发 司机发父子 四次叛乱 然后大明把他们揍得头破血流 而莽瑞提他爹 莽记碎 当时是收留帮过司任发 导致梦养木帮损失惨重 于是后来缓过劲来的两家 自然是不肯善罢甘休 司任发他们一家全灾了 可占了便宜的 莽记碎还在啊 于是两家和兵 把莽记碎给干倒了 这莽瑞提呢 是一路逃命到了 明吉鱼这里 明吉鱼 取来的王女 按备份算的话 那应该是莽瑞提的外婆一辈的 明吉鱼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也许是因为西夏无子 总之是 其求养为己子 既长有其弟 这又开始拽了 总而言之吧 就是收为养子了 长大之后呢 还给了封地 后来又继承了东须 但是莽瑞提他爹 被梦养木帮两家 给宰了 而且当年报给大明 也没被搭理 于是啊 这茬他算是寄下了 时时刻刻都在找机会报仇 好 那你就出城 这一切都交由你来 再说前周金铸城 小公爷望着下面 黑压压的一大群 土司土官们带来的人 不由得有些头疼啊 吴剑站在边上 眼神中透着无奈 四家土司们 还一脸夸我呀 夸我呀的表情 让小公爷更是无语了 倒不是说 下面的这些土兵们 是拿出来敷衍的 这些土兵们 瞅着还都挺壮实的 一看就知道 那都是各大部族里面 比较能打的 上回一部分部族的土兵们 打完仗之后还琢磨着回去 领耕田呢 还有些那当时是不想去 土官们也琢磨 留些人手在家里比较放心 也就没上报 可这后来一瞅啊 跟自己一起去打仗 或者是不如他们的那些人 打完之后不仅去越北 还去了京师 那些同袍可都发达了 顿时眼珠子可都红了 锤胸顿足后悔自己怎么就吃了猪油蒙了心呢 好好的发达机会 愣是叫自己给错过了 光看人家托货职会送过来的银子 盖大屋子置办田母 这回土官投人们回来就说 那位财神小公爷又来了 还是要打仗 顿时去年犯傻的这些土兵们可就不傻了 赶紧在家里收拾亭囊 回头是呼啦啦的跑去 要求参战的 看着台上的小公爷 他们其实比谁心里都激动 哎呀 也罢也罢 先将就用吧 小公爷是一脸苦涩 习惯了看那些早就被他收拾的 明明白白的国防军 再让他接受这些土兵 顿时他实在是心里难受啊 反正到了贵西 估计护必烈那帮老人渣也应该到位了 少爷 托马已经被骑了 小丑管家事实地冒了出来 轻声对着小公爷说 想到了乾贵古道 小公爷就不住地哀声叹气 秦朝的时候修造 连接于香贵岳三帝 号称是楚岳通渠 富川异道的这条古道还好些 至少可以通行马车 只是稍微颠簸一点 那也可以接受 然而这连接于乾贵之间的乾贵古道 可就比较淡疼啊 虽然宽度那也有一米多 但几乎全都是扬长小道啊 别说马车通行不了 即便是日常行走都极为困难 于是这回马车那是完全不能用 只能是驼马出行 好在路途算下来 比越北过去要近一点 沿途也有兵战驿战可以休息换乘 开靶吧 都准备停荡了 小公爷也不废话 直接拉上了队伍就走 最前排由吴剑派来的三百经济开道 中间则是安田两家土司率领的土兵 小公爷在最中间的位置 在他身后则是陈阳两家土司 最后则是由两少人马断后 队伍隆隆行进中 贵北部政使司治所桂林府的土官 周边土司们却好奇地发现 最近到贵北来的商谷货职会 带的护卫和车队多了一点 而且看着好像都是好手 只是这些货职会据说根底很厚 哪怕是部政使指挥使 那也不敢招惹他们 再说了 他们来此行商 自己等人那也有好处啊 管人家那么多做什么呀 我说孙大人 我家将军啥时候能到啊 肥头大尔身材壮硕的护必烈 如果非要装成伙计 别说他自己不信 就是周围的人那也没人敢信呢 这家伙那脸上就写着 爷爷是狠人这几个字 怎么能装伙计呢 装傅家翁可就更不像了 那是一身横肉满脸的利器 手上厚厚的老茧 镖匪体壮杀性十足 他去装个山贼土匪做山雕还差不多 那都不用化妆本色出演 可这无奈之下 调查局贵西斯提斯孙和 只能是让他假扮成带队护卫头领 然后身份是京师流窜过来的标识 再给补一个身份就是 久边犯事的逃兵 已经在路上了 算算日子应该启程了 这是在贵西布正史司 治所县城外 山间内的一处庄子 原本这处庄子 隶属的是一家坐地豪墙 只是这家豪墙 很快的被查出侵占观田 然后嘛 那就没有然后了 远处的羹牛在田里面翻着土 还有一群群的马 正在悠闲地吃着草 庄子里吹烟鸟鸟升起 潺潺流水 从老石桥下缓缓地躺过 只是注意一下就会发现 这庄子里行走的 出出入入的都是汉子 而且这些汉子中一部分瞅着 完全跟一般的农家子不一样 这些汉子们步履行走间 有意无意地形成队形 双目炯炯有神 身上的剑子肉隆起囚结 呼吸绵延悠长 就是手上握着锄头耙子 扁担筐子的时候 那也是像握着兵器的感觉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四百三十集 哎呀 成天在这 某家都要呆得发霉了 忽必烈不满地嘟囔着 某家都跪西来 那是为了建功立业来的 相比起忽必烈 孙和看着可就正常多了 相貌普通 身形普通 这个人是你看着好像见过 然而转过身 瞬间你就会忘了他长什么样 他不是长得没特点 而是给人感觉特点略多 好像和大多数人的特点都相似 于是普通人几乎对他会脸盲 放心吧 桂西的土官们可比前周的难收是多了 迄今都不少闹事的呢 孙和和护必烈 并肩坐在了草垫子上 叹气说 某家的桂西 那也得小心翼翼啊 那些个土官们手上的狼兵可不是吃素的 能打得很呢 护必烈是黑黑一笑 双目中迸射出丝丝的寒光 爷爷打的就是能打的 孙和对于这点倒是不怀疑 能到九边上跟打打过手的汉子 那能是草包吗 虽然他不是军武出身 可眼光却丝毫不差 那一万多个乔装改办 随着护职会前来的国防军 行走坐卧间 军技肃然 别说是在这贵西了 就算是在九边 也未曾见到如此的精锐啊 对了老孙 某家的第二批子中 什么时候送到啊 护必烈对于孙和 其实也是很钦佩 一万多人居然神不知鬼不觉的 真的被调查局给送来了 拆分了一大堆的小队 分别挂到了 货职会下属的各家商队里 大的队伍里塞进去千余人 小的队伍里 那也塞进来百来人 陆陆续续的进出之下 居然真把人 一步步的就给带了过来 而且连带的第一批的军械 也给送到了 这其中还包括了一个 奇数的枪炮弹药 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还有火炮 孙和笑了笑 站起来拍了拍身后的草屑 某家指着你们 荡平着贵西萧小呢 所以且放心 这事啊 某家会亲自盯着 护必烈眯着眼睛 黑黑笑着没有搭话 如果只是荡平贵西萧小 何必出动如此多的大军呢 这件事 护必烈自然是不会跟孙和说的 所以只是黑黑一笑 最近那些土官们有没有什么动向啊 护必烈比较担心的是自己等人的暴露 某家等人不会暴露吧 要是坏了我家将军的大计 那可就麻烦了 孙和摇了摇头 望着庄子轻声说 放心吧 我的人都盯着呢 他们没这脑子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突兀的声音 在他们的身后响起 护必烈孙和听到这个声音 不由得飞快地转身 恭敬无比地 对着这个人行礼 见过扶枪伯 来人正是扶枪伯毛锐 毛锐黑黑地笑着 嗡了一声 回了一个礼 随后摆手让他们俩跟上 而毛锐自己则是背着手 缓步走在这乡间的庄寨里 每天的岗哨 都是由他亲自布置 这处看似普通的庄子 四周布下的明哨暗哨 不下三十个人 整个庄子里住着 五千多个国防军军族啊 周边的几个庄子 多则千余人 少则二三百人 如果是从前 毛锐想都不敢想 一支高达万余人的军武 竟然能够悄无声息地 潜伏下来 然而现在 却居然做到了 这可让毛锐觉着不可思议啊 这同时 也让他想到了更多 当之前小公爷提出 要让出征的万余君族 尽数潜伏下来的时候 毛锐觉着那是天方夜谭 怎么可能啊 一万多个君族 如果出征的话 这吃喝拉撒怎么办呢 人吃马脚那都是钱 沿途还得资重梁末 行军营帐等等 这怎么可能就悄无声息地 直接开赴到贵西去啊 别说是悄无声息地 开赴过去了 就是直接开赴过去 沿途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事啊 能不能按时赶赴到贵西去 这都是一个未知数 然而他们做到了 而且近乎是神话般地做到了 即便是随着君武一并前来的毛锐 也没有搞清楚 到底这件事是怎么做的 但他很敏锐地察觉到了 调查局货职总会在这件事上起到的作用 调查局会负责打点 没有人敢多过问调查局的事 沿途的所有都需要尽数地为货职会解决 有着这样的一批人帮他们护送 傻子才不愿意呢 只是派出几个首领 付出几车粮食 多带些车马营帐 就有一批精锐护送 货职会的会手们不约而同地抓住了这个机会 顺带运送了大量的财货 甚至军部一文钱不用初步说 还挣了一笔 内阁军部两部给出的规划中 乾州贵西越北三地将会在此后 把一道给修建起来 以古一道为基础 修筑可通行车马的一道 然后自然是诸家货职会 按照战股比例进行分成 而军部此番作战还得负责抓人 不然哪来的人手囚徒修路啊 毛瑞是活了大半辈子了 第一次知道原来行军可以这么干 从前他只是从兵书上学 怎么行军如何扎营 而这一套方法完全颠覆了他的认知 一支支的队伍 直接成为货职会的护卫 货职会负责沿途的资重梁木 有着大量行商经验的他们 还知道瘴气的影响 会在路上备下解瘴气的草药 而他们跟着国防军 也学到了扎营的经验 沿途如何选择扎营点 就是个巨大的学问 要靠近水源 但又不能太过靠近 为什么呀 因为野外的水源 从来都是野兽们的聚集点 争夺点 到了一晚 这野兽们可都会集中过来 在南方 这还包括了很多的毒虫蛇蚁 如果直接在水源边上扎营 这些可是防不胜防啊 稍微保持一定的距离 然后行商们会用驱蛇虫的草药来熏烧 还得用火将扎营的地方撩上一遍 否则的话 难保地下不钻出毒虫来 这些可都是刑商们的经验 哪怕是兵书上也不会写这些 如果国防军自己行军的话 不知内情的情况下扎营 说不准 非战斗检员就得先产生一批 一万多人马分作好几批 跟随不同的商队 甚至有些相隔不过是数理而已 在调查局获值会的掩护下 居然没有人敢多加盘问 就这么顺利的抵达了贵西 调查局更是早就在贵西这边 置办下了产业 也有获值会提供的产业 于是他们这些人住进去 完全没有引起丝毫的波澜 仿佛他们就没有来过一班 甚至连附近的一些村寨 都没有过多的怀疑 再说安南东都 黎征端坐在自己的宝座上 脸色很是犹豫 在殿阶下 数名安南众臣正在争论不休 此番民国殿南之乱 是我大岳兴旺发达之时 却见下面一个武将 声嘶力竭地吼着 赤红着眼珠子 如今我大岳疆土 哪个不是圣宗打下的 如果有大明的文官在 定是无比的恶然 没别的 这安南越智 那简直不是一般的过分 五爪金龙刺绣龙袍 皇室才可用的梁柱 甚至前任皇帝的嗜好 无一不在无声的说明 这安南根本就没把大明放在眼里 他们只是表面上的公顺罢了 实际上根本就是时时刻刻的自认为和大明平等 甚至想着要攻伐大明的土地 来个取而代之 圣宗时 民国军力如何和现在比呀 文官似乎也是很愤怒 低声吼道 别忘了 民国北方编坏已然解决 如今滇南之乱 我等只需防御 他话还没说完呢 那个将军就冷然笑开了 哈哈哈哈 郑公路大人 可是民国人吗 黎人孝 你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那个叫做郑公路的文官 仗红了脸 然而这个叫黎人孝的将军 却抱着胳膊冷声说 否则 何以长民国之气 灭我大粤威风啊 我圣宗占他民国上洞港 龙尾龙舟等地 又抢临安府建水舟 这黎人孝冷笑着说 还占了八百战婆 他民国怎么就不支撑呢 这话说的郑公路脸色不由的发青 确实无言以对 因为这事不好反驳呀 这是他们的先帝 那位越智的圣宗 创下的丰功伟绩 民国当年的永乐帝 武争达达 可谓是武功赫赫 那时候我大粤尚且不怕 现在我们怕什么 黎人孝说着 步步紧逼盯着郑公路 狠声说 如今民国滇南大乱 正是我大粤开疆阔土之时 战婆 我大粤都可名正言顺地站下来 再抢他滇南五百里地 即便是民国不分 要能如何 说着 这黎人孝对着龙椅上的黎征 恭神拜下 大声说 陛下 老臣惜之 滇南东区也是蠢蠢欲动 如果我大粤能够与之配合 民国焉敢出兵啊 这话说的 端坐在龙椅上的黎征 不由得激动地起身 哦 你且息息道来 黎人孝见状 赶紧俯身沉声道 老臣可不是正公路这等 没了古粮的文化 此番事宜 老臣早已经派人前往联络探厅了 黎征赶紧走下了龙椅 无比激动地 将黎人孝给搀扶起来 心下感慨啊 这都是父皇留下的老臣 怎么就这么不一样呢 正公路 那也是随军征伐过盆满的人呢 怎么就没有黎人孝 这么有进取心呢 朕也是想要成就 先帝一般的工业 可正公路 却整天说民国有多么多么强盛 以至于 朕是多有思虑啊 只好请民国策封 而不敢有太多动作 陛下 且听老臣道来 黎人孝被搀扶起来 很是激动 他也是老臣了 当年随着圣宗开疆阔土 也是打了不少仗 事实上 当年主导着大岳 抢占民国领土 他就参与了不少 在他的威威到来之中 黎征的双目 不断地闪动 大明如今 刚刚和达达达成了协议 可达达人与大明 厮杀了多少年了 他们之间 也不是没有平息过战火 比如永乐地的时候 达达几乎尽数称臣 可我大岳怕他什么呀 那会儿我们都敢造反 何况现在呢 即便是达达人 对我们称臣了 大明也不敢放松 对北方的兵力 而滇南本身的兵力 极其有限 老臣派人到滇南打听过来 如今大明都没有派出军武 前往滇南 只是命滇南前国公进行平乱 但他们却派了那位御痴虎 到贵西去整顿军武 这动作很奇怪 按说应该是平叛 比整顿军武重要许多 为什么却只让前国公府平叛 却另一边 又让那位民国皇帝 极为看重 有平叛经验的御痴虎 到贵西呢 以老臣看来 答案呼之欲出 那就是因为民国的兵力不足 那位御痴虎到贵西去 显然是民国皇帝担心贵西 也会引发叛乱 所以让那位御痴虎 去整顿军武 避免贵西也被带动着叛乱 同时老臣了解到 滇南叛乱的缘故 民国的那位御痴虎 推行改土归流 大量的收归了 前州土司们手上的蜀民 土兵 因为当时御痴虎带着民国的精锐 前州土司实力较弱 不敢反抗 拥有迷路之乱的借口 于是只能交出了蜀民与土兵 甚至那位御痴虎 还顺带清扫了越北 前州两地的大量猥琐 将一大群的千户百户 罢免抓捕 虽然后来御痴虎车走了 可这让滇南的土司土官们 心生畏惧 那些滇南各大卫所 也是京聚难宁 生怕不前州越北后尘 于是此番滇南暴雨 引发灾民后 各大猥琐纵容之下 土官们发动了叛乱 但他们始终没有太多的支持 于是只是琢磨着 逼迫民国放弃 对滇南的改土归流 没有真敢进攻春城 导致如今他们在春城前 主扎不走 陛下 此番与我大悦 可谓是天赐 良机呀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四百三十一集 黎人笑激动地再次拜下 大声道 民国兵力不济 滇南吐司心生叛逆 我大悦只需支持些自重 兵任梁木 自有他们为我大悦拖住民国 陛下多次请民国策封王级 民国各种忌口推三阻四 毫不生性 如今大好机会 我大悦名正言顺 首先吞下战坡 此之还可尚书民国 说我大悦出兵 帮其平乱 黎政当然听得懂其中的前台词了 届时 朕便可出兵 占据西南之地 一个王级算什么 朕要称帝 要与他民国兄弟相称 随着他自己的话语 黎政自己都激动起来 这民国啊 我要你给我册封个王 你们都不给 只给一个指挥使的名号 这分明是不把朕放在眼里啊 还把朕当作蛮夷 为此 黎政气得在自己的宫里 是砸了好些东西 但却又无可奈何 任孝公 你以为何人可办此事啊 黎政目光炯炯 死死地盯着黎任孝 看得这位老将 不由得心生一股寒意 他似乎瞬间想到了什么 赶紧俯身败下 沉声道 老臣以为 义渠公可出征 这义渠公 就是这位黎政的娘舅 说起来 这安南国圣宗的死 那也是挺离奇的 据说是 宠女甚多 以致患病 然后他作死地 让他的皇后来探 姑母还以为 一日夫妻白日恩呢 谁知道他那媳妇 直接是在手上涂抹了毒药 然后就去摸他的 浓疮伤口 结果这哥们 是毒发病亡了 这位阮皇后 终于把自己三十多岁的太子儿子 也就是现在这位黎政 给扶上了皇位 而义渠公 就是这位阮皇后的亲戚 据大阅史记全书说 他是精通兵法 上官天使 力能补虎 当然了 这些史料也就看看得了 也就是个参考 嗯 那这次 就以 义渠公为将如何 黎政双目炯炯的 望着黎仁孝 沉声道 任孝公 为朕拿下战魄 如何 黎仁孝 哪里敢说不好啊 赶紧攻身应事 大礼拜下 口称谢恩 黎政见他如此上道 不由得哈哈一笑 哈哈哈哈 任孝公莫慌 若是此番既得 一个国公之位 这少不了你的 说着 黎仁回头就望向了 郑公路 看他郑公路 不由得一哆嘴 他可很清楚 黎家这些人 都不是什么好人 别看这位 好像是守城之主 又崇尚儒教 实际上 这是没办法的事 圣宗后期 封烟四起 所以才不得不 休养生息 战魄实际上 已经被安南国 所控制的 但他们现在 都不敢直接 将战魄给灭掉 原因就在于 害怕大明 以此为借口 对安南发动攻击 嘴上说着 不怕大明 实际上 他们心里 还是很清楚 自己是挡不住 大明的 或许大明 无法如从前一般的 占领安南 可要摧毁他 黎家王朝 杀光他们 却不是问题 但又不甘心 于是撩拨一下 有便宜就占 发现要被怼了 就认怂 装傻 然后缩回去 这几乎就成惯例了 李正其实这会儿 也是从 否则也不会 总派人到大明 去请风了 但黎仁孝说的情况 再次撩拨起了 他的野心 他未必就敢 妄想吞下大明 不过在 惊吞大明 西南这件事上 他不只是想 而且他的后世子孙 也没少这么想 就比如张小公也知道的 后来安南国的继承者们 还喊过一个 极为嚣张的口号 说是 打到平翔吃早饭 打到尽兴过春节 意思就是 把整个贵西 都给吞下去 然后嘛 喊出这个口号的 那个飞虎团 直接就被全尖了 这团旗还成了战利品 被缴货带回 挂进了战史荣誉市里 小国之民 蜀木寸光 寡恩博弈 轻得重力 表则惜名尊礼 礼 则贤耻功力 和他们作声一道还行 场面上的话 说说就得了 要是往来 就没什么必要了 眼见这位正公路 飞快地败倒在地上 嘴里是无比恭敬地说 陛下 老臣忠心 可见天地啊 所思所想 皆为我大明国座 正公路说的是声泪俱下 脑袋在地板上磕得是 砰砰作响 黎征自己倒是有些不好意思了 这正公路也是他父亲 留下来的老臣子了 当年他爹到处 欺负人的时候 正公路那也是 其中一号打手来的 老臣愿意残驱 为陛下先锋 往东须 促起 为滇南 事宜出兵 正公路 这说的倒是心里话 如果上战场的话 说不定 就会被 黎征找机会 给弄死 但是 去东须 可就安全多了 至少 黎征 暂时 不会弄死的 也不至于 汇动他的家人 如果说 他能够说动 东须出兵 必然是大功一件 同时还证明了 自己对 安南国的忠心 如此一来 黎征杀他干嘛呀 哈哈哈哈 好好好 公路先生 不愧为我 大悦忠臣哪 黎征两眼放光 哈哈大笑 拍着正公路的肩膀说 朕将派三百进军 随你一并且吧 再带上 朕的亲笔心 原本黎征 并没有这些想法 但叫黎仁孝 这么一聊拨 顿时 他也热泄起来 如果能够 名正言顺的 战下战婆 再能够夺下 西南大片 吐司疆域 那他的功绩 可谓是远超 自己的父亲 祖父啊 他父亲 都被誉为圣宗了 那他 还不得是神宗啊 不过 神宗这个嗜好呢 四包四扁 历史上拿到 神宗嗜好的 一个是宋神宗 一个是后来的 明神宗 礼教时代 毕竟讲究一个 怪力乱神 对天地鬼神 还是比较敬畏的 所以 也就很少出现 神宗这个嗜好 但出现了 就非常考究 那位皇帝的座位了 一周书 事法解约 民无能明 约神 依民无为 约神 安人立正 约神 物妙无方 约神 圣不可知 约神 阴阳不测 约神 至民无为 约神 应便远方 不急而速 约神 能妙万物 约神 道化移民 约神 显人藏用 约神 择天广运 约神 宋神宗驾崩以后 反对王安史改革的保守派 反攻 倒是重新掌权了 可神宗 毕竟是皇帝啊 又刚刚驾崩 作为臣子 如果这个时候 弄个难听的嗜好 那位极位的皇帝 首先就不会同意 其次说不定一怒之下 先把他们反攻捣算一遍 要不怎么说 读书人心眼多 人蔫坏呢 这帮保守派一琢磨 于是就给赵须上了一个 神宗的妙号 名义上奏 则说 应便远方 不急而速 约神 能妙万物 约神 道化移民 约神等等 可实则 功不配名啊 他们这一手 名包暗匾 功名不配之下 他们实际上是说 宋神宗 那是民无能名 约神 可李征 如果真能开疆阔土 还能从大明手上 抢下西南之地 那么他这 大明神宗的妙号 可谓是妥妥的 功德配名啊 只要想到这一点 李征就能激动的尿裤子 嗯 来人 赵义渠公见驾 再说春城里 年轻的乾国公 带着亲兵们 默默地登上了城头 这是近来 每天他都做的事 支持乾国公府的土官们 也已经汇聚到了春城附近 远远的可以看到 他们扎下的迎寨 双方处在一种 诡异的平静中 让木坤不敢发动反击的原因 还有一个 整个滇南的卫所 前来的仅仅不到两千人 剩下的卫所 全无声息 对面的土官们 造反时间也不短了 那些卫所 不可能一点风声都没有 甚至木坤派出去联络的人 现在也都没回来 这些都无声地说明了很多事情 为什么这些土官们 能够从容不迫地围着春城 为什么他们愁愁间 却没有发动袭击 似乎这种沉默 无声地给予了他答案 公爷 几位老宅的指挥使 在家里候着您呢 老管家不知道什么时候 登上了城楼 对于这位年轻的乾国公 垂手功声道 木坤嗡了一声 望着城外的营寨 拍了一把城墙跺口 哎 白伯 你说 他们到底在等什么呢 白相志 树带跟着乾国公府家的老人了 从乾国公家 先祖穆英的时候 他就是老亲兵 后来一直担任 乾国公府府底内的护院头领 到了白相志父亲那一辈 因为石文断字 就被提拔做了管家 公爷 无论他们在等什么 做什么 都无所谓 白相志功身 对着木坤轻声说 乾国公府在滇南 已经有百五十年了 大明在 乾国公府就在 他们 不过是跳梁小丑 一群蝼蚁而已 木坤一听这话 不由得愣愣地望着白相志 却见白相志缓缓地抬起头 望着木坤轻声说 公爷 咱们乾国公府的名号 可不是靠着吹捧 不是靠着殷亲 更不是靠着什么阴谋诡计 咱乾国公府这么些年来 震慑南疆 那是数代老国公 斩下的脑袋 一颗颗堆起来的 老管家的话 让木坤整个人 一下子脸皮就涨红了 白相志缓缓地 攻身拜倒在地上 陈生说 公爷 咱们乾国公府在滇南 什么时候怕过呀 国朝需要咱们穆王府 永振南疆 就是因为咱穆王府够硬 够强 不服的 斩杀了就行 该有忤逆国朝者 斩杀便是 说着白相志缓缓地 抬起头望着木坤说 公爷无需担忧 木坤缓缓地吐出一口气 点了点头 嗯 且回去吧 白相志起身 攻身在前领路 而老亲兵们 则是紧随其后 簇拥着这位 现任的乾国公 缓缓地向着城内的 乾国公府行去 不怪这位年轻的乾国公 略有些紧张啊 毕竟他才多大呀 什么时候见过这种阵仗啊 城外聚集的叛军 至少三万多人 陆陆续续的 还有叛军不断地在涌来 原本作为乾国公府支撑的猥琐 如今却仅仅来了数千人 这次来的土关 还不知道有多少 城里的兵足算下来 也不过就是外域人马 还有 外面的叛军 再加上这次大灾 不知道会产生多少的灾民 这位年轻的乾国公 想想就觉得 那些灾民得不到政府 很可能会变成流民 到时候再被这些叛军给吸收了 就会变成叛军中的流寇啊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四百三十二集 在历朝历代中 这流寇是最可怕的 他们就像是蝗虫过境一般 几乎是吞噬清扫一切 数万人 十数万人 甚至数十万人之下 一般的县府 根本就挡不住 再加上现在的卫所 几乎都在装聋作哑 他们很快 就把整个滇南 搅得天翻地覆 不要急 都有 都有 在尔海边上 无数衣衫褪褛的老少们 双目炙热地望着前方的周棚 这棚子里 是一个穿着土布衣裳 看起来年纪四十多岁的汉子 没有人敢冲上前来抢夺 因为周边有两百多条汉子 手持坡刀枪棒 在维持秩序 一个个的大锅被支起来 周边的灾民不断地汇集过来 老人孩子先吃 不许急上来 一声声的吼叫声响起 一把坡刀呼呼地在舞动着 那些个青壮们猴结滚动 但看着寒光闪闪的坡刀 还是咬着牙低下了头 县城的城墙上 猥琐的君族严阵以待 城墙上 含光闪闪的刀剑弓弩 几乎让人绝望啊 不是真的到了尽头 没有人真的敢杀官造反啊 这造反可是要杀头的 很可能一家都要死绝啊 如果不是真的绝望 没有人会走到那一步去 这大户人家受灾之后 尽管损失很大 但他们还有在高处储备的粮仓 于是他们还能活下来 带着家人家丁们守住粮食 抵御虎视眈眈的灾民 失去了一切的灾民们 最初也不敢闹事 县里的一些大户 开始还是有心善的失周 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 失周的越来越少 国朝的阵迹一直不到 又传闻有土官趁机造反作乱 一时间整个滇南市风声鹤唳 各家立马缩回去 也不在失周了 失去了阵迹的灾民们 就开始慌了 尤其是土官叛乱地区 汹涌而来的灾民 在这种情况更是雪上加霜 尔海这边直接封闭县城 同时各家大户布置了家丁 不许任何人靠近 就在这种绝望的情况下 这位自称是李泰来的人 带着一支车队来到了这里 大马车上装着很多的粮食 但他们看起来可不像是官府的人 在灾民们惊恐的目光中 他命人卸下了粮食 支起了大锅 就开始失周 同时还派出了人往四周 去召集灾民们往这里走 善人哪 您就是活菩萨呀 当老人孩子和女子们吃完了 才开始给青壮们失周 话说这人饿极了是什么样啊 估计很多人是没见过 甚至啊 也是没有真正的感受过 这人饿极了呀 什么都不想 脑子里什么都没有 所有的东西都像是能吃的 你说他们会变成什么样啊 答案是跟鬼一样 你可以看到他脸上的颧骨 整个都凸出来 眼球那也是凸出来的 饿极了的人身上的衣衫 早就被换成吃的了 他们那是身无片铝啊 实在是换不了的 才会穿着呢 他们跟死人的区别就是 你能够看到他们在喘气 身上的肋骨是一根根的 你都能够清晰的看到 他们的腹部都是凹陷进去的 甚至他们全身的肌肉都是萎缩的 他们双眼无神 几乎和死人没有太多区别 那真是星百姓苦 亡百姓苦啊 那个正在派州身处土布的汉子 默默地看着人群 悄然地走到了一边 鬼一先生 在想些什么呀 不知道什么时候 一个年约三十上下 满脸求然也是穿着土布 腰跨长刀的汉子靠近了他 这位自然就是来到了滇南的李福达 而他身边的那个人 是这次从货职会来的人 只是这位仁兄比较特别 他所隶属的 是一家叫做吃虎货职的货职会 魏兄 恐怕也是我白脸兄弟吧 李福达没有搭话 而是看着这些个灾民 低声对着这位问 这位呢 似乎也一点不惊讶 李福达知道自己的底绩 我家 行不更明 做不改姓 魏九明事业 的确曾为白脸重人 李福达一听这个人自报的名字 不由得眼皮子抽出了一下 略有些艰难的拧过脖子 望着魏九明 声音有些发色 艰难的说 没想到啊 镇三山携五月 赶浪无私鬼剑仇 万圣刀魔魏九明 居然也为小公爷效力了 魏九明依然是不为所动 只不过是淡淡一笑 些许虚名 倒是让悔驰先生见笑了 李福达心里一阵骂呀 见笑个屁 镇三山携五月 赶浪无私鬼剑仇 万圣刀魔 光听这个名字就知道 这人是个狠角色 而这样的狠人 居然就蹲在自己身边 李福达心里不发寒才见鬼呢 魏小公爷效力 倒是魏某所想 只是小公爷更想魏某 多做些阵迹事宜 修修新兴 却见魏九明转过头来 没有避开李福达的眼神 望着他轻声说 魏驰先生倒是魏某闻名已久啊 啊 九明先生才是大名鼎鼎啊 一把钢刀斩灭七轿门 屠六寨 可谓是 李福达深深地呼出一口气 死死地盯着魏九明 啊 魏明赫赫 李某不敢不识啊 魏九明再也没反驳 只是转过头来 望向了那些灾民 魏驰先生可知 魏某出身何地 这话把李福达问得一愣 这魏九明 当年守法高决 未留活口 白连之人 又不可能到官府报案 大明这年月 可不像现代啊 这人口失踪 也就失踪了 官府顶多是挂一个 无头悬案拉倒了 山寨里的那些 直接就是没有户籍的野人 他们的地位 那就跟野兽差不多 死了都不会入官府视线范围 能有人好心给埋了 那就不错了 但魏九明的出身 却没有人知道 他出现的时候 只是听闻是白连中人 然后几个白连叫门 不过是数月之间 就被人屠灭了 白连中人一度怀疑 是不是官府察觉了什么 于是收敛行动 直到后来几处山寨 也被人给屠灭了 有认识魏九明的人 得知他在附近出没 并到山寨中勘察 这才肯定了是他所为 然而这魏九明 来无影去无踪 别说出身了 甚至连相貌都没有几个人见过 魏某其实出身秦帝 倒是和李先生有些许干系 李福达默然 这秦帝还真和他有些关系 但他搜遍了自己的记忆 也翻不出来 自己跟这魏九明 到底有什么关系 魏某祖上家传武艺 说起来也是和毁池先生一样 都是世代白莲 这话一说 李福达就想起来了 的确呀 秦帝有一支白莲分支的轿门 是姓魏 别的话魏某也不多说了 望着那些个灾民 魏九明那双抱眼中 闪过一丝金光 如果毁池先生 有心为小公爷做事 魏某自然保你平安 李福达一听这话 眼皮子不住的抽搐 那意思是 我如果从中使坏的话 魏九明说着顿了顿 转过身来 魏某世界毁池先生 与我也是有一份香火之情 才说这话的 一些心思 该些就歇了吧 有时候 这该放下的 就得放下 说完 魏九明自顾自的走到了一边 开始熟门熟路的指挥那些吃饱了的青壮们 去林子里面砍些树来 来搭建城寨 城墙上的官员们 是傻呵呵的望着这城下的灾民呢 还有就是魏九明他们 这官员们看着也是一时摸不着头脑 这些人是干嘛的呀 难道是要聚众造反 快 派人到春城前国公府 请前国公派兵相助 可怜哪 这支县师被吓坏了 那城外如今看着至少有好几万灾民呢 如果真的冲击起来 他这县城的城墙能不能扛得住 都是个问题 城外的李福达 却默默地看着这些灾民在聚拢 吐出一口气 走到了魏九明身边 唉 九明先生 李某也和你说实话 这些灾民如果是放着 日久之下 必将生事 这可是几万人呢 后续陆陆续续赶来的灾民 还不知道有多少呢 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 如果没有个管束的话 必生获端 魏九明也觉着 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 那悔驰先生 有什么见解呀 李某需要获之会 把他们给带出去 李福达自从京师输给了小公爷之后 就开始研究小公爷了 包括了肥堆续化级 还有小公爷曾经的济燃测轨迹 他都没有放过 霍之会想要打通滇南路途 那么这个时候动手 自然是最好的 灾民是不断的汇集 人也渐渐多了 那么随之而来的必然就是麻烦 接连不断的麻烦 一堆堆的麻烦 他们是不断的把人送走 尤其是那些 待在这里有一段时间的轻壮 保证这里的人群 一直都在可控范围之内 这才是正理 而且这些人不断的来 必然会消耗大量的粮食和资重 这人越来越多 吃的可怎么办呢 几万人的吃喝 那都是一个巨大的消耗啊 哪怕是河州呢 如果后续不断的有灾民涌来 这份消耗补给 怎么能跟得上啊 人多了还容易滋生一兵 事物的处理也会更加的庞杂 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他们离开 正好前周要修筑一道 这些人可以到那边去 他们是灾民身价也便宜 给口吃的一个月几百钱 就能给你卖命 这份价钱如果是在 前周请人恐怕请不到 然而这里却有几万人可以请 青壮们可以负责注入采食 老弱妇孺们则是可以打打下手 只要是有活干 有口吃的 有公钱领 这些人就不至于走上绝路造反 这作为大明朝如今首席造反专家 造反经验丰富的大佬 李福达很清楚造反的流程 只要没有出现极端的压迫 造反就无法形成 除了少数野心家 脑子拎不清的傻子 或者跟他们似的造反世家之外 这大部分人只要是有田有地 能够吃饭挣银子 才不会跟你造反呢 但这类的野心人 毕竟是少数 所以任何的造反 都必须要等大灾到来 还需要在国朝管辖不到 本来就压迫慎重的地方 他们需要在这些地方潜伏着 然后引导这些 本就挣扎在生死边缘的人 慢慢地滋养起造反的种子 只需一遭天灾起 他们就能够瞬间拉起一大批的人 给他们当兵族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您的支持的 iff